昏迷了一天一夜的霍童 从一个又一个梦境中 彻底醒了过来后 听着周边的喊叫声 厮杀声 他忍着头上的一些不适感 坐起 一天一夜的碰撞后 他与这个身体已完美融合 睁眼 女孩默色的双眸 竟是冷冰 来自默示的她 重生在了锦国年间的荒年时代 多处周城的百姓 又一次遭遇饥荒 旱灾 饿瓢遍地 为了争夺资源 杀伐不断 啊 深山野林 水源边上 有个女孩尖锐又惊恐地哭喊声 划破长空 墨烈户和三个儿子被土匪包围 父子四人拼死抵抗 只有十岁的墨文歌 惊恐地扑在他娘王室怀里 哇哇大哭大叫 连看的勇气都没有了 这些土匪不杀妇人和小孩子 专杀男人 抢夺他们食物和妻女 妇人供他们玩乐 漂亮的小孩子 卖了或吃了都是尝试 面上一片冷冰的霍童站了起来 一只手在他旁边的少年 又惊又吓地拽住他 六六 你这是要干嘛 六六是霍童的乳名 少年也快被眼前的荧幕吓哭了 在这之前 他一直护着昏迷不醒的霍童 躲在树下动也不敢动 霍童抬手把少年甩开 冰冷的语气含着命令 你待着别动 少年是小他三个月的堂弟 霍阳 身体虽然仍有不适感 霍童依旧急不如飞 他凌空而起 一脚踹飞了一个连有刀疤的土匪 那人瞬间疼得脑子都搅在一起了 身体以诡异的速度飞了出去 撞在了一棵树上后 重重地摔了下来 扑倒在地 气绝身亡 霍阳震惊的眼珠子都要跳出来了 轮圈 霍童打在另一个土匪的心口 这人一口血就喷了出来 心好像碎裂了 土匪身子飞出 砰的一声摔倒 再没起来 有个中年汉子 挥刀向霍童凶狠地砍过来 他身形顺移 顺手牵羊 夺了人家的刀后 一刀子捅进了对方的心窝 小小年纪 出手当真是又快又狠 手起刀落间 在他身边已是一片死人 还余下的三个土匪大为震撼 扑通一声就跪了 啊 一声惨叫 三个土匪还没来得及求饶 身体齐齐倒下 霍童手中的刀 划过他们的景象 血流如注 他明亮的目光染上冷酷 沙发果断的样子 也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一切都结束了 土匪全死了 危险解除 扑通一声 墨烈护腿上一软 半跪在了地上 他被伤了胳膊 半边的衣裳被鲜血染透 由于衣裳是深色 不明显 失血让他晕 好在孩子们都没受伤 他松了一口气后 一下子栽倒 爹 孩子们的惊呼声传了过来 他妻子王氏狂奔过来 抱着他失声痛哭 霍童提着带血的刀 走向那边的几个妇人和小孩子 随着他的逼近 那些妇人和小孩子 扑通一声全给跪下了 颤惊 恐惧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霍童这一身的杀气 吓坏他们 他脸上还有血迹 但不是他的 这里只有妇人和小孩子 想必定是些土匪的家人 斩草要除根 霍童声音冷漠地道 他们都死了 你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一家人 就该整整齐齐地下去团圆 一位妇人哭道 女侠明察 他们不是我们的家人 他们都是土匪 他们杀了我们的家人 又把我们掳了来 其他人都惶恐地附和 是的 是这样子的 他当然 也不是滥杀无辜之人 霍童打量了他们一番 有八位女子 年纪在十三到二十左右 一位小男孩 年纪在六岁左右 他们的衣裳 有的普通 有的华丽 他指着衣裳虽然脏乱 依旧不难看出 是绫罗绸缎的女孩命令道 说 你为什么会和这些土匪在一起 女孩带着胆子道 回女侠话 我家住在帝都 我爹是金安侯 我们本是和爹娘 去探望住在荆州养兵的五弟 途中我和六弟贪玩 才会给了这些土匪可乘之机 只要你肯护送我们回家 我爹一定会重谢你 说话的女子 怀里搂着一个六岁左右的小公子 他们也和土匪这样说过 土匪才不会自投罗网 土匪恨那些富贵的官员 官府也恨土匪 那小公子一路上 应该是没少担惊受怕 这会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 像猫眼 又大又圆又亮 瞧着可怜又可爱 他盯着少女 提着带血的刀 生怕他一刀砍下来 霍童一番盘问 确定这些人全都是 被劫匪掳过来的人后 就把人都放了 哭着求他 女侠 求求你留下我和弟弟吧 只要你肯护送我回家 我爹一定重谢你 不然 我带着弟弟走出去 若是遇上土匪 还是会被抓的 他们没有饭吃 都会吃小孩子的 少女模样生得娇俏 小男孩也是细皮嫩肉的 的确容易让人生歹心 霍童扔了手里的刀 转身走了 冰冷的声音响声 先留下吧 他转身去了墨烈户那边看看 墨北正在想办法 给他爹处理伤口 但是没有用 挟止不住 文歌年幼 因为害怕 依在他娘怀里 母女俩一直在哭 霍童微微皱眉 若是他的空间还在就好了 里面有他的医疗设备 意念一动 他就感觉到手心里有异动 原来空间在呢 行号 让开 霍童对墨家人说话 但墨的语气中夹杂着命令 墨家人神情各异地看他 他的手里 已凭空多了一个药箱 道 墨书的商交 我来处理 墨北盲站了起来 拉着家人往后退了退 霍童蹲了下来 一边打开药箱 一边吩咐 你们挡住我的光了 都走开 墨家人慢慢回过神 品过未来了 霍童醒了 霍童变了 霍童怎么变得这么能打了 一下子杀了那么多人 眼不眨 手不软 一看就是个惯犯 霍童怎么会给人看病 霍童打开药箱 里面有各种虚用的医疗用品 他立刻给墨年止了血 打了麻醉 取了消毒水 消毒后 把伤口缝合起来 伤口很深 整个过程 用了二可钟的时间 他来自末世 末后的世代 更是有着数不尽的饥荒 瘟疫 地震 战争 只是没想到 他会重生到这么一个古老的年代 还赶上了荒年 好在他空间在手 里面物资应有尽有 他也曾做过医生 医疗设备 也就被他一起放了进来 倒是有了用武之处 躺在地上的墨烈户 渐渐回了些神 神色疑惑地看着他 霍童面无波澜 道 莫叔 因为麻醉的药性还未过去 你现在感觉不到疼痛 等药性过后会有疼意 你好好休养一晚 莫家的人都紧张地向他这边看着 当然也看不见什么 一是霍童背对着他们的 二是霍童不许他们靠近 下意识地 他们不敢违背霍童的命令 霍童朝他们走了过来 莫家人的目光全都落在他的身上 看他的眼神复杂 他仿若走在光里 从容不迫 步伐有力 收起一身的杀气 他目光清澈起来 霍童看着他们 清冷的语气夹杂着温和 去看看莫叔吧 莫家人立刻都跑了过去 莫北是猎户的长子 17岁了 少年身形挺拔 身体里仿若有用不完的力量 经过刚刚一阵的厮杀 他面上不显疲惫 倒像一个被困住的右兽 明明就是个乡下泥腿子 偏生了一张精致的面容 破旧的衣裳 都无法掩盖他特别的气质 仿若明珠蒙尘 他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二弟莫南 14岁 三弟莫西 12岁 小妹莫文歌 10岁 霍童转眸看着他 透过他的面容 仿若看到了另一个人 那人与少年的面容交换着 完美地吻合在一起 寂寞 霍童唤出这个名字 是你吗 真盼望他就是 少年面上没有变化 66 我在 听见幻生的霍阳 快步走到他跟前 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 他的字就是寂寞 这字还是霍童爹给他起的 霍童爹还活着的时候 是个秀才 文化人 取名有讲究 他接受了原主一切的记忆 在听到霍阳的答应后 就想起这些事了 我去洗把脸 他抬不去了河边 汗了两年 这片活水源依旧未干 就在昨天 墨北兄弟三人 从村里 跑出来找水源 要是再找不着水源 他们家也只能背井离乡 逃荒了 墨家是猎户出身 往日靠打猎 也是赚些银子的 比起村里的其他人家 他们家的日子 过得还算不错了 可抵不住天要断水呀 天无绝人之路 他们终于发现了 这一处水源 兄弟三人 远路而返 要把水源的好消息带回家 回去的路上 遇着了昏倒在地的霍童 当时的霍童 也是出来觅食的 他被一条蛇吓住了 逃跑的时候 摔下了山坡 昏了过去 墨家兄弟出于善意 把人送回了霍家后 不但没收到感激 反而被霍童的奶奶讹上了 非说男女授受不清 说他们抱了霍童 就得娶她为妻 霍童乃带着全家人 抬着还昏迷不醒的霍童 来他们家 一哭二闹三上吊 墨家人到底是没霍家人无赖 最后以无两的银子 平息了这件事情 霍童就此成了 他们家长子墨北的媳妇 拿了银子后 霍童乃第二天 就带领全家人 跟着大部队逃荒了 过了一夜 霍阳找了过来 他不肯跟爷奶去逃荒 非要来照顾他 两人感情自幼就好 亲如姐弟 这小子 往日里也没少哄着霍童 骗吃骗喝 霍童的父亲在世的时候 做过秀才 靠着给人交书写字有些收入 整个霍家人 都仰仗着他贴补家用 好景不长 在霍童十一岁那年 他这一房的人 死得只剩他一个了 没爹没娘的孩子像根草 霍童乃带他的态度 也立刻变了样 尖酸刻薄地骂他是扫把心 是他把哥哥弟弟 爹和娘全都磕死了 霍阳对霍童有着深厚感情 他一个十三岁的半大孩子 满头大汗 气喘吁吁地背了他一路 本以为找到水源 就暂时解决了眼前的困境 谁知等他们赶到后 这水源先一步被土匪占领了 土匪一瞧 除了墨烈户 全是一帮小孩子 顿时起了杀心 去南留女 万万没想到 醒来的霍童 会给他们来一个绝杀 星号 把脸上血迹洗去的霍童 又走了过来 墨家人都睁大了眼睛看他 墨烈户背靠大树歇息 全家就坐他旁边 来自帝都的姐弟俩 这会已和墨家人 坐在一块说话了 他们很快了解到 这姐弟俩的身份 姐姐叫魏子静 十三岁 弟弟叫魏子苏 六岁 墨文歌已从之前的惊恐中平静下来 和魏子静聊开了 听魏子静说一些他家的事情 讲到他父亲是侯爷 长兄去年还考了状元 总之家里非常富贵 真是让人羡慕得不得了 魏子静说等到了家 一定请他去住上一段时间 让他爹重谢他们 到底是帝都侯府出来的小姐 很会拿捏人心 出于对富贵人家的崇拜 墨文歌高兴极了 墨男和墨西兄弟俩睁大眼睛 看着这位来自帝都的女孩 眼里有着藏不住的喜欢 两少年脸都红了 墨北神色漠然 目光一直看着水源 霍童在那边 六六 霍阳迎了过去 眼巴巴地看着他 他知道霍童不对劲 可他不敢问 好像一旦问出了口 霍童就不是霍童了 也就不要他了 霍童应了他一声 静止走向墨家人道 都起来干活 去那边挖个坑 把这些人全埋了 坐在地上的墨北站了起来 对发愣的兄弟两个喊 墨男 墨西 起来 他去找了把铁锹 是他们挖东西常用的工具 墨男 墨西 忙跟着一块去了 霍阳看了看霍童 欲言又止 霍童 还愣着干什么 去跟墨北一块收尸 收尸啊 霍阳拔腿去了 霍童这边询问王室 沈 你没在哪 你跟我来 霍童跟着他去了 锅碗瓢盆 柴米油盐 还有睡觉用的帐篷 全都堆在一起 都没来得及用 就遭到一伙土匪的围攻 此时 当真是鸡肠碌碌了 霍童道 你去生火 烧水 他取了米面 准备把米洗了 面用来做些饼 还有土豆 西红柿 鸡蛋 妇人眼神古怪地看他一眼 有些小心地道 霍童 妮乃 已经把你许佩给我们家墨北做媳妇 总感觉他不像霍童了 都是一个村里的 他又爱串门 自然认识霍童 知道他之前是什么样 爹娘还活着的时候 他还是被娇养着的 两年前他爹也死了 就被磕带得毫无脾气了 霍童看了妇人一眼 微微点了头 我知道 之前他虽一直昏迷不醒 亦是还在 能听见周围的说话 妇人不再说什么 转身去搭锅 生火 知道是他而媳妇 却并没有半点 当而媳妇的谨慎恭敬 反而是他这个婆婆有些害怕 听她指令 霍童把案板找出来 抱着一篮子吃的 聚水源边上桃米洗菜 水源还是非常清澈的 没有被污染过 只是 此地不宜久留 既然有土匪能寻到这里 以后还会有旁人寻到这儿 这里全是小孩子 他们都没有什么战斗力 在遇着更多的土匪 会很麻烦 霍童逃米的时候 魏子苏跑了过来 稚嫩的声音 还有着乃英 呼闪着猫眼似的大眼睛 小孩子又奶又萌 看得人心都软了 霍娘子 我帮你洗菜吧 刚刚在那边他已了解过 这位女侠 是墨家大儿子的媳妇 听到这个新的称呼 霍童眼睛眨了一下 把土豆洗干净 魏子苏在他身边蹲下来 小奶应充满力量 保证洗得干干净净的 霍娘子 你好厉害 我可以拜你为师吗 侯门养出来的孩子 就是心眼多 明知道这小子讨好他是为了得到他更好的保护 瞧他一脸纯真 又奶又软的样子 竟无法拒绝 好 魏子苏立刻站了起来 师父在上 请兽徒儿一拜 他往后一退 跪下来就给他磕了个头 霍童说 把西红柿也洗了 遵命 魏子苏立刻又蹲在他的身边 认真地洗了起来 侯门的小公子 虽然没吃过什么苦 洗菜这样的事 当然难不倒他 霍童忽然问他 怕吗 魏子苏如实地道 怕 这些土匪是连小孩子都吃的 他亲眼看见 他们杀了一个小孩子后 烤着吃了 这件事情 在他心里留下了一些阴影 魏子苏又说 现在不怕了 为什么 小孩子分外自豪 有师父护着我呀 小小的人儿 长了一百个新年子 霍童并不反感 他喜欢聪明的小孩 霍童把米淘尽后 倒进了烧开的锅里了 他的这位婆婆 王氏 瞧他淘米的量 面上都变了 王氏不敢斥责他 莫名怕把他惹恼了 霍童醒来之后 好像就变了个人似的 他谨慎地问 霍童 这米是不是淘得有点多了 一下子都吃完了 后面吃什么 霍童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直到 后面我想办法 王氏 想什么办法 就算去偷去抢 也得有人给他打劫不是 这深山野灵 现在可没旁的人 霍童轻描淡写 不会饿着 大家就是了 转身 他去切菜 揉面 魏子苏蹲在他身边看着 不远处 那边的兄弟几个人 吭哧吭哧地挖了个大坑 全都冷静下来后 莫男已发出质疑 霍童 这还是霍童吗 霍童反问 不是霍童是谁 他心里虽然有无数个疑问 该维护还是要维护的 墨西道 嫂子这么能打 大哥你怕不怕 村里也有力气大的媳妇 泼落起来 打得自家相公满地找牙 墨北踹了他一脚 干你的活 墨西就掉坑里了 四个半大小子 把坑挖好后 一起去收尸 满地的尸首有些恐怖 这些人 有的是被一刀抹了脖子杀死的 有的是被一刀捅进了心脏 或者被捅破了肚皮 刀法精准 有的死不明目 瞪圆了眼睛 难以置信 霍童腿上一软 差点没摔倒 一把抓住了墨男的胳膊 墨男冲他骂道 人都死了 怕什么 他们和死了的牲畜 没什么区别 他们常跟着父亲狩猎 也包猎物的皮 胆量上比霍阳大太多了 墨北这边带着几位少年 清理死尸 等把死尸都清理完后 他们又去清理土匪那边 留下来的东西 留下来的还真不少 有三斤 一袋五十斤左右的米面 萝卜 土豆 南瓜 各有十多斤 还有一个吃饭用的矮桌 还有不少的银子 都在人的身上藏着 他们初次遇到这些事情 毫无经验 完全不知道往死人身上搜一搜 霍童这边把饭做上 王室在锅前添着火 见霍童菜也做了不少 疼得他心都要碎了 王室只能暗暗打算 一会家人都在的时候 再说这事 魏子敬这时走了过来 询问需要他帮些什么 霍童道 去叫他们过来吃饭 魏子苏立刻道 师父 我去喊 他撒开腿跑了过去 大声喊 师父喊你们吃饭了 这边王室有些纳闷 子苏怎么叫你师父了 霍童轻描淡写 刚收的徒弟 魏子敬笑道 霍娘子当真是女中豪杰 霍童谦虚 不敢当 闲聊的功夫 墨北拎了一张挨戟来了 王室诧异 乃来的桌子 简的 墨北放下挨戟 供大家一会吃饭用 霍童对魏子敬道 来把菜都端过去 魏子敬帮忙端菜 霍童把米饭也都盛在了碗里 他炒了几个菜 还烧了一锅的汤 魏子苏高兴极了 只觉得口水都流出来了 他饿极了 等少年都过来 就围在桌前席地而坐了 就是看着这丰盛的晚饭 大家还是挺意外的 王室倾咳一声 轻了一下嗓子 这是他儿媳妇 该说还是要说的 不能由着他胡来 不然 很快就会把他家的鱼粮全吃光的 霍童 饭菜不是这么做的 以后要省着点 这一顿就算了 全当给孩子押金了 墨北说 刚收拾东西的时候 发现了不少米面 够吃一段时间了 王室 就算够吃一段时间 也要省着点 不能顾了上顿 不顾下顿 这些孩子没长过家 不知道柴米油盐贵 尤其现在 他们在桃荒 霍童没延伸 打算找个机会 再给他弄袋米面 让他放心吃 墨烈互道 吃吧 少年们立刻放开了吃 本以为就是普通的家常菜 竟是意外的好吃 魏子苏激动地道 师父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土豆了 虽然就是一道普通的菜 他觉得 这才是人间美味 真像是 炒菜的时候 霍童加了自己的调料 倒了自己的灵泉水 王氏只顾烧火 也没留意他 但众人都尝过 一致同意魏子苏的话 魏子苏赞不绝口 师父 好吃的我想哭了 师父 你跟我回帝都 什么也不干 就给我做饭吃吧 霍童只当他小孩子的套路 毕竟 这是有一百个新颜子的孩子 墨文哥立刻问道 紫苏 那我呢 我去了干什么 小孩子咧嘴一笑 你当然是裴四姐姐了 魏子静心里轻视 面上含了些笑 对 墨文哥就很高兴了 大家一边吃喝 一边闲聊 霍童道 此地不宜久留 一来恐怕还会再遇着土匪 二来 恐怕会有野兽出没 这里是深山野灵 刚才一番屠杀 虽然一把尸体处理掉了 也难保不会引来猛兽 他说话轻柔又有力 墨北忍不住多看了他好几眼 考虑着猎户的伤 霍童说 再次休息一晚 明天 我们就上路 王氏有些犹豫 当家的伤 只怕不宜走远路 猎户道 是伤的胳膊 又不是腿 这是赞成明天离开了 王氏只好道 一会吃过饭 把需要的水多准备一些 只是可惜了这片水源 若是能留在这儿 可以帮助他们 度过这个荒年 霍童一边听着墨家人聊天 一边慢慢扒拉着饭菜 他目光在墨北身上停了一会儿 看着这张脸 竟有着恍若隔世的感觉 墨北一抬头就看见了他 心里有些疑惑 女孩看他的眼神 温柔又专注 像是在他看 又不像 他眼神有些飘渺 注意到墨北看了过来 他又若无其事地低头扒饭 霍童吃的饭比较少 也是吃得最快的一个了 扒完饭 霍童放下碗筷 你们慢吃 他站起来走了 他们只有一些素材 没有昏 墨北正是长身子的时候 要营养均衡 他打算在水里下个网 明天一早 就会有不少的收获 走到无人处 霍童闪尽了自己的空间 他这个空间的时间 都是静止的 任何食品放在里面 都不会过保质期 空间面积有五万多平方米 一眼望去 望不到边 里面堆积的物资应有尽有 里面多达千万斤 粮油 蔬菜 各种肉类 分别储存在不同的仓库 一眼望去 就是一个大型超市 灵泉之水源源不断 长期饮用 青春永驻 比河手屋燕窝 都更能美容养颜 除此以外 还有许多名贵的灵芝 人参 燕窝 鹿绒 河手屋等等 就是放到这个时代 拿出其中一样 去卖点那些黄泉富贵之人 让他赚个百八十两的银子 都不是问题 收养他的爷爷奶奶留给他的 他从空间找出一个鱼网 光了脚丫子 去了下游处 霍童 你在干什么 是墨北来了 霍童望着他这张脸 语气不觉温柔 你过来帮我一下 墨北也光了脚丫子 挽起裤管 走了过去 两人一块把网拉开 固定好 霍童说 明天给你做鱼吃 墨北 哪来的网 捡的 墨北以为捡的那些土匪的 霍童 我在这儿洗个走 你去帮我把包袱拿过来 然后给我望下风 别让人过来 听说他要在这儿洗走 少年忙答应一声 转身就跑开了 霍童望着少年跑开的身影 转身 把脏兮兮的衣裳脱了 六月的天 谁也不冷 他从空间取了个镜子照一照 想看看 这张脸到底什么样 莫名觉得这张脸 瞧着有些眼熟 瞧着瞧着 他想起来了 这脸不就是他少女时代的样子吗 他出现在这儿 本身就是一件诡异的事情 又和他长得一样 莫非是他的前世 收了镜子 又取了一套合手屋洗发水 长发散开 他细细地洗了两遍 莫非那边很快找到他的包袱 送过来的时候 见他已脱了衣裳 半个身子都在水里了 虽也没看见什么 依旧让他闹了个大红脸 他转了身 背着他坐了下来 给他望风 等霍童沐浴过 喊他 把衣裳给我扔过来 莫非几倍一僵 他站起来头也不回到 我怕衣裳给你扔到水里了 我就放在这儿 你自己过来拿一下 我去那边给你望着点 少年放下包袱 跑了 霍童过来穿好衣裳 往回而去 莫非也快步跑了回去 想着晚上要休息 就指挥着几个少年 把帐篷搭上 莫文哥 魏子敬跟着王氏 收拾锅碗瓢盆 莫文哥不由道 娘 以后这些事 交给霍童去做就好了 这些事里 当媳妇来做 他们村全是媳妇干活 婆婆写着 王氏是想 霍童到底也是年幼 不懂为人而媳之道 得慢慢交 可是 想到他杀人的样子 他心里又发出 不敢交 星号 趁着天还未黑 霍童把衣裳手洗了后 搭在树上 等干了再收 他这边到处溜达了一圈 发现有不少的野果和药材 可摘可采 红参 白果 遍地势 显然还没有被人发现过 他索性都收到自己空间了 山橘子 木竹子 地烧瓜 毛栗子 他也就摘了十来斤 回去洗一洗 给墨北吃 多摘的全放空间了 等他把摘的野果洗干净 送回去 换正在忙着弄帐筒的几个少年 墨北 他温温柔柔的声音传来 如六月的一阵风 沁人心脾 沙发冷酷 根本无法和他重叠 少年回身 女孩的头发已经风干 这回不扎不束 微风拂面 吹过他的脸庞 卷起一缕绣发 娇俏地飞扬 绣发上的香味 令人精神一震 墨北快步走了过去 女孩名目好齿 目落温柔地落在他身上 少年见眉心目 挺拔有力 鼻尖上已出了细细的汗 我摘了些野果 你尝尝可好吃 霍童把盆放在地上 包了野山菊 蹲下来 女孩仰脸叫他 墨北忙跟着蹲了下来 霍童把拨开的山菊塞他嘴里 问他 甜吗 墨北又被他弄了得大红脸厚 甜 霍阳人也跑了过来 忧愿地看他一眼 六六怎么光想着墨北 就不知道也喊他一声 他不客气地也拿了山菊 他运气不好 捡了个酸的 酸得他直咧嘴 六六 你这是拿找的野山菊 牙都要酸掉了 霍童也尝了一口 他拿的确实是甜的 只怪他手臭 墨南 墨西和魏子苏也都跑了过来 看他们这边再吃东西 墨文哥也带着魏子静过来了 大惊小怪的喊 霍童 你哪来的野果 那边摘的 墨文哥也想要 快带我们也去摘些 霍童起身 几个人全都跟着去了 霍童站之前摘过了 这回没再动手了 只是和他们讲 有些野果是有毒的 别的不要乱摘 你们也不要摘太多了 明天还要上路 摘多了太重 你们拿不动 少年们可不管 明天就要走了 更要多摘了 魏子苏趁机夸奖 师傅 你懂得真多 一脸自豪 不过 他没有动手摘 姐姐摘 师傅在 他觉得自己饿不着了 他背着个手 站得挺直 脏兮兮的破烂衣裳 都掩盖不了他世家公子的气派 大家满载而归 个人提了个半大袋子野果 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少年们把各自的野果放好后 一块去洗澡 魏子苏也跟着他们一块去了 一边喊 师公 师公你等等我 墨北忽然回了身 看在他嘴甜的份上 把他小子抱了起来 并且负责为他洗了个澡 一百个心眼的魏子苏 甚是满意 师公叫得更勤快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 魏子苏跑进了墨北的帐篷 打算今晚和他睡的 墨北把他拎了出来 这个帐篷给你师傅用 魏子苏被拎到墨南 墨西帐篷里了 魏子苏和霍阳的出现 让本来就不大的帐篷 更显拥挤了 霍阳只好出了帐篷 找个地方躺一夜 等把魏子苏安置好 墨北走出来 四下找了找 瞧见霍童坐在河边 山里的月光 冷清又美好 霍童在这坐了一会儿 想起一些过往 霍童 墨北来到他身边 那边还个帐篷 给你用 你去歇着吧 霍童坐着未动 仰脸看他 月光洒在少年的脸 在普通的衣裳 也掩盖不住少年的美好 瑕不掩鱼 墨北在他的注视中 脸上微烫 女孩的眼神过于直接 虽然是他的媳妇 还是会被看的 害臊 墨北微微垂了眸 他很想问 你还是霍童吗 他知道 眼前的人已不是霍童本人 这想法本身就诡异又大胆 可他想不明白 这其中的原因 他到底是没问出口 墨北忽然意识到 一件严重的事情 他若说这不是霍童 也就不是他媳妇了 霍童站了起来 走了 墨北跟上去 把霍童送到帐篷处 道 你睡这个帐篷 你睡哪 他一许给她 是她媳妇 他们本该在一处 可他不是霍童了 他便不知道 女孩是怎么想的 我在外面守夜 霍童同意 我给你喷点蛆虫剂 防叮咬 霍童从自己身上 摸出一个瓶子 把他全身上下都喷了一圈 是清香的味道 满山的黑暗 遮掩了少年面上 所有的情绪 一日 天亮 霍童起了个早 去收了鱼网 里面针进了不少的 大鱼和小鱼 还有几个螃蟹 黄鳝 泥丘 一部分他放在桶里养着了 一部分宰了吃 人陆陆续续的起来 霍羊跑了过来 惊喜的喊 六六 这全是你抓的吗 当然 一会就做给你吃 魏子苏不识实际的夸他 师父你也太厉害了 看他在河边 拿把剪刀宰鱼 睡醒的少年们都过来看 墨西觉得自己口水 也要流出来了 我看饿了 嫂子 咱什么时候能吃 有些个小机灵鬼 改了口嫂子嫂子的叫开了 很快 霍童把鱼洗干净 少年们围着他看 霍童吩咐下去 你们先去把帐篷收了 吃完这顿 就带他们上路 墨北这边 立刻把他们都轰走 让他们去收帐篷了 个人把自己的衣物 被褥叠好 放在各自的被楼里 空气中 飘扬着米香和鱼肉的味道 少年们洗漱过后 把桌子摆好 一脸眼馋地等在锅边 霍童把小鱼在锅里一炸 又脆又香又酥 这个鱼被他切成块 拿面和蛋果一变后 在油锅里炸 又用他昨天 挖的小人参做了个汤 王氏在帮他添火 瞧他放油的架势 又心疼了 霍童 这油你省着点用 霍童嗚了一声 还有这米饭 他又烧了一锅 这是要闹哪样啊 王氏欲哭无泪 等饭菜上锅 少年们风卷残云 意犹未尽 饭还剩许多 主要是少年们 被肉和菜都喂饱了 饭就吃得少了些 霍童把剩饭揉成了饭团 里面加了一些鸡蛋 撒上了些芝麻 揉好的饭团 他一声不响地 丢自己空间了 路上饿了 好给他们吃 上路的时候 每个人都背上一个竹篓 莫猎户受了伤 半夜的时候麻醉一过 痛感就来了 脸色很不好看了 莫家人自然也不让他背什么 霍童帮着拿一些米面 魏子敬也帮着拿一些衣物 魏子素太小了 不让人背他就不错了 在莫北的带领下 一家人背着大包小包的出发了 若非山路难走 霍童就找机会 把空间里的板车弄出来 给他们用了 绕了大半天的路程 走走停停 才算出了山 莫文哥喊着走不动了 坐下来喝水 魏子敬也趁机坐下来歇歇 魏子苏泪地躺在地上了喊 师父 再走下去命都没有了 霍童也就放下贝罗道 那就歇会儿 多先吃些饭团 补充体力 他转身去做了个假动作 拿竹篓里拿饭团 顺手把吃的 从空间里取出来了 还有之前洗好的水果 也一并取了出来 分给他们 霍童把吃的分下去 他又嘱咐道 我去前面看看路 你们在这休息会儿 他拔腿去了 旁人也没当回事 想他是内急 也就全都洗地坐在路边等他 放眼望去 前面就是一条小道 不时有一些面黄鸡兽的流民 从他们这边经过 一看就是出来逃荒的 虽然师父不在 魏子苏还是忍不住夸赞 我师父为什么这么棒呢 这就是天下第一美味 饭团 府里都吃不到 瞧这家人吃得津津有味 真是馋人 猛然 有个小孩子扑了过来 谁也没扑 就扑魏子苏了 一把抢了他手里的饭团 就很出奇不意 魏子苏猛了 抢了他饭团的小子 拔腿就跑了 他才吃一口 魏子苏气得哇的一声哭了 这么好吃的饭团 他只吃一口 他没有了 他这一路上 受了太多委屈了 魏子竟忙去哄他 别哭别哭 我得给你吃一半 墨家的三个小子 立刻站了起来 想去追那小子 被墨烈虎沉声叫住 别追了 这几个路过的刘明 站在路边不动了 全都瞅着他们一大家子 那眼神里毫不掩饰地写着 想吃 想归想 对方在衡量 能不能抢到手 墨家只有一个 看起来强壮的墨烈虎 可他的胳膊明显受了伤 被绑了布袋 挂在脖子上掉着胳膊 战斗力明显被削弱了 也就墨北桥这具有攻击性 可他一看就是个少年 几个刘明很快有了决定 互看一眼后 三个强壮些的成年男子 快步走了过来 打算速战速决 把他们的食物抢了 三人很有默契 分别扑向墨家 站着的三个小子 然而 他们看走眼了 没想这些个小子 也是幼也幼狠 墨北在其中一人靠近时 长腿飞出 以横扫千军之势 把那人踹飞了 普通的刘明 他还真没放在眼里 毕竟是跟他爹打猎长大的少年 墨男也不弱 轮了拳头 就打在那人脸上了 过于轻敌的人身子一歪 扑倒了 就这点战斗力 还敢学人家出来打劫 墨男很鄙视他 最小的墨西 一下子就抽了他 藏在被楼里的刀 要砍过去 这刀是土匪的 他收拾东西的时候 就收自己包里了 他一刀劈来 惊了对方 急忙就躲 是没想到他藏了刀 刀落下一半 几乎要挨着那人脖子的时候 忽然就停了下来 刀竟然被霍童死死地捏住了 嫂子 墨西意外极了 霍童一手捏住了欲要砍下的刀 一拳头把那人打了出去后 询问 怎么回事 墨西理直气壮 是他们动手的 所以 他杀了他们 有什么问题 霍童瞧了那边的人一眼 三个成年男人 三个妇人 应该都是一家人 其中一个妇人怀里 抱着个一岁大的奶娃 奶娃一看见 这边有人在打架 吓哭了 妇人身边 又跟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 也紧紧地 躲在妇人身边 满脸不安 魏子苏也委屈 告状 师父 他们抢了我的饭团 我才吃一口 不远处 夺了魏子苏饭团的男孩 见识不妙 突然就又跑了回来 他也不过十一二岁的年纪 给你的饭团 我不吃了 他急忙把已吃了一半的饭团 又还回来 你们不要为难我的家人 一见家人被打 小孩子明显也是害怕了 霍童扫他一眼 语气冰冷 道 我知道你们很饿 但你们有没有想过 你们抢了别人的食物 别人也会饿肚子 别人和你们一样 也是有家人的 你们若因为抢夺食物 伤了别人的家人 别人也会很难过 有时候 贫穷是会使人麻木绝望 甚至会桑尽天良 他点到为止 这饭团就归你了 你们走吧 对方看着他 明明就是一个小女孩 个子还没他高 可莫名就让人觉得害怕 摔在地上的几个男人 忙爬了起来 话都不敢再多说 带着家人狼狈地走了 抢夺魏子苏饭团的小男孩 黑亮的眼睛看着他 到底是再没说话 转身 一擦眼泪 跟着家人一块走了 墨西不太满意这个结果 嫂子 你为什么阻止我杀了他们 他之前明明也杀人了 霍童仿若看出他的心思 语气淡漠 之前杀的那些人 他们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 死不足惜 这些人 不过是恶红了眼的刘明 手无寸铁 罪不至死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霍童又给魏子苏一个饭团后 小孩子就是好哄 立刻高兴起来 霍阳已发现了新物件 六六 你这是哪来的板车 霍童说 刚才在前面捡的 板车上还有三十斤里面 有一大桶的水 当然都是 从他空间取出来的 在他那个时代 母亲去世 霍童在乡下姥姥家生活了十年 有不少乡下的生活经验 这板车 是他姥姥留下的 板车半心不救 足够他们用了 魏子苏抛开 被人抢了饭团的忧伤 师父 你真是我的福星 他高兴起来 跑过来手脚并用地爬上板车 他最小 又拉不动板车 当然是坐在上面 让别人拉了 霍童指挥大家干活 都别愣着了 快把东西都放板车上 墨叔受了伤 也在板车上歇息吧 墨被这边忙 动手收拾 其他人帮着往板车上送 王氏走了过来 问他 在哪捡的呀 那边 就很敷衍 除了王氏 没人多问什么 子敬 你也坐到板车上 墨男殷勤的请人 墨熙更是狗腿子的 想搭了把手 魏子敬玩耳一笑 自个上了板车 板车又不高 墨文哥也立刻 跟着一块爬上去了 竹篓过多 板车上又坐了几个人 实在放不下太多 墨被负责背了个竹篓 里面放的是 轻便一些的衣物 墨被又把板车 前面的位置 给空了一些 换道 霍童 你坐这儿 多坐一个人板车上 就多一份重量 拉起来也吃力 他选择 我不坐 既然他说不肯坐了 墨文哥喊 娘 娘你坐 古代封建社会的观念在 他们心里根深蒂骨 媳妇照顾一家老小 本是理所当然的 行 我坐 王氏不客气地坐了过去 墨北面上有些不悦 墨文哥 你下来 墨文哥装听不见 嗨 二哥三哥 你们快拉啊 墨南道 嫂子 那我们走了 霍童摆摆手 让他们走 板车被他们拉走了 霍阳当场脸黑 气得冲墨北道 你家人是不是太没良心了 这板车是溜溜找来的 墨北脱口出 童童我背你 霍童愣了一下 很快摇头 我又不是小孩子 快走 霍阳不一 又一边走一边气呼呼地对霍童道 六六 他们墨家人根本没真心待你 当初咱奶去他们家闹的时候 好说歹说 以死相逼 他们家才肯要你 他虽然说的是实话 但霍家人恩将仇报是事实 桃荒的年代 自己都吃不饱 谁想在另外给乌两的银子 买个昏迷不行 不知是死是活的人 走的时候 因为你昏迷不行 他们家也不想待你 是我跑过去找你 非要背着你跟他们家一块走的 霍童虽然昏迷不行 那时候是有意识的 这小子在气头上难免添油加醋 当时的情况是 面对一个昏迷不醒的人 莫文歌难免要把霍家人 骂个狗血喷头 王氏和莫列户 也算得上是老实人了 一家人面面相去 不知道该怎么办 家里没了水 留在村里 他们连口饭都吃不上了 霍阳后面就来了 莫文歌就逮着机会 让他背霍童上路 霍阳对霍童说 你要是现在后悔了 咱们就和他们分道扬镳 霍童心里明镜似的 只反问一句 你有五两银子吗 他乃可是要了 人家五两的银子为聘 霍阳一正 他一文银子都没有 可要和莫家划清界线 就得退了五两银子 走吧 霍童拍拍少年的肩膀 走了 他做的一切 又不是为了莫家人 墨北默默地跟在他身后 霍阳不死心 快步跟着他并肩走 又一个劲地和他道 六六 我一个人把你从家里背到山里 背了你一路 墨北都没肯帮忙 墨北不和他吵 也不和他变 只对霍童道 童童 我错了 我可以现在背你 霍童被逗笑 好了好了 过去的事都不许再提 他瞧墨北挺尴尬的 也不忍霍阳一直为难他 这一路上 所到之处都是逃荒的人 因为觅不到食物 死的人不少 路边上随时都会遇着嚎啕大哭的人 抱着死去的亲人 路人一脸冷漠 麻木 这两年赶上荒年 大家见惯了太多这样的场面 生死离别 残酷又冷漠 墨家这边因为有了板车 赶路就轻松多了 板车的出现也是过于引人注目的 好多人没板车 他们家车里分明装了食物 有好几次 有些流民冲他们家虎视眈眈 很想把他们板车抢了 都被霍童赶走了 在走过几个村庄后 墨家人遇着了一个 有一百来口人的逃荒大部队 霍童喊他们问 沈 你们这是要去往哪里 大娘 你们去哪啊 连问了几个人 别人一脸冷漠地走掉 不理他 还是一个瘦瘦的男孩和他说 我们去荆州 也有去烟州的 就这两个州城 离他们距离较近些 三四百里 男孩也就八九岁的样子 瘦得拖刑 霍童直接塞给他一个饭团 算是答谢 小男孩子眼神一亮 打开一看 是又白又香的米饭 还没等他咬上一口 饭团忽然从他手里飞了 有个青年男子一把夺了去 拔腿就跑 霍童恼火 急不追去 一把抓住了那人的肩膀 夺了他抢走的饭团后 把人扔了出去 左右的路人看一眼 有怕事的 躲得远远的 赶紧越过了他们 青年摔在地上 痛得熬了一声 霍童呵斥他 你饿 小孩子就不饿吗 青年坐起来 看着他 有点不敢相信 一个小女孩 就把他给扔出去了 霍童转身就要返回 那青年忽然就发了狠地扑了过来 挥了拳头偷袭他 童童小心 一声大喊 墨北冲了过来 一把拽过他 那青年的拳头又快又狠 打在了墨北背上 让他面上一白 反而撞向了霍童 霍童大怒 扶住墨北的腰身 瞬间掠过 一脚踹在青年胸口 把人打飞出去了 青年摔在地上 脸色苍白 好半天爬不起来 霍童不再理他 盯着墨北 见他阴疼 眉头都拧在一起了 他顿感心疼 伤奶了 让我看看 来自女孩的关心 让他心里受用了不少 我没事 霍童嘱咐道 这样的人伤不了我 你下次别这样冲过来了 霍童的话仿若在说 他根本不需要提醒 更不需要保护 墨北面上有几分的不自在了 是他没用 非但保护不了他 还拖累了他 刚才被抢了饭团的小男孩 也已追赶过来 叫他 姐姐 你没事吧 没事 拿着 霍童把饭团给他 孩子的父母也跟了过来 连连道谢 姑娘你真是大好人 活不撒 万万没想到 孩子回答他一个问题 他会这么好心给吃的 霍童面上笑笑 被人这样夸 他可不好意思 他可不是活不撒 大家互问了姓名 男孩叫灵珊 霍童在说了自己的名字后 墨北出其不一地道 对人家说 这是我家娘子 哦 霍娘子 一块追上来的霍阳呛他 莫名其妙的存在感 墨北懒得理这臭小子 一段小插曲就此过去 大家继续赶路 晚上的时候无处可住 刘明就三五成群 全都写在了路边干枯的丛林中 写下的时候 知道这些人全都没有帐篷 免得让人眼红 墨家 也就没把帐篷拿出来了 拉了一天 板车的墨南和墨西 躺在地上歇着 太太太累了 走了一天的路 霍童也累了 也在一棵树边坐下休息 王氏的声音传过来 霍童 来把饭做上 有的人家已捡了柴 在地上挖坑 烤些红薯 土豆 南瓜一类的冲击 霍童闭着眼睛养神 嗡了一声 没有动 王氏见他光映不动 面上有些难看 他叫不动这媳妇 又不敢大声呵斥 想起霍童在水源边 杀人的样子 他又有些怕 总觉得霍童变了 被什么附体了似的 可凭着他简单的头脑 也是想不出个所以然的 墨文歌也饿了 他想吃霍童做的饭了 走过来喊他 嫂子 我饿了 想吃什么自己做 墨北一把 就拽走了墨文歌 把他推一旁了 把人赶开后 他来对霍童道 你别理他们 你先些话 你想吃什么 我去做 霍童看着他 低头笑了一下 道 你会吗 我可以学 墨北忙跑开去 把锅置上 行号 被推开的墨文歌 还挺生气的 他又不会做饭 他气呼呼地 转身回到他爹娘那边 很大声地道 爹 娘 你们听见了 嫂子不愿意做饭 也不怪他如此说 在村里 洗衣做饭这事 本就是媳妇干的 没有一家 婆婆会上锅做饭 魏子苏走过来道 我师父都累了一天了 你都在板车上歇了一天了 你就可怜可怜我师父的腿吧 墨文歌不敢凶他 他还指望去侯府 媳妇不受管教 王氏不敢直接凶霍童 但墨文歌敢啊 不服气得到 花五两银子把他买回来 不是让他享福的 霍童暗暗摇头 小丫头年纪不大 牙尖嘴利得很 他目光落在墨北身上 就当墨文歌放了个屁 霍阳已站起来道 溜溜我去捡柴了 魏子苏志气的乃英也传来 师父 我也去拾柴 这是他力所能及的事情 他要帮忙干点活 不能让师父累着了 魏子竟一把拽住他 有些害怕 这里到处都是人 别乱跑 万一有坏人 把他给偷了怎么办 霍童也考虑到这一点了 你坐着别动 他起身去板车上取米 之前网的鱼都还在 他打算做个鱼汤和红烧鱼 再炒两个素材 想着储存的谁也不多的原因 霍童没动他们 从水源那边带的水 直接把灵泉水 拿来洗菜洗鱼了 王氏这边抬眼望了望 从来没为他主动 烧过一把火的长子 就像长在媳妇腰上的挂件 主动干起了支锅烧柴的火 他就没见过 哪家男人会在锅上干火 莫文哥这边 已经高高兴兴地聊开了 就着魏子苏的问题吓唬他 子苏 出门在外 你一定得寸步不离地跟着我们 不然 你再丢一次 可没这么走运了 魏子苏不以为然 我这一次肯定不会再丢 他要去抱住师父的大腿 有吃有喝 还能保护他 魏子苏立刻站起来去找霍童了 要帮他洗菜菜 月光冷清 各家烟火上腾 莫家这边的香味四溢 尤其是那个鱼香味飘过来的时候 是真产人 私下里有些人在互相打探 看看这香味是从哪家里飘出来的 莫家人席地而坐 中间放的是一张四四方方的桌子 霍童吃了半碗饭 喝了半碗鱼汤后 就去歇着了 莫家人都是封建时代下的产物 媳妇要任劳任怨 为家庭付出一切 这种思想已根深蒂固 恐怕很难改变 霍童目光淡淡地扫过墨北的面上 他虽是墨家人 少年很好 长得也的确很像几末 可他终究不是寂寞 似乎是意识到霍童在看他 墨北就忽然看了过来 月光照亮了女孩的脸 安静又美好 他看在眼里就觉得非常安心 非常踏实 过了一会儿 墨北放下碗筷 文哥 一会儿 你们自己把过碗收拾了 扔下这话 墨北站起来走了 墨文哥不情不愿 娘 你看大哥 有了媳妇不要娘 也不要我了 魏子苏没手怕擦嘴 只得拿了袖子一抹 道 师公说得没错 为避免好吃懒做 分工要明确 说完话 他也立刻跑去师父那边了 墨北在霍童身边坐下 两人都没说话 过来的魏子苏在 霍童另一边坐下 笑眯眯地依着他道 师父 我今晚睡你旁边吧 为什么 这里人太多了 我怕我睡着了 会有坏人把我偷走 四姐姐根本保护不了他的 还是师父这里最安全 霍童想想也有道理 同意了 小奶娃立刻抱住了他的胳膊 亲密地道 师父你 对我真是太好了 霍童对这奶娃 没有多少的招架之力 也不讨厌他的亲近 一旁的墨北看在眼里 羡慕 王氏那边 没再叫霍童过来刷锅洗碗 他一个人把锅上收拾了 锅里还有不少饭 霍童是刻意多做了一些饭 剩下的做饭团 饿了随时拿出来吃 等都收拾好 周边累了一天的人 也都卸下了 墨北把被褥拿来铺在地上 让霍童睡在上面 魏子苏跟着一块歇息 睡中间 师公师父睡两边 霍童去跟墨南墨西那两个小子 挤在一起了 负责拉板车的墨南和墨西累了一天 吃过饭就躺下来 呼呼大睡了 考虑着这里也不一定安全 怕有些胆大的 趁他们睡着了来偷东西 墨北决定首夜 人躺在地上 眼睛睁着 望满天的星星 脑子里天马行空 想了许多 魏子苏还做了个噩梦 手脚并用的乱踢 霍童和墨北同时翻了个身 要把这孩子搂在了怀里安抚的 看见霍童醒着的时候 小声安抚 别怕 我会保护你的 魏子苏安静下来 继续睡 墨北瞧着近在咫尺的女孩 黑白分明的毛子有温柔 与那个沙发果断的人 判若两人 霍童看他一眼 对他轻声道 睡吧 墨北没说话 继续平躺回去 更睡不着了 霍童带子苏都很温柔 霍童心里会怎么想他 会喜欢他这样的人吗 毕竟 他一无所有 天马行空到茫然后 墨北觉察到 有人在走动 有人不小心踩断了地上的树枝 传来响声 墨北微微起身看了看 果然 有人悄悄 往他这个方向走了 大概以为人都睡着了 想过来偷些食物 墨北站了起来 是想让那人知难而退 那人又往他这边看了一眼后 站了一下 他们这一家子 推个板车 板车里放了几个竹楼 实在太惹眼了 刘明看了就会认为 他们家竹楼里装了不少食物 本意是想偷偷摸摸 先过来探探路 没想到这家人如此警醒 竟有人在守夜 这不更证明 他们背楼里有好东西吗 黑暗中 那人向自己的同伙招了招手 很快 又有四个男人站了起来 亲手亲脚地往这边走了过来 他们早就有计算清楚了墨家的人 就一个成年男人 还伤了手臂 其他几个少年 不足为据 墨北就是个子长得高 看着结实 可到底也是个少年 他们目标明确 静止向墨北这边走了过来 准备先把他放倒 其他人不难收拾 随着这些人过来 墨北顺手抄了家伙 一根之前挑东西用的扁单 他板车上面 也有藏了几把刀剑 因为这里人太多 就没拿出来用 对方也不怕他手里有家伙 人家想着人多力量大 然而 这些人还没进墨北的身 就见一道身影晃了过来 都没看清对方是怎么出手的 那女孩凌空而起 一脚就踹了过来 以横扫千军之势 瞬间就把这几个人 踹得远远的 全摔在那边路旁的沟里了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太突然了 甚至都没有惊动到其他流民 墨北看了看站在他面前的霍童 敏唇 自卑 在他面前 他毫无用处 霍童轻声道 你去休息 我来守夜 瞬间褪去一身的沙发 他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女孩 墨北心里忽然有些难受 他看了女孩一眼 转身就走了 霍童愣了一下 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他忙跟了过去 轻声唤他 墨北 你怎么了 墨北走出人堆之外 站住 月光冷清 少年更显孤寂 他扭过脸不看霍童 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霍童忽然有些想笑 这莫名其妙的 孩子气 他走到墨北跟前 看他静在咫尺的脸庞 看着这张脸 他心里就软了几分 少年忽然问他 你还要我吗 语气中夹杂着一些难受 霍童愣了一下 也是没想到 少年会问出这样的话 你都不需要我的保护 我也保护不了你 反而是他们 需要他 就显得他更加的一无是处 霍童认真反省一下 是他的疏忽 少年是个有自尊有想法的人 面对他的帮助 并不像旁人那般心安理得 他忽然觉得 此时的少年 有些说不出的可怜 无助 出于安慰 霍童哄他说 谁说我不需要你的保护了 这世道混乱 女孩子要是没有男人傍身 也很不容易的 等我们找到安身处 我送你去书院 你好好读书 去考状元 你当了大官 就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了 他总觉得 能长着几磨这样一张脸的人 也不应该只是一个平凡人 墨北没想到 他竟对自己有这样的期待 心情顿时好了许多 现实是 墨北的爹是猎户 只带儿子去打猎 早些年 墨北去过镇上的学堂 趴在门口 听人家读书 那些字他好像早就学过似的 不用人叫 一看就会 提笔就能写下来 还写了一首好字 教书的先生见他天赋一饼 有心想要说他做学生 甚至愿意免了他的述修 奈何他爹不答应 读书不耽误干活啊 他爹不同意 墨北就偷偷摸摸跑过去 把自己猎来的兔子 野鸡 送给先生 先生也乐意教他学 送他不少的书 为防止被他爹发现 这些书墨北都不往家里带 他每天早出晚归 他爹当然也不知道 他干什么去了 只当他去狩猎了 他在山上设了几处隐秘的陷阱 他爹都不知道 时间一到 他只管去狩猎物就行了 这些试过了好多年了 他爹一次没察觉 天亮 昨晚被霍通踹飞出去的五个人 又爬回来了 一脸狗腿地来到霍通身边喊 老大 老大 霍通不悦 别乱喊 墨家的人都看了过来 就见几个粗糙的汉子 都围在霍通身边一脸讨好 其中一个道 做我们老大吧 另一个 老大 我跟着你混 霍通讽刺 想我带你们打家结社 欺压弱小 不不不 我们绝不是这个意思 咱们这不也是被逼的吗 昨晚绝对是第一次干 以后再不敢了 几个汉子 你一言我一语 想为自己洗白 老大 你瞧 你们家全是小孩子 又带这么多东西 路上也太显眼了 你们要去哪 我们兄弟护送你们过去 霍通没给他们好脸 语气淡漠 有我护送 足够 转身 他从自己包袱里取了饭团 这些饭团 是他昨晚守夜时 进了自己空间 做出来的 里面加了黄瓜 鸡蛋 肉片 拿着吃吧 他扔了几个 在五人怀里了 五人一愣 霍通又警告 别再让我看见你们欺负弱小 否则 我绝不留情 走吧 别跟着我 他又不起义 不需要做流民的老大 几个人互看一眼 到底是没在缠着他 鞠躬 谢老大 我们绝不再欺负弱小 几个人迅速跑开 打开他给的食物一看 又白又香的米啊 墨家人有些震惊 他这过于慷慨地举止 王氏小心地好言相劝 霍通 虽然咱家现在有些米面 也不能这样糟蹋 霍通淡淡地看他一眼 语气淡漠 我不会饿着大家的 王氏小心地提醒他 米面只有一半了 他们家人多 霍通每次做饭都是一大锅 根本经不起这般的吃喝 不让他做饭 闹心 让他做饭 还是闹心 魏子苏霍过来道 我师父说 饿不着大家 就一定饿不着大家 你们就不要操心了 霍阳也过来相互 做了好事 还让人说三道四 这什么事的啊 瞧这一大一小 一唱一鹤的 莫文歌也忙过来 护着自家娘 拿着我们家米面 做好人好事 可真有意思啊 霍阳提醒他 你家米面早就不够吃了 这些全是溜溜带来的 夺了他们的食物 霍童后来捡了一个板车 又带来了食物和水 莫文歌不以为然地道 霍童是我们家媳妇 她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们家的 因此 她那样说 一点没有错 莫北一瞧 这又要开吵的架势 气得她快步走过来 把莫文歌拉开 牙尖嘴利 快走 她真怕家妹惹恼了霍童 又忙对她道 童童 你去坐板车 我拉你 瞧莫北带了几分小心翼翼 甚至是讨好 她心里不忍 我不坐 我喜欢走路 你以为拉板车轻松 拉一车人 能累死个人 她哪会忍心 让莫北去拉这么多人 走吧 她转身走了 莫北忙跟上她 莫南 莫西 只能悲催地继续拉板车 霍童因为刚才的事很生气 这回也跟在霍童身边 继续煽风点火 咱奶以前还说 莫家是老实人 你嫁过去 一定会幸福 现在一看 和咱们奶也差不多少 说坏话 能不能闭一下人 童童 她不好让霍童闭嘴 只能去扯了一下 霍童的衣袖 霍童看她一眼 明明身上也充满了攻击性 偏幼弱弱地看着她 霍童顶不住 她如右手的眼神 只好给她一个安抚的眼神 霍阳叹气 六六 你就是泰国人美心善了 也就是因为她心善 那些年 她才能轻易哄着六六 讨些好吃的 霍童被她逗笑 这小子摆出老成的姿态 历尽沧桑后 我算是看明白了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骑 根本不会有人感激她的心善 渴吗 喝些水吧 霍童把手里的水带塞给她 霍阳咕噜一口水 诧异 六六 你这水有点好喝啊 清凉中带着甜 她之前都是喝从水源那边带的水 但这带水是霍童的灵泉之水 好喝就多喝点 板车里也有灵泉水 坐在板车里的人若是渴了 就会拿着碗从那里取半碗喝 魏子苏喝这个灵泉水游饮 她见大家都在说笑 趁人不备 偷偷摸摸地取水喝 板车坐的人当然都看见了 没人说她 她是侯府的公子 墨家人还指望魏子苏和家人团聚后 报答他们呢 再则 她一个小孩子又能喝多少的水 一行人说说话 时间倒也过得快 有些体弱的 年老的 生病的 或者一些更小的孩子 会被队伍慢慢地甩在后面 身后传来小孩子的哭闹声 伙同心里有些发沉 本该对这一切视若无睹的 这一切太常见了 她帮得了一个 不可能每个都帮得了 一路同行到现在 她知道 其中大多数的流民 就是一些老实巴交的普通人 就指望着 能撑到前面的周城 到时候 官府会解决他们的温饱 霍童慢慢退了一步 她不仅是医生 她也是一位出色的特工 曾经 她的职责 就是以保障国家安全而活着 身在意识 她的使命也已结束了 可她的身体里 还有着这样的热血 并没有冷却 猛然 霍童转身跑了回去 快得霍阳和墨北都没留意到 就是见她慢了一步 等回头看她 她跑远了 霍童做了个从包袱里 拿食物的假动作 她把饭团从空间取了出来 一边发下去一边道 周城就在前面了 再坚持几天 吃饱起来赶路 十几个慢下来的流民 无力地坐在路边 本是一脸绝望凄凉的 忽然收到她送来的东西后 打开一看 又惊又喜 连谢谢都来不及说 先咬上一口 霍童瞧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 面上红彤彤的 就是生病了 她掏了药片 对她身边的父母道 把这药给孩子喂下 早晚一次 并可痊愈 每个人都收到来自她的饭团 在惊喜过后 一个个地跪了下来 连脸磕头 活菩萨 姑娘真是活菩萨 她才不是活菩萨 霍童转身跑开 就见墨北和霍阳 正站在不远处看她 亲眼看见 她把食物都发给那些流民了 走吧 霍童没说什么 两人也没提她 把饭团送人的事 快步追上前面的大部队 墨家人因为发现 少了他们三个人 已停下来等着了 等到他们追上来 王氏询问 你们干什么去了 霍阳心里有个恶劣的想法 直言道 溜溜看那些流民可怜 就把饭团全送人了 墨家人倒吸一口冷气 面色各异 墨西忍不住道 嫂嫂真是人美心善得很 真不是夸她 讽刺 谢谢夸奖 霍童全当她是赞美了 静止走了 墨家人气得无话可说 一路过去 同行的流民有增无减 又有各装出来的大队人马 加入他们 天黑之前 大队人马路过一个小村庄 有人提议在这儿歇下 明天再赶路 墨家这边的人安置下来后 霍童嘱咐墨北 我去村里看看 你们全都待在这儿 师父 我跟你一块去吧 魏子苏觉得 只有他在的地方 才有安全感 他一走 他就怕 霍阳也怕 扯他的衣袖 溜溜 万一有坏人过来 他们撑不住怎么办 放心 他们撑得住 面对那么多土匪墨猎户 都能带儿子撑一会儿 何况是一些普通的流民 流民的战斗力 比土匪弱爆了 交代完事 霍童拔腿跑了 流民中有看见他往村里去的 以为他想进村讨些吃的 胆子大的 也立刻三五成群 结伴同行跟了过来 村里面黑灯瞎火 家家户户 连个院子都没有 门都是敞开的 显然 早有流民经过此处 来搜刮一番了 后来的流民不死心 点了火折子 进去再搜索 一无所获 霍童揉揉脑门 转身回去的时候 手里拎了三个袋子 其中两袋油米油面 一袋 是土豆之类的 硬核已保存的菜 眼见他拎了东西回来了 漠北 霍童快步迎了过去 抢着帮他拎袋子 霍童惊喜无限 六六 怎么这么多 嗯 可能遇着了什么事 人家把这些东西都落下了 除非遇害 轻易是不可能 有人落下这救命的粮食的 霍童只觉得 腰杆更硬了 更直了 过去把米面王板车一放 骄傲得道 我们家六六 就是浮运傍身 走路能捡到米面的那种 墨南 墨西 魏子苏都跑过来看 果然是又白又好看的米面 墨文歌一脸馋样 喊道 嫂嫂 我想吃饭团 想吃饼 墨北语气默然地接了他的话 想吃什么 就去揉面逃米 霍童道 我来做吧 他不能指望 只有十岁的墨文歌 能做这些事 别把米面给糟蹋了 霍阳继续去附近找些柴 墨北之锅 他自个则取了米面 魏子苏跟着他打圈转 为可以吃到师父做的 天下第一美食而开心 等墨北这边把锅之上 霍阳回来 就点了火 烧上水 水开些 霍童把米放了进去 墨北一边烧火 一边看着他 模样甜静 就是一派的岁月静好 让人着迷 少年忽然对他轻声道 你是嫂嫂 长嫂为母 所以 他可以随时教训 不听话的墨文歌 墨北冷不丁地冒出 这么一句话后 霍童愣了一下后悟了 知道墨北是在护他 他心里顿时柔软不少 嗯 一旁的魏子苏 立刻信誓旦旦 师父你放心 等见到我爹 我让他给你好多好多的银子 年纪不大 心眼不少 直接拿钱财来诱惑霍童了 墨北瞅他一眼 你确定 你有生之年 还能见到你爹 当然 师父一定有办法 让我见到我爹的 这小子对他很有信心 霍童被取悦 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吗 魏子经悦耳的声音传来 他面带羞涩地询问 魏子苏小大人般地问他 那你说说 你会干什么 他姐姐在家 向来是食指不沾羊春水的 除了会吃 当然还是会吃 魏子经善善地道 等饭好了 我可以帮着做饭团 他瞧过饭团 感觉也不是很难 霍童 坐的时候 叫你 魏子经没再说什么 去一边坐等 闲来无事 各处的人都洗地而坐 莫南 墨西 见魏子经过来了 两兄弟就围了上来 左右一个坐在他旁边 要与他说话 帝都出来的姑娘 水灵灵的 气质也好 乡下穷小子看在眼里 难免喜欢 墨西问 子经 你家有几口人呢 算上仆人的话 差不多也有百口人了吧 这么多 莫南吃了一惊 没见过市面的泥腿子 想不出来 那家得有多大 才能装得下百口人 墨西一脸羡慕得道 那你家房子 一定很大了 嗯 等到了帝都 我请你们到府上玩 说说而已 这是不可能的 好啊 能和侯府的小姐说上话 俩人都很高兴 说话之间 那边有饭箱飘了进来 诱惑的人 唾液都要流出来了 有人朝霍童这边走了过来 有几分怯懦 便又要壮着胆子 前来讨好的说 姑娘 我这里有一些山芋 能换一些你的米吗 有位妇人 欠了得六七岁的小男孩 过来问话 小男孩饿得面黄肌兽 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 看着他 乖巧地叫 姐姐真好看 真是个会说话的孩子 霍童立刻被取悦了 笑问他叫什么名字 男孩叫展石 霍童站起来 就去板车上提了米面过来 他收了对方的两个山芋 接了对方的碗 给人家换了一大碗白米 妇人连连道 谢谢姑娘 谢谢姑娘 姑娘您 真是个大好人 小孩子也乖巧 跟着家人连连道谢后离开 开了这个换米的头后 旁边知道这事的人 悄悄议论了几句 都挺眼红展示 家人能换到米 又有六十来岁的老太太 牵着个三岁的男孩子 带着两个土豆 来找霍童换鞋吃的 就是家里 故意派出老人和孩子 想搏同情 看得出来 那是个好说话的姑娘 小孩子在家人的教导下 有些怯懦地叫她 姐姐好 老人面上也堆满了讨好的笑容 姑娘行行好 孩子都一个月没见米了 给换些米吧 不管真心假意 他们主动讨好 拿自己的东西来换 并非像有些人那般上来抢夺 霍童就乐意 把米面换给他们 前来换他米面的人 给的有鸡蛋 黄瓜 冬瓜 南瓜 很多人十天半月 甚至更久 都没吃过米面了 一时之间 霍童身边陆续来了不少人 这一幕 自然也都落入墨家人的眼底 墨文哥正坐在他爹娘旁边 气闷 爹 娘 你们也不管管他吗 墨烈户道 你嫂嫂为人善良正直 你没事少招惹他 墨文哥心有不甘 可他把咱家的米面换给人了 那米面也是他弄来的 换就换了 少不要你吃的 你急什么 墨文哥哼了一声 救他会装好人 王氏也有点担心 轻声道 这样下去 米面都要给他换完了 心善是好事 但善也得有个度吧 墨烈户面上淡了淡 别管了 对这个媳妇 他心里是有很多疑惑的 不管怎么样 他对家人是有意无害的 墨文哥眼珠子一转 起身跑了过去 对来换米面的人嚷嚷 行了行了 差不多就行了 还没完没了 我们家就这点米面 马上就要给你们换完了 泰德寸进尺了 他嗓门不小 毕竟也不是多厚脸皮的人 大多数还是老实人 墨文哥把人轰走了 再去瞅自家的米面 发现真少了一小半 气得人肚子疼 霍童 你这个时候冲什么好人 因为生气 这回也不叫嫂嫂了 霍童没搭理他 墨北挑了眉 语气不善 墨文哥管你什么事 他若是男孩 他早就踹过去教训一顿了 墨文哥也委屈 你干嘛凶我 你快管一管他吧 家都要被败光了 魏子苏忽然大声喊了起来 四姐姐 快来包饭团了 魏子竟跑了过来 墨北 霍阳跟着一块学做饭团 都把墨文哥当空气 墨文哥见没人理他 就挺无趣 人多力量大 饭团很快被做了起来 每人一个后 余胜地留着明天早上吃 魏子苏吃得欢快 夸张地嚷嚷 师父 好吃的我眼泪 都要流出来了 霍童被他逗笑 夜晚歇息前 魏子苏照例往霍童身边一躺 师父 我要睡觉了 你要保护我 别让人把我偷走了 没问题 魏子苏望天上的星星眨呀眨 过了一会儿 他睡着了 走了一天路 霍童也累了 依着子苏躺下来 墨北走过来的时候瞧了瞧 确定魏子苏睡着了后 悄悄把人抱了起来 放到霍阳那边睡了 霍童有些意外地看着他 眼睁睁地着他 把人送走 等他回来 霍童巧声问 你干什么 把子苏抱走 墨北小声解释 他都六岁了 男女瘦瘦不轻 霍童无言以对 默了一会儿 说 古董 什么 没什么 睡吧 墨北躺他边上闭了眼 两人之间能隔一个人 也不知道 霍童用的什么沐语 洗发 他身上时刻都散发着一些清凉的香味 那种好闻的感觉 令他悄悄地吸了口气 天亮 魏子苏没想到 自己一睁开眼 竟然是睡在了霍阳身边了 他连忙坐了起来 把还在睡觉的霍阳给拍醒了 气呼呼地问 为什么我睡在你旁边 是不是你把我抱过来的 霍阳一叫到天明 根本不知道身边几时多了一个人 面对质问 他也纳闷 很快 他反应过来 臭小子 你少血口喷人了 一定是你自己梦游过来的 不可能 我从来不梦游 魏子苏气呼呼地 很委屈地去找霍童 霍童正在漱口 他从自己空间取了牙刷 刷过后又收了起来 莫文哥也刚好看见他了 见他面前许多的水 知道他是漱口了 立刻瞪着他大惊小怪地道 霍童 你知道现在的水有多珍贵吗 有你这样浪费水的吗 霍童语气淡漠 不漱口 嘴巴会臭 他声音不大 但旁边的家人都听见了 莫文哥气得小脸一黑 扭身走了 水不多了 他都没舍得拿来漱口 墨北默默地 对着自己的手哈了口气 没觉得自己口臭 管他臭不臭 他还是默默地转身 漱口 就在个人都在研究 自己是否口臭这件事时 魏子苏跑了过来问话 师父 昨天晚上 我明明睡在你旁边 为什么我一醒来 就到霍阳那边了 为了不给墨北拉仇恨 霍童只好无视小家伙 可怜又委屈的神情 道 我也睡着了 不知道哎 墨北的声音忽然传来说 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 男女瘦瘦不轻 该避嫌了 魏子苏斩钉截铁 不 我还是小孩子 忽然 他灵光一现 质问 师公 是你把我抱走的吗 墨北挑了一下眉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嫉妒我 墨北给他一个不屑的眼神 霍阳这时跑了过来 墨北 你闻闻我口臭不臭 他欲要对着墨北哈口气 这气还没哈到对方脸上 墨北一脚 就把他踹出去了 霍阳跌在地上 委屈 生气 你干嘛踹我 我嫌你恶心 霍阳哼了一声 我刚漱口了 他是否漱口 管他屁事 墨北过去询问他爹的情况 到了今天 他的胳膊已不疼了 恢复得很好 霍童也把存在空间的饭团 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取了出来 每人发一份 昨天他揉了面 也把饼给烙上了 都一并存在空间了 正在这时 又有五个流民结伴过来了 拿着自家的土豆和红薯 挺不好意思的开口讨好 姑娘 给换点米面吧 他家昨晚 已收了好多土豆和红薯了 墨文跟恼火 不客气地吼他们 你们有完没完 不换了 走开 他抢先把人轰走 就是怕霍童又做好人 墨烈户这边 也招呼小孩子上板车 继续赶路 墨北依旧背着竹篓 跟着霍童走 板车行在他们前头 墨北 霍童 霍阳三人并行的时候 霍阳问 六六 你累不累 要不我背你吧 我不累 墨北问 要不我背你 霍阳不客气地对 你不要学我说话 他的冲动默默不语了 他才没学他 霍童见墨北尴尬 于心不忍 解释道 我又不是三岁孩子 他没那么娇弱 他真不想坐板车 他一旦坐板车 墨北就要负责拉板车 会让他更累 霍阳说 我心疼 你还不成吗 这小子虽然欠揍 可嘴甜啊 仗着他与霍童自幼就完得好 想说什么 便说什么 身后有几个人 快步跟上了墨北他们 就是之前想和霍童 换先里面的五个人 等到再近一些 左右两个人 伸手就去夺墨北身上的竹篓 这东西看起来沉甸甸的 想必里面定有好东西 这一路上 被抢夺的次数多了 霍阳对这事都见惯不怪了 立刻忙躲到一旁 站得远远的 免得他们打架 误伤了自己 由于这些人来势凶猛 正在墨北边上的霍童 还被人撞了一下 他有些无语地 抡了拳头垂过去 疼得那人赶紧松了手 当场被霍童举起 摔了出去 另一人被霍童 直接来了个锁猴后 憋得那人眼睛一翻 差点被昏过去后 同样被霍童扔了出去 砸在先前那人身上了 后面三个人 也是没料到 一个小女娃 竟这么的猛 立刻一起冲了过来 打算把先霍童控制住 几个流明 根本连进霍童身边的机会都没有 被他左一拳 右一脚打趴在地上后 一个个地被扔了出去 眼前的这一切 不过是几十秒的事情 许多人都没看明白怎么回事 就见几个人 迭罗汗似的 趴在了地上 唉呦唉呦直哼哼 真是让人大开眼见 有认识霍童的 几个小男孩 拍手叫 姐姐好厉害 姐姐把坏人打趴了 得了霍童恩惠的孩子 家人纷纷指责 这些人都是坏了良心 自己没得吃 就要抢别人的 他们也只敢欺负弱小 碰上土匪 逃得比谁都快 就是就是 欺软怕硬 霍娘子 你是哪个镇哪个村的 经过一次换米后 有些人知道了霍童的身份 以为人妇 一些人趁机想和霍童搭上话 询问他多大年纪了 他才13岁 脸上还有一些婴儿肥 一看就是个小女娃 霍童也就疗上了 大家彼此交换了姓名后 成年人换他或娘子 一块的小孩子 亲切地叫他姐姐 霍童瞧一个周岁大的小孩子 在母亲怀里抱着 脑袋 趴在母亲的肩膀上 有些咳嗽 人也不精神 瘦瘦的样子惹人怜爱 霍童拿了药给了妇人 嘱咐道 让孩子把药吃下 早晚三次 过两日 孩子的咳嗽就得痊愈了 又给了妇人一袋水 嘱咐他多给孩子喝些水 妇人感激地道谢 有位年纪大些的妇人提醒道 霍娘子 人心不足蛇吞象 这路上 你还是要多加留意着 他们这墨家的人 瞧着都是小孩子 老妇人是担心 这一路上 别人眼红他家的粮食 生出了旁门左道的心 霍童含笑道 我会留意的 一些普通的流民 不足为惧 近晌午的时候 大家走到了一个分岔口 有一部分人就分道而行了 这两条路 一条通往燕州 一条通往荆州 墨家这边 要送紫苏姐弟去荆州 大部分的人选择去了燕州 他们听说燕州富贵 去荆州的人 相对就少了许多 同行的有七八十 和霍童搭上话的人 都一声不响地 选择去荆州了 霍童笑问 都说燕州富贵 你们为什么没选择去那边呢 人家当然不好意思说 跟着他同行 想得他庇护 有聪明的回答道 全都跑到燕州 也不见得是好事 霍童也这样想的 太多的难民 全涌进一个州城 会给当地增加太多的负担 遇上为民做主的州官就罢了 若不然 从古至今 太多的官员 不肯为民做主 又走了四天的路程后 在路上又陆续添了不少人 中间又有人 想要打墨家的主意 在被霍童几次教训过后 渐渐的 同行留名的都知道 这里有位霍娘子 别瞧着年纪小 可不是一般人 不好惹 他家的东西 也就没人 在杆上盯着不放了 好在这位霍娘子人美心善 若有人挨不住了 想要拿东西 和他换点口粮 他也是好说话的 往往一个土豆 就能得他一大碗的米 就是莫文歌凶巴巴的 很会骂人 怪吓人的 在这天下午 刮了一场大风 吹得人东倒西歪 几乎要站立不住了 霍童看天 觉得有下大雨的趋势 他招呼了一声同行地说 大雨很快就要来了 大家快些赶路 看看前面能不能找个地方避雨 他年纪虽小 丝毫没有人怀疑 他画的真实性 莫列湖的胳膊 现在好了许多 这回他下了板车 给板车减少重量 莫南 莫西 两个半大小子 用力拉车 都想趁着雨位下 找个地方避雨 果然 跑了一段路后 前面有个破庙 莫家的人第一个跑进去了 为避免淋雨 连同板车一起抬了进去 他们站了个靠里一些的好位置 后面的人也陆续跑了进来 各家找位置坐下休息 到了傍晚 电闪雷鸣地跟着过来了 伴随着狂风 庞陀大雨随后而到 雨点打得庙顶都啪啪地响 门窗也跟着呼呼作风 天色暗沉下来 整个庙里伸手不见五指 大家待在一起 又激动 又害怕 激动的是 天终于下雨了 害怕的是 万一被雷劈了咋办 魏子苏夹在霍童和墨北中间 他抱着师父的胳膊 有些颤抖 这黑乎乎的 啥也看不见 总担心会有坏人 突然向他们走过来 霍童轻轻揽过这小子 低声安抚一句 我在 别怕 这话给了魏子苏莫大的力量 他渐渐就不抖了 别抢我东西 突然 有妇人大声喊叫起来 带着哭腔 趁着黑灯瞎火 谁也看不见谁 有人开始作怪了 霍童忽然想起一样东西来 他从空间取出一根 又粗又红的蜡烛 小时候在乡下跟着姥姥生活 过年的时候 家家户户会点燃这个 后来到了城里了 过年别说不点蜡烛 鞭炮都不让放了 这些蜡烛放在空间 也就成了一种纪念 他不动声响地把蜡烛点上 整个屋里一下子明亮起来了 霍童瞧向那边作乱的人 走了过去 冰冷的语气带着命令 说 怎么一回事 霍娘子 她要抢我的包袱 这是一个寡妇 身边带了一个六岁的儿子 小孩子极为害怕 因为看不见 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霍童瞧着那位 还抓着人家包袱的男人 长得惊悍 霍童命令他 松手 被抓了个正正 男人有些慌 也有些脑 管你什么事 霍童一脚 就踹在那人心口 并没用几分力 踹得他身子歪了下去后 勃然大怒 跳了起来 破口大骂一声 见骨头 耍什么威风 他忽然就拔了一把短刀 捅了过来 霍童一手举蜡 一手抓向他的手腕 稍一用力 这人一声惨叫 短刀落地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倘若有人敢欺负弱小 下场如他 冷漠的语气 质地有声 他把人丢了出去 砰的一声响 这人重重地被摔在了门口 霍童命令 立刻 马上 从这里爬出去 庙门是被拴上的 墨北快步走了过去 霍阳配合着去开门 门被打开 两人直接把这人给扔出去了 欺凌弱小抢夺食物 只当他是恶极 还可以容他一二 他后面又持刀想要伤人 便不能容他了 门再次被关上 庙宇之内全是人几人 全都看着霍童 还是小孩子先回过神来 叫展示的孩子夸赞 童童姐姐 你好厉害 林山大声说 有童童姐姐保护我们 我们再也不怕被坏人欺负了 齐燕 童童姐姐 这是我的鸡蛋 给你吃 这女孩有五岁 你的心意我领了 我有吃的 墨北过来接她的蜡烛 找了个地方安放下来 展示说 童童姐姐 我将来长大了 也要像你一样 保护弱小 为民除害 霍童笑道 这志向好啊 将来有机会 好好读书 出人头地 几个孩子围着他 你一言我一语 她站在人破庙里 犹如站在光里 明明也是 和他们一样的普通女孩 却莫名 就让人在她身上 看见了希望 光芒万丈 墨北有一些茫然 忽然生出一种 她还配得上 她的想法出来 明明那么普通 却又那么耀眼 在她的身上 让人看见了一种 难能可贵的善良 正义 她想 她要更努力 才能配得上这样的女孩 墨北默默地看着霍童 忽然又觉得欣慰 她何等幸运 遇着了这样的女孩 雨一直在下 哗哗啦啦 充满酒汗的干地 也给刘明带来希望 天降雨了 是不是就意味着 荒年就要过去 万物复苏 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了 大家说了一会话 饿了就吃些干粮 霍童也继续靠墙而坐 魏子苏依旧坐在她旁边 小口地吃着葱花饼 喝着灵泉水 心满意足 这一夜 大家都卸在庙中 庙中虽然一片漆黑 再无人生出是非 天亮 宇宙 这么多人在庙里挤了一夜 身腿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也是难受 睁开眼睛 大家就纷纷往外走 活动一下筋骨 墨家有板车要抬出去 就没急着离开 只等旁人先走一步 忽然 外面传来马蹄声 一声接一声地 由远而近 能骑得上马的 非一副极贵 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 达官贵人 经过此地 片时 马蹄声在庙前停了下来 五六个人身 配刀剑的壮汉 翻身下了马 冲这些刘明汉 全都站住 不许动 霍童快步走到门口看看 是发生什么事了 外面的刘明 被这些人吓得不轻 墨家人 也以为是来了什么坏人了 全都跑到门口 要看个究竟 几个壮汉 各个声得恐无有力 他们挨个打量这些刘明 拿出画像仔细询问 有没有见过这上面的人 刘明早就被他们的气势吓倒 都没看仔细 立刻慌忙回话 没有 没有 陆说 魏子静忽然跑了出去 又惊又喜地喊了一声 这是他父亲身边的 贴身护卫路程 中年男子文声望了过来 打量着眼前的魏子静 差点没认出他 陆说 陆说我在这儿 魏子苏显然也认出了自己人 他立刻跑了过去 终于等到家人来找他了 他太开心 太激动了 这几个人 全是他们家的护卫 前来的几个男子 都仔细地打量眼前的几个人 魏子苏和魏子静现在的模样 哪有半点侯府公子 小姐的气派 风餐露宿 风尘仆仆 身上的衣裳破烂了好几处 一早醒来 都还没来得及梳理头发 他肆意在头上张扬 跟陆别的小乞丐 也没两样了 虽然 已变得连他们的爹娘 可能都认不出来了 但这确实是他们家的公子小姐 行号 府里的小姐和公子失散了 后府派出了几路人马 四处寻找 今天在这狱上了 主仆全都是又惊又喜 陆成蹲下身来道 小公子 受苦了 他这些天 跟着霍童有吃有喝 都快忘记最初的苦了 魏子苏忙道 陆叔 是师父救了我们 你们快把你身上的银子 全都拿出来 小公子发话了 陆成也就从身上摸一袋碎银 又向其他几个人 打了个拿银子的手势 其他几人 也把忙自己身上的银子 拿了出来 全给了陆成 足足有一百两的 陆成解释道 小公子 暂时就这么多银子了 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全拿出来 魏子苏把银袋子 逐个捧过来 往霍童的怀里一塞 师父 这些银子 你先拿着用 等见着我爹 我让我爹给你更多的银子 师父救了他 他当然要报答 他可不是忘恩负义之人 一旁的莫文歌气得心疼 这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竟然把银子全给霍童了 不是该给他吗 霍童没有客气 他现在需要银子 侯府公子小姐的命 当然值更多的银子 转身 霍童做事去拿包袱 在看不见的地方 银子都入了空间 他顺便把饭团和饼拿了出来 给了魏子苏 想必你的家人也饿了 先吃些饭团 垫一下肚子吧 魏子苏立刻把饭团分给了护卫 还夸赞道 师父的饭团 是天下第一美味 几个人忙到了谢 路程向墨家的人告辞 多谢诸位对我家公子小姐的照顾 待我回去后 一定禀报我家老爷 重重报答恩人的相救之恩 话虽如此 心里不以为然 已给了一百两的银子了 也算是报答了他们 他报了全 客气地道 我们就此别过 后会有期 魏子苏忙道 师父 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墨烈护语气冷漠道 就此别过吧 小公子保重 路程巴不得告辞 既然如此 那就不勉强了 小公子 我们走吧 他把魏子苏抱了起来 转身就走 翻身上马 生怕小公子真的缠着 把人一块带回去 金安侯府 没必要和一帮泥腿子搭上关系 眼看着这些要走 莫文歌一急 莽喊 紫静 魏子静这才想起来 应该和他们道别 他客气地道 这段日子 承蒙各位关照 来日有缘 我们荆州再见 严静 转身离去 马蹄声响 主仆一行 很快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中 来得快 也去得快 好像他们从未出现过 身为侯府的千金 当然不可能真的看得上 这些泥腿子 魏子静一路忍受着 莫文歌的各种过躁 还有莫南 莫西 那令人厌恶的爱慕眼神 一些个泥腿子 也敢对他心生爱慕 想想都觉得作呕 他所有的忍耐 不过是想让这家人 护着他们姐弟 一切都是权宜之计 今天终于离开这家人了 再不用听莫文歌 在耳边叽叽喳喳了 也不用忍受莫南 莫西 这两个香巴佬的爱慕讨好 魏子静心里不知道多高兴 莫文歌眼睁睁地 看着魏子静姐弟消失 他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他什么好处也没唠叨 当初说好的 让去他们 侯府做客呢 莫南眼眶忽然就红了红 他舍不得这位侯府的小姐 问 爹 我们为什么不和他们一块走 和这些人一起去荆州 不好吗 小公子都邀请了 他爹在拒绝什么 莫年语气不善 人家是什么人 你们是什么人 真以为人家愿意带你们走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 你就人家一命 人家不是给过报酬了 这话说得难听 就差说 他们不要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了 莫南和莫西面上一阵清白 很不好受 莫列护的话 也提醒了莫文歌 刚给的报酬 在霍通的包袱里 他显然就没有上交的意思 莫文歌伸手 就要去拿霍通的包袱 想把银子抢过来 霍通身子一臂 没让他碰着 莫文歌大声道 嫂嫂 你该把银子 交给娘来保管 霍通头也不回地道 怕沈拿着 让人抢了 莫文歌气得小脸鼓了起来 叫 爹 娘 你看他 分明是想把银子撕吞了 莫列护 闭嘴 莫北道 人是霍通救的 银子归他是应当的 王氏没有说话 莫列护喊着儿子 帮忙把板车抬出去 雨过 空气一片大好 万物吸收了一夜的暴雨 似乎要把这两年的饥渴填饱了 泥土都散发出特别的气息 流明三五成群地继续赶路 少了位子近姐弟两人 板车一下子就空出两人的位置 莫北过来和霍通说 彤彤 你要不要去板车上休息会儿 霍通道 已休息一夜 我不累 拔腿 他快不走了 莫北忙把自己长背的竹篓 放板车上后 追着他一块去了 莫列护今天负责拉板车 莫南和莫西依旧靠两条腿走路 板车上只有莫文哥和他母亲坐着了 路上的时候 王氏亲生和莫列护说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媳妇有点难管教 莫列护不以为然 你管他干什么呢 反正有吃有喝就行了 得不着自己男人的支持 王氏被噎了一下 辩解道 谁管他了 谁管得住他 莫文哥巧声道 娘 你放心吧 我早晚把这银子拿回来 莫列护听见了他的话警告道 我劝你们不要乱来 不问自取 就是偷 莫文哥没把他爹的话当回事 不以为然 拿回自己家的银子 怎么就成了人头 莫列护劝不动他们 生气 我懒得理你们 莫南 过来拉车 莫列护把拉车的差事 又交给两个儿子了 不想一边伺候 还要一边听他们啰嗦 没有他们的啰嗦 耳根果然亲近了不少 型号 霍童救过两位富贵人家的小孩子 得了不少的银子 这是在刘明中传开了 大家只有羡慕的分 也没人敢打他银子的主意 到了傍晚 刘明又在一处荒野歇息的时候 莫文哥逮着霍童做饭的机会 悄悄把他的包袱打开了 他本想取走霍童 放在包袱里的银子 结果 空无一物 那么多的银子 他总不可能放在身上 明明没在他身上 发现异样 莫文哥心里生气 沉不住气了 跑去质问 霍童 你把银子藏哪儿了 气起来也不撑 他扫扫了 霍童正在切土豆 假装没听见他的话 莫文哥提高了些声音 霍童 我问你话呢 听见没有 你把银子藏哪儿了 是不是丢了 霍童见他不停地骚扰霍童 过来骂他 滚 别在这丢人现眼 莫文哥也是个不挠人的 立刻针锋相对地骂开了 霍童 要鬼也是你滚 我看你是这几天过舒坦了 忘记自己 是打哪来的了 是我家看你可怜 收留了你 你居然敢和我这么大壶小叫 你的良心叫狗吃了吗 忘恩负义的坏东西 你在骂你自己呢 霍童毫不相让 据理力争 若不是六六 这一路上 你们全家都是忘恩负义的东西 看看这吃的喝的 全是六六一个人在座 你们谁大把手了 好吃懒做的猪 有什么脸 在这大呼小叫 莫文哥被骂脑了 冲上去就要打霍阳 别看他是个小姑娘 凶着呢 他冲上去 就挠在了霍阳的脸上 气得对方一个大耳瓜子 抽了过去 莫男和莫西 一看自家妹妹受了欺负 立刻也冲了上来 帮忙做霍阳 片刻之间 几个人打坐一团 也是让人始料未及的 霍同忙放下了手里的活冲了过去 左右手各抓住了莫男和莫西 把两人给扔出去了 至于莫文哥 若非看他只是一个十岁的小女孩 早就一脚踹飞了 所以 他就是轻轻一拽 就把莫文哥给拽得退了好几步 跌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场面乱作一团 惹得各处的流民都跑过来看他们 霍阳也没捞到便宜 就这一会儿 脸上被指甲抓破了一道皮 身上被那兄弟俩又打了好几拳 一对一 他都不是这兄弟的对手 何况三个打一个若梅霍同护着 给捶死他 他们的母亲王氏脸色铁青 他是没有想到霍同竟然动了手 王氏过来呵斥 霍同 你这是干什么 因为墨北的关系 霍同努力地想要与这个家融洽相处 可他们三兄妹一起打霍阳 他就不能袖手旁观了 霍同语气平淡地道 教训他们 王氏主要是霍同揣着一百两的银子不上胶 让他心里一直憋着气呢 现在刚好找到了一个发泄口 他们的爹和娘都还活着 轮不到你来教训 可他们管束过这个孩子吗 霍同语气冰冷 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霍阳 欺负他 还可以忍 欺负霍阳就是不行 霍阳心里感动极了 腰杆也挺得更直了 六六 他们根本就没有把你当成自己人 趁着还未澄清 和他们把清退了吧 这一路上霍同都没坐过一次板车 虽然是霍同自己不愿意坐的 他还是生气 因为生气也就口不择言了 霍同恩了一声 这样的家庭 他是融入不进去了 这么久了 他心里也早就认清了一个事实了 墨北虽然很好 可他不是寂寞 除了脸 他的身上没有一点寂寞的银子 把墨北当成寂寞的代替 对谁都不公平 寂寞就是寂寞 无人可以代替 墨北面色难看 霍同一个恩字 让他的心 像被人拿刀子捅了一下 生生地疼了起来 被摔在地上的墨文歌 气呼呼地爬起来叫 你是我们家花了五两银子买的 霍同手里捏了银子 这是十两的银子 脸本带立的 他扔在了墨文歌的怀里 墨北没想到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他们打了一场价 怎么就把他的婚事给退了 墨北冲过来 就把墨文歌怀里的银子 抢了过来 他要还给霍同 似乎这样子 他就不会与他退亲了 霍同看着他夺回来的银子 没接 看着面色发迹的少年 他心里有些不忍 这是寂寞的脸啊 他无法做到 对寂寞心狠 也无法对着这张脸 说出太狠的话 他语气尽量温柔 墨北 我们不适合 他的心里除了寂寞 再容不下任何人了 你放心 就算退了清 我也会护送你们 到荆州再离开的 因着这张寂寞的脸 他带少年 总是多了许多的温柔和耐心 少年的眼睛发红 看了看墨文歌 眼神如刀 你现在满意了 墨文歌吓得不敢说话了 墨家的人 这回都面面相去 一下子没了声音 是没想到 他竟然真的说退亲 就退亲 左右看热闹的人面面相去 默默地散了 这一路走来 大家和霍童都混熟了 全都霍娘子地叫着 现在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怎么好好的就退亲了 墨北快步来到霍童面前 像一只受了伤的困兽 红了眼睛 我不同意退亲 他们打架 怎么就爱着他的亲事了 霍童不语 墨北指控他 你之前不是说 等找到一个安身处 要我好好读书 让我考状元 让我当大官吗 这些你都不要了吗 那不都是哄他的话吗 少年天真 竟还当真了 霍童没说话 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说了 他怕随口说说 他会当真 他不理人 少年红着眼跑开了 他不想退亲 听他说要离开 他就难过得不能自已 霍阳这回也有些猛 他虽然气墨家 这些人欺负霍童 看到霍童终于同意退亲后 他心里也没有多好受 他走到霍童跟前 小声和他说 你要是后悔 也可以不用退亲的 我没有后悔 你后悔了 霍阳忙摇头 我才不后悔 我就是看墨北有点可怜 我看他好像哭了 霍阳也有纠结 霍童真把亲退了 他并没有多开心 他并非看不出来 墨北对他家六六有多上心 恨不得把自己挂他腰带上 他当然也想 六六有个好夫君 霍童正了正后 道 你去拾柴 墨南听见了 忙道 嫂子我去拾柴 他赶紧撒腿跑了 墨西也急忙道 嫂子我搭锅 一下子把大哥的亲事给搅黄了 两人内心慌得一批 刚刚的一场吵闹 就这么过去了 就是今天吃起来 大家都觉得 不如往常那么香了 过了一会儿 墨列户发话了 霍童 这又不是墨北的错 墨南和墨西连忙道歉 嫂嫂是我们的错 他们并不想大哥失去媳妇 他们又不傻 当然知道 嫂嫂真的很不错 墨列户郑重地道 文哥 墨南 墨西 要是不听话 你身为嫂嫂 教训他们就是了 两个小子配合得指点头 而媳妇是难管束了些 她虽有缺点 难管束 也有优点不适 除了不好管 样样都好 霍童道 墨叔 我意已决 不必多说 你们放心 我会护送你们到荆州 等入了荆州 就和墨家人分道扬镳 墨列户被噎住 再无话可说 看得出来 这丫头有点叛逆在身上 墨北当晚就没过来吃 她独自生着闷气 坐得远远的 墨南去叫她 她也不理睬 霍童心里不忍 她饿着肚子 端了碗去找她 把饭吃了 听见她的声音 墨北虽生气 还是多看了她几眼 我不同意退亲 她没接霍童的饭碗 仿若她要退亲 她就绝食给她看 霍童望着她 心里软了几分 少年像一只受了伤的右兽 在挣扎 长痛不如短痛 霍童狠了狠心 柔声道 墨北 我不想欺骗你 我不想继续把你当成别人的影子 这对你不公平 对继墨也是种亵渎 只满足了她自己的私心罢了 墨北证了证 她明白了她话中的意思 她真是心狠 如她手起刀落杀人的时候 一样狠 墨北从地上站了起来 少年高过她一个头顶 她忽然站起来 还让她莫名承受了一种 来自少年的压迫感 少年似乎被激怒了 我根本不在乎什么公平不公平 霍童 把碗塞在少年的手里 转身走了 天边被星星点缀 一闪一闪的 墨家的人 今天晚上都很安静 晚些的时候 王氏挪到霍童身边 轻声和她说 霍童 霍童席地而躺 没言声 你看看这谁家的人 不是吵吵闹闹的 也没见人家一吵闹就退清的 小孩子们打闹几下 你身为长嫂 也教训过了 就别往心里去了 王氏思来想去 还是觉得 这轻世不能退 霍童一来是很能干 二来她有福运在身 她不是捡到板车 就是捡到米面 自从霍童来了后 一家老小吃喝不愁 关键 霍童除了有点不受管教 是个不错的儿媳妇 给墨北当媳妇 再好不过 为了留住霍童 王氏只能厚着脸皮来说情了 霍童根本就不理睬她 眼睛一闭 假装睡着了 王氏讨了个没趣 只能挪回自己那边了 这事之后 霍童依旧和往常一样 每天继续给她们预备吃的 王氏也主动过来搭把手 她烧火 霍童炒菜 王氏带了几分讨好的和她说话 就是想劝她回心转意 只是 霍童铁了心要分开 霍童一块了 她明显的疏离墨家人都看在眼底 墨文哥在王氏的说教下 来和霍童道歉 都是她惹出来的祸 嫂嫂 之前是我不对 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谅我一回吧 霍童也不理睬她 你就算不原谅我 也心疼心疼我哥吧 你看她这两天都很伤心的 我哥平日里多护着你啊 她是真心喜欢你的 她在霍童这边说了几句话 没得这回应 一样讨了都没去 全家轮番上阵都不管用 最后 墨家人又把主意打到霍阳的身上 王氏去哄着霍阳 王氏说 霍阳 你让霍童退亲 对她有什么好处呢 霍童无父无母无亲人 一旦与我们家墨北退了亲 名声也就坏了 谁还愿意再娶她 霍童嫁给我们墨北 至少墨北是真心对她好的 错过了墨北 她可不一定再能遇着 对她这么好的人了 虽然是这个礼 霍阳还是不以为然 少年叛逆 也有自己的想法 六六这么美 这么善良 这么能干 去了荆州后 有的是公子少爷喜欢她 王氏冷笑 去给人家有钱的公子少爷 当小妾吗 正是 想都不要想了 霍阳气得不行 六六一定会给有钱人家 当少夫人 在她心里 霍童又好看又能干 穷小子什么都不懂 王氏不和她说了 鸡同鸭讲 说不明白 有钱人家的少夫人 是那么好当的 又过了三天 城群的流民 涌进了荆州城外 荆州的城门紧紧地闭着 城外有五六百流民 坐等在那里 据说 每天早晚 会有一些有钱人家的老爷妇人 公子小姐 在城外湿州 前来的流民 可以再次领取粥和馒头 还有人牙子趁机过来 叫麦说 男孩子十两 女孩五两 家里孩子多的 不管男孩还是女孩 就真的有人 把自家孩子卖了 有些孩子不肯离开家人 在哭哭啼啼声中 被人牙子带走了 霍童一行人过来后 暂时落脚在了城门外 人都安置下来后 霍童准备前去城门口 打探了一下情况 霍童立刻跟着他一块前往 墨北也一声不吭地 跟在他们后头 三人往城门口行 就显得特别醒目 就在他们看不见的 一处人群堆里 霍家老小 这回也都坐等在这 他们已经来这两天了 有的在这等了五六天了 每天早晚都在这等吃的 也经着个半饱 忽然看见霍童几个人 霍家的赵老太眼睛一睁 瞪大了 这是霍童的奶 大儿媳妇和赵老太说 娘 那不是霍童吗 他瞧起来圆润了不少 难道是在墨家的日子太好了啊 赵老太立刻让自己的 大儿媳妇李秀 和二媳妇张梅 跟着过去看看 行号 霍童前去城门口打探 如何才能进城 城门的侍卫扫了他们一眼 城门是不可能开的 让一帮流民入城 那是不可能的 上面没下这样的通知 话当然不会说得这么绝 免得这帮流民闹起来 门口的士兵面色冷漠地道 进城费 一人二十两 这些个流民 能一人拿出二两都不错了 说二十两 不过是为了让这些流民 知难而退 知道是有意为难 霍童也就不问什么了 转身离去 霍家的两房儿媳妇 已迎面过来了 打量着霍童几个人 其中二房的张氏 是霍阳的娘 看见儿子的时候 气得他上前 就去揣这小子 白声养他了 他不跟着 他这个当娘的走 居然跟着霍童跑了 那天逃荒的时候 张氏发现少了这么一个儿子后 本想把人找回来的 他的婆母赵老太说 不用找了 他去找霍童了 不会跟我们走了 这也是事实 霍阳跑出去的时候 被赵老太看见 问他 霍阳你去哪儿 霍阳生气得道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是想自己逃荒 不想待溜溜 你们不要他 我要他 赵老太气得一个倒养 霍阳把腿就跑了 才不跟他走 赵老太喊不住他 也就不理他了 他儿孙成群 少他一个不少 行号 张氏现在想打儿子 霍阳躲了一下 嚷 娘 你打我干什么 你说我打你干什么 你个臭小子 老娘这么多年 是白养你了 凭良心讲 知道他是去找了霍童 又想着 墨家是老实人 也没有太担心了 只不过 想着他看中霍童 过于他这个亲娘 他才更生气 霍童这边角度不停地 错过迎面来的 李秀和张梅就走 李秀一正 伸手就拽他 你这孩子 看见人怎么不喊呢 霍童淡默地扫他一眼 你哪位 装不认识 李秀气得翻了的大白眼 霍童 就算你嫁进了墨家 也是我们霍家的姑娘 你不认我这个大娘 总不会连你的亲奶 亲爷也不认了吧 你奶让我来叫你过去 你认错人了 想当他也奶 反过来了吧 他们当他孙子都不配 五两银子把他卖的那一刻 他心里和霍家就没关系了 墨北和家人 说了城门前的情况 要二十两银子 一人才能进去 就算把霍童一百两银子 全拿出来 也是不够用的 何况 谁又会舍得花二十两银子入城 真有这么多的银子 一百两的银子搁在过去 省吃俭用下 足够一家老小吃一辈子了 王氏问 现在怎么办 墨烈户说 再等一等看 这么多的流民 跑到荆州来讨吃的 官府总要想办法安抚的 听着墨家人的谈论 霍童一脸淡漠地站在板车旁 看着一些人牙子 拿着刚刚买的小孩子 去了城门口 都是提前给过银梁打过招呼的 这些人轻易就进了城 城门关上 便好似隔了一个天 从此就是天人永隔 过了一会儿 赵老太带着两个儿媳妇 亲自过来了 墨家一看是霍童奶来了 都别过脸 不想搭理他 霍家就没一个好东西 赵老太扫了墨家人一眼 看见了他们身后的板车 上面装了几个竹篓 赵老太哼了一声 先扫了一眼冷漠的霍童 端着一家之主的驾驶道 霍童 你这做什么 嫁进了墨家 就打算与我们霍家一刀两断了 瞧他这段时间非但没瘦 看起来还白嫩了不少 一定是吃得极好 再看看霍家其他人 全都面黄肌瘦 营养不良 想着霍童这几天的疏离 王氏忍不住出言讽刺 你们家的姑娘 现在可是了不得 我们墨家高攀不上了 这青 他已经退了 赵老太吃惊 意外 墨文哥立刻也插口道 你们家霍童 现在是有钱人了 身上揣了一百两的银子呢 根本不把我们墨家人放在眼里了 一百两的银子 赵老太两眼大放光芒 就连左右的人听见这话都惊讶地看过来 赵老太赶紧把霍童一拽 既然退了清 那就跟奶回去吧 霍童一把拍开赵老太的手 语气冷冰冰 我已不是你们家的霍童了 至少在他心里就不是了 说什么气话 赵老太只当他在生自己的气 还要再拽他 霍童疼地站了起来 警告道 别碰我 他也不是和谁都能亲近的起来 赵老太气得面上一黑 若不是为了他身上那一百两的银子 他愿意来搭理这个 克死全家的扫把心 那百两的银子定然是在他的包袱之中 他向两边的儿媳妇使了个眼神 两个儿媳妇立刻心领神会 左右上去假装要与霍童亲近 实际上手已伸向了霍童的包袱里了 霍童紧抱着自己的包袱不放手 两位妇人与他拉扯之间 霍童忽然抬了脚 哎哟 李秀和张梅都疼得叫了一声 扑通一下各自跪在地上了 是霍童一脚揣在他们的膝盖上了 离我远点 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霍童再警告一声 但墨的神情上有着厌烦 霍童转身走开了一些 是一点不想与这家人亲近 他心里也开始琢磨着 已到了荆州 墨家人实际上也不需要他继续护送了 荆州的官府总要想办法来安抚这些流民的 他也可以攻城身退了 霍阳忙追着他过来了 霍童瞧他一眼 道 你跟你娘回去吧 六六 我要跟着你 照顾你 你知道的 我不需要照顾 反而是他们这些人才需要他的照顾 那我也跟着你 我是不会与你分开的 在霍家所有的人中 他就与霍童感情好 即使是他亲爹亲娘亲奶 也不能与霍童相比 霍童没再说什么 由他 他慢慢地走在流民堆中 想着身上再给了墨家十两的银子后 鱼的银子还有九十两 也够他带着霍阳入城了 他正想着这事 墨北也追过来了 霍童这几天疏远他 不理他 他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 霍童想了想 要走了 总得和他交代一声 墨北 我就送你们到这里了 咱们就此别过 他柔和的语气里夹杂着疏离 你真的不要我了 少年像被抛弃的右兽 眼睛红了 我和你说过 这对你不公平 我不在乎 少年低沉的声音带了一些沙哑 就算他在乎 也会去克制 让自己不在乎 我在乎 他意义决 霍童走近他 轻声道 这里面有四十两的银子 你收好了 他把银带子硬塞在他怀里 我要进城了 你再次等等看 官府会对你们有安排的 交代完话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墨北眼睁睁地看着他冷漠 又决绝的身影 忽然间 他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似的 霍童看他一眼 到底是无话可说 他快步跟着霍童一块去了 霍童又来到城门口 对之前的侍卫道 这是四十两进城废 守门的侍卫 倒真没想到 他一个农家小姑娘 竟真的拿得出四十两的银子 他虽是流民 可模样生得娇俏 瞧着也是赏心悦目的 和那些普通的流民 还真不一样 侍卫就没有为难他 收了银子 立刻给他登记一番 霍家的人远远地看见他们两个 又在城门口转悠 怕他们是要交了银子进城 赵老太气地携网上涌 这两个没良心的小畜生 有了银子 就只想着自己进城 完全不理他们这些亲人 赵老太忙 让两个儿子前去看看 要他们把霍童抓回来 绝不能让他 拿着那一百两个银子入了城 不过 等他们跑过去的时候 又被士兵给拦住了 大声呵斥 干什么 站住 回去等着 都是乡下人 投此来荆州 看着左右都是带刀的兵 内心还是挺害怕的 被前来的兵一声呵斥 赵老太的两个儿子 霍竖和霍竹腿上一颤 霍竹机智的一指霍阳 那是我儿子和侄女 霍童和霍阳 正走进为他们打开的城门里 随着两人进去 城门又在他们身后合上了 重重合上的城门 把城内和城外的人 一下子又隔开了 明明只隔了一道门 却仿若隔了一个天 城门之外 霍竖和霍竹傻了眼 墨北也正正地站在远处 看着已消失不见的身影 知道他是个心狠的 可他一直以为 他对他来说是不同的 毕竟他柔声与他说话 他们并排躺在一起过 他以为他们清静极了 他是不一样的 如今看来 他连霍阳都比不上 他带走了霍阳 他被留了下来 他当然也知道 是他配不上他 他那么的好 少年脑子一片空白 一片混乱 明明是六月的天 却如同置身在寒冬腊月 城门的另一端 霍童的脚步 慢慢地停了下来 明明走得这般洒脱 现在真的与那少年隔开 他内心反而又生出一些放不下 不知道官府会怎么安置他们 要多久才会安置他们 听说那些流民 在外面一等了好几天了 六六 怎么了 霍阳疑惑地换生 驻步的霍童 没什么 走吧 放不下 也要放 他不愿意把少年 当成一个替代 他也不愿意 余生都和那样的家庭在一起生活 所有的付出都被认定为理所当然 他和这些人差了上千年 有些鸿沟很难跨远 行在荆州的路上 霍阳问 六六 我们现在去哪儿 找个地方住下来 刚交了四十两的银子后 他身上还有十两的银子 眼下找落脚之处才是正事 他随身携带空间 吃喝不愁 六六 这荆州可真热闹 六六我喜欢这里 我们以后就住在这儿吧 霍阳这辈子去得最远的地方 就是村外的小镇了 荆州对于他来说 美得像人间天堂 霍同笑笑 一个荆州就满足了吗 满足了 霍阳叫着跑开 沿着路边到处看 他就是个头次进城的乡下人 恕他没见过世面 就是这么的大惊小怪 兴高采烈 霍同想的是 他还想去帝都玩玩呢 他想到处看下这大好河山 兴许 吉莫也和他一样 在某个时空好好地活着吧 没准有一天 他们还会再相遇 这样的想法 并不会让他心情有多好 因为知道希望渺茫 驾 驾 让开 突然 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 惊得路人急忙躲闪 正天马行空胡思乱想的霍同 回过神来后 那马车已经在跟前 驾马的青年 大概也没想到他 竟然敢不躲 就站在路中央 气得他喊了一声 找死了 想要乐马都来不及 马朝人撞了过去 霍同顿时醒神 悬神起 一把拽过缰绳 硬是把马车掉了的方向 马车急急转弯 差点没翻车 就听车里传来啊哑的大叫声 有稚嫩的声音大声叫了起来 五哥 五哥 稚嫩的声音听起来有些耳熟 好像魏子苏 魏子苏在荆州 霍同瞬间就跳上了马车 果然 魏子苏在马车里大喊大叫 他旁边有位13岁的柔弱少年 脸色苍白 一副快要喘不过气的模样 就是哮喘发作了 魏子苏看了看他 惊喜 师父你终于来了 师父 我五哥哥病又犯了 你快救救他吧 他这柔弱不能自理的五哥哥 刚出门就犯病 这可咋办 魏子苏很是懊恼 犯愁 霍同意念一动 医疗室可以治疗哮喘的 沙丁暗唇气物剂 出现在他的手里 他忙打开瓶子 给少年喷了几下 他扫了一眼少年的胸部 黑童有一瞬间变成了金光 少年胸部的异样清晰可见 他的眼睛天生自带X光异能 只要启动X光 就可以清楚地 看见人的骨骼脉络 霍同安抚子苏 哮喘发作 我已经给他喷过药了 暂时没事 他把气物剂递给紫苏 嘱咐道 以后再发作 就让他扶这个喷一喷 魏子苏看了看气物剂 他刚才有看见霍同的用法 瞧起来很神奇 师父 你去哪儿 眼看着霍同转身就要走 紫苏级的执教 霍同没理他 跳下了马车 外面驾马车的青年 愣愣地看着他 这六小公子 一口一个师父的 莫非他就是霍同 魏子苏回来后 就把霍同神化了 身边亲近的人 未见其人以闻其名 霍同这时 也正急地到处找他 眼见他从马车里 跳下来 赶紧迎来过来叫 六六你去哪儿了 吓死我了 我以为和你走散了 魏子苏 也已从马车里追了出来 恨不得自己长个翅膀 跺脚 师父你要去哪儿 师父 我五哥要离家出走 你跟我们一块吧 有师父 陪着离家出走 他就不怕了 跟着五哥哥一起逃离 他实在不放心 五哥哥本身就身胶体贵 动不动就要犯病 他还只是个孩子呀 哪里照顾得了他 霍同在听到魏子苏说 离家出走后 就转身回来了 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魏子苏委屈得道 五哥不想回帝都 爹非要五哥回帝都 还说绑也要绑回去 气怒之下 五哥就要离家出走了 被换作五哥的少年 已渐渐缓过进来 听魏子苏一口一个师父的换 他就知道是谁了 霍同的名字 他并不陌生 魏子苏回来之后 就和他吹了许久 说霍同是天下最美的女孩 人美心善 说他一个人杀死了好多土匪云云 简直要吹成战神了 说他做的吃的是天下最好的美味 府里的厨子都没他做的好吃 他本来不以为然的 只当他是在外饿酒了 馒头也觉得好吃 少年慢慢从马车里走了出来 看了一眼霍同 威正 霍同也瞧了他一眼 少年气质轻贵 精雕细琢的一张脸 绝顶的美 许事病久了 身上还有一股子娇弱 常听紫苏提及你 我叫魏子凤 少年的声音清凉 悦耳 世家培养出来的公子 自有一股子 深刻在股子里的尊贵之气 身为侯府的公子 他没有流露出 看不起农家女的神情 举手投足 反显得彬彬有礼 不知为何 眼前的农家女 莫名就给他一种熟悉感 无端地就觉得亲切 好像在哪见过似的 又许是紫苏的救命恩人 才会对他心生好感 霍同看少年 也有着同样熟悉的感觉 莫名觉得喜欢 他道 魏公子 城门外现在流民甚多 出城多有不便 您还是回去吧 少年忽然道 我听紫苏说 你很厉害 你做我的护卫吧 他不想给人当护卫 这一世 他想活得自由自在 随心所欲险 恕我不能答应你 我还有事 告辞 他转身就走 魏紫凤有些失望 魏紫苏盲问 五哥 我们还离家出走吗 魏紫凤有些气闷 当然 他无论如何 也不要回帝都 侯府里 根本就没有人欢迎他回去 他何必回去招人宴 魏紫苏 只得跟着他一块走 这可是他体弱多病 需要照顾的五哥哥 他可不放心 让他一个人离家出走 不远处 有一对官兵而来 是朝城门的方向去的 霍童止步 回头看了看 侯门娇弱的公子 不知外面的凶险 一个十多岁的少年 带着一个六岁的孩童 和一个护卫 就想离家出走 就他们 这娇嫩的模样 落到痴人的土匪手里 会把他们生吞活泼了好吗 看着远去的人 和那些官兵 霍童心里微微一惊 他隐隐有了不好的预感 立刻拿出余下的银子 全塞在了霍童手里 你在这儿等着 我去去就来 六六 你要去哪儿 我去那边看看 你饿了就自己买吃的 把话交代下 他转身飞奔而去 这么多的官兵派过去 根本不像是 接收难民的样子 反倒像是要驱赶 世道黑暗 在哪个朝代 都不是什么稀奇之事 但也没想到 就这几百个流民 官府都不愿意接收 此时 城门之外的流民 已经开始骚动起来了 前几天早晚都有市州 时间一到 人就来了 今天都快五十了 也不见有人过来市州 流民在这儿等了好几天 早就不耐烦了 荆州的官员 根本就没有想 让他们入城的意思 现在连粮都想断了 人群里一阵骚动 有些人民 已经开始煽动流民 前去闹事了 年轻力壮地 聚集到城门前嘲嚷 就在这些人嘲嚷的之时 城门就被打开了 数百官兵 持着刀剑过来了 为首的 护卫长大声道 在他们中间有瘧疾 全部杀了 一个不留 随着一声令下 官兵的刀 砍向了周围的流民 本来指望在这里 能得到安抚的流民大惊 来不及跑得瞬间被砍死 本是手无寸铁的百姓 过得又是三餐不饱的生活 又哪里是这些 手持刀剑之人的对手 一时之间 有哭声 有惨叫声响起 霍家老小也吓得拼命地要逃 可这些官兵的马快过他们 瞬间就把他们全都包围了 被包围在此的 还有墨家六口人 墨文哥直接又吓哭了 因为来不及逃跑 他娘拽着他 直接躲到板车下面了 其他人见状 也都跟着往板车下面躲 墨年父子 抽了藏在板车里的刀 奋力反抗 这刀是他们从土匪那里捡来的 不曾想 有一天竟就派上了用场 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有的流民都很绝望 能反抗的流民 拼了命地反抗 大多数都是鸡蛋碰石头 驾 有个女孩侧马而来 骏马狂奔 掀起一片灰尘 是霍童在夺了一匹马后 策马而来 策马来到城门的时候 有个官兵 欲拿长矛挡向霍童 被霍童一把夺了长矛 看城门外 一片鬼哭狼嚎 霍童心里冰凉 他们先是诗周 表达自己的善心 现在又找个流民中 有瘧疾的借口 把人赶尽杀绝 他手握长矛 刺向这些本该保护老弱的官兵 既然官府不公 就由他来评了 这不公的官府 这里有他想要保护的人 他不允许他受伤 他的出现 对于这些流民来说 无异于是天降神兵 看见了希望 认识他的小孩子哭喊 童童姐 霍童 他到底是没真的 舍得丢下他 他如被困的右兽 拼尽全力 杀出一条血路 想往他面前冲 他想和他在一起 再也不分开 几个官兵上前抵挡墨北 把他包围 数招之后 一个人在他背后的人 手中长矛重重地 记在他的脑袋上 砰的一声响 墨北只觉得眼前一黑 脑袋也轰轰响 墨北 一声叫呼 萧生枪瞬间出现在 霍童的手中 眨眼之间 墨北身边的几个官兵 扑倒在地 他们被霍童手里的 萧生枪击毙 身为一个特工 枪法自然是百发百中 精确无比 霍童手中的长矛刺出 瞬间杀出一条血路 长矛似有了生命 在他手中呼呼声风 数招之间 身边官兵倒下一片 他纵身而起 来到墨北身边 一把拽住 就要扑倒在地的少年 我在不会有事的 少年头疼欲裂 几乎要昏 整个身子靠在他身上 喃喃地换他 彤彤 你还要我吗 霍童没有答他 他一手持长矛 一手揽着他 一路厮杀 不知是谁的血 洒满地 与此同时 魏子凤带着魏子苏 和侍卫天机 匆匆追了过来 他们先前看见 霍童夺了别人的马 策马往城门口来了 果然 就见霍童手持长矛 杀气腾腾 魏子苏急了眼 五哥 我师父在那儿 怎么办 魏子凤不慌不忙 他手持了自己的腰牌 大声道 无奈静安侯府魏子凤 那边一片混乱 根本没人 能听见他的声音 魏子凤睁大眼睛 看着被官兵包围的少女 见他面上染了不少的血 不知是他的 还是旁人的 他又急又气 对自己的护卫道 天机 你立刻过去帮他 天机当然不去 盲劝道 公子 我们管不了这些事情的 魏子凤气得横他眼 有位青年男子 发现了魏子凤 知道这是帝都来的侯府之子 轻易得罪不得 便走了过来 此人正是屠杀流明的郭指挥使 魏公子 这里非您来之地 请您快快离开 免得这地上的血脏了您的脚 少年一脸怒意 命令道 你立刻叫他们给我住手 快住手 这是上风的命令 恕我不能从命 你们这是在滥杀无辜 就算滥杀又如何 他不过是奉命行事 不过 郭指挥使很快发现一件不得了的人 不远处 他看见了一片黑压压的人过来了 有大匹的马蹄声 越来越近了 很快 这些人飞奔过来 就见一支两百多人的军队 把城门包围了一圈又一圈 其中一位衣着月白色 锦衣华服的青年 拉了手里的弓箭 沉稳的声音透着冷意 又四含着巨大的力量 传达到每一个人的耳中 都给我住手 放下兵器 划落 箭已发 分别射向三个士兵举刀的手臂上 这些士兵的刀 正落在几个孩子的身上 他们的刀不该落在这些手无寸铁的刘明身上 注意来到来人非同反响 所有的士兵人瞬间停了手中的刀剑 郭指挥使一正 忙走了过去问 请问阁下师 一身蓝衣紧服的青年手持了令牌 他不怒而微的气势 令人无端就锯了三分 一看他手持的令牌 郭指挥使立刻跪了 下官见过豫王 此人正是来自帝都的豫王 姬衡 当今圣上的右弟 全是滔天 豫王语气透着冰冷的寒意 为何屠杀这些难民 回豫王的话 这些流民染上瘧疾 下官奉命把他们送出城外 但这些流民竟想攻破城门 你再说谎 一位女孩的声音 冷力地传了过来 是霍童 这些流民逃亡到此 你们非但不安抚 还想以瘧疾为由 赶尽杀绝 是你们罔顾百姓的生命在先 自古 得明星者得天下 还望豫王明察 好一句得明星者得天下 魏子凤跑过来道 霍童只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还望豫王明察 他人常年在荆州 并不认识这位来自帝都的豫王 可他是静安侯之子 深知皇权威严 生死祸福 都在他们的手掌之中 豫王目光落在霍童的面上 女孩年纪不大 面上却有着不符合 他这个年纪的沉稳 冷静 此时 他收敛一身的杀气 看起来也就是个寻常的女孩 豫王问他 你就不怕本王 置你个搅动暴乱之罪吗 霍童冷笑一声 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豫王目光沉了沉 情绪不明 喜怒难辨 他们的命 与你何干 这里有他要守护的人 不知不觉中 他的生命就与他绑在了一起 还有许多无辜的孩子 他已无法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死在士兵的刀下 他们没有犯法 就不该被杀 身为战士 你们的责任是保家卫国 报效朝廷 而不是欺凌弱小 屠杀百姓 门心自问 你们今天所作所为 可否对得起朝廷 对得起你们拿的俸禄 女孩的语气冷兵 大意凛然 明明只是一个小女孩 那一瞬间 竟有着弃吞山河之事 豫王意味不明地看着他 说得好 他话风一转 本王奉旨前来荆州视察灾情 不曾想 荆州的官兵 竟在此屠杀流明 你们真是好大的本事 把他给本王压下去 他指向了郭指挥使 眼神充满了肃杀 豫王左右的下属 立刻上前压住了郭指挥使 在场的士兵面上一惊一下 腿都软了下来 郭指挥使也吓了一跳 大喊 豫王明察 属下奉命行事 豫王沉声道 本王自会查个明明白白 豫王交代下去 君灵 这里的事情你来处理 被称作君灵的青年 是手持弓箭之人 他气质金贵 剑眉心目 风神俊朗 惊为天人 他正是静安侯府的长子 魏君灵 听到这个名字的魏子 封面上一摆 魏君灵仿若没看见他 也不认识他 豫王击衡带了匹人马去荆州 留下一部分人 给魏君灵处理城门这边的事情 他本是暗访而来 荆州的官员并不知他的出现 他的出现 也是给了荆州官府 一个措手不及 荆州要变天了 留下的魏君灵扫了一眼周围 刚刚一番的厮杀 死伤的不在少数 他传令下去 即刻医治受伤的刘明 跟随他来的 只有两位大夫 根本不够用 魏君灵立刻让人入城去医馆 请大夫来这边支援 墨北也受伤了 伤在后脑勺上了 流了一点血 伤并不重 但足以让他昏过去 霍童给他处理了一下伤口后 让他暂时先躺卧在板车里休息 墨文哥在他娘怀里 哭得一抖一抖的 他到底才十岁 又一次面对死亡的威胁 完全承受不住 霍童嘱咐道 墨叔 我去那边看看 等墨北醒了 就告诉我一声 有许多刘明被刀剑锁伤 其中有不少是他认识的 他要去帮忙 大家一路同行了这么多天 他知道 这其中大多数的人都是老实巴交的 有口饭吃度过荒年 死了不少的小孩子 有几个是他认识的 家人抱着孩子的尸体 痛哭流涕 其中有一个小孩子 躲往墨文哥的板车下 由于躲的人多 就躲不进去了 当场被杀死在板车外 失手几乎分家 有不少孩子 失去了保护他们的家人 坐在家人身边大哭 霍童忙着去给别的流民处理伤口 其中有一个孕妇惊吓之余 面临了早产 疼痛不已 场面一度混乱 霍童立刻让人把孕妇抬到路旁 暂时先安置下来 他悄悄把自己的医疗箱拿出来 给那位产妇打了一针 他胎位不正 魏军林那边把任务都派下去 没有受伤的流民 被安置在一处 派人前去统计 登记 安抚 受伤的 由医馆请来的人医治 知道 有个孕妇要生产 他传令下去 让人肃请吻婆 吻婆赶紧让人烧上开水 准备上剪刀 不远处 魏子凤远远地看着 这混乱的一幕 魔物中有着震惊 骄养的少年 当然不曾经历这样的苦难 可能也不知道人间的疾苦 就在魏子凤打算就这样离开时 迎面就遇着了他的爹娘 五哥 五哥 是魏子苏 把爹娘一块带来了 他的父亲金安侯上来 就指着他的鼻子骂 逆子 好了好了 这不没事了吗 侯夫人墨玉 赶紧拽着 他的衣袍打圆场 魏子凤为了逃避回帝都 负气地带着子苏 要离家出走 留下了一封信 这封信很快被家人发现后 全家人立刻出来寻他了 这不 才到城门口这边 就预着了要回去 搬救兵的魏子苏 也幸亏是城门口出了事情 不然 后果不堪设想 金安侯凭了凭心里的怒气 目光注意到了魏军灵 这是他的长子 军灵 你怎么在这儿 奉命而来 魏军灵言简一概 和御王一起来 是 子凤 你过来 金安侯换了他的名字 魏子凤站着不动 他母亲忙拽他过去了 且对魏军灵分外客气地唤生 军灵也来了 魏军灵也客气地恩了生 这是你大哥军灵 也是金安侯府的世子 子凤 叫人 金安侯只当是这小子任性 不懂事 魏子凤冷漠的语气待着不限 让我叫他哥 他配吗 他们已有五年没见面了 金安侯的本意 是介绍一下 让他们兄弟认识一下 魏军灵面无表情地 看着眼前的少年 魏子凤倔强地别过脸 不看他 金安侯知道 俩人小时候不太对付 可那都是子凤七八岁前 发生的事情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还能记得不成 就算记得 还能一直记着这个仇 何况 长子君灵 已是十九岁的青年了 也不再是 当年那个小少年了 金安侯以为 会是一场凶有地功 金安侯正了正 太任性了 他忍着怒意 总得为长子 树立一下权威的 子凤 你平时怎么无理取闹 我都由着你了 不等金安侯说完 魏子凤转身就走 就是很不给面子 就是很任性 金安侯瞧他这叛逆的样子 气得脸色铁青 伸手就抓住了魏子凤 举了手就想揍他 魏子凤一双凤眼 顿时红了 挺着白皙的脖子道 你打 你打呀 场面一度很尴尬 金安侯也没敢下手 这小子柔弱不能自理 只怕一巴掌就能拍死了 关键是 他敢动这小子一个指头 等回去他夫人得跟他拼命 墨玉也没想到 他们五年后相见 会是这样子的场面 一时之间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魏君凤拽开了父亲没有打下去的手 解了个围 他站在了魏子凤面前 瞧着少年倔强的脸 因为生气 白皙的预警都涨红了 一双凤眼 似受到天大的屈辱 有怒 有气 也有怨 魏君凤伸手摸了摸少年的脑袋 淡漠的语气 染上一丝温度 宠溺 子凤 还生哥哥的气呢 魏子凤冷漠地看着他 眼底的厌烦不加掩饰 他想 魏君凤到底也不是五年前的他了 说话上 也会学了圆滑 魏子凤往后退了退 五年没见 大家都很陌生了 五年来能改变太多的人和事 魏君凤变得更狡猾了 当着父亲的面上演兄弟情深 魏子凤此时却不屑 与他耍这些心计 只觉得恶心 满腔的恨或愤怒 最终都化作冷漠 魏子凤直视着这位兄长 讽刺得道 没必要这般虚情假意 我听着恶心 静安侯气的一个导养 长兄亲自来给他抬接了 他都不肯下 就没见过 这般能记仇的小孩子 型号 静安侯魏景天 曾娶过两房妻子 一房是魏君凤的母亲 因病去世 留下魏君凤和两个幼帝 三年后 魏景天又娶了 现在的妻子墨玉做祭室 墨玉生了魏子凤 魏子净 这一对双胞胎后 又生了魏子苏 墨玉嫁进静安侯府后 一直就没有笼络到 三位妻子的心 他生的三个儿女 与妻子的关系 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不是他们不想好 是三位妻子不接纳他们 五年前 墨玉带魏子凤散心 离开帝都 来到荆州他的娘家 这之后 魏子凤就再不肯回去了 侯府对外 也只能称魏子凤在荆州养病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 静安侯夫妻 总想接他回帝都居住 魏子凤百般不愿 这一次 因为父亲母亲 执意要他回去 他还赌气离家出走 魏子苏处与兄弟义气 被他一起拐跑了 这些账 静安侯还没给他算呢 他倒是发起了脾气 察言观色的魏子苏 见情势不对 忙拽着父亲的手道 爹 娘 我带你们去见 我的救命恩人 他刚已经看见了 霍童正在救人 他心里念念着救命恩人 既然人在这儿 魏锦天夫妇 也就决定去见一见了 魏子苏跑到前头去找霍童 夫妻俩人跟在后头 魏子凤和魏子净 也忙一块跟了过去 师父 师父 魏子苏 跑向忙碌的霍童 霍童忙得浑身是汗 听见声音后 他抬头看了一眼 面前这些衣着绸缎滑服的人 看着颜值 模样 心里也约莫猜出了几分 魏子苏忙道 爹 娘 这就是师父 对于儿子在外面 认了一个流明当师父 金安侯内心是很无语的 本以为护卫给过银子 不会再见的 他也不可能当自驾儿子师父 没想到 还是见上了 当着众人的面 金安侯也保持着风度 啊 霍娘子的救命之恩 本侯记在心上了 回头 我就让人送上谢礼 魏子苏忙道 爹 多送点银子 他们现在来到荆州 最缺的就是银子了 有了银子 吃得住的全都有了 金安侯也痛快地答应了 行 心里想的是 不是给他一百两银子了 师父 你现在住哪 魏子苏打算回头找他玩 还没有定下来 我们住在紫薇山庄 等你忙完 一定要去找我 你要是没地方住 就住在我们山庄 金安侯很想让他闭嘴 但这是救命恩人 他不好直言 金安侯夫人附和道 对 回头就到紫薇山庄来吧 霍童应道 等我忙完 定会前去拜访 这还有许多 伤者要医治 这些伤者都是流民 马上要安排入城 统一放到难民营里 魏军林那边 正在处理这些事情 金安侯道 那就先不打扰了 霍娘子你先忙着 魏子苏嘱咐 师父 你可一定要来找我 霍童恩了一声 魏子苏就跟着家人 一块回去了 在这期间 霍阳也找了过来 且说 那位孕妇因为胎位不正 迟迟生不出孩子 而疼得惨叫 被请来的吻婆 在一旁也急得冒汗 孕妇胎位不正 霍童之前已给她打过针 隔一段时间 她会过来看了看 孕妇的情况 见胎位正不过来 霍童吩咐左右的人都离开 只留下一位青年大夫 在一旁协助她 她需要给这个孕妇 做一个手术 把孩子取出来 从药箱里取了针 药 她给孕妇上了麻醉 绑了孕妇的四肢 轻声安抚她 我现在 给你做个小手术 孩子很快就会取出来 你再忍耐一会儿 孕妇一脸泪意 努力忍着哭腔道 姑娘 你救救我的孩子 我尽力 等麻醉的药劲上来 霍童取出致血刀 开始剖腹 青年大夫大概是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手术 忍着头皮的发麻 她睁圆了眼睛 过一会儿 她受不了这血腥的场面 转身差点呕吐出来 紧过一些大夫 也确实能做一些小的手术 比如伤口太大了 给缝合一下 就这样子 都会发生极大的感染率 她在人肚皮上开一刀 青年大夫本来还挺稀奇 看到最后 只剩头昏了 霍童本来指望 她在一旁帮点忙的 瞧她这样子 立刻吩咐下去 你出去 速度把稳婆喊过来 稳婆很快被换了过来 霍童怕吓着她 也没让她进跟前来 头也不回地吩咐 不许过来 在外面候着 孩子很快被娶了出来 稳婆竟然拿不包住 是个女孩 母女平安 整个手术下来 用了小半个时辰 等霍童忙完 已经很晚了 水都没顾得上喝一口 所有的人 全都被安置在了难民营 她也前去看墨北 墨北还在昏睡 她询问了几句 她有醒来过吗 墨烈户回她道 醒来过一回 又睡了过去 霍童也就在墨北旁边坐了下来 霍童拿来吃的 溜溜 你吃馒头吗 霍童接过 吃了一口 粗面做的馒头 有点难以下咽 她勉强吃了 见左右的墨家人都坐着 霍童道 时间不早了 都歇着吧 墨文哥忽然挪到他身边 小声地道 嫂嫂 先前是我不对 你不要和我哥退亲了好不好 王氏这回也放下面子小声说 霍童 你不要因为我们迁怒到墨北好不好 千错万错 都是我们的错 霍童 我暂时会在这照顾墨北 这算是松口了 墨家人不再说什么 都悄悄挪了回去 霍阳也被墨南拽走了 让他不要总横在那边 打扰他们相处 墨北静静地 躺在铺好的被褥上 黑暗之中 面上有了一些情绪 他做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梦 一会梦见自己 生在一个大户人家 在他七岁的时候 和父亲母亲一起外出看花灯时 却被一个家仆哄骗出了城 家仆想要杀他 他跑啊跑 最后掉下山了 他在这个梦里挣扎着 想要醒过来 墨北 墨北 他仿若听见 有女孩轻声唤他 戳他的脸 过了一会儿 墨北睁了眼 入眼的霍童 让他震了震 他想起了一些事 是霍童 他又回来了 彤彤 他下意识地伸手去抓他的手臂 霍童问他 疼吗 他不答 反问 你还会再走吗 霍童说 等你长大我再走 墨北正了正 这还是要走的意思吗 彤彤 我不想让你走 他委屈得快要哭了 霍童不想刺激他 忙到 不走 先不走 墨北抬眼望他 四周一片黑暗 直到是夜已深了 他问 我们现在是在哪 难民营 饿了吧 先喝些粥 霍童轻拂他起来 至少他现在不会走了 想想还能留住他一些时间 墨北面上又舒展了些 夜间深 有人已睡下 也有人睡不着 周围有窃窃私语的声音 霍童借口出去了一会儿 难民营外已静悄悄的了 他去空间洗了得早 彼时 霍家那边的赵老太 躺在地面的草席上 辗转反侧睡不着了 今天发生的事情 震惊了他全家 其中一个是霍童 其二是城门之前的那几个贵人 他们还和霍童去说话了 赵老太看见他们的时候 震惊了一会后 立刻私下去打探了 竟然是来自帝都的静安侯夫妇 赵老太一双精明的眼睛里 立刻露出极大的贪婪 好像看见了金银财宝向他招手 且说 豫王那边当晚就有了极大的动静 把郭指挥使官押起来后 一番严刑拷打审讯后 他第一个撤了周末的职 治了他一个监管不利之罪 他拿了皇帝的上方宝剑出来办事 不论面对多大的官员 都有先斩后奏之权利 其他办事不利的官员 该震慑的震慑 该罚的罚 一日 霍童一早醒来 先检查了墨北脑袋上的伤 又给上了邪药 包扎了一下 伤势不重 休养两天就可 墨烈户这时带领全家过来了 他们已排着队 把早饭领来了 墨男笑着喊他 嫂嫂 吃个包子吧 语气中对他多了几分的讨好 全家人待他也都客气起来 霍童就跟着一块喝了一碗粥 吃了一个包子 豫王一过来 这些荆州的富贵人家 立刻自觉地跑来诗州了 伙食比往常还要好 有青菜包 有肉包 王氏也讨好得到 霍童 以后咱们家一起好好过日子 不闹了啊 经历这件事情后 他多少也看明白了 他这个儿媳妇不简单 从水源处醒来后 就犹如神柱 这一路上 他们还经常捡到粮食 这运气是不是太好了 墨烈户也道 霍童 以后他们若是再不懂事 你只关打骂 霍童无话可说 等他吃过饭 站起来道 我去看看那边的病患 墨杯你好好歇歇 不要到处走 少年乖乖地点头 道 你别把自己累着了 霍童玩耳一笑 转身走了 霍童快步跟上他巧声道 六六 你还和他们过呀 霍童点头 要不先凑合过吧 在一时碰见一张 几磨这样的脸 他到底是很不下心 霍童能说什么呢 霍童前去检查 伤者的情况 一路走过去 遇着不少人 许多人他虽不认识 但别人认识他了 一看见他过来 都热情地换他 霍娘子早 霍娘子好 这里许多伤者 都是由他医治的 昨天也从医馆 叫了大夫过来 他们的医术有限 重症根本无法医治 伤口开得太大的 他们也不会缝合 这许多的事情 都是霍童在做 再则 他昨天独自一人 从城门内冲了出来 拼死救了他们 刘明忠本就有不少人 认识他的 这下子就 全都知道他了 一夜之间 他的名气 不仅在难民营里传开了 就是在医馆里也传开了 现在谁不知道 这难民营 有一位霍娘子 医术可厉害了 不仅能包覆渠子 还能把快断的胳膊腿缝上去 赵老太这会 也带着两个媳妇 来找霍童了 老太太狐疑地问他 霍童 你什么时候懂医了 和你没有关系 霍童静止走了 赵老太气得一个倒养 狠狠地骂道 活该他一辈子 当个泥腿子 大二媳妇道 霍童现在 怎么变一个人似的 二媳妇 谁知道他走了什么狗屎运 鬼上绅士的 霍童继续行走在难民营 前去询问患者的伤情 需要换药的 他给换了药 几个小孩子跑过来 围着他喊姐姐 霍童没时间陪孩子玩 打了声招呼 把自己身上带来的糖分发下去 一人一个 得了糖的孩子 都高兴地说 谢谢彤彤姐 霍童又去了孕妇那边看了看 孕妇伤口长得不错 小孩子也挺好 在他各处巡视的功夫 医馆那边又来了不少的人 知道这位霍娘子很厉害 就想结交一下 都是昨天晚上一起共事过的 霍童也都面熟 便不客套 只是前来的大夫 帮着给伤者换药 680个难民 重伤的37人 轻伤的160人 死了70人 据统计 官兵的死亡人数也在57 等医治工作结束后 许多大夫追着霍童说话 那位目睹他包袱的青年大夫也来了 直言 霍娘子 在下姓庄 明博 是回春堂的人 我欢迎你随时加入我们回春堂 他已经了解过了 这位霍娘子也是刘明中的一员 既然是刘明 就是居无定所了 他想先下守围墙 把人抢过来 他昨天是目睹了霍童给人包袱橘子 这样的手术 在整个井国是首例 要是能把人争取过来 何愁他家医馆没生意 他这么一说 其他大夫也立刻纷纷表态 霍娘子 我们是寄生堂的人 欢迎你随时加入来我们寄生堂 霍娘子 我们是妙手堂的人 欢迎你 加入我们妙手堂 霍娘子 我是人心堂的人 只要你加入我们 价钱随你开 庄博气笑了 这些人都在和他抢了 你们可以了 这话是我先说的 总得有个先来后道 一时之间 霍童成了个香波波 这些前来的大夫 竟相邀请他的加入 霍童看了一眼 为在身边的大夫 有劳有少 他客气地道 承蒙各位的厚爱 这件事情 我会好好考虑 等我考虑清楚了 会回复各位 好好 霍娘子你慢慢考虑 这么多人邀请他加入 他当然要考虑清楚去向 各位同行表示很理解 庄博当然也理解 等和这些人说完话 霍童回去 就见墨北已站在 难民营门口等他了 显然 他看见了一帮大夫 围着他说话的事了 霍童快步走过去问 不是让你休息吗 墨北忽然伸手 牵住他的手腕 彤彤 你累不累 不累 进去说话 难民营里有人喊着说 可以去排队打饭了 墨家人就拿了碗去排队 霍阳也忙跟着一块去了 霍童起身 去了板车那边 假装拿东西 昨晚 趁着人都睡着了 他去空间里做了生汤 霍童觉得 墨北伤着脑袋 一定得补 生汤的水是灵泉之水 墨北问他 什么时候做的 你看不见的时候 墨北说 好喝 见只有他手里的一碗 诧异 你怎么不喝 霍童玩耳一笑 道 我喝过了 我不信 你再喝一些 墨北固执地把汤递到他面前 喝口汤还得让人哄 霍童分外耐心地哄道 这是给你补身子的 我又没受伤 不需要喝这个 你现在全部喝了 一口不许上 墨北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乖得跟着小奶狗似的 一口喝完 墨家人这边 也都领了午饭过来 午饭也不再是 白馒头西白米粥了 换成了面条 里面放了些青菜 肉片 管饱 霍童也跟着吃了一碗 由此可见 豫王是个好王 皇帝也可能是个明君 这让难民营的人 大得安慰 都很高兴 下午的时候 霍童要去一趟紫薇山庄 他和墨北巧声说话 我出去一趟 你在这休息 一听他又要出去 墨北本能地紧张起来 一把握住他的手 问 去哪儿 去找紫苏 他声音虽然小 墨文歌还是听见了 墨北知道他的去处就放心了 慢慢松开了手 霍童又嘱咐霍阳 让他在这待着 照顾墨北 霍阳也想去 婉拒他的要求 墨北不需我要照顾的 这里有的是墨家人可以照顾他 墨北说 我需要你的照顾 霍童转身就走了 霍阳瞪了一眼得逞的墨北 磨牙 墨文歌眼见霍童离开 把腿追了过去 笑眯眯地道 嫂嫂 我陪你去吧 霍童也微微一笑 道 不用了 他把腿就跑 闪身就消失在墨文静视线里了 墨文歌气得一跺脚 转身跑回去了 他昨天也看见魏子静了 那时候 他们家正在被官府安排着去难民营 就没机会上去打招呼 跑回爹娘那里 他不高兴地道 嫂嫂一个人去找魏公子魏小姐 我说陪他去 他偏不肯让我一块去 明明我也一直陪着紫禁的 现在什么好处 全他一个人拿了 墨北道 魏姑娘若真觉得 你是他的恩人 不用你找他 他自会亲自来报答你 墨文歌还是不愤 就怕人家想来找我 反被嫂嫂给阻止了 霍阳气恼 六六不是这样的人 你休要说他坏话 墨北警告他 你要是再把彤彤气走 我就没你这个妹妹了 墨文歌委屈 到底也只是一个十岁的孩子 便往他娘怀里扑了过去 哭 想着那白花花的银子 他也想要呢 王氏心疼不已 忙安抚 好了好了 猎户沉声道 别整天为了些身外之物闹脾气 伤感情 一家人好好地在一起 比什么都重要 再说了 你嫂嫂真得了好处 也亏待不了你 这一路走过来 对于霍童的性情 他也琢磨出一二了 有一点可以确定 这姑娘对他们全家并无恶意 她还是一个服孕傍身的好姑娘 这样的好媳 她也想留住的 有儿媳妇在旁 吃喝不愁 不香吗 行号 荆州的上空 又是一片好晴天 霍童独自来到紫薇山庄 在门口报上了自家的名字道 霍童前来拜见金安侯爷 请通报一声 金安侯早有交代 若有一位叫霍童的姑娘前来 就请她进来 走进紫薇山庄 如同走进人间乐园 路旁鲜花盛开 芳香扑面 霍童被请进了前厅而坐 婢女悄悄地打亮她一眼 让她稍等片刻 她穿得实在太过朴实了 连紫薇山庄的婢女都不如 也难免会被婢女带满 连口茶都没给端上 过了一会儿 金安侯来了 就知道她一定会来 金安侯早有准备 她把一个匣子 放在霍童的面前 打开 里面都是白银 金安侯说 这是两百两的白银 算是报答你对紫薇 和紫薇的救命之恩 收了这些银子 他们之间也就两清了 霍童瞧了一眼 这位不怒而微的金安侯 人到中年的男人 是叶儿女双丰收 过得自然是春风得意 侯爷姿态摆得高不可攀 霍童也就道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她不客气地 收进自己的包袱里了 说实话 她觉得金安侯过于小气了 两个孩子的命 就值这点银子 当然 她当初救人 也不是冲着银子来的 霍童道 我今天来还有一事 霍娘子请说 昨日遇着魏公子的时候 她犯了哮喘 这有一梁芳 想请魏公子一事 霍娘子的好意本侯心领了 子凤的病 本侯自有梁芳 实事是 这么多年了 请变了天下名医 也得不着根治 随便一个刺激 都能让她犯病 侯爷 就让霍娘子一事吧 侯爷夫人墨玉 快步走了进来 打亮着眼前的姑娘道 听子苏说 霍娘子医术可厉害了 子凤也说 昨天她犯病的时候 用了姑娘的药 就立刻好了 昨天 霍童一脸脏兮兮的 血模糊了她的脸 也没看真切 今天霍童洗干净了脸 也换上了干净的衣裳 虽然是个农家女 这模样却是让人瞧着舒畅 越看越喜欢 莫名觉得眼熟得很 金安侯是怕霍童贪得无厌 瞧她收纳两百白银的时候 都没有半分推辞 她可是听下面的人说了 之前已给了她一百两银子了 霍娘子 你跟我来 侯夫人带她还是很亲切的 立刻把霍童给带走了 金安侯有些无奈 面色沉了沉 但愿这姑娘 不要再多收银子了 侯夫人带着霍童出去的时候 笑着说 冒昧地问一句 不知姑娘失出何处 她随便说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名字 天门山 侯夫人当然没听过 师父 师父 魏子苏老远看见她 迎着她使劲招手 师父 你快去跟我看看五哥吧 她昨天一回来 就又闹了别扭 饭也不肯好好地吃 魏子苏自然地抓了她的手 带她去找魏子凤 侯夫人目光闪了闪 子苏并不是和谁都这么热络的 本以为她在外面认师父 也是闹着玩的事 或者 是哄人家的 五哥 五哥 魏子苏的人还没进去 声音已先传进了屋 滚 一个枕头扔了过来 没有预想的响声 霍童伸手接住了扔来的枕头 原来魏公子在生气啊 那就等魏公子生完气 我再过来吧 站住 少年语气不善 气呼呼的 如白玉的脸 这回气成了红玉 自从昨天看见魏军灵后 她就很生气了 她一肚子的气无处可现 只能在家里摔摔东西 霍童走进魏子凤 把枕头放在她榻上道 你这病有六七年了 为了治病 吃了不少苦头吧 但你今天遇着了我 可治 少年轻哼 大言不惭 没人敢这样保证 只要还没有发展为肺气肿 还是可以降低复发几率的 至少可以达到几年 或是有诱因的时候 也不发作 只是 你这病不可再拖了 否则 病情会越来越重 随着年纪的增大 身体抵抗力下降 发作的就会越来越频繁 病情也会越来越重 所以 治疗要趁早 侯夫人忙过来道 就有劳祸娘子了 祸童汉手 道 魏公子 张嘴 干嘛 我要取些痰液 分析 他手里已准备好了棉签 这么恶心 看他一脸沉静 温柔 魏子凤张了张口 在他还没有感觉到 丝毫不适的情况下 他把痰液取了 霍童忽然问他 怕疼吗 他犹豫了一下 坚定地道 当然不怕 他是男人 当然不能怕 好样的 我要取你一些血 检测 他手里又多了针 确实没让他受疼 蚂蚁夹一下 魏子苏和侯夫人 在一旁睁大眼睛看着 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检查手法 胸部X线检查 是哮喘检查中 最为重要的检查项目之了 在昨天遇着他的时候 就看见他胸部的情况 这一步的检查掠取 夫人 麻烦您给我一个房间 不要让人前去打扰 他需要用自己的医疗设备 来做分析 侯夫人忙到 霍娘子跟我来 他给霍童安排了一个房间 霍童在房间里做分析的时候 侯也来了 他实在不放心 怕霍童是骗子 骗了他这心思 单纯的妻儿 魏子凤躺在榻上 一看见父亲来了 他立刻气闷地扭过身 瞧他那样子 静安侯反被气笑了 走到他跟前道 魏子凤 你休要仗着你有病 就无法无天 你自己离家出走 还敢带着紫苏 你是不是真以为我不敢揍你 稚气的魏子苏忙道 爹 不怪五哥 是我愿意跟着五哥走的 我们是亲兄弟 礼当有夫同享 有难同当 倒成了我的不是了 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 爹当然是对的 一肚子的气 就被这个小儿子哄开心了 静安侯还是严肃地道 魏子苏 你有没有想过 一旦你跟着他逃了出去 再遇上土匪 就不会有上次这般的幸运了 那你就不要逼五哥回帝都了吧 关键 他不回去 他妻子 也想留在这照顾 他夫人已在这住了半年了 他身为男人 正值壮年 也需要妻子在身边嘘寒问暖 解他相思之苦的 若非忍无可忍 他也不是非要逼这个儿子回帝都 他住这一辈子都行 正在静安侯和儿子僵持的时候 魏子净端了吃的过来 笑着道 五弟 这是我特意为你做的燕窝粥 你要不要先尝一口 说是亲自做 其实也就是他吩咐一声 让下人取了材料 又由下人看着火 燕窝熬好了 他亲自端过来 这也就成了亲自做的了 世家小姐 都是食指不沾阳春水的 魏子凤没理他 他在这里住了五年 就算是亲姐姐 因为联络的少 也没那么亲近了 何况 魏子净也就来看过他一次 这是第二次 魏子净想表达一下姐弟情深 把燕窝粥端到他跟前 哄孩子似的 五弟 尝一口看看 阿T 魏子凤的鼻子被刺激了一下 冷不防就打了个喷嚏出来 再一闻 竟是从魏子净身上传出来的香味 世家小姐 就喜欢往身上脸上擦胭脂抹粉 弄得喷喷的 魏子凤如玉的脸上顿时黑了 哪怕子就眼了鼻子 熏死了 走开 魏子净面上白了一分 忙往后退了退 场面一度尴尬 侯爷气得不轻 指了指他 你说话就不能不往人心上捅刀 不能 自打看见魏君灵后 他那口气就吊住了 上不去下不来 来他面前的人 随时都有可能成为他泄火的对象 滚 都滚 他谁也不想看见了 金安侯气得转身就走 魏子净也忙跟着一块走了 侯夫人忙跟过去安抚妇女俩 让他们不要生子凤的气 魏子净咬咬唇 委屈地道 五弟好像不喜欢我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你们是我一胎所生 他怎么可能会不喜欢你 话锋一转 侯夫人道 子凤对谁都一样 并非针对你 他身体不好 心情也长不好 你不要放在心上 娘 你放心吧 我不会放在心上的 金安侯气呼呼地道 若非看在他生病的份上 我非打死他 可他就仗着自己生病 无所顾忌 他这个父亲 拿他都没有办法 魏子净玩耳一笑 慢下脚步来 等他跌走远一些 才道 娘 咱们家也去试周吧 大哥都来了立功了 不能什么好事 都让他们这一房这一门站了 墨玉汉手 可以啊 那我去就去让人做了 米面肉 紫薇山庄又不差这些 他爹娘每次过来 都会给带来许多粮食 彼时 霍童取了魏子凤的血和唾液 从自己空间的药库里 配了一些药 他这个空间 还有一个神奇之处 要用之不尽 拿过一盒后 空的位置会自动补齐之前的药物 也正因为如此 他才有大量的药物 去救治那么多的伤者 从空间出来 霍童来到魏子凤这边 人在外面 就听见魏子凤和魏子苏 在里面的欢声笑语声 魏子凤为了在右弟面前 显摆自己的聪明和智慧 把自己做的飞鱼 在水盆里转扬了 魏子苏果然崇拜极了 五哥 你好厉害 少年骄傲 那是当然了 我可是得了墨家的真传 既然你这么喜欢 这个飞鱼就送你了 说话之间 霍童走了进来 看了看水盆里游完的飞鱼 这飞鱼是木材做的 装了机关后 把它放在水里 它就像一条鱼似的游了起来 一看见霍童过来 魏子苏立刻炫耀道 师父 师父你看 五哥做的飞鱼 你五哥真棒 并非吹捧 被夸赞的魏子凤面上 也有着小骄傲 你要是喜欢 回头我做一个送给你 霍童欣然接受 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他也把自己配好的要拿来 放在魏子凤的面前 和他讲用量 魏子凤压认真地 听他说完后起了声 他前去 抱了一个匣子过来 里面放的都是银票 他抽出几张银票 过来给霍童道 拿着 霍童不肯要了 我来的时候 侯爷已给过我二百两了 魏子凤不屑地翻了个白眼 两条人命 就值二百两 少了 他又把银票塞霍童手里 我知道你需要银子 而我刚好不缺银子 这个是你 为我看病的酬金 等你把我的病看好了 我再给你另一半酬金 魏子凤也劝道 师父 你就收下吧 他也想多给霍童一些银子 可他是小孩子 没那么多的银子 总共有五百两的银票 霍童也就不犹豫了 世家公子不缺钱 而他又刚好缺钱 世家公子的命 值这个钱 他把银票收了起来道 按时吃药 过几天我再来给你复查 少年先把这一顿的药吃了 少年乖乖地吃了 这瓶水我留下 以后服药 就用这水 这是他从空间取出来的灵泉 能加强美颜 医治 活血等等功效 那水的味道带着清凉的甜味 不同与他日常饮用的水 等魏子凤用过药 霍童打算到辞 魏子苏出其不意地 告了他五哥一状 师父 我五哥还没吃饭 霍童诧异 饭不吃 想成仙吗 魏子凤瞪了一眼右弟 问霍童 你有饭团吗 魏子苏把他的饭团吹嘘得 天上有地上无的 他忽然有些好奇 霍童摸了一下身上的包袱 摸出一个饭团给他 饭团都放在空间里 他就是做了个假动作 只要他一念动 饭团就会到他手里了 在旁人看来 他就是从包袱里取出来的 这饭都是他用灵泉水做的 味道当然特别不同 就是凉了也依旧好吃 何况还是热乎的 魏子凤没想到他还真随身带着 他怀着适常的心情吃了一口后 一脸诧异 真不是紫苏吹捧 这么好吃的饭团 你是怎么做出来的 你要喜欢吃 回头我多做一些 送点你 一言为定 霍童抬手 给他积了一下掌后告辞 魏子凤要送送他 一行人出了门 还没走出两步 金安侯夫人匆匆过来了 霍娘子 请留步 霍童指步 望着气质优雅的侯门夫人 霍娘子 子凤的病怎么个说法 夫人放心 我已得为公子开了药 只要他按时用药 过个三两天就能看出效果 至少不会再让他遇着个刺激 就频繁犯病 霍夫人面上欣慰 忙又道 霍娘子 紫苏 紫禁在外的这段时间 承蒙你的照顾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他手里握着个几张银票 一共有五百两 霍童实在不好意思再收 盲推辞道 侯爷已经谢过 夫人不必再给 两个孩子的命 可不值那点钱 侯夫人觉得给少了 才二百两 侯爷也真是好意思 师父你就收着吧 魏子苏拿过银票 往霍童手里塞 师父 你不要不好意思 等我有了银子 也是要亲自孝敬你的 魏子凤 你不要客气 只管收着吧 两个孩子都愿意与霍童亲近 这也是侯夫人没想到的 霍童盛情难却 那我就不客气了 侯夫人笑道 不用客气 等子凤的病好了 我还有重险 霍童有些汉言 人家这么真诚待他 他怎么好意思再多收 魏子凤 娘 我送送货娘子 侯夫人答应一声 魏子苏也跟着一路跑 师父等等我 左右的七八个侍卫 立刻跟上 为了防止魏子凤 再有什么不寻常的举动 金安侯家派了人手 要好好看着他 侯夫人望着他们离去的身影 若有所思 他自己的儿子 他再了解不过 魏子凤并不是个好相处的 一般人都与他相处不来 他不仅仗着自己有病欺负家里人 说话像刀子 也会仗着自己侯爷质子的身份 不把外人放在眼里 世家公子 向来高 现在 他却对这位农家女 表现出了过分的亲切 金安侯夫人心头一跳 被自己内心冒出来的想法吓住了 子凤不会看上霍童了吧 他这个儿子 脾气向来古怪 喜怒无常 有点叛逆在身上 现在又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了 真喜欢上一个农家女 他也不会觉得奇怪 何况 霍童长得也是真好看 明明是个桃荒的农家女 还生得水灵灵的 一看就是个美人胚子 哪有桃荒者面黄鸡兽的模样 金安侯夫人 被自己的想法吓住 打算回头好好敲打敲打 霍童再不错 那也是 有富家的人了 可不能乱来 型号 对于霍童 魏子凤有着一见如故的感觉 本来说 要送送霍童到门口的魏子凤 直接把人送到难明营去了 一来这难明营 霍童脚刚落地 就有不少人一路和他打招呼 满面笑容地叫他霍娘子 霍童现在是难明营的大红人 各个认识 城门一战 是他救了大家的性命 难明营今天又来了一些流民 被安置下来 难明营今天也又多了几家石州的 豫王驾到 他一声令下 许多富贵人家立刻轮番出来石州了 哪敢怠慢 都想在豫王面前露个脸 搏个好感 代表金安侯府的魏子净 今天也过来了石州了 他在魏子凤那边受了气后 就打着金安侯之女的身份出来了 莫文歌看见他后 有心过来巴结讨好 啊 子净 你现在可真好看 霍童说 要去你家 你见着他了吗 他当然没见着 魏子净微醋眉 这才答了他的话 不悦道 霍童去我家干什么 不是给了他银子吗 该不会想趁机再贤恩图报吧 可恶 这帮你腿子救他们的时候 就是有所图 不然 哪会真心相助 莫文歌看出他态度不好 善善地道 我不知道哎 魏子净轻哼一声 轻蔑的目光落在他身上道 我知道 一定是去找我爹娘敲诈勒索了 莫文歌面上一阵红 他年纪虽小 也知道要脸 难堪 不管我的事 他善善地道 退后 待不下去了 魏子净看他的眼神 让他浑身不舒服 转身 他小脸以铁青 气呼呼的小声 骂他忘恩负义 也不想想 当初是谁救了他 若非他家里的人相助 魏子净现在都被土匪轻薄了 小女孩恶狠狠地想 或许 他早就 没有了清白身 也不一定 莫男和莫西远远地看着 快步迎着莫文歌过来了 问他 和魏子净说了什么 莫文歌哼了一声 道 人家现在是高高在上的大小剑 哪里会理 我们这些流民 瞧瞧 身边有四个奴婢护着呢 想和他说话都不容易 莫男 莫西 心里仰慕之余 也很快认清了现实 一个天 一个地 人家根本就瞧不上他们这些流民 多说一句话都不愿意的 这回功夫儿 欲王姬衡 也亲自过来 视察这边的情况了 他出面说了几句话 安抚难民的情绪 因为欲王这边 确实在挨家挨户地 落实流民的情况 大家就很信任他 相信他是来解决问题的 魏军林陪在他身边 两位青年玉树林峰 英姿不凡 一路走过去 惹得许多女子暗送秋波 魏子静目不转睛地 看着那位英俊的欲王 方兴暗许 攀上皇室 那是许多世家女 消尖了脑袋 都想挤进去的地方 霍童带着魏子凤一行人 过来的时候 与欲王和魏军林这边 打了个照面 欲王自然还记得霍童 这样的女子 很难让人忽视 她脚步停下 目光清凉 有着上位者的居高临下 霍娘子 玉王 她还不大懂这边的礼仪 就抱拳行了一礼 霍娘子日后打算落户在哪 还没想好呢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找军林 她若要去帝都 想要落户在那边 就需要有人帮忙了 有人帮忙 当然是最好不过 霍童也客气地道谢 多谢玉王 以后就有劳卫公子了 玉王没再多说什么 带着人离去 霍童的身份 玉王当然已了弱之掌 被霍家无两银子 卖给了墨家 与墨家的长子定了亲 听说后面闹过退亲 现在看来是又和好了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 她的表现 都不像是霍家那位平凡的女儿 她脱胎换骨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玉王并不惜究 身为玉王 能对一位普通农家女 说出这样的话 无非是看上她的能力了 她一束精湛 这在难民营 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为了一些流民 她都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可见 也是重情重义的 随着霍童回来 站在难民营门口张望的墨北 也快步跑过来 霍阳寸步不离地跟着她 彤彤 你回来了 从她一走 墨北就坐立不安了 就算知道她不会离开 她内心还是有些慌 霍童给她一个安抚的眼神 不是让你好好休息的吗 伤在脑袋上 虽不是重伤 还是会疼的好吧 霍阳哼道 她怕你跑了 魏子苏见她头上缠了一圈白布 知道她受伤了 问道 师公 你疼吗 不疼 难民营出来的几个小孩子 因为认识魏子苏 跑过来围着她打量 你是紫苏吗 魏子苏大方地承认 我是 哇 紫苏你真好看 你的衣裳也特别好看 走 我请你们吃好的 被夸了的魏子苏一摆手 昂首酷不得去了 一群孩子跟在她后面 两个护卫赶紧跟了过去 墨文哥也跑了过来 他从未见过 像魏子凤这般好看的少年 看得眼睛都不知道移开了 惹得少年微微醋眉 瞪她一眼 吓得墨文哥一惊 眼睛立刻无处安放了 霍童 我先走了 魏子凤打了声招呼 转身去了 第一次来到 难民营这等下等人的地方 周围来往的人都在看她 她有点不能适应 这混乱的地方 还透着一股子 非常难闻的气味 也不知道这些人 都多少天多少年没洗澡了 霍童竟然能在这住得下去 随着魏子凤离开 墨文哥来问霍童 嫂嫂 那是紫苏的哥哥吗 墨北提醒她 别想太多了 墨文哥委屈 我又没想什么 我问还不行吗 那么好看的少年 凭什么霍童能认识 她就不能认识 霍娘子 霍娘子 有个妇人迎了过来 都快哭了 喊着她道 霍娘子 你快来看看我家狗娃吧 她昏迷不醒了 霍童忙转身跟着妇人去了 狗娃是个三岁的男孩子 城门一战时 她被伤了一条胳膊 就差一点点就断掉了 霍童给接了上去 也有惊吓过度的原因 昨晚发了高热 今天早上看她的时候 热已退 这回又烧上来了 三十八度三了 她立刻取了针 给打了一针 又开了药 嘱咐夫人给孩子服下 等忙这边孩子的事情 又有其他家人 以为在她旁边等着了 换她 霍娘子 你去看看我家二柱吧 她疼得直哭 二柱昨天被伤了一刀在腹部 麻醉过后 就是疼 型号 且说 身在难民营的赵老太在一旁 观察魏子靖许久了 她有几次想溜到魏子靖身边 都被她的婢女给挡了 还呵斥她 走开 这老太婆的一双眼睛 太让人不舒服了 看在人身上 感觉像被蛇爬过 赵老太扯着嗓子叫 魏姑娘 魏姑娘 魏子靖瞧着 是一个脏兮兮的老太婆 理都没理 她是魏家的小姐 想巴结她的人太多了 可有些刘明就是认不清自己 给点施舍 就以为可以与她说上几句话 赵老太急得不行 明明人就在跟前 就是搭不上话 她的两个儿子和媳妇都跟了过来 悄悄问她 怎么办 老太太心一横 让他们等着 她才追过去 因为被婢女拦着 进不了她的身 只能扯着嗓子喊 魏小姐 我有话和你说 这个疯老太婆 有完没完 魏子靖被一个刘明追着 若任她这样喊叫 也影响她的声誉 和她的善举不符 为了树立自己清明的形象 忍着嫌弃 温婉地道 这位奶奶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赵老太一脸精明地 看了看左右的人 我想单独和您说几句 魏子靖思量着 一个乡下老太太 就是这刘明中有一个 她刚来荆州 又没得罪过什么人 应该不会出什么乱子 思量过后 魏子靖走了过去 对自己左右的婢女挥了挥手 示意她们退下 待左右的人都退下后 赵老太微微一笑 压低声道 你刚才叫我奶奶 实在是不错的 我确实是你的亲奶奶 魏子靖醋眉 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在你刚出生的那一年 也是个荒年 那时 我们全家在逃荒 那一天 下了很大的雨 我们进了一个庙里避雨 一起避雨的 还有一位妇人 她挺了个大肚子 瞧她的衣着 就是个富贵的妇人 那一天 她也刚好赶上生产 她产下了一对孪生子 是一位小公子 和一位小姐 还是我给她接生的呢 赵老太想起往事 诡异地笑了一下 虽然已过去了许多年 在城门看见魏景天 和她的夫人默玉的时候 她还是一眼认出了他们夫妇 在看魏子靖的模样 像急了 她那死去的三儿媳妇 赵老太从而推断出 魏子靖的真实身份 这就是他们霍家的女儿 好巧不巧的 你也是在这一天出生的 我们是穷苦人家 你一出生就遇着了荒年 我心里一和解 就把你和那位 有钱人家的小姐换了 魏子靖的脸色发白 这个疯子的话 她一个字也不相信 那位夫人生下的是一对孪生子 等生下两个孩子后 力气也用尽了 就昏了过去 换孩子这事 那位夫人当然不知道 天一亮 那女人的夫君就寻了过来 果然如她猜想的那般 是富贵人家 知道是赵老太帮着接生的 男人立刻给了他们 五十两的银子 这个男人 正是年轻时候的魏景天 魏子靖怒视赵老太 你再敢胡说一个字 我叫你的狗命 赵老太喝笑了一声 道 子靖 你身上流的是 我们霍家人的血 是我给你改了命 若非我当初把你换到富贵人家 你现在过的 就是霍童的生活 魏子靖倒吸一口气 她恨不得立刻弄死这老太婆 赵老太似乎知道 她脑子里在想什么 这个秘密 并非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你弄死我一个容易 但弄死整个霍家人 并不容易 整个霍家人若在这个时候死了 也会引起别人的怀疑的 说起往事 赵老太面上是有些得意的 当年把你换出去后 我就告诉你爹你娘了 可惜他们是个命苦的 还没来得及享你的福 就都死了 子靖 你是我们霍家的人 现在你的亲人又遇着荒年了 你不该帮忙一下 你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信 我一个铜钱都不会给你的 赵老太眯了眯眼 你心口有个胎记 是梅花形状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长大一些 魏子靖面上又白了几分 一个乡下老太婆 怎么可能知道 她身上的胎记 她说得不错 她是有这样的胎记 你是我的孙女 我也希望你过富贵的日子 我只盼望你富贵了 能帮一下大家 你也不希望你大伯 他们急红了眼 跑去魏家 说出你的身世 和你来个鱼死网破吧 魏子靖道吸一口气 我身上没带银子 你丢点时间 让我好好想一想 赵老太一脸贪婪 明天过来 把银子带上 先给我们二千两吧 我哪有这么多 富贵人家当然有 一些个侍卫 随手给霍童的银子 都有一百两 霍老太也不和他讨价还价 一有所指的 朝自家儿子媳妇那边 看了一眼 道 也别让你大伯 他们等急了 等急了 他们可能会去 把真相告诉霍童 到时候你要是被换回来 就得吃霍童所吃的苦了 魏子靖也瞥了一眼 只觉得自己 被一群狼盯上了 他没再延伸 转身匆匆离去 这个老太婆 忽然跑出来 和他说这样的事情 令他心里大受震撼 也是心乱如麻 又惊又慌 他想说 一个字都不信 可老太婆说得 有鼻子有眼 他要回去问一问娘 当年生他的时候 是在哪 此时 好不容易忙完的霍童 和庄伯 一起走了出来 庄伯在没人的时候 悄悄问他 霍大夫 收徒弟吗 霍童 不收 庄伯一脸失望 他特别想拜师学医 若能和他一样 厉害的话 还愁医馆没生意吗 不远处 墨北会站在难民营门口 就是想看看 他什么时候忙完出来 他现在是个香伯伯 连这些荆州的大夫 都会常缠着他说话 让他看完病患 还要应付大夫 好不容易说完话回来 墨北就大不留心地跑过去 他现在跟个在家里 等丈夫回家的小媳妇似的 天天是望眼欲穿 等回到他们这边 搭建的棚里坐下 墨北给他递来温水 又是一阵的嘘寒问暖 彤彤你累了吧 我给你捏捏尖 我不累 你现在的任务是 负责把自己照顾好 我都不疼了 他给上的药特别管用 休息两天后 就完全没感觉了 我给你揉揉 墨北执着地要伺候他 霍童只好满足他 行吧 捏捏尖 霍阳一旁嘲笑他 现在知道我们家溜溜的好了 知道怕了 墨北不理他的嘲笑 当没听见 墨文哥一脸不高兴地回来 在地铺上坐了下来 气闷地说 当初真是看走眼了 这个魏子静 真是个势力的 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装得多温柔 还答应让我们去他家 现在好了 直接装不认输我 霍阳不客气地打击他 人贵在 有自知之明 你一个乡下泥腿子 还想和侯府小姐做朋友 梦里做做就行了 那为什么紫苏就不这样 魏子苏 还和难民营的小孩子完了呢 霍阳道 紫苏现在还小 什么也不懂 等在过些年 你看他还愿意和刘明玩 人情世故 他也略懂一些 霍童忍不住 为这孩子说句公道话 紫苏不一样 他相信这个孩子 就算长大了 也不会是像紫静那般 霍阳立刻顺着他的话 对 溜溜收的徒弟 肯定不一样 墨文哥骂他 马屁精 霍阳毫不在意 瞧了一眼 躺在一旁的墨南和墨西 面上又是一乐 这俩货 显然也是被打击了 他一脸渐渐地嘲笑 墨南 墨西 你们怎么不去找魏子静完了 人家说不定正等着你们上去巴结讨好呢 墨西瞪他一眼 你小子又想挨揍了是不是 霍阳挑衅得到 我又不怕你们 他有溜溜护着呢 他现在就有点飘了 霍同慢条斯理的道 闭嘴巴 别总往人伤口撒盐 他虽护着霍阳 也并非不讲道理 霍阳不对 他该说还是会说的 好 我听溜溜的 霍阳立刻化身狗腿 威风拂面 一轮金灿灿的太阳映照在紫薇山庄 魏子静在金安侯夫人这边等了一会儿了 直到母亲去了魏子凤那边 他现在也没心思跟着前往了 赵老太的一番话 让他一夜难眠 以至现在都没什么精神 直到侯夫人过来 他快步迎了出去 轻易地唤 娘 今天没去诗州吗 人家不是想陪娘聊聊天吗 娘要是不想让我陪 我现在就去了 她做事要走 侯夫人伸手拽住她 笑道 聊聊 婢女上了茶水点心 魏子静就和她聊一些荆州流民的情况 聊着聊着 她不着眼痕迹地把话题绕到了侯夫人身上 娘 我记得你以前说过 生我和五弟的时候 就是在这荆州 是啊 荆州也是她的娘家 她娘家在荆州之外的一个县城 娘 我和五弟是在荆州哪个地方出生的 魏子静表现得一脸兴致 墨玉想了想 笑道 在一个破庙里 魏子静压下心里的慌乱 还是不敢相信地问 您可是侯爷夫人 怎么还把我和五弟生在破庙里了 提起往事 侯夫人来了几分兴致 就多说了几句 墨玉与魏景天相识的时候 他还不是侯爷 连世子都不是 魏景天在侯府也是济世所生 掌幼相争 总有死伤 再后来 朝局动荡 受长子陷害 魏景天被罚流放一年 他的妻子本就体弱 经不住这个打击 就死了 流放结束后 魏景天没有立刻回府 而是在荆州一带 做了一些生意 实际上暗中为当朝处乡王效力 也就是今天的皇帝 皇子相争的血腥风雨 向来惊天动地 墨玉就是在这期间 结识了玉树临风的魏景天 那时他还不知魏景天的真实身份 以为他 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 无父无母 孤身一人 即使他孤身一人 墨家也没有嫌弃他 出身低微 愿意把女儿嫁他为妻 就在那一年 他快要临盆之际 帝都出现变动 魏景天要带他回帝都 一块回去的 还有楚乡王 也就是那个时候 他才隐约知道 自己的夫君 好像不是他想象中的普通人 回去的路上 楚乡王遭遇刺杀 魏景天护他离开 让他先走一步 他不能丢下楚乡王不管 就只能丢下他 知道他忠一难两全 墨玉也就逃了 逃亡的路上动了胎气 他就躲进了一个破庙 又遇羊水破裂 他孤身一人 内心岂会不恐惧 幸好遇着一些逃荒的人家 他能平安顺利地产下一双儿女 也多亏了那户人家为他接生 等到天亮 魏景天就寻了过来 给了那户人家一些银子 把他带走了 也正是因为早产 魏景天的身子骨 相对来说就比较弱 回帝都之后 楚乡王夺折成功 顺利上位 魏景天自然跟着扶摇直上 曾陷害他的长兄 被发配流放 他成了静安侯 这些往事 他简单地和女儿聊了几句 魏景天心里一片冰凉 眼泪落下来 最后的希望都破灭了 这样的真实他无法接受 他哽咽 娘 让您受苦了 您是拿命才生下 我和五弟 女儿一定会好好孝顺您的 侯夫人笑着摸摸他的脑袋 好 女儿向来是孝顺的 没想到听了他的往事 竟还哭上了 魏景天咽下苦涩 道 娘 说起来这荆州也是您的家乡 现在外面这么多的流民需要帮助 不如咱们再拿出一些银子 发放给那些流民 以示安抚 娘的这些善举 到时候传到帝都 一定会被圣上系上一宫的 侯夫人笑道 我要这宫干什么 她已经是侯夫人了 也不需要再多的荣耀 到时候我女儿需要 你想做什么就去吧 以你的名誉即可 谢谢娘 那我去了 不过 我没这么多的银子 她到底才十三岁 身上也只有逢年过节 父母或亲朋好友 给的些压岁钱 我去拿 侯夫人前去把自己的匣子拿了过来 打开 里面有不少的银票 需要多少 先取两千五两吧 侯夫人给了银票 道 不够了 再找我要 谢谢娘 娘 您真是太善良了 向母亲告退后 走出门外 她手脚冰凉 她稍微平息了一下内心的情绪 吩咐自己的婢女 先去钱庄 把银票换成铜钱 每家一户 按一调钱发放 她要借着这些银子 为自己打一个好的名声出去 虽然她并非轻生的 只要她的好名声打出去了 回帝都后 让父亲在陛下面前 为她美言几句 没准也能得些赏赐 从今以后 为防万一 她也要好好为自己谋划了 当魏子精带着人 前来发放银子的时候 难民营的人 纷纷高声喊道 活菩萨 这是天降了活菩萨 别人家也就是不周 他们家直接发放银子了 魏子精站在一旁看着 见魏军林带人走过来 他举步跟了过去 想和他打声招呼 高高兴兴地换了声 大哥 咱们家今天在这 发放一些银子给刘明 虽然大哥为人冷淡 魏子林很冷淡 有着明显的疏离 微微汗手 嗡了一声 没说话 倒也不针对他 这边正在统计要回去的人数 肯返乡的人 每人不但发放50斤米面菜书 每户也发放10两的银子 这许多的米面 银子都是从荆州的那些 富贵人家金库里掏出来的 就在昨晚 豫王姬衡带着魏军林 以雷霆手段 迫使荆州的官员 自愿掏了腰包 一夜之间就筹到 一百多万两白银 米面 刘明当然是愿意返乡的 魏军林有事要忙 魏子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离开 过了一会儿 他走向难民营门口 目光落在霍童忙碌的身影上 霍童是难民营的主治大夫 现在谁有事都找他 他一个女子 毫无男女大方 整天和一群男人混在一起 也不嫌臭 这难民营的棚内 散发着常年不洗澡的气味 他不由地拿帕子掩了一下口鼻 魏小姐 您来了 您可真是活不撒啊 赵老太笑眯眯地转到他面前来打招呼 一双浑浊的眼睛放光 看见了魏子敬 仿若就看见了堆成山的财宝 向他招手 魏子敬也虚情假意地微笑道 赵奶奶 左右的婢女都被他打发出去 发放银钱了 趁着四下无人 魏子敬压低声和赵老太道 你要的银子太多 我一下子筹不出来 你给我一些时间 在你们离开荆州之前 我给你们筹出银子 话虽如此 心里冷笑一声 有这么多的银子 他干点什么不好 赵老太这等贪得无厌的刁民 一分银子也不会给他 否则 赵老太只会像条毒蛇一样 缠着他不放 赵老太心里有些不高兴了 这么说 银子现在拿不到手 魏子敬安慰他 你怕什么 我还敢不给你吗 赵老太觉得 他言之有理 谅他也不敢耍花样不给 他警告得道 只要你记着就好 否则 后果自负 魏子敬压下心里的不烦躁 不愿意受他威胁 狠声道 我若不好过 你也活不成 你们全家都得死 你以为我爹娘会放过你们 赵老太被噎了一下 魏子敬一脸厌恶 滚 他转身就走了 赵老太气得一个倒养 这可是 他亲孙女啊 居然敢让他滚 大逆不到 大逆不到 魏子敬快步走到 他长不周的地方去 过了一会儿 他的婢女过来 小姐 绿豆糕都拿来了 嗯 全部发下去 就说侯府家的小姐 是位活菩萨 今天又是发放银子 又是发放点心 难民营的人都很高兴 墨家那边也领取了一份 由于霍童 一直在忙着 与几个大夫说话 没时间过来吃 这些大夫主要是跟着他 一块给伤者 复查这两天的身体状况 在趁机笼络一下他 想把他邀请到 自己的医馆坐诊 墨北站在难民营门口 等着他回来 望着他忙碌的身影 时而露出明朗的笑容 他一双信眼 盯在他身上 怎么也无法移开 霍童回身 就看见他 心头一跳 在普通的衣裳 都掩盖不住 少年出众的气质 和精致的脸庞 尤其是那一双信眼 四含了千种情思 带着挥不去的浅犬 让人着迷 阿北哥哥 在等你家霍娘子呀 难民营的孩子们 围着他说笑 他恩了一声 嗓音干净又温和 富有雌性 彤彤姐 阿北哥在等你 孩子们欢快的声音 传达过去 霍童脸上有些骚 他快步跑了回来 眉眼染上了笑 冲孩子们到 一边玩去 孩子们撒腿跑开 两人走到路边说话 少年把绿包着的 两块绿豆糕拿了出来 喂到他嘴边 尝尝 这是刻意为他 留下两块绿豆糕 他一口不曾吃过 霍童小小地咬了一口 味道不错 你也吃了 这是留给你吃的 我才不要吃毒食 霍童拿起 另一块绿豆糕喂给他 他到底是小小地 咬了一口后 两人相视而笑 脸上莫名就都红了 吃过糕点 霍童和他聊下一步的打算 你们是要返乡吗 少年凝视着他 你去哪儿 我便去哪儿 霍童被他盯得 有点招架不住 墨北这一双性谋中 像注入了一汪洋的深情 把人紧紧包围 他看了一下天 就是不知道 书审那边的想法 他们在霍家村住了一辈子了 不一定愿意离开 我去说 一起去 回乡的人 已排着队在外面登记了 由于排队的人太多 墨列户准备晚一点再去登记 这回正和家人 坐在草席上说话 墨北和霍童一块回来后 少年走到他跟前坐下道 爹 我们也返乡吗 末年 我们自然是要返乡的 要是没什么事 这两天就走吧 霍童道 我有个想法 他本来想去帝都的 迎着墨北 他愿意放慢脚步 改变原来的想法 再去体验一回田园乐趣 他小时候 也在农村生活了十二年 霍童道 我之前听说 这十来年间 霍家村闹了两次荒年了 说明那个位置出得不好 我们不如就落户在 荆州外的一个村庄上 至少这里 若是闹出什么天灾 离荆州近 也最容易得到救助 平日里 也方便大家进城买些东西 霍家村 他是真不想回去了 一是赵老太住在哪 一旦回去后 只怕日后赵老太 要没完没了地纠缠 他现在的状况 也不适合再回霍家村了 全村的人都认识他 回去之后 他这一身的医术 都没办法施展 很多人认识他 解释不清楚 也不是所有的人 都像墨家人这样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什么也不问 墨烈虎想了想 啊 你这个提议甚好 但没有认识的人介绍 怕不会给我们 找到什么好村子 之前魏公子答应 愿意帮忙 我可以找他问问 看看这附近 哪个村子比较好 一家人说好了这事后 霍童就带着墨北 一起去找魏军林 把他的意思说了 他们不返乡 想落户在荆州外的 一个村庄 魏军林叫了个 管事的衙役过来 让他给霍童 把这事办妥了 这附近哪个村庄最好 他们这边的人最清楚 有魏军林出面 这边的人 当然也不会怠慢 再则 霍童在这里 也是深得人心的 最后给他们选定了一个 玉都县平安镇清泉村 就在八十里外 村里 有一百来户人家 霍童这边说 这事的时候 赵老太带着两个儿子媳妇 一声不吭地走了过来 把他们的话 听了个正正 他们居然不返乡 要落户在别处 这是想和他把关系撇清 以后再不相见 赵老太冷哼一声 霍童看见他 也只当没看见 等他办完事 带着墨北转身就走 今天一晚 明天这边派牙医送他们过去 等把这事办妥好 墨烈户那边 也把饭领回来了 一家人高高兴兴地 把饭吃了 等到天黑 来人就去难民 后面的河里洗了个澡 霍童也跑出去一趟 他要走了 心里就想和魏子凤到个别 子凤的病 他挺不放心的 要再给他送些药过去 就是许他的饭团 一直没时间做给他 惭愧 得知他落脚在了 几十里外的村上后 魏子凤心情大好 啊 霍童 这地方好 我回头一定会去找你 魏子凤在一旁 眼巴巴地看着他道 师父 我们几时再相见啊 他对霍童是有不舍的 毕竟相处了一段时间 霍童笑道 有缘千里能相见 无缘对面不相逢 等着吧 从他们这边告辞的时候 天空满布了星光 霍童忽然心情大好起来 等他回到难民营 就见漠北正在外面等着 月光洒在他英俊的脸上 熠熠生辉 霍童看着他这张脸 与另一张脸重叠在一起 那一刻 他仿若从月宫里走出来 让他的心砰然动 童童 墨北快步跑了过来 一把抱住他 抱得紧紧的 语气中透着不安 你去哪了 他从河里洗过澡回来 见不着他 就坐立不安了 他虽知道 他不会无故再扔下他 可还是害怕得很 霍童证了证 心里软得一塌糊涂 下意识地伸手 轻轻环抱他的腰身 语气温柔如水 道 小北 我去了一趟紫薇山庄 给紫凤送些药 他听着女孩子口里的称呼 正了正 明明他比他还小 这一生小北 里面包含了多少的温柔和宠爱 墨北的心立刻被温暖 被治愈 一日 天亮 昨天统计过返乡的人后 难民营今天就开始发放粮食了 一大早上 刘明又排起了长队 高高兴兴地把米面营钱领了 领了的人可以直接返乡 一些伤重的人不能直接行走 也允许他们 继续在难民营养伤一段时间 每天会派医馆的人过来 免费救助他们 墨烈护家今天也排队领了粮食和银子 难民营中的人见首 要走的人都前来和霍童告辞 难民营的孩子是真舍不得他 年幼地跑过来抱着他道 童童姐 我会想你的 阿北哥 你一定要照顾好童童姐 孩子们一番嘱咐 操碎了心 墨北很是受用 一双信念里藏着光 摸着孩子们的发顶道 一定会照顾好他 说来惭愧 都是霍童在照顾他 霍童挨个和他们抱抱 年长些的林山九岁了 被他一抱 脸都红了 郑重地和他说 童童姐 我将来也要像你一样 医病救人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好志向 你一定可以的 孩子们纷纷表示 童童姐 我也要像你一样 医病救人 行侠仗义 霍童笑着鼓励 大家都记着自己今天说过的话 将来有一日 有缘我们还会再相见 霍童目送他们出了难民营 孩子们和家人都和他挥手道别 魏子凤来的时候 看见的正是这一幕 他是来送他的 那香 墨烈户也领了米面 放在板车上 他亲自拉上了板车 招呼大家上板车 王氏忙到 童童 你坐这儿 墨北过来拉他上板车 最后就墨文哥和霍童坐板车了 因为板车上的东西太多了 王氏就不急了 有两个牙医护送他们 霍童 再见 子凤忽然唤了他一声 霍童抬头一看 忙朝他使劲挥了挥手 子凤是特意过来送他的 少年的关心 让他心里一暖 路过的时候 他们看见豫王和魏军灵 都在难民营外 两人身居高位 面对这些流民 可真是一点没嫌弃 反而在尽心尽力地 为老百姓办事 妥善安置 就冲着他们 为老百姓办实事 就值得人尊敬 霍童坐在板车上 冲他们摆了摆手 豫王和魏军灵看见了 目光一起落在他身上 豫王问 他这是返乡了 落户在荆州外的清泉村 魏子凤目送他们离去 脚步忽然紧跟几步 看着他们渐行渐远 他就觉得 胸口有些发闷 更多的是不舍 虽然与霍童认识的时间不久 他莫名有着一见如故的欢喜 霍童一家 在两位牙医的护送下 当天傍晚就到达了清泉村 这里靠山靠水 一眼望去 田里的麦子早已成熟 村里人把庄稼收 正准备种下一季的麦田 远远的 看见又有人过来了 有经验的人 一眼就看出来了 一准又是外来户 要在他们这安家了 清泉村的人 一开始全都姓李 这里就是李家人的天下 他们全村都是一个族的人 后来这里杂性的渐渐多了 但依旧以李家为尊 有几个粗壮的男人 拿着锄头跑过来 挡在路上喊话 关大哥 这又是从哪来的人啊 其中一位官义 昂首挺胸 一脸官腔的道 甭管从哪来的 从今以后 他们就是你们清泉村的人了 来个人 给我带路 找李正 有人笑道 看样子是桃荒的吧 瞧着衣裳破的旧的 都不如他们呢 他们看霍童一家人的眼神 多少带了些轻视了 一个男孩长得瘦瘦的 嘿嘿的 他跑过来道 我带你们去 都跟我来 他一挥小手 一蹦一跳地跑到前面去了 身后传来富人的叫骂声 二娃 你个臭小子 是又想趁机开溜不干活是吧 二娃冲耳不闻地跑了 墨北拉着板车 跟上 这边的路并不平 墨南和墨西霍阳 就在后面帮着推一推 霍童和墨文哥 就不坐板车了 一路跟着走 路上的时候 他给了二娃两颗彩色的糖果 小孩子立刻高兴地瞇眼笑 道 姐姐 抱了自己的名字 也笑着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芳 因为我在家里是老二 所以我娘就叫二娃 二娃八岁了 二娃是个能说会道的 口里的糖田的他乐开了花 一路都在和霍童说话 一路过去的时候 霍童询问他村里的情况 他先把李正家几口人告诉他了 又告诉了他村霸是谁 不要招惹他们 见了他们躲远点 他们这一路过去 路上有不少人看见 路两旁就是庄稼 庄稼里全是人 大家互相打探一番 眼见天色已晚 有人想要看热闹 大人小孩子 扛着锄头 背着篓筐 跟着一块去了 身在荆州八十里外的青泉村 这里的条件 相对要比霍家村好很多 霍家村处处是草房 这里一眼望去 还是有几户人家 住的是砖房的 李正家里 住的就是砖房 李正就是一村之长 叫李全 五十多岁了 庄稼人 长得结实 模样周正 一瞧院来个人 他忙迎了出来道 官爷 里面请 里面请 两位牙役进去坐了下来 李正忙给 把茶倒上 两位牙役喝过一口 并不爽口的茶后 其中一个道 这一家子 落户在你们村了 你给安排一下 好说好说 把人送到村里 两位牙役也算完成任务了 站起来告辞道 霍娘子 有什么需要 去衙门找我们 就算没有魏军林的关照 霍娘子也是一个 值得结交的人 好 一定 两位官爷慢走 带把人送走 李正过来问话道 既然落户到我们村 以后就是一个村的人了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你们尽管开口 眼下 你们需要的是一处房子 就是不知道 你们需要什么样的房子 霍通道 李正 我们家里人多 房子最好大一些 每人都能单独住上一间 李正一正 每人单独住上一间 这得多大的院子 他们家就八口人了 这些流民 竟这么有钱 心思转动之间 李正很快道 这么大的院子 还真有一处 就是房子旧了点 我先带你们看看吧 你们要是觉得合适 就住 要是不合适 再带你们看别的 但没有太大的了 李正当即带着霍通一家子 去看房了 赶上来看热闹的人问 李正 这是带他们去哪呀 看房子 看哪个房子 李正没搭理他们了 一群人就后面跟着 要去看个明白 当发现李正带他们 进去那个院落后 一众人面面相去一眼后 再不跟了 天又晚了 他们可不愿意 再次沾上不干净的东西 全都一红而散了 这个位置 是处在村子里的最西头了 李正把院子门打开 带他们进了堂屋去后 就是这个院子 你们看看怎么样 院子是真的特别的大 住他们一家 是绰绰有余 虽然破旧的不像样子 以后休憩一下就好了 就这里了 霍通一锤定音 李正看他一眼 有些纳闷 怎么都是在他说话 他明明就是个 十来岁的孩子 做主的 不应该是这个中年男人吗 当然 他不好打听 人家的这等私事 一个村子里住 以后时间长了 自然就知道了 李正 这个房子 需要多少银子 一百两 他知道这些流民 被送回来的时候 是给了补贴的 他也就先报了个数 等着他们砍价 哪知霍通一口印了 他拿出之前 魏子凤送他的一张 百两的银票道 这是一百两 您先收好了 回头帮我们过一下户 李正有些意外 这就是一帮流民啊 没想到 既然是身上有货的 他有些后悔了 感觉自己要少了 李正口上忙是答应着 明天就给他们把户办了 霍通又道 我们家 以后还需要一些田 也请李正给我们留意着 看看哪里的田比较好 李正道 这里最好的田已经没有了 但是 在你们这院子的后山处 还是可以开垦的 如果你们愿意 就给你们按一亩十五两的银子算 就看他们要几亩了 霍通 明天我去望望 等我看好了 再和你商议 李正 可以 那我明天再来 你们先忙着 李正慢走 全程都是霍通在说话 李正走出去后 摇了摇头 家里让一个小女孩当家 这家人全是废物吗 明明有一个中年男人 再不计 不还有个半大小子吗 真是丢他们男人的脸 李正心里哼了一声 奈何人家钱给的痛快啊 谁能和钱过不去 随着李正一走 王氏忙道 彤彤啊 你怎么不和李正 稍微讨一下价钱呢 大意了 他这个人 也是大手大脚惯了 买东西从来不砍价 王氏是觉得 一下子就给出去 一百两的银子 后面还要买田呢 虽然不是 从他身上拿钱 他心疼得快要流泪了 莫文哥关注点赞 嫂嫂 你快说说看 你身上到底藏了多少银子啊 是不是魏家的人报答咱们了 把银子都给你了 莫北 快进去干活 把房间都收拾一下 霍彤立刻走了 几个人把购物的门推开 随着一间间的门被打开 一股灰尘扑面而来 莫北道 我去打些水 二娃立刻道 我知道哪里有水 我带你们打水吧 王正氏的几个人 差点把二娃给忘记了 莫北找了桶 喊上霍阳 莫南 莫西 四个人有用盆的 有用筒的 跟着二娃去打水 在他们家院子不远处 就有个水沟了 之前刚下过一场雨 水沟里又聚满了水 礼房一边带他们去 一边和他们讲 哪里有水 平日里 村里就两口井 东西各一口井 要是洗衣上的话 就去后面河里了 在他们家不远处 就有条河 所以 他们住的位置 随时最西头 靠山靠水 这一点最好了 这箱 霍彤在各屋看了看 这就是一个空间子 连张床都没留下 没桌没椅 一切都要重新打造 莫年丝毫不操这个心 身为一家之主的他 现在只要做个 甩手掌柜就好了 而媳妇会把一切 布置得妥妥当当的 他在院子里到处转一转 王氏则把板车上的 东西往下卸 一边喊他 当家的 你快过来帮忙 把东西都拿下来 被叫到了 莫年就过来帮忙 拿米面了 霍彤又去锅上看了看 造坊里连个锅都没有了 倒是堆放了一些柴火 好在他们有锅 霍彤去把锅拿来 这许多的东西 都得等明天再办了 过了一会儿 墨北几个人打水回来了 几个人取了布 把地面撒上一些水 最后找了个 破旧不堪的扫帚 勉强打扫起来 到处擦一擦 刚刚进入七月的天气 正是蚊虫叮咬 炎热之时 霍彤就去逃米 把饭做上 他只能先烧一锅饭 继续做饭团 这个季节在锅上烧饭 很快就把他热出一身汗 既然选择留下来 他就得再一次学习 适应这些艰苦的生活 想着墨北那张脸 他又安心了不少 这些苦墨北可以吃 他也可以 他要陪他一起 往前走 天黑的时候 他摸出自己的蜡烛点上 把整个造房照得通亮 彤彤姐 你烧的是什么啊 这么的香 一直在他们家里 跟着忙前忙后的 李芳跑过来问 霍彤笑道 一会做饭团给你吃 来 你帮我把火烧上 李芳不知道啥是饭团 但这位小姐姐 给了他两颗糖 他乐意帮忙 霍彤把鸡蛋取出来切上 一会放在饭团里 再撒上一些芝麻 黄瓜 等他们收拾好 霍彤这边也把饭团做好了 他全放在案板上一起端出来 李芳拿着蜡烛 跟着他一块去糖屋 这蜡烛 明明是大户人家才用的东西 李芳一边走一边看 稀奇得不得了 一家人席地而坐 虽然屋里什么都没有 全都很快乐 李芳第一次吃饭团 品了一口后 激动地道 彤彤姐 你做的饭团太好吃了 我长这么大 还没吃过这么好的米呢 呜 好想哭 真的好吃到哭怎么办 村里的人 大多数吃的都是糙米 平日里得难吃到好米 关键是 他们家真的非常穷 这辈子没吃过好米 霍彤笑道 喜欢吃 就多吃点 看着李芳 他想起了紫苏 李芳有着这个年纪的贪玩 偷懒 是个热心肠 也是真的 脸皮厚 又爱蹭吃蹭喝 可这些都不影响 他喜欢这样的孩子 小孩子嘛 有自己的小聪明没问题 只要不犯原则性错误就好 不过 外面很快传来了叫李芳的声音 一声接一声的喊 是李芳的娘找过来了 李芳这才想起来 她该回家了 忙站起来道 姐 我娘好我了 我先回去了 再拿个饭团 霍彤忙又给了她一份 李芳挣了挣 没想到还带拿的 她忙接了 撒腿就往外跑 一边大声答应着 来了来了 又要了一饭团 好吃的想哭 霍彤为什么这么好啊 她也奶都没带她这么好过 臭小子 也不看看什么时辰了 不喊你 就不知道回家是啊 她娘一边寻来 一边冲她叫骂 在田地帮着干会活 一会就又偷懒耍滑地跑了 李芳忙道 我这不是忘了时辰吗 娘 你尝尝 彤彤姐做的饭团 可好吃了 夫人结果咬了一口 顿时惊讶到 他们家竟有这么好的米 他们家是不是挺有钱的 当然了 买下那个院子 就花了一百两呢 夫人面上忽然微微变了变 拉着儿子快走 道 以后还是少来这儿 那可不行 我明天还要找彤彤姐玩 你个臭小子 给我听话点 我告诉这里不干净 这个宅子是个凶宅 我可听说 全家人都是被人杀死在里面的 要多惨有多惨 官府至今天都没有找到凶手 那我也不怕 他们家那么多人 一定可以镇得住的 何况 他也没听过 这宅子里有闹过鬼啊 母子俩叽叽咕咕 一路嚷嚷着回家了 人家做的饭团是真好吃 母子俩都没舍得吃完 家里还有两个人呢 他们想给家里留一口 彼时 霍彤这边也都吃饱了 王氏道 霍彤 去后面洗个澡吧 出来乍道 这里黑灯瞎火的 他一个富道人家没有同行 他不敢去 莫文哥虽然可以作伴 可他到底年幼啊 念在他们近期表现 不算太差的份上 霍彤答应了 陪他们一起去洗澡 各自找了换衣的衣裳 莫北带他们去后院的水沟 等把人送到 莫北闪开 他们继续 霍彤也取些水 在盆里随便擦了一下 等几个人一到回去后 莫列湖这边 也带了几个小子过去洗 晚上 各自打地铺睡觉 莫北给霍彤 把草席铺在了 西屋的一个房间 东乌龟 他爹他娘睡了 霍彤关上门 进空间 他换洗的衣裳 就在空间里 拿手搓了一下 一日 天亮 各房的人陆续起来 王氏一眼瞧见 莫北是从另一个房间里走出来的 他有些惊讶 忙道 阿北 你过来 莫北走了过来 你怎么从这个屋出来的 你没和霍彤睡一处啊 霍彤的门 在这个时候 也直得一声开了 王氏看他一眼 道 霍彤 你过来 霍彤也就走了过来 王氏语重心长地道 你们现在是夫妻 怎么能分开睡呢 以前是在路上 不方便 现在不一样了 这不是有房子吗 莫北忙道 娘 我和霍彤 不还没正式拜堂吗 他隐隐约约已知 霍彤不是之前的霍彤 他不能要求 现在便和他同房 霍彤感激地看了少年一眼 不然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王氏被噎了一下 在他看来 霍彤被卖到他家的那一天 就是他媳妇了 他想什么时候睡都可以 莫北又道 霍彤还小 不急 何况 我们才刚来到这儿 一切都没有安定下来 来日方长 儿子都这样说了 王氏也只好道 行吧 等安定下来 给你们把婚事办了 这儿八经地办了 摆一桌宴席 全家吃一顿饭 霍彤放心了 我去洗漱了 他转身跑开 可家里已经没水了 少年们也都陆续走了出来 莫北这时前去取了桶道 我去井里打水 正说着这话 李房又一蹦一跳地来了 喊道 阿北哥哥 我带你们去井边吧 霍彤 我刚好也去看看 霍阳 莫南 莫西 也全都跟上了 因为这西头就一口井 靠西边的人都会来这里打水 等他们过去的时候 也有三三两两的人前去排队了 李房带着霍彤一行人过去 一边指给他们看 霍彤一行人也就跟着去排队 他站在最前头 其他人跟在后头 有不认识他们的 多瞧了他们几眼 询问 是刚搬来的吗 李房热闹的介绍 昨天刚搬来的 霍彤本着乡里相亲 要打好关系的原则 微笑道 嫂子好 我叫霍彤 这边正说着话 后面就听见有人喊 让开让开 有两个小子冲了过来 就挤到霍彤前面来了 直接把正在打水的一个小子 往旁边一推 推得人家差点没摔地上 回头一看是他 静一句话没说 乖乖地让一边了 李房一看来人 吓了一跳 忙往后退了退 来的是两个五大三粗的少年 十六七岁的年纪 李房笑眯眯地打声招呼 旺哥好 熊哥好 你插队了 霍彤忽然拍了拍 挡在他前面的一个人 这人叫李旺 李旺回头看他一眼 不认识 但长得还挺水灵的 你谁啊 哪来的 霍彤 昨天刚搬过来的了 李旺若有所误 道 李房 告诉他 我是谁 李房介绍道 姐 这是旺哥 这是熊哥 他昨天和他讲过的 霍彤明白了 原来是村里的三大村霸 这一下子就来了两 霍彤往后退了退 出来乍到 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办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村霸看了看他 万没想到 这刚来的小姑娘 长得倒是俊 这村里的小姑娘 没有一个有他好看的 村霸把水打了后 就没立刻走开 往旁边一站 问 小姑娘 你是村里新来的 霍彤 嗯 成亲了吗 成亲了 对方问一句 霍彤答一句 一板一眼 对方吃了一惊 这么小就成亲了 相公是哪个啊 村霸扫了一眼 他身后的几个少年 猜测着 哪个才是他相公 墨北 我 两个村霸打量他 比他们高出一个头 他们人多是又重 他们两个人大概率 是打不过人家 这么多的人吧 摸摸鼻子 村霸走了 李房悄悄地说 姐 村霸看上你了 你可得小心这点 霍彤不知可否地 哼了一声 看上他 赶赖蛤蟆 想吃天鹅肉 他不打爆他们的脑袋 他不想惹事 不代表他怕事 墨北却忽然道 就凭他们 配不上我家彤彤 彤彤这样的女孩子 他瞧了一圈 只有他配得上了 霍阳也笑道 我姐有主了 说说笑笑声中 墨北这边上前来 帮着霍彤 把木桶放到水井里去取水 这之后 又取了上来 倒在墨南他们个人的盆里 霍彤里 等他们把水装满 又说说笑笑地一块回家了 早上把米逃上 王石去锅上烧火 先烧出一锅粥出来 霍彤又把面条上 撒点葱花下去 再烙几个蛋饼 一顿早饭 就这样好了 李房热情地 帮着霍彤家里的人 一番引路后 厚着脸皮留下来蹭吃蹭喝了 还和边和他们讲 昨天的饭团我带回去了 我爹我娘我哥都说好吃 他们这辈子 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团 墨文哥翻他一个白眼 霍彤笑说 既然好吃 你就再多吃一些 李房高高兴兴地吃了个饱 他长这么大 还没吃饱过一顿饭 等这边吃过饭 李正又来了 要带他们去后山看看地 一家人就都去了 后山脚下的地 还没有被开啃过 霍彤一眼望去 觉得以后在山上种植花草 都是不错的选择 眼下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霍彤看了看 道 李正 这一片有多少亩 十亩 我全要了 他就知道 这家是有钱的 就像当年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一户人家 也是借着桃荒的名誉落户到此的 结果也是个大友来头的 照着每亩十五两的价格 霍彤给他出了一百五十两 李正又一次觉得 价格要少了 他们这么有钱 他就应该多收点 只恨他是个心软的 老怕收多了 人家拿不出来 又要讨价好半天 等把低的事也谈妥后 霍彤一行人回去了 他一边和李正继续道 这个房子着实是旧了些 尤其是屋顶那块 雨一下 屋里的雨比外面的还要大 我打算先把屋顶修气起来 还请李正帮忙找些人手过来 每天每人给五十文换银子 不包吃 这个房子是砖头盖的 左右瞧着也没有裂缝 倒也结实 就是房顶上需要修气 屋里面到时候再刷一下心 李正心里飞快地算了一下 这一个月 就能赚一千五百文的银子 自是一口硬呈下来 就问他什么时候开工 需要什么材料 要不要帮忙 霍彤出来乍道 人生地不熟 他需要帮忙的地方太多了 他屋里需要床 桌椅 这就需要找木匠 需要木材 他家里没有柴 烧火需要柴 等把一切都谈妥 霍彤一边把李正往外送 一边给他塞了一定十两的银子道 往后的事情 还有老李正多费些心 李正忙假意推辞道 都是些举手之劳 你要给这个 就不好意思了 霍彤往他手里一塞 道 李正您慢走 李正拿着银子走了 心里一边乐滋滋的 一边摇头叹息 他是真看出来了 这家里就是小姑娘当家 万万没想到 这么小的孩子 会是一家之主 既然拿了人钱财 他也是真办事的人 过了一会儿 就有一家人上门来喊 霍娘子 霍娘子 霍彤快步走了出来 妇人笑眯眯地道 听李正说 你们家要买柴 去我家看看吧 霍彤招呼一声少年 跟我去拉柴 墨被拉上板车 一块钱去了 片刻功夫 板车里就装满了 干柴回来 只惹得路上看见的人 眼红极度恨到 霍娘子 你家需要柴啊 我家也有家 去我买家 霍彤笑说 好 你给我再送一板车过来 趁着大家都忙的功夫 王氏也把孩子们 换洗的衣裳都收了起来 等他们人都回来后 喊上莫文歌道 哥 跟娘去洗衣裳 好吧 虽然他不想洗 还是去了 路上的时候 还是不情不愿地道 娘 洗衣裳这种事情 你叫嫂子就行了 你没看他忙着的吗 就你一个闲人 还不把我干点活 莫文歌哼了一声 一早上的功夫 霍彤这边 收了两板车的柴 少年们帮着把柴 都往造坊里抱 他也一块去帮忙 莫北喊他 童童 你一边歇会儿 霍阳 六六 这点东西 我们自己就做完了 你不用动手了 莫南 没错 嫂子你歇起就好 莫西咧嘴一笑 他做梦也没想到 能住这么大的院子 他们在霍家村的房子 都是草房子 就是你和草的 制成的土砖 霍彤也就歇起着了 实在是连个 坐的地方都没有 他索性坐门槛上了 看一家人忙得热火朝天 当家人末年走了出来 出去了 等两板车的柴都卸完 霍通把水拿来给他们喝 现在的井水 是纯天然没污染 几个少年拿碗取水 都咕噜咕噜喝了一大碗后 霍阳问 六六 咱们现在干什么 现在啊 就等着人上门 帮我们把桌椅床坐好 屋顶休息好了 霍阳灵机一动 你不是买了田吗 我们去开墾吧 他现在觉得 有用不完的力气 就想干活 他好久没干活了 霍通笑道 这个不急 石母呢 到时候请村里的人来帮忙 他不能指望几个小孩子 别把他们累坏了 尤其是小北 不能累着了 霍通把目光落在少年身上 小北的鼻尖都出了细微的汗 这一路逃荒过来 在他淋泉水的滋养下 底子本来就极好的少年 一天比一天白净 十七岁的少年 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霍通觉得他又高了 真是难大十八遍 越便越好看 他看在眼底 心里就觉得欢喜 甜蜜了许多 再忙再累 好像都值得了 觉察到霍通在看他 莫北立刻也走了过来 在他身边坐了下来看着他 乖顺地跟个小奶狗似的 他的心一下子就被融化了 霍通知道自己该买什么了 理方 这村里谁家里有去镇上的牛车 东头李旺叔家有牛车 每天早上都会去镇上 中午前会回来 这回他们应该已经走了 这里离镇上的距离并不远 无理 当初来的时候 霍通一把这里的路线问清楚了 特意找了个离镇上和县城 都进去的村里落户 他想了想 今天要办的事情多 下午家里会来人 上午这一来一回的 没时间折腾了 他去镇上 就是想给墨北买些衣裳 其实 大家伙的衣裳 全都救得不成样了 霍通说了一下明天的规划 几个人就都很向往 正着说话 就见墨年带着妻女匆匆回来了 几个人的脸色都不太好 墨南蛮问 爹 娘 你们这是怎么了 墨文哥道 刚和我娘一起去洗衣裳 遇着了几个不要脸的 他欺负我 然后 刚好被他爹撞上 就把人推开了 也没把人怎么着 那几个小子 就不依不饶起来了 把他得围上了 小小年纪 居然还敢动手打他 墨年是本着不惹是生非的原则 拽着女儿就要走 可这小子 知道他是昨天逃荒搬过来的后 觉得他们家好欺负 言语侮辱他几句也就罢了 竟然敢羞辱他女儿 他忍无可忍 和人动了手 把人打了 这才带着妻女回来了 一起坐着的礼房不由道 你们遇上的 该不是礼望他们吧 他们闲来没事 就爱在村里转悠 调戏漂亮的小姑娘 整个村里的姑娘 看见他们都避着走 名声极差 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 所以都这么大了 也说不到媳妇 霍童道 只要咱们不疏离 管他是村罢 还是乡罢了 初来乍道 许多事情要忙 谁都不想惹事 但这是飞往人身上 惹就没办法了 他的话让王氏安心不守 不过 他找了一圈 也没看见有晾衣上的地方 霍童起来 去造访找烧火的木材 他拿刀削起一头 削尖了 网友太阳的院墙的墙上一插 道 衣裳暂时挂在这上面晒晒 回头让人做个衣架子 院墙是土坯做的 由于年数久了 一块块的土往下掉 有的地方摇摇欲坠 一踹就塌 等他们这边把衣裳挂好后 就听院外传来嚷嚷的声音 片时 有人直接推开了 他们家的门进来了 正是村里的三爸来了 李旺 李雄 李庆 带着十六七个 和他们差不多的同龄 每人手拎个棍子过来了 瞧这伙人来势汹汹的 莫南问道 你们谁啊 想干嘛 他自然知道 这伙人是冲着他爹来了 早上打水的时候 他也见过其中的两爸了 李旺扫了一眼院子里的人 目光落在霍童身上的时候 也是眼睛一亮 不过他也听说了 村里心癌的小媳妇 可漂亮了 小小年纪就有了相公 相公也可好看了 不用多问 只看一眼 他就知道是谁了 这家里有两个好看的 逆天的少年少女 不过 李旺现在是有正式来的 他手里扛了个棍子 很有大哥范的往内站 气势十足 道 三弟 哪个打的你 就是他 这个老男人 被打的李庆 指向墨年 老男人墨年磨牙 身为一家之主 又惹了事情 他也就不好 继续当甩手掌柜了 他走过来道 你该打 霍童很快站起来 问 为什么打你 李旺道 不管为什么 打我兄弟就是不行 李雄这时下令道 兄弟们 给我上 把他的手给我打废了 他一声令下 身边的人大喝一声 提着棍子就冲上来了 霍童 墨北 一起冲了上去 一时之间 就听院里喊声震天 霍童一脚 就踹飞其中一人 悬身而起 一拳打在一个人的心口上 之后又夺了 想给他一棍子之人的木棍后 他武器打狗棍法 惹事得墨当家的 也没有闲着 打都打了 人家也闹上门了 他捡起棍子 也学着霍童来了 个关门打狗 人权让这两人给收拾了 根本就没有 墨北发挥的机会 他只好退了退 站在一旁 专注地看霍童打架 怎么会有女孩 这般的英气 打起架来 又凶又狠 可他知道 他乖巧的时候 也是极温柔的 他看着他 他就会脸红 一会功夫 地上躺了一片 三个村霸 也躺在地上 哼记着站不起来了 霍童手拿着棍子 指着他们道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我的家人 谁也不许碰 从现在起 你们也可以 把我的家人都记轻了 看见他们 给我绕着走 他们若是掉一根头发 我都算在你们的身上 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躺在地上的李庆道 臭丫头 你知道我是谁吗 村霸吗 他会真怕一个村霸 笑话 李庆忍着浑身的疼痛道 正是我大伯 你信不信 我回头一句话 就把你逐出村 霍童冷笑一声 道 我不信 李庆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指着他道 你 给我等着 我这就去找我大伯 他转身往外走 其他人也不敢留 忍痛爬起来跟着走了 连棍子都忘记拿了 霍童道 这棍子不错 都披了当柴烧 霍阳跑过去捡了一个 道 我要 我要用它 他也学着霍童打架的姿势 左一指右一戳地耍 墨南和墨西 也都去捡了个棍子 觉得留在家里 当武器不错 霍童也就由他们了 村霸门去找李正 李正不在家 去给霍童办事了 这边村霸门刚走 村里有个叫李高的木匠 就过来了 李高四十多岁了 他家里三代人都在做木匠 走进院子里 他瞧了瞧 坐在院中的一家人 道 哪个是霍童 是我 李正和他说 过来找霍童 他还以为是个男人 没想到是个小女孩 李高诧异地看他一眼 又看了看其他人后 道 我叫李高 是这样子的 李正让我来的 说是你们家做些桌椅 床之类的 对 要做什么样的 霍童想了想 拿出个小本本和碳水笔 在小本本上画了画 他家现在有八口人 万一日后 有谁来家里吃个饭 比如李房这样的 桌子还是要做长一些的好 太短不够用 椅子就打成独立的靠背椅 有绘画天赋的他 毫不费力地 把这套桌椅给画出来了 李说 你看看 就这样子的 霍童和李高 讲了一个长度和宽度 李高诧异地看了看他 一个小女孩 真是让人大为震惊啊 竟把一套桌椅 画得像真的一样 霍童 有问题吗 没问题 没问题 霍童道 我回头会把我们需要的床 还有亮衣的架子都画给你 你就按照我的图纸 来做就可以了 可以 当然可以 李高有些激动 忙问 姑娘 这图纸上的桌椅 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是啊 在他那个时代 这些桌椅是很常见的 他无法解释 只好说是 这图纸 我能用给别人吗 我给你银子 银子就不用了 你喜欢 拿去用就好了 谢谢姑娘 谢谢姑娘 到时候你打的这些东西 我给你算便宜一点 霍童也就笑着说 好 什么时候需要开工 你尽管派人来招呼我 霍童硬下来 李高这边前脚跟走 后面又有人进来了 霍童在吗 我在 和之前的李高一模一样的表情 对方愣了一下后道 我叫李霜 李正说 你这里需要些木材做桌椅 他是做木材生意的 霍童和李霜 谈起了木材的事 王氏一看时间不早了 前去把米淘上 再次把人送走后 霍童还是挺欣赏 李正的办事能力 不过 午后 他们这边刚吃过饭 李正过来了 李清被打的是 他已听过了 村里这帮孩子 什么德行他是清楚的 他当然不相信 是新来的墨家仙打人 就是看到这帮小混子被打后 他心里挺震惊的 他现在越发地相信 这帮人可不是普通的逃荒者 也不知道 这些人落户在他们村 对他们来说 是福还是祸 李正有些心事重重了 这才决定 找他们好好聊一聊 门这会 被从里面拴上了 李正在外面喊 霍童 霍童正坐在屋里 会他们以后要睡的床 还有院子里晾衣上的衣架子 墨北坐他旁边看着 毫不掩饰对他的欣赏道 童童你真厉害 好像就没有他不会的东西 霍童玩耳一笑 道 我听见李正的声音了 他也听见了 墨北起身 前去开门 霍童也合上 小本门出去了 他微笑道 李正 里面请 午后的阳光正好 晒得人头疼 里面虽没地方坐 李正 还是先进屋了 几个人站在屋里说话 墨北就已在门边看着 李正左右看了看 道 家里人呢 休息去了 李正道明来意 今天的事 我听说了 我相信 你们也不是惹是生非之人 霍童笑道 那是当然 我们都是良民 李正道 我多问一句 你们怎么没想着返乡呢 一般人不会轻易落户在外地的 老家那块土不好 总是闹天灾 这不才想着换个地 听说这里 是块风水宝地 我们就来了 李正被逗笑了 风水宝地是不敢当的 他们李氏一族 有些人才是真的 想做个什么活 不需要跑到镇上 村里人都可以帮忙干了 两人聊了几句 李正想他也不可能会给自己说实话 当然打探不出来什么事 一个家让一个小孩子当家做主 他怎么看 怎么觉得别扭 偏偏小孩子一派老成 让人不敢小趣 办事说话和给钱一样 干脆利索 都不还价 这点非常让他满意 李正说 该办的事都给他办好了 有些材料明天就会到 若需要什么 只管告诉他 霍童连连感谢 和墨北一块 把他送出了门 整个下午的时间 霍童就在接见从各处来的人了 屋顶要休憩这事 也很快在村里传开了 有人知道他 要用村里的人 每人每天五十文的银子 别提多羡慕了 知道这事的人都去找李正了 想让他安排一个家里的劳力 前去帮忙干活 也可以拿五十文的银子 李正用的人 全是他们李氏一族的 非李氏一族的人 自然是不会用的 下午的时候 就有个外星的妇人 过来在院外叫 霍娘子 霍童人这会正坐门槛上 随口答应一声 道 门没上拴 进来吧 霍娘子 有位三十来岁的妇人 笑眯眯地进来了 道 我听说你们家要用人 我刚好闲着 你看看我能不能来帮你做些什么 霍童打亮他一眼 一个妇到人家 弄房子这事 天气炎热 又是体力活 太重怕他干不了 他想了想 道 过些天 我们后院的石母田要开垦 到时候 就请徐娘子过来帮忙吧 妇人立刻高兴地道 霍娘子你人真是太好了 霍娘子我叫徐田 不瞒你说 我们家也是从外地落户到这儿 住这十多年了 他左右看了看 由于有院子挡着 也看不见外面有没有人 就刻意压低了声音道 霍娘子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我就悄悄地告诉你一声 这个村里一百五十三户人 共中有一百户是信里的 这些李氏一族的人向来排外 骨子里全是坏水 你可要当心这点 别被他们给坑了 甭管夫人说的话是真是假 霍童还是站起来郑重地道 谢谢徐娘子 徐田又悄悄和他道 我还听说 今天村里的几个混小子欺负你家人了 霍童恩了一声 徐田又立刻轻声和他讲 这些个小混子 全是信里的 在村里横行霸道 就会欺负乡邻 多少小姑娘看见他们都吓破了胆 他在门口和霍童闹开了 正在那时 外门口又来了人 有个妇人站在门口道 霍娘子 霍童答应一声 让他进来 进来的妇人 正是理防他娘吕玉娘 是位二十七八来岁的年轻妇人 他看了一眼徐田 徐田笑着叫他一声 玉娘好啊 吕玉娘 徐娘子在也啊 他转望向霍童道 听说我们家里房 昨晚和今天的两顿饭 都在霍娘子家里吃的 我真是过意不去 霍娘子 你出来乍到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你尽管让我们家二娃转告我就是了 徐田意外地看了看霍童 还真是大方啊 这年头 谁家也不容易 他居然让那小子 在他家里蹭了三顿饭了 霍童笑说 二娃很可爱 也帮忙做了不少的事 玉玉娘道 我听二娃说 霍娘子买了后头的十亩田 哪天需要开垦了 喊我一声 我总能帮忙出点力气活的 霍童 那我就先谢过玉娘子了 玉玉娘客气地道 是我该谢谢你才对 眼见徐田压根也没有要走的意思 玉玉娘也就先告辞了 道 我先去田里了 霍童答应一声 待她离去后 徐田立刻小声地和她道 我才发现 这玉玉娘也是挺有装的 其实 这玉玉娘也是个泼辣的 她就是被婆婆家赶出来的 她和霍童说了一会儿八卦 由于田里也有一些活 没在久留 也告辞回去了 不知不觉 已是日落黄昏 到了晚上 村里的烟火在上空飘扬 霍童这边也炒了几个菜 犒劳一下大家吧 老远的 她这边的菜箱飘了出去 礼房那小子 在饭点的时间跑过来了 一闻到这菜箱 她就馋得直流口水 等霍童把菜炒好 饭都端出堂屋去 大家依旧席地而坐 墨西毫不夸张地道 嫂子 你炒的菜太好吃了 我这辈子都没吃过 这么好吃的菜 礼房也立刻道 我也是 姐 这也是我这辈子 吃的最好吃的饭菜了 大家都这么说 吃饭的功夫 全围绕着夸她的饭香菜 也香了 他们都是一帮乡下人 没见过什么世面 没吃过好东西 太正常了 再则 这个时代 不是什么调料都有的 她放了自己的调料 又用了空间的淋泉水 调出来的味道 就是会很特别 墨文哥一瞧 全是夸她了 眼珠子转了转 她无话可说 等到吃过饭 王室去洗碗 礼房带家里的男人 就去河里洗澡 后院的水沟太浅了 他们闲不过瘾 趁着没人 霍童进自己空间去洗了 等她出来的时候 墨文哥瞧她长发飘飘 诧异的道 你什么时候去洗得早 刚刚 墨文哥盯着她打量 你头发怎么长得这么黑 瞧起来又黑又亮又顺滑 当然 是她用河手屋洗头的缘故了 还有 她每天饮用的是淋泉水 这个是特别滋养人的 霍童没办法告诉她原因 直到 天生的 墨文哥冷笑一声 她当然不信 这一路逃荒过来 她没有变丑 反而越来越好看了 不过 她没有镜子 也看不见自己的模样 有时候 也就在水里照一照 觉得自己也不难看 要是难看的话 那些个村霸会调戏她 霍童乃至墨文哥 偷偷在心里 与她做了个对比 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觉得一点都不顺滑 等王室洗过锅 就过来带墨文哥 一起去他们的后院洗澡 这片地属于他们 到了晚上 也不会有人过来 为了安全 霍童也跟着过去了 没靠太近 等他们这边洗完澡回来 家里的男人还没有回来 霍童歪头想了想 道 沈子 我出去看看墨北他们 墨文哥叫住她 人家在河里洗澡 你去干什么 霍童不理会她这话 拔腿跑了出去 她当然是不放心他们 果然 还没等她跑过去 远远过去 就见李芳跑来了 霍童快步迎上她问 李芳 怎么救你一个人 墨北他们呢 姐姐 不好了 阿北哥他们在河边 又遇着寸霸了 在水里打起来了 霍童拔腿就跑 虽然是到了晚上 由于眼睛的特殊性 霍童还是把路看得一清二楚 就连河里的人都能看清楚 有许多人光着膀子 站在岸边看热闹 姐 在那边 李芳带着她过去找人 显然忘记她是个女子 应该避嫌的 霍童毫不犹豫地跑了过去 还没走近 就见水里有好几个 光着膀子的人 正和墨北他们私打 霍童从空间里取出弹弓 里面装上弹珠 一个个地打了出去 每一颗都精准地 打在对方的脑袋上 疼得对方一摸后脑袋 吼 谁探娘的打我 一会功夫 水里全是痛叫声了 今天在家里 教训他们是太轻了 才敢让他们 继续找着机会来欺负人 谈到人身上的弹珠落到水里 由于天黑 完全看不见 是哪个处的手 很快 霍阳和墨西 被从这些人手里解救出来 墨北抓着霍阳上岸 墨西被他爹抓着上了岸 霍童转身往后退了退 藏了 人多又乱 根本没人注意到他来过 他在河外等了一会儿 墨北一行人穿好衣裳出来了 李方迎上去道 阿北哥 你们终于上来了 吓死我了 还好姐来了 墨北往前看了看 快步走过来道 彤彤 你怎么来了 霍童道 边走边说 霍阳也快步追上来委屈地道 彤彤 你可算来了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 我要被淹死在这儿 他们过来没有多久 一帮村霸就来了 把他们团团围住 他力气最小 很轻易就被人拿下 墨北就算要救他 在水里面对那么多人的包围 也是有心无力 施展不开的 霍阳为此喝了不少水 墨西的情况 和他差不多 总之 在水里被这帮人围堵 他们没讨到多少便宜 两人差点被人家活活淹死 霍童听讲完 道声 这帮孙子 就是欠教训 他们不知道 什么叫人外有人 这个梁子 他结下了 墨烈户听见霍童前面说的话 走进院子的时候和他道 这次就算了吧 他们刚落户到此 不能把人都给得罪了 霍童没再说什么 他拿了一个防蚊虫钉药 往墨北身上喷了喷 道 喷了这个 就不会被咬了 白天的时候 他瞧见墨北脖子上 有几个红点 想来是被蚊虫咬过了 墨北见过他手里的这玩意 在水源处的时候 他也拿这个给他喷过 霍阳跑过来道 也给我喷喷 霍童在他身上 也喷了一遍后 墨南和墨西都要喷 霍童就给他们了 让他自己喷 等个人都喷好了 回屋歇下 一日 天亮 一大早上 霍童家这边刚吃过饭 送木材的李霜就过来了 再后来 木匠李高也来了 李正也带了一帮人来了 霍童说 要找人把房顶再休憩一下 他一下子带了二十个青壮年 为避免大家因争夺资源 而引起纷争 李正挑选了二十家人 每家人里出一个劳力 人多力量大 完工的相对会比较快一些 当然 收入也就会减少 这就不在李正的考虑范围内了 李正道 霍娘子 我给你带来了二十个人 你看看够不够 霍童笑道 足够 哪个是工头 霍娘子 我是 我叫李良 工头每天的工钱 比普通人相对要高多了 他来把自己要怎么休憩 和工头说了一下 整个屋顶拆下后 他这边还要把房子再加高一些 为防止天热 他房顶需要隔热 中间就需要架空一些 图纸他也画了出来 拿他给李良看了看 问道 做得出来吗 李良惊讶地看他一眼 道 霍娘子 没问题 他说话的时候 大家都在睁大眼睛在看他 大多都是觉得不可思议和惊奇的 这个家里当家人 莫非是他一个小女子 等霍童这边交代完事 就让他们开工 院子够大 大家完全可以分开各干各的 互不干扰 木匠就带来了自己家的两个儿子 在这座木工 休憩房屋的 就上去拆房 过了一会儿 送砖瓦的也来了 一烫烫地搬了进来 霍童这边 让王室烧些绿豆汤给他们喝 天热 防中暑 村里的妇人离得近的 也都跑过来看 惊讶极了 本以为就是一帮逃荒的 竟是他们看走了眼 瞧着一车车的砖 整个村里有砖房的 也没多少户 有个妇人 按不住心里的嫉妒和眼红 悄悄来和霍童道 霍娘子 你还真把这里买下来了 霍童微笑 嗯 霍娘子 我悄悄告诉你吧 这个院子可是凶宅 十多年前 全家人都死在这里的 被人活活砍死的 霍童嗷了一声 买都买了 他管他凶宅还是血宅 李正这时过来招呼道 霍娘子 没什么后 我就先走了 有事找我 霍童答应一声 送他出去 李正忙道 霍娘子留步 不必相送 不必相送 个人的工都在继续 霍童看看时间还早 过来和末年道 末书 我和阿北去一趟镇上 所以 家里的活 他就要多盯着点了 这点事 他当然是可以的 去吧 霍阳跑过来道 我也去 墨南和墨西 本来也想去的 墨北道 你们都在家里盯着点 霍童 需要什么 我会帮你们买回来 莫文哥是个女孩子 在家里也帮不上什么忙 就把他带上了 李房带他们去坐牛车 不过 等他们过去的时候 牛车已经走了 霍童 路程不远 要不走过去吧 李房道 我认识路 我可以带路 他一蹦一跳地跑开了 霍童叫他 李房 过来 姐 他立刻跟个猴士地蹦了过来 给你糖吃 李房高兴地剥开糖纸 塞到嘴里 溜溜 我也要 霍阳扯他的衣袍 霍童就给了美人一颗糖 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买的 但这不重要 对他们这等逃过荒的人来说 有的吃是最重要的 一行人说说笑笑 无理的路 很快也就到了 霍童带他们去了成衣铺 每个挑选两身衣裳 不过 没人注意到他多给墨北 拿了两身衣裳 霍童让掌柜的照着李房的身量 给拿两身衣裳 李房没想到竟然也有他的 顿时就被感动了 眼睛红了起来 想哭 他长这么大 还为人带他这般好过 他穿的衣裳 当然都是哥剩下的 或者大人的衣裳救了破了 他娘拿出来捡一捡 该小了给他穿 即使是逢年过节 他也没有一身像样的新衣裳 等把衣裳挑选了 每个人都换上了自己的一身新衣裳 人靠衣装这话是不错的 果然 大家换上干净的新衣裳后 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尤其是小北 仿若明珠拂去了尘埃 整个人都在发光 走在路上的时候 遇着好几个女子或妇人的时候 都在回头盯着墨北看 当然 他模样也不差 就是太小了 豆蔻年华的女子 模样上青色 还没有成熟女子的那种韵味 霍童又带着他们 去买了两口新锅 家里的桶也需要换新的 又买了两个新桶 装水的缸 扫地的扫把 又添了几个新草席 因为要买的东西太多了 根本拿不下 霍童雇了一辆牛车 在家里干活的人 也各自回自己家里吃饭了 王氏已准备好了饭 就等他们回来吃 一看他们又买了许多东西回来 末年过来 帮忙把钢搬回墙边放着了 平时可以多打些水存放在里面 王氏走出来 瞧见家里的孩子 都穿着新衣裳回来了 愣了一下后道 你们真是的 又浪费这么多钱 以前的衣裳 不是还能穿的吗 莫文哥忙道 娘 也有你的 你看 我给你挑了两身呢 你试试 王氏心里虽然喜欢 也不肯现在穿 家里最近要忙的是多 穿这些衣裳 不是弄脏了 就是弄破了 先放着吧 莫文哥不管这么多 反正他就是要穿新衣裳 虽然不是绫罗绸缎 比不得荆州的小姐们 但能有身新衣裳穿 他还是很高兴的 只是 家里正在休憩 屋顶都给拆了 看样子 晚上只能拉帐篷 睡外面了 到了下午的时间 闲来无事 家里的少年去打水 把一个大水缸灌满了水 霍童坐在墙边 拿着笔写写画画 他要把需要的家具都画出来 让木匠照着样子做 衣柜 鞋架 这些都是少不了的 预防 做便筒 既然动工了 当然是一次性搞定 霍娘子 在这儿呢 吕玉娘笑着走了过来打招呼 他家里房 穿了一身新衣裳回来 还又带了一身新衣裳 一问才知道 是霍童给买的 今天又让你破费了 是不是里房缠着你要的 这得多少银子 想想都肉疼 他也给不起啊 他当然也知道 人家不会要他的银子 可人家给了儿子这么多的好处 身为母亲 吕玉娘还是要过来道谢的 霍童笑道 植布几个银子 嫂子不用放在心上 哟 霍娘子还是个才女呢 这画的可真像 他一眼就看出来 霍童画的是衣柜了 大户人家才打的衣柜 霍童笑笑 把纸笔都收了起来 道 嫂子做 家里再休憩 也无处可做 吕玉娘道 我就不多做了 田里还有些活 我要去忙了 霍娘子 你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你喊我 我来给你干 不要收银子的 他儿子的衣裳 就值不少银子了 再收工钱 他也不好意思了 霍童笑笑 道 有需要 一定喊你 吕玉娘也就回去了 王氏那边又烧了一锅绿豆汤 前去招呼大家休息一会儿 喝些绿豆汤 大家都看得出来 这家人不仅有钱 还大方 到了晚上 天稍微暗下来 因为没有灯 就没办法再做工了 在院里忙了一天的人 也都离去了 霍童家这边 在路顶的造坊里 做饭菜做上 又多炒了几个菜 礼房晚上就没留下吃饭了 主要是被他娘教训了 本以为是去别人家蹭着吃的 反正家里也没啥吃的 由他了 现在连衣裳也蹭回来了 他就怪不好意思的 霍童这边 以前买了个挨戟 做好的饭菜放在挨戟上 一家人继续围着桌子 席地而坐 霍童还悄悄地 从自己的空间里 把果酒拿了出来 倒在新买的碗里 就当庆祝大家 开始新生活 总之 就是要喝 霍阳喝了一口厚道 这什么 好好喝 霍童 果酒 没人问他从哪里买的 或许他是在他荆州买的 也不一定 反正他是个舍得花钱的人 大手大脚 等到吃过饭 莫年道 今天就不要去河里洗澡了 打点水冲冲吧 他想着 昨天去河里洗澡遇着的事 怕再有意外 霍童道 去 为什么不去 你们只管去 我也跟你们一块去 墨北不同意 童童 那是男人洗澡的地 你还是别去了 霍童忙道 我不看 我就远远地站着 莫男 那就去吧 反正有嫂嫂在 他是没再怕的 若真不去 村里这些混子 还以为他们怕了 只会更欺负他们 所以 在霍童的鼓励下 大家就去了 天黑 只有村里的月亮作伴 村里的汉子下了水 就拖了个金光 霍童也不想 拉着自己的眼睛 就躲在树下藏着了 远远的 他看见李房也一蹦一跳地来了 就喊了一声 李房寻声跑了过来 姐 你怎么在这儿 我在等小北 李房 你去那边看着点 要是有事赶紧过来告诉我 李房答应一声 飞快地跑了过去 他跑过去大喊一声阿北哥后 那边朝他招了手 李房见他们身边还没有旁人 放心一些 脱了衣裳 就跳进水里了 村里的孩子 一到了夏天 都会来水里游玩 各个使水性 不远处 几个村吧 早就盯着他们了 李兄道 走啊 过去啊 有个小弟道 二哥 我总觉得这几个小子不简单 他脑袋被老三李庆拍了一巴掌 你小子少掌他人致气灭自己威风了 我们可是村霸 会怕他们几个臭流民 言之有理 李旺从水里走了过去 道 今天不弄死他们一个 就对不起我们的绰号 一直在观察着周围动静的李房 一看他们还真又过来了 吓得大叫一声就跑了 一边喊 姐 姐 又来了 霍童这会已抓到离河水 最近的一棵树上了 大晚上的 谁也不会想到 树上藏了的人 他朝河水里望了望 果然 几个村霸借着水里 又要去骚扰 他家人了 霍童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弹弓 里面装了个弹珠 拉开弹弓 他打向走的最前面的一个 啊 李雄惨叫一声 捂住了脑门 就觉得脑袋昏纳昏 他撑不住了 身子一歪 扑倒在水里 身边的人吓了一跳 七手八脚地赶紧去捞人 李雄昏了过去 村霸赶紧把人往岸上抬 也就不再去找墨北他们麻烦了 村霸里有人昏倒了 旁人看一眼也就看个热闹 除了他们自己人 根本没有关心没有问的 村里的这些野孩子 不仅姑娘家看了要躲 就是同为男人的他们 也是招惹不起的 他们不仅敢欺负小孩子 老人一样敢欺负 痛恨他们的人不在少数 过了一会儿 李雄被一群村霸抬走了 一路送去了村医家里 霍童轻哼一声 他妖势连帮村霸都治不了 他白活了 墨北这边的人 没在水里面久留 洗了一会后就上来了 霍童从树上跳下来 到前面的路口等着 瞧他果然没有靠近 霍阳快步跑过来道 溜溜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他把那些村坝里 其中一个昏倒的是说了 莫名其妙就昏倒了 没人知道怎么一回事 霍童 报应 墨北来悄悄地问他 童童 是不是你 霍童看他一眼 目录狡黠 你猜 他要这么说 墨北就断定了 是你 霍童快步跑开 忙了这么半天了 他也要回去沐浴了 家里的帐篷已被支打好 就和在水源的时候一样 霍童睡在墨北的一个小帐篷里 其他人就互相挤一挤 凑合着睡了 独自躺在帐篷里的时候 霍童发了灰呆 村里的夜晚 格外的宁静 连只狗的叫声都没有 他也正在慢慢地融入这个时代 半夜的时候 霍童忽然惊醒后就起来了 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太过大意了 过了几天太平的日子后 让他失去了警惕 他们出来乍到 现在又在休憩 家里的院墙也就一人高 万一哪个不要脸的眼红 过来偷东西怎么办 霍童走帐篷打算巡视一下 就听院墙那边传来了声响 他忙悄悄走了过去 果然 外面有人声 几个人在嘀嘀咕咕的小声说话 是有人拿了个梯子过来 要从他们家的墙上攀过来 过了一会儿 有一个人先上来了 然后朝下望了望 就见霍童正拿着个棍子站在下面 见人上来后 狠戳了他一下 啊 他一声惨叫 摔了下来 被摔下去的不是旁人 正是村霸大哥李旺 那边传来李庆的声音 怎么了 怎么摔下来了 霍童这时已翻墙月了过来 道 半夜来翻我们家的墙 你们说说 我是不是应该把你们扭送官府 被逮来的现行的几个人一正 李庆很快反应过来道 你哪只眼睛看见 我们翻你们的墙了 我们就是路过 路过 跟着他们一块来的几个小弟 立刻附和 路过 绝对是路过 知道眼前的女孩子 是个能打的 几个人也不和他正面交锋了 立刻带着梯子跑了 霍童冷哼了一声 什么村霸 不过是一帮欺软怕硬的 耸霍 他正欲转身回去 就见墨北的脑袋探了过来 发生什么事了 他的身高 足以让他不需要爬墙 只要探出脑袋 就能看见外面的情形 霍童仰脸 望着只露一张脸的少年 呼吸一紧 他莫名觉得心里一热 这张脸无疑不惊 这薄厚势中的唇 天生就是接吻的 令人无限着迷 他望着他 他也一样望着他 女孩子抬头仰脸望着他的样子 一样美好的 让他心跳加速 腹下莫名就热了起来 霍童很快回过神来 道 没事了 睡吧 他转身跑了 快步走了回来 他来 明天要把周边加强一下 防止有不要脸的人过来偷窃 等他走到院中 把门拴好 墨北快步走来问他 是不是有人过来了 嗯 还是那几个村吧 不用担心 收拾几回 他们就老实了 明天我们就去山上看看 砍些竹子什么的 回来做些陷阱 这些也是墨北最为拿手的 他常去狩猎 特别会做陷阱 终于有了发挥的机会了 墨北道 这是包在我身上 好 去睡觉 看着我干嘛 霍童推了他一把后 就听他说 你好看 明明就是一句 再简单不过的话 霍童心里还是动了动 回眸望他一笑 你也好看 就算他的喜欢 是因为他 长得和别人一样 听着他的夸赞 他也满足地笑了 两人又各自回帐篷歇息了 天微亮 人未起 先听见一阵的鸡鸣狗叫声 各帐篷的人 也就陆续起来了 王室先去烧了一锅的粥 霍童也去调面 一会再做些蛋饼 等他们这边吃完饭 各家的人也都过来开工了 霍童把自己画好的图纸 拿给木匠李高道 李说 你看看 我要的全画在这上面了 李高接过图纸看了一遍 越看越惊喜 道 霍娘子 你可真是个才女啊 什么东西到了他手里 都画得像真的一样 还著名了长宽高 霍童含笑道 能做出来吗 能 当然能 他都画得这么清楚了 他要是再做不出来 招牌不就砸了吗 霍娘子 要不这样子 你的这些图纸卖给我吧 卖什么呀 你要是喜欢 拿去用就是了 他这么爽快的人 李高反而不好意思了 我这不是 占你大便宜了吗 这些图纸上的家具 若是做出来卖给荆州城的人 一定是会大赚一笔的 这些样子 他都没有见过 好看极了 有钱人家 就稀罕新鲜的玩意 李高忽然来了干净 道 这样吧 霍娘子 这些家具 我全免费帮你打了 你日后若需要任何家具 我都免费给你打了 这些图纸 就归我了 霍童笑道 李说 你看着怎么好 就怎么办吧 只要不让你吃亏就成 好好 那就这么办了 霍童答应一声 墨北这边过来喊他 童童 我去山上了 我跟你一块去 霍阳本 也想跟去的 霍童没让他去 其他人留下来看家 待霍童和墨北 背上竹篓离去后 李高的两个儿子 悄悄过来嘀咕起来 爹 你刚才和霍娘子说 那些话是什么意思啊 怎么就成了免费了 李高把图纸给两个儿子看 解释给他们听 两个儿子瞪大眼睛看了又看 道 爹 你确定到时候能卖出去 肯定能卖出去 这霍娘子藏得深呢 我觉得 他手里应该还有不少好东西 好好干 把这套家具给他打得漂亮些 回头我再问他要一些 这姑娘一看就是个爽快人 他拿了人家这么多图纸后 也不能厚着脸皮 继续坑人家 不然 以后再要人家画图纸 人家肯定不会愿意的 他现在最多就是为他 做些体力活罢了 瞧他一脸的自信 两个儿子还是信了父亲的眼光 干起活来就更卖力了 王氏这边也和往常一样 先烧一锅的绿豆汤 供应着他们的茶水 家里孩子们换洗的衣裳要洗 他喊着墨文哥和他一起去河边 可又担心会遇上村霸 就又喊上墨年陪他去一趟河边 几个小子留在家里看家 霍童和墨北这边也进了山 两人砍了些竹子捆绑起来 旁边还有一片片带挖的竹笋 这片山里还真有好东西 霍童看见了一片片带彩的蘑菇 但有些蘑菇是有毒的碰不得 他动手挖了一些竹笋 扔进竹楼里 别的就没再碰了 因为家里在休憩 两个人砍过竹子就回去了 没在山里留酒 随着两人走进家门口的时候 就见李正又领着一帮人过来了 霍童定睛一看 这不是赵老太吗 尼玛的 他要口吐芬芳了 赵老太不会是刻意追过来 和他住一块的吧 都迈出去不要了 还要往跟前凑 见不见啊 赵老太显然也看见他了 他立刻高兴地招手道 彤彤 霍童面上冷了了 很难给他脸 李正见着赵老太的时候 就知道他们是自家人了 是赵老太主动相告 说他孙女也落户在这儿了 让李正也给他找个房子 还要离孙女近一些的 李正就把他带到这边来了 像霍童家这么大的院子村里是没有了 但在霍童家前面 有两处空房子 足够赵老太一大家子入住了 李正现在就是来带他们看房的 赵老太一脸不悦地道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 见人也不知道叫 傻了呀 赵老太在名誉上到底是他奶奶 他在不想理他 当着人的面也不好无故发难 直到 我还有事 要先忙了 他转身进了自家的院子 赵老太气的脸上一沉 这个死丫头 还是这般的没大没小没良心 当初若不是我给他说下这门亲事 他早在逃荒的路上饿死了 李正乃知道他们家的事情 现在卖房要紧 他请赵老太进了一个院子道 这个院子和隔壁的院子 小是小了些 但住个五六口人是没有问题的 隔壁那个院子就大了些 住个七八口人也是成的 赵老太进屋看了看 都是空房子 桌椅都没有 这些都要后面自己添置 他很满意 啊 这个院子就给老两家住了 我和老大家住隔壁 李正又带他们去隔壁看了看后 赵老太问 这两个院子得多少钱 一百五十两 这两个院子加起来 不抵货同那一个院子大 李正收了货同一百两的银子 已觉得亏了 到了赵老太这儿 他想多收一些 把亏的补回来 既然他们都是自己人 想必都是财大气粗的 他不能再小看了这些流民 赵老太眉头一皱 表情一患 立刻可怜巴巴地道 这么贵 李正 我们只是一帮流民 哪有这么多的银子 您再便宜一点吧 李正一正 没想到他会讨价 还以为他会和自己的孙女一样 爽快地给银子 赵老太开始卖惨 抹把眼泪 道 李正 您看看 我这脱家带口的 一张张的嘴都要吃饭 您张口 就是一百五十两 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他忽然就放声嚎了一嗓子 要哭 李正没心一跳 直觉这老太婆是个难缠的 和他孙女不一样 他想赶紧把事办了 忙道 那您说个价 多少合适 赵老太不哭了 想了想 给了一个价 八十两 李正心在低血 这他娘的 也太会砍价了吧 一百两吧 不能再少了 赵老太一咬牙 九十两 不能再多了 李正啊 他欲要再哭 李正忙白手 九十两 等从赵老太这个院子里出来后 李正吐了一口气 个个是女子长家 也是怪了 在他们村 就没这样的事发生过 赵老太这边 也安排人把东西都送进屋里 天没亮就在赶路 走到现在 他也累了渴了 对家人喊道 我去霍同家找口吃的 奶奶我跟你过去看看 这是赵老太大房的孙女霍如 十四岁了 大房生了三个孩子 老大霍木十八岁 次子霍明十六岁 三女霍如 霍木是个读书人 是两房孩子 里面书读得最好的一个 就是又赶上饥荒 这读书的事 就给耽搁下来了 赵老太带着孙女霍如一块 去了霍同家 他们家正在休憩 平日里 门也就大厂开着了 现在到了午间 大家也就回家吃饭了 此时 院里也就霍同一家人了 王氏把饭做了出来 霍同也正帮着 把菜炒出来 炒出来的菜摆上了桌 几个少年围着桌子坐着 就等着霍同把菜炒出来后 大家一起冻筷子 赵老太一进来 就闻到了菜香了 馋得他口水一咽 一边走过来一边道 这在吃什么呀 在我们家就闻到了饭香了 墨家人没想到 会在这儿见着赵老太 除了霍同和墨北 全都见鬼式地看着他 赵老太丝毫不把自己当外人 看见桌子上摆了菜 他馋得吸了一口水 然后踢了踢霍阳 臭小子 你傻了呀 还不给我让个爹 霍阳是怕他的 忙站了起来 一脸疑惑地道 你怎么来了 臭小子 你们在这儿 我能不来吗 他上来就要坐霍阳的位置 霍同忽然就挡了过来道 现在是吃饭时间 有什么事等 吃过饭再说 你先回去吧 赵老太气地瞪他一眼 就因为是吃饭时间 我才过来的 我赶了一天的路了 你这个当孙女的 都不知道给我倒完水喝一喝 听听这话 没有一定的脸皮说不出来 霍同不给面子的道 小北 把他送回去 被叫到名字墨北站起来 赵奶奶 您请吧 他抓着赵老太的手臂 就把他请出去了 赵老太 拿有半点的挣扎的力量 只能气得大喊 霍同 你这个大逆不道的 有你这样 对待自己青奶的吗 跟着一块来的 霍如面上也一阵火辣 万没想到 这还没坐下呢 就让人赶了出来 他盯了霍同一眼 只觉得 他现在竟然分外的好看 他猛然转身走掉 门口的时候 看了一眼墨北 有些意外 有些惊艳 这真的还是墨北 所以在一个村里 他也没见过墨北 他不是进山受炼 就是跑老师家了 他对墨北的印象 都是在难民营 那时候看过见过他几回 他在难民营门口等货同 当时就觉得 他长得挺好看的 可由于衣裳破旧 都是一个村的泥腿子 也不会当回事 今天的墨北 换上新衣裳后 整个人仿若也脱胎换骨了一般 看得霍如怦然心动 他善善地道 墨北 你别生气 我乃没有恶意的 墨北看都不看他一眼 转身走了 把门拴了起来 霍如只觉得 脸上火辣辣的疼 被赶出去的赵老太气地 往门上去踹 结果踹疼了他自己的脚 疼得嗷叫一声 霍如忙扶着他道 奶奶 算了吧 咱们先回去吧 赵老太心不甘情不愿地回来了 一路骂骂咧咧 这些个死丫头 一个个的全都是没良心的 当初就该把他们全掐死 他气霍童 气魏子静 一个个不肯孝敬他 他本想和魏子静 多要一些银子的 魏子静却不是个好对付的 只肯给他五百两的银子 还吓唬他一通 赵老太当然 也不是傻的 不可能会把魏子静的身份说出来 那样恐怕他全家都倒霉 眼看难民营的人都走了 逼得他不得不做出选择 知道霍童人在这边 他只能一咬牙 也跟着落户过来了 两个孙女 他总得抓住一个 只要霍童在 魏子静就不能不给他好处 到了下午的时间 吃过饭后的人 又继续过来开工 霍童这边也坐下来削竹子 王氏则用他们带回来的竹子 做了两把扫把 墨北也用竹子 做了起了夹子 墨南 墨西 霍阳都过来帮忙 人多力量大 礼房跑过来问 姐 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马上你就知道了 他做了一个工 又用竹子做了一些剑 再去山上的时候可以狩猎了 他拉开试了一下 力度不错 逐渐一下子就践进了 不远处的土坯墙上 正在这时 赵老太带着大房二房家的人过来了 只要他们不到跟前说话 霍童也就装看不见了 赵老太还真没到他跟前来 他一边进来 一边和别人打招呼 我是霍童的奶奶 以后都是相邻相亲了 霍童又多出了一个奶奶 有人好奇地和他说话 赵老太扯着嗓子 和人话家常道 霍童是我亲孙女 如假包换的 想当初他饿得快要死了 还是我给他找了个猎户人家 嫁过去 才保了他一条命 墨文哥分外不待见他 气呼呼地道 这老太太怎么又来了 王氏也没有办法 这是霍童的奶 还是他来处理吧 赵老太这个人 一般人可支不住他 霍阳的母亲张氏走过打招呼 霍童 臭小子 看见我来了 都不知道叫一声吗 哑巴了不成 张氏上前就去揪霍阳的耳朵 霍阳耳朵一疼 连忙叫 疼 疼 不疼你不长记性 臭小子 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还没报答亲恩呢 就跑得不见人影了 他爹霍童也过来揍他 往他屁股上踹一脚 咱们家也要休息房子 回家去帮忙 别整天跟个没娘的野孩子似的 在外面溜达 哎哟 张氏忽然痛叫一声 立刻松了手 霍阳的爹也抱了腿叫唤 谁 谁打我 张氏发现自己的手 一下子红肿了 大叫起来 霍童也抱着自己的腿坐地上了 裤腿往上一倦 他看了看 肿了 他也气得叫唤 谁打的我 他明明感觉到 有什么东西打到腿上 可他没看见 是从哪个方向来的 院子里正在休息 到处都是碎砖 霍童不过是 随手捡了个碎砖弹了出去 霍阳趁机跑开 躲到霍童身旁了 霍阳有一个哥哥 和一个妹妹 哥哥霍姓16岁了 面上有着霍阳所没有的成熟稳重 妹妹霍美也11岁了 这回正在院子里 好奇地到处看 这么大一个院子 比他们两家 加起来都要大 这里还都是青砖房 可他们家的是土房子 此时霍姓道 是霍童打的 我看见 他捡了砖块弹出来 霍童和张氏 立刻把目光投向了霍童 张氏凶狠地道 霍童 你为什么要打我 二娘我怎么就得罪你了 霍童不承认 我没打 你休要含血喷人 霍姓诧异地看着他 他居然不承认 霍童也看着他 道 你说我打的 你哪只眼看见我打的 霍姓 我两只眼睛都看见了 你说看见了就看见了 你的话不足为证 要不这样 你问问你的眼睛 有没有看见 他若说看见了 就是证明你没再说谎 霍姓正了正 眼睛又不会说话 所以 你长了一个会说话的嘴 就可以胡说八道了吗 这究竟是谁在胡说八道啊 他明明看见霍童捡了砖打了 霍姓说 不过霍童 急得面上一阵清白 最后目光落在了 他身旁的霍阳身上 一段时间不见 霍阳的模样竟大变了样 他瞧起来也白进了不手 整个人竟也显出英俊来了 霍姓只觉得 眉心秃秃地跳 霍阳 你也读过几天书的人 大道理我就不和你多说了 身为儿子 你当真 就不要叠和娘了 霍童接话道 霍姓 你又在黑白颠倒了 跟着我爹念了几天书 就以为可以拿大道理教训人了 霍姓又被他的话掖住了 他念的几天书 是跟着霍童的秀才爹念的 霍童 明明是你们不要霍阳的 现在家里需要人干活了 又想起霍阳的好了 现在霍阳是我们家的人了 和你们也没关系了 落户的时候 脱了魏军林的关系 霍阳就和他在一个名下了 所以 霍阳在户阶上来说 都不能算是他们家的人了 张氏气得大声道 霍童 你怎么说话的呢 霍阳是我十月怀胎生的 他这辈子都是我儿子 你说没有关系 就没有关系了吗 墨北这时 放下手里的活道 我们这里忙着呢 你们是自己出去呢 还是有我请你们出去呢 几个人证了证 隐隐意识到他 这是要赶人了 赵老太太忽然走了过来道 墨北 做人不能忘恩负义了 当初若不是我 你能娶到我这么漂亮的孙女 做媳妇 他们说话的功夫 院子里又来人了 这里 每天来来往往的人多着呢 有送材料的 有过来看看 他们房子休憩的进度的 赵老太太 趁着人多 就想把事情闹大了 让人都知道 这一家子是 何等的坏心肠 连亲奶奶都不认了 她的大房媳妇李秀 也跟着一唱一和的道 要不把大家都叫来评个礼 看看有你们这样的人家没有 娶了我们家的姑娘 当媳妇 现在却不肯与我们相认 来你们家讨口水喝都不成 这是准备 来他们家闹事了 这一路走过 来经历多了 大家的胆子心性 也都练出来了 墨南也站起来 拉开架时道 你说话跟放屁似的 这里到处都是水 你想喝便喝 墨文哥更是个会吵架的 他过来插腰道 你们全家都是忘恩负义的 当初是我哥 把霍童从山里救了回来 送回你们家 你们不感激 还恩将仇报 非要让我哥娶了霍童 还讹了我们无两的银子做聘礼 他们若不吵架 村上的人还真不知道 这家人的家务事 外面看起来不错 原来里面都是一样了 这大概就是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了 墨西也插腰一块站着道 你们就是得了红眼的病 看着我们家的日子好过了 又想来蹭吃蹭喝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 什么便宜都让你们占了 赵老太瞧了瞧 这几个比他高一个头的半大小伙子 气得一个倒痒 我呸 我缺你家那口饭 还来你家蹭吃蹭喝 我到现在连你家一口水都没喝过 这倒也是实话 墨北冷墨连 既然没有要蹭的意思 就都回去吧 没事别来打扰 赵老太指着他们 气呼呼地道 你们 你们不要太冷血太绝情 霍童冷笑一声 道 不让你们来闹事 就是我们太冷血太绝情 我们闹事了吗 我们闹什么事了 霍童 你也不想想 这几年你吃谁的长大的 你爹娘死得早 是我把你拉扯大的 霍阳忙撞着胆道 奶奶您不要瞎说 六六的爹才死了两年 六六爹活着的时候 天天靠教书写字 赚钱养咱们全家 银子全都交给你 他爹一死 你们就磕待他 脏活重活 全让他干 旁边看热闹的妇人有好几个 不由嘲笑道 瞧瞧这都什么人啊 赵老太气地指了指他道 霍阳 你给我回家待着 以后 不许你和霍童在一起 和他在一起 都把你给交坏了 霍阳才不跟他回去 奶奶的老太婆 竟在这胡说八道 霍童要是不好 这天下就没有好人了 有妇人的声音忽然传了过来 就见李房他娘过来了 一进来就听见有人说霍童话 他不能忍 李玉娘道 自从霍娘子来的第一天 我们家李房 就整天跟在他家里待着了 每天在这蹭吃蹭喝 他们家就没人说半个不是 这不 还给我们二娃 买了两身新衣裳 要是这样的人是坏人 也请你 做个这样的坏人行吗 请有这样的事 周围的妇人 羡慕极度急了 忙去摸二娃的衣裳 问她是不是真的 二娃质地有生 当然是真的 我过年都没穿过 这么新的衣裳 都是彤彤姐买给我的 她还天天给我糖吃呢 徐田正是看热闹的群众之一 她不由笑道 玉娘说的没错 要是这样的人都是坏人 也请你 做个这样的坏人吧 众人哄堂大笑 赵老太气的脸色 甚是难看 甩袖就走 她家的人再不好意思 赖在这不走了 也急忙跟着一块去了 李玉娘过来道 霍娘子 这哪来的婆子 怎么还欺负到你头上来了 霍童叹口气 实话实说 我奶奶 李玉娘了然于心 对周围看热闹的人道 行了 都别在这看热闹了 有人散了 有人不服气地道 我们爱看不看 管你什么事啊 李玉娘沉着脸道 你再说一句 试试看我会不会撕了你的嘴 立刻没人吱声了 看热闹的人散了 李玉娘又去揪着 李房的耳朵道 天黑前 若是看不见你回家 我就打断你的狗腿 明白 李房捂着耳朵喊 知道了 李玉娘走了 随着人都离去 霍童道 李房 你娘挺忙的呀 她瞧着这许多的妇女 都没探娘忙 还整天有时间 在外面溜达 李房道 我爹几个月前 摔断了腿 所以家里所有的活 就得她一个人干了 至于她 她还只是一个 未定性的孩子 整天满村地跑着找人玩 让她去田里干活 她也熬不住 一会又偷偷溜跑了 霍童有些意外 那明天中午 我去你家一趟 给你爹看看腿 你告诉你娘一声 中午就在家等我 李房大为震惊 姐 你会治兵 你能把我爹的腿治好 看过再说 她没见过 不好断言 李房却觉得 看见了希望 整个下午都很兴奋 此时 赵老太那边 一大家子回去后 看了看空的 连个凳子都没有的屋后 赵老太道 这一番休憩下来 又得不少的银子 或输或主 想想那白花花的银子 要给别人 她就心疼 再看看野露天的屋顶 她不舍得再多花银子 道 这几天 你们也想办法 把屋顶补一补 在整个家里 没什么存在感的 或老头或跟道 刚好把或同家的人 叫过来用一用 赵老太哼了一声 冲自家老男人道 那是要给银子的 你以为人家 会免费给我们补 或者说 霍童会带出这个银子 霍老头不说话了 坐在门槛上待着了 家里女人是个母老虎 她也甩手掌柜的当惯了 我去找李 正在去谈谈买田的事情 你们看看家里缺什么 赶紧去买回来 交代完话 赵老太黑着一张老脸走了 走到霍童门口 想着她住的大院子 心里哼了一声 她这辈子 也就配当个泥腿子了 这么一想 她心里又舒坦多了 她就是要住在霍童旁边 守着她 看着她 乡村的气息 充满在清泉村的上空 到了傍晚 天要黑时 做工的人也就各回个家了 李芳终于听了她娘的话 不再留下来蹭饭了 墨北趁着家里无人 把做好的机关 埋在了墙边的各处 霍童这时 隐隐觉得肚子有点不舒服 摸着肚子 站起来走了 她去上了个茅房 曾经住在这里的主人 也是个讲究的 这茅房设计是 做便室的 小姐后的霍童 看着卫生纸上的血迹时 愣了一下 她这才意识到 这是来越试了 不慌 她意念一动 卫生巾就从空间里出来了 落在了她的手中 身为女孩子 她当然会为自己 储备这些必需用品 走出来的时候 她面上有了几分的精神不振 大概是因为第一次来越试 还挺不舒服的 彤彤 你哪不舒服 墨北瞧她捂着肚子出来了 快步跑了过来 肚子不舒服 我去躺一会儿 她跟个双打的茄子似的 去了帐篷里躺下来 墨北忙跟了过来 彤彤 吃些药吧 你给我熬碗红糖吧 好 墨北站起来就往外走 刚走出去 就又住了步 这个时候 哪里有红糖 小北 霍童在里面换她 道 我这里有红糖 墨北也不知道 她什么时候买的红糖 拿出去煮就是了 她母亲王氏 这回也要开始忙着做饭了 见墨北过来烧火 插一道 你这是在干什么 彤彤肚子疼 给她煮碗红糖 王氏身为过来人 很快就明白了 面上顿时一喜 能来月室的女子 代表着将来 就可以生孩子了 她忙过来道 你媳妇这事 来月室了 过几天就好了 墨北正了正 她虽没见过女子来月室 但也听过的 王氏又嘱咐了她几句 就是告诉她女子 来月室的话 不能吃凉 越吃越疼 墨北默默地记在心里了 等她端着红糖水离开后 墨文哥跑了过来道 大哥端了什么走了 红糖水 啊 我也想喝 你来月室了 墨文哥摇头 还才十岁 当然没有 王氏 没来月室 浪费什么红糖水 大哥也没有月室 为什么可以喝 这也太偏心了吧 王氏给她一个眼神 道 这是给你嫂子喝的 墨文哥无话可说 彼时 墨北一把红糖水 送到霍童这边 霍童嫌太烫 就让放一旁 冷一冷了 墨北轻轻吹了吹 过了一会儿 道 童童 可以了 霍童起来 尝了一口 还是咸烫 她又躺了下来 不肯再喝 墨北道 红糖水就是要趁热喝 喝下去 后肚子暖和起来 就舒服了 这几天 你都不要再喝凉水 我回头 给你把热水烧起来 你要是渴了 就喝热一些的水 霍童看着她 纳闷 你知道 我来什么了 嗯 霍童更纳闷了 你怎么这么懂啊 她是一个古人啊 墨北 娘告诉我的 好吧 是她多想了 起来 墨北伸手去拽她 霍童只好又坐了起来 喝了几口后 就不想喝了 太甜了 这是把整袋糖都 放进去了吗 墨北 放了半袋 乖 要喝完 她轻声哄她 伸手摸了摸她的发点 被她一哄 她强忍着这股超级甜腻 一闭眼 咕噜咕噜喝了后道 也太甜了吧 下次少放点糖 她虽喜欢吃糖 但甜腻过头了 她是不行低啊 太甜了吗 她不幸事地 拿了她的碗甜了一下 霍童瞧着她 只觉得脑子有些昏 她的舌头 长得也太好看了吧 她在胡思乱想什么呢 霍童翻身躺了下来 赶走脑子乱七八糟的东西 墨北看了看她 见她躺下来的时候 手还捂着肚子 她轻声过去道 我给你捂一捂吧 她的手热得很 比她的手热多了 她把手覆盖在霍童的腹上 不知是糖水起了作用 还是她的手太热起的作用 她觉得舒服了许多 霍童还显力度不够 道 用点力 墨北又用了几分的力 动一动 这样子 霍童凭躺下来 拿着她的手 就像拿着一个热水袋 她自己觉得舒服了许多 少年看她的眼神 早已染上情思千种 她肚子上并没有多余的肉肉 但摸起来却非常的柔软 霍童闭着眼享受 这一刻的舒服 竟迷迷糊糊地给睡了过去 直到墨文哥闯了进来 掀开他们的帐篷 吃饭了 喊了好几声 都听不见 两人同时惊醒 墨文哥哼了一声 转身就走 还难受吗 霍童回过神来 看了看 还在自己肚子上的手 差异得到 你一直在这儿 嗯 真是个傻瓜 乖得她心里化了 舒服多了 她坐起来 墨北伸手扶她 霍童笑道 我哪有这般娇弱不堪 需要到福的地步了 她从未见过她这般的疲态 一点精神也没有 在她看来 可不就是到了需要 一不解代伺候的地步了 带霍童过来 家里的人看她的眼神 都充满了关心 没错 就这么一会功夫 全家都知道 她来越试了 这事 当然是墨文哥给传开的 等吃过晚饭的时候 霍阳嘱咐她道 六六 你今天不要用冷水洗澡了 我一会给你烧一锅开水 家里人 今天也没有去河边洗澡了 是怕他们过去的时候 霍童也要执意过去 墨南和墨西 又去挑了两桶水回来 天黑了 井边也没人排队去挑水了 两人挑了两个来回后 把水缸加满 霍童看着两人 吭哧吭哧地来回跑去挑水 琢磨着 要请人在家里钻个井 就不用天天跑出去挑水了 不过 她身上的银子有限 子凤和侯夫人各五百两 锦安侯那又收了二百两 虽然买地买房休憩 花了不少钱 但再钻个井 也是可以的 霍阳过来换她 六六 我把水给你放好了 你进去洗吧 霍童先进去洗澡 她进去的时候 墨文哥也跑进来了 但屋里黑灯瞎火的 她啥也看不见 还不如后面的沟里 洗着痛快 嫂子 你怎么不点个蜡烛呢 她知道霍童有这东西 对她来说不需要点 即使是在这样的夜晚 她依旧能看清楚 墨文哥嫌太妃 啥也看不见 又跑出去了 等她洗好了 才在屋里点了蜡烛 因为今天晚上 墨家人都没有去河边 村霸在那边等了好一会儿后 其中一个小弟道 大哥 他们一准是不敢来了 他们肯定是怕了 一帮流明 还想骑到咱们头上来 他们就是欠制 在一帮小弟的骂骂咧咧中 村霸们等不到人 也只好走了 想着这帮流明 终于怕得不敢来了 村霸们还是挺得意的 彼时 在洗漱过后 忙了一天 人们也都进入了梦乡 在霍童家的院墙外 几个人又偷偷摸摸地 来到了门边 有人在外面 悄悄拔弄门栓 结果里面根本没栓 门一推 开了 三个人悄悄往里走 啊 黑夜里 一声惨叫响起 门口处放了三个夹子 墨北以前 给猎物下陷阱的时候 就是使用这样的夹子 怎么回事啊 门口的人 吓得全退了回来 一声痛苦的嘶叫 夹住腿了 这个死丫头 难怪睡觉不关门 原来是在门口放了夹子 被骂做死丫头的霍童站 在门口看着面前的人 被夹腿的是赵老太的大儿子 一块钱来的 有霍阳的爹和哥 以及赵老太的老伴 本以为会等来是村霸 不料 尽是他们 这也是霍童没有想到的 回去睡觉 墨北走了过来 把他拉走 关上门 上了栓 都懒得搭理他们 门口的几个人 面面相去一眼 被逮着了 也没骂他们 这是什么意思啊 难不成是怕了他们 不过霍童的脚 被伤得不轻 疼得要命 还是赶紧回去包扎了 那香 霍童回去后 又去换了个卫生巾 出来的时候 墨北正在外面等他 彤彤 你还疼吗 瞧他这么紧张 搞得他都要差点以为 自己得了什么大病了 忙道 好多了 还要我给你捂肚子吗 霍童一正 忙道 不用 你也快去睡吧 好吧 墨北和他一块 回到帐篷这边 看着他进去 其实 他挺想帮他捂肚子的 躺下来的霍童 翻了个身 出来月室 又是头一天 量并不多 就算量多 他有夜用卫生巾 也是没在怕的 他忽然生出一个想法来 这个时代的女人 没有卫生巾使用 他要是能把这玩意普及 也是算是造福女人了 身为一个大夫 他很清楚 卫生巾早起的雏形 制作起来并不复杂 只是 一个人难以完成大使命 这么大的工作的 需要很多小伙伴 参与一起来完成 他琢磨了一会后 困意来袭 就又闭上了眼睛 迷迷糊糊之间 忽然就又听传来一声惨叫声 他都懒得起来 去看了 一准又是某个 蠢货掉在了 墨北设计的陷阱里 没错 是村伴们来了 其中一个刚从外面跳进来 就被地上的竹子 扎进脚里了 历时疼得他 抱着脚惨叫了一声 又怕惊醒了 这家里的人 叫过一声后 立刻就又闭了嘴 墨北这时走过来了 手里拿了个棍子 往人身上 一阵猛打 这人的惨叫声 再次响起 院外的人一惊 这明显是被人逮着了呀 过了一会儿 这个被打了一通的人 被墨北扔出了门外 三哥三哥 院外传来喊叫声 被打的是李庆 据说李正是他大伯 片时 几个村罢忙 把人抬走了 帐篷里的人 睡得雷打不动 压根没人知道 发生什么事了 一日天亮 各帐篷的人 和往常一样 起来洗漱 霍童这边 正要拉水洗脸 或仰跑过来阻止 六六 你先别动水 我给你烧开水 你用开水洗 霍童被逗笑出了声 没这么严重 洗洗脸没关系的 霍阳一脸认真 你别骗我 骗你干嘛呀 好吧 霍阳稍微放下心里 墨北瞅了他一眼 女孩子这种隐秘的事情 他是不是太上心了 这小子的关心过火了 那香 王氏也又烧了一锅粥 霍童照样去给煎了蛋饼 刚吃完饭 李正就带着一帮人过来了 是李庆的爹娘 抬着受伤的儿子 闹到李正面前了 说是他们家的儿子 被霍娘子家的人 打成了重伤 作为李正 既然到了 他就得出面 去解决这事 随着李正带着人过来 前来这边 做小工的人 也都来了 既然霍童才 是这里的当家人 李正进门就喊 霍童 霍童迎了过来 霍童 李庆昨晚来过你家了 霍童 没有啊 他来我们家干什么 我们和他又不熟 怎么还不承认了 李庆的母亲 又哭又叫得道 霍童 我儿子被你们打成这样子 你有种打人 你怎么就没中承认了 霍童一脸无奈 道 沈子 你讲点道理啊 我打你儿子干嘛 和你儿子 又没怨没仇的 我们出来乍道 现在天天忙着休息 连这个院子都没出去过 人群里 忽然有人走过来道 明明就是 你们打的 我作证 说这话的是霍阳的爹 霍童 霍童都作证了 这就使事情变得 有了真实性 墨北这时走过来道 我们确实没有打他 不过 昨天晚上 我们家里 倒是来了几个贼 有个贼人 从我们家墙上翻了下来 黑灯瞎火的 也没看见他是谁 他确实是被我打跑了 如今 仔细瞧一瞧 他倒是和昨晚的贼 有几分的像 原来 是来偷人家东西了 这就是你不对了 被打也活该啊 这里有不少 来给霍童家干活的 每天拿五十文的银子呢 还有绿豆汤喝 听明白事情的真相后 就有人愿意为 霍童家说话 李正面上一黑 呵斥 胡闹 你深更半夜不睡觉 跑人家里干什么 给我抬回去 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他是李正 不能不讲理 虽然 是他李氏一族的人 他也清楚 这一族的人 不讲理的太多了 他平日里都管不住 李清的父亲不干了 大声喊道 大哥 我们才是你的亲人 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 是不是他们 给了你好处 你才向着他们说话的 李正气得大怒 道 闭嘴 我身为李正 岂能因为你们 是我的同族同知 就有所偏颇 那样岂不是让其他人寒了心 倒也不是他的同母亲弟弟 就是同族同知 我说过多少次了 既然落户到咱们村 就是一个村里的人 你们要团结一致 而不是团结一致的欺负 来这落户的人 李正一身正义 说的那是一个正义凛然 霍同道 李正英明 村里就需要您这样的李正 李正 我刚好有些事 想和你谈一下 这件事情 也关乎到整个村里的富贵 要是做得好 大家日后都能赚到钱了 这话听得周围的人 眼睛全都亮了 有人喊道 霍娘子 你快说说 什么样的好事 还能关乎到整个村里的富贵 霍同微笑 这要和李正商议过才行 大家稍安勿躁 该忙的就去忙吧 李正摆摆手 都散了吧 霍同话锋一转 道 我要用一些棉花 做个实验 一两足够 需要多少银子 我可以给 吕玉娘 刚好和儿子 一起过来 忙道 霍娘子 我家里有 我这就去给你拿 她转身跑开 回家里去拿了棉花 霍同家里现在 无处可坐 地上铺了草席 霍同就请她席地而坐到 李正 稍等一会儿 她回到自己的帐篷 准备了一双皮手套 她家现在正在修起房屋 刚好有备用的生石灰 和石碱 这两样东西 混合在一起 就成了强碱 等吕玉娘拿来干净的棉花 霍同在李正面前 做了个实验 她把取来的生石灰 和石碱混合在一起后 按照比例兑上水 等搅拌接好 沉淀一会后 就把棉花放了进去 泡了个十来分钟 最后用戴了皮手套的手 取出棉花 摊开薄薄的一层 晒干 七月的天气 晒干并不难 经历强减浸泡 晒干的棉花 就是一用脱脂棉 吸水性极强 霍同又进了帐篷一趟 把西瓜抱出来 一个后道 霍同 去我帐篷里拿西瓜 切了 给大家火吃 霍同不知道西瓜 对老百姓来说 是一种奢侈品 在这个时代 这都是富贵人家的玩意 霍同也不知道 西瓜是个什么东西 见他的手里 抱得就明白了 他当然也没见过这玩意 只管照他的话 做就对了 除了家里干活的人 在各自忙碌着 留在这人 只有吕玉娘和徐田 徐田看半天 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更不知道 他手里拿的是什么 急道 霍娘子 你快别卖关子了 你告诉我们 你这究竟是想做什么 霍同道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再等一等 先吃块西瓜 李正是见过这稀罕物的 他有些意外地 看了霍同一眼 拿起来吃了一块 真是又甜到人心眼里了 西瓜子都没舍得扔 小心地吐到自己手里了 道 霍娘子 这西瓜子 可以做种子吗 霍同一正 很快反应过来 道 可以啊 李正乐呵呵地道 那我能留着 能 李正更乐了 徐田和吕玉娘 一听这话就明白了 也立刻把自己 吃的西瓜种子 留下来 李正多了个心眼 特意跑到霍阳那边 对干活的村民道 西瓜子不要扔 留着当种子 回头种到地里 他们不仅可以吃西瓜 也可以卖西瓜 有些人 是见识过西瓜的 霍娘子 对他们来说 真是让人惊喜无限 就没见过这么大方的人 赵老太 在门口转了一圈 从门缝里瞧 他想进来 都进不来 门给拴上了 不让外人进了 霍同明明 也是刚来这里 没想到他这么快 就把李正的心拉拢了 把人打成那样子 竟然就这样 不了了之了 他本来还想 借着这个机会 给他大儿子讨回个公道 再败坏一下霍同的名声 彼时 霍同又让大家 喝些绿豆汤解暑 里面是放了些冰糖 甜蜜蜜的 有吃有喝的 谁不高兴 李正就喜欢他这痛快劲 明明是个女子 半点小家子气都没有 身为男人都自愧不如 吃了一会瓜后 吕玉娘这时问他道 霍娘子 你昨天让二娃 带给我的话是真的吗 真的 中午你在家等我过去 徐田是个爱八卦的 忙问 什么事啊 吕玉娘看了看霍同 不知道该不该说 李方说道 姐说去我家帮 我爹看看腿 徐田震惊 霍娘子 你还会医术呢 懂一点 徐田笑道 哎哟 你还真是深藏不露 墨北这时端了糖水过来 让霍同喝 他来了月室 就没跟着吃西瓜了 西瓜兴凉 霍同接了红糖汤 有点烫 他刚想说放一会儿 墨北接过来 给他吹了吹 让他再喝 就是要趁热喝的 在墨北的注视下 他小口慢慢喝了 徐田笑道 霍娘子 你相公可真体贴 那红糖水 身为女人一看就明白 他来月室了 说说话 唠唠嗑 时间也就过去了 王氏这边 也留了个心眼 把家人 吃的西瓜子收起来了 他这个媳妇 大大咧咧的 什么都往外拿 也心疼 但他不能说 等棉花晒干 霍同把他取了过来 又拿来水做实验 上面倒上水后 给在场的人看 道 看出什么门道了吗 礼房 棉花没漏水 霍同道 没错 这样做出来的棉花 吸水性极强 用他拿来做月经袋 不仅解决了女人 来月室时的困扰 也能带动大家 一起去致富 同时 也会让他在这个村里 有了立足之地 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情 他竟然把月室 这样的字说出来 还是让大家挺不好意思的 不过 吕玉娘和徐田 都是生了娃的妇人了 不好意思 也就是一瞬间 徐田很快就高兴起来 道 这是好事啊 霍娘子 你要怎么做 带上我 我跟你做事 他可激动了 都是这个村的外星人 他相信霍同会带他的 霍同笑说 别急 他拿来准备好的白布和针线 把棉花缝进去 做成月室袋的样子 然后再倒上水 另一面是干净的 不漏水 吕玉娘也看明白了 道 这果然是在造福女人 徐田也真心地道 霍娘子 你真是了不起啊 霍同道 我的想法就是 想把月室 带推广给更多的人知道 想带着大家一起致富 李正 您说说您的看法 李正面上的表情 已说明了他的看法 他激动地道 霍娘子 您真是神人 您说吧 要怎么做 从现在起 田里出产的棉花 全都存起来 若有人来收购 不再外卖 李正说没问题 霍同沉应道 就是这石灰和石碱 需要我们自己 花一些本钱去买回来 我是希望村里的人 不论是外星人 还是你们一族的人 都能参与进来 当然 不愿意的不勉强 分成也可以按股分配 谁投入的本钱多 到时候 谁就拿到的分成多 这些价格先定死了 李正 霍娘子 我问一句 到时候这价格卖的时候 定在多少银子 卖给富贵人家的小姐夫人 就定在一两银子 目前就定在这个价格 需要改价的时候再商议 普通人家的姑娘 是买不起了 等到大众普及 赚购一笔银子 价格可以慢慢往下降 李正心里大喜 在心里默算这笔账 好像看见白花花的钳子 向他们招手了 李正满心欢喜 霍娘子 我这就发洞族人参与进来 石灰和石碱的价格不便宜 人多力量大 本钱有了 还怕销售不出去 那些有钱人家的小姐夫人 会发了疯的抢 霍通再道 为了大家的未来的生活 更好 做月事代的过程 大家也务必守口如瓶 到时候李 正就从村里 挑选一些可靠的夫人过来 跟我学习 我这东西传女不传男 我会和他们签订一个保密协议 就连自己家的人都不能透露 否则都是要赔偿银子的 李正面上一沉 道 谁敢对外面的人说 我就把他逐出本族本村 徐天吓一跳 忙举手发誓 我肯定不会说 否则天打五雷轰 吕玉娘忙发誓 不会说 李正沉映一下 忙问 为什么是妇人过来学习 妇人学了手艺 还要瞒着家人 这样妇人都学了本事 还不得上天 霍通道 妇人学习技巧 男人将来负责销售 大家分工行事 合作共赢 李正想了想 觉得也对 他当即回去把族里的人 招来商议这事 徐天这边高兴地回家后 拿了自己的鸡蛋送过来道 霍娘子 我家也没什么好吃的 这些鸡蛋送给你了 就当是我的一点心意吧 霍通芒推辞道 徐娘子 别这样子 我若真收了你的鸡蛋 心里反而过意不去了 你要实在想给 等你将来赚了钱 再送我些吃得好了 他这么一说 徐天也就不再坚持了 他眼眶微微一红 道 不瞒你说 十多年前 我们家桃荒落户在此的 家里劳力少 种的那点 粮都不够吃的 现在好了 能跟着你学手艺 相信我们很快就有的吃喝了 也能过上好日子了 他说了几句话 没再多留 抱着鸡蛋又回去了 待徐天离开 霍通问 李房 徐娘子家 都有什么人呢 他家没有什么人 他就是个寡妇 家里还有个女儿 姐 你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 徐寡妇可凶了 霍通笑笑道 知道了 一个寡妇带一个女儿生活 要么狠 要么人 兄弟也没什么 讲理就成 王氏这边 触端了糖水过来道 溜溜 再喝碗糖水 霍通不想喝了 是 我刚喝过一大碗了 等会再喝啊 王氏现在看他的眼神 有了一些慈爱 霍通之前讲的话 他们全家当然都有听着 这儿媳妇 怎么这么能耐 莫文歌走过来 一把接过他的碗道 我喝 他早就馋了 所以 他把碗墙走后 跑到一旁喝了 王氏无语 拿他没办法 等到喝完糖水 莫文歌还觉得 意犹未尽 王氏这时 和霍通道 你之前说的那个东西 我可以跟着学的吧 可以啊 外人都能学 她是墨北的娘 当然可以 王氏不由地 搓了一下手 这样子她 就可以赚钱了 这可是传女 不传男的手艺 她顿时觉得 腰杆也直了 李房忽然问 姐 为什么这个手艺 传女不传男 我也是男的啊 我刚才 也看了怎么办 差点没让一个小孩子 给问住了 霍通笑道 你还不算男人 你小孩子 好吧 李房看看时间 差不多了 她先回家了 王氏这边 也把饭做上 喊自家男人道 当家的 你别转悠了 过来 把我把火烧上了 莫年诧异地看她一眼 这些年来 她是极少干这些活的 她现在自己忙 也就罢了 居然还喊上 她一块忙了 复义归复义 莫年还是过去帮忙 把火烧上了 王氏这边淘米摘菜 一边和自家男人唠嗑道 当初本以为 她到咱们家 会拖累咱们 现在才发现 咱们家是取到了个宝 这边正在收工的人 过来笑道 你们家真是奇怪啊 王氏诧异 哪里奇怪了 别人家都是媳妇 烧火做饭 你们家反过来了 这还不够奇怪的吗 王氏面上一僵 很快道 我们家媳妇 是干大事的人 别人家儿媳妇 可干不了这么大的事 对方一愣 立刻笑呵呵地说是 王氏为自己找回厂子了 心里舒坦了一些 悄悄和自家男人说 这些个人 一天不挑拔一下就难受 一个个都巴不得人家 闹得鸡飞狗跳 莫烈户差一极了 怎么突然变聪明了 王氏磨牙 他以前很笨吗 其实 霍童并非不做饭 我先在忙 木匠收工的时候来找他道 霍娘子 你这里若是还有什么 好看的图纸 都提供给我吧 将来我若是赚了银子 一定报答你 霍童笑道 行啊 等我想到了 就给你 那我就先谢谢霍娘子了 这边的人收工回家吃饭 霍童也起身 去把切好的菜拿来炒上 等吃过饭 他就去理房家 漠北不放心 要陪着他 霍阳也跟着一块去了 王氏喊上莫文歌收拾碗 他不大高兴地嚷嚷着 真是奇怪了 怎么现在天天轮到我来洗碗了 嫂子现在是越来越懒了 王氏呵斥道 你给我闭嘴 不许这么说你嫂子了 这话 要是从他女儿口里传出去 太难听了 还以为他而媳妇不孝顺呢 霍童名声就被败坏了 王氏解释道 他现在是去给理房的爹看病去了 忙着呢 莫文歌哼了一声 道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像的嫂子了 你为了他训斥我 到底谁才是 你女儿啊 王氏也哼了道 你要不是我女儿 敢这么说我儿媳妇 莫文歌生气了 行色 他娘为了那点钱 不疼他了 就因为霍童会赚钱吗 行号 会赚钱的霍童带着墨北和霍阳 一起来到理房的家中 理房家里住的 就是再寻常不过的三间土坯房子 知道霍童这个时候要来 一家人早就等着了 远远看见人来了 理房飞快地迎过来叫 姐 姐 他高高兴兴地把人迎进去喊 娘 娘 吕玉娘也急忙迎了出来 一边道 霍娘子 快请 走进屋里 里面还坐着一个孩子 这是吕玉娘的大儿子李罗 也十二岁了 他瞧了一眼进来的人 表情慕然 生在这样贫穷的家庭 不是每个孩子 都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吕玉娘的相公 李木精神不振地躺在床上 看见进来的人 他也表情慕然 腿不能动 身为一个男人 成为家里的累赘 这样的生活 对他来说 也是有些生不如死的 霍童要来的事情 他已知道 只是 并不抱希望 一个女人 他也没想 他能治好他的腿 再则 这还有许多银子 他家也没有银子 霍童走近 吕玉娘忙拿个凳子 给他坐下来 霍童看了一眼 他的左腿 道 骨头没有结好 需要重新结上 重新再长 我给你做个小手术 差不多两个月 你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若是快的话 一个月半就可以行走了 他的灵泉水 有加强要效的作用 本该三个月的事情 提前到一个半月 也是可以的 他说得认真 李木面上 慢慢有了些起色 竟怀抱了一些希望 道 当真 霍童点头 李木忽然又有些犹豫 道 得多少银子 看得出来这个家庭 并不宽裕 可以说非常穷啊 霍童道 银子的是好说 这个你不必担心 吕玉娘在一旁听得高兴 忙问 那什么时候 可以开始 明天吧 他要准备准备 关键 他刚才月市 今天还是有点不适 李木 还有些小激动了 好像在黑暗中的瞎子 突然看见了亮光 吕玉娘一听有望恢复 大喜过望 霍娘子 我们需要准备什么吗 霍童笑道 保持好的一个好的心情 不要紧张 也不用兴奋过度 李木 好的 一定 明天 还是这个时间 我过来 吕玉娘把人送出去 再一次问 霍娘子 这得多少银子 她好准备准备 就是砸锅卖铁 也得凑够看病的银子 霍童 由于你们是我来到这里的 第一个病人 免费 这话待在屋里的李木 也听见了 愣了愣 免费 还有这等好事 霍童瞧着家徒四壁的 是真不忍 收她这几两的银子 就这样吧 我先回去了 霍童转身往外走 吕玉娘又急忙送了出来道 霍娘子 您慢走 等把人送走 她站在院子里 发了回呆 竟然有这样的好事 落在她身上 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 所听见的 她眼睛红了红 忙拿袖子擦了去 转身道 李房 你快去看看鸡窝里 还有没有蛋 把蛋收了 送给霍娘子 李房道 姐姐都不收你医药费 你这个臭小子 人家不收你就不给了吗 快去 李房只好去鸡窝里摸蛋 奶把他们 从家里分出来后 就给了一只鸡 不过 还真让她摸出来两只鸡蛋 她拿出来 高高兴兴地 跑到霍童家道 姐 我娘让我给你送些蛋 鸡刚下出来的 还热乎着呢 霍童道 你留着自己吃吧 不行 我要是自己吃了 我娘知道了 又要骂我了 霍童眨了眨眼 吕玉娘这样的品性 还是让她有些佩服的 都这样艰苦了 还非要送她两蛋 她体恤着女人的不容易 一个人照顾断腿的丈夫 和两个儿子 她当然不会收的 直到 那就留着给你跌补身子吧 李房还是有些犹豫 爸 可是我娘 让我拿给你吃的 我们家有蛋 你要真想给我吃 就等你家赚了钱 再给我买些好吃的吧 这么说李房同意了 她又高高兴兴地 把鸡蛋送回家了 下午的时候 李正带了族里的一些人过来 有男有女 霍童的提议 他们一听都非常乐意 但他们 还是有一些顾虑 就是肖禄问题 被带过来的妇人问霍童道 霍娘子 我们把那个做好了 真的能卖出去吗 越是带三个字 实在不好意思说出口 霍童点头道 肖禄的问题 你们不必担心 到时候我会告诉你们怎么做 如果你们愿意入伙 现在我们就来说 一下分成的事情 投入的银子和棉花越多 将来分到手里的银子也越多 听起来是挺令人向往的 他们本来是不会信任他 一个刚过来的流民的 可看看他们 正休期的房子 院子里打造的新家具 还有李正的担保 难免让人蠢蠢欲动 霍童顿了一下 又道 我只在今年入伙 你们一次 教你们如何销售自己的产品 我可以先投入200两的银子 他一说自己要投入200的银子后 在场的人都大为震惊 真是没想到 这些流民竟然有这么多的银子 许多人这辈子 也没见过200两长什么样 当然 他们很快就把自己想通了 能拿出200银子的流民 又能想出这么好办法的 致富产品的流民 当然不是一般的流民了 瞧瞧 人家明明就是个十来岁的小女孩 说话办事 一派当家人的作风 谁家的女子 能这么小就成为一个家的主心骨 现在还想带她们村置父 她们在场的许多人都自愧不如 霍童继续道 我也只拿今年的分成 今年过后 所有的分成都归你们 以后如何运作 也由你们全权负责 有人提出异议 既然有这么好的事情 你为何有银子不赚 全给我们赚 霍娘子 你不是坑我们的吧 不可思议 霍童笑道 我坑 你们就不会自己先投入二百的银子了 今年有收购的棉花 都统一有李正保管 所有卖出的银子 也有李正统一保管 最后分成给大家 好吧 你想怀疑她 别有用心都不成 她只提供手工技术和销路方法 其他的人 全是他们族人自己保管 李正道 大家既然决定跟着霍娘子干 就要相信她 若是怀疑 就趁早退出 她立刻表态道 霍娘子 你怎么样都成 我没意见 李正都没意见了 其他人也没啥意见 就着这件事情 大家商量了一会儿后 霍童让他们自己回去了 要入伙多少银子 让他们自己去统计 之后再告诉她 等人从她这边走出去 霍美悄悄地跑了 进来叫了声 霍阳 霍阳 霍阳看了她一眼 不情不愿地走过去道 叫我干嘛 你过来 霍美拉着她 就往外走 巧声问 这么多人来他们家干什么呀 不管你的事 霍阳转身就走 又被霍美一把拉住了 你怎么回事啊 我是你妹 又不是你仇人 可她和亲妹的感情不深啊 默化和她说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娘说了 你再不回家 就不要你这个儿子了 和你断绝关系 霍阳呕了一声 转身就走了 从她和霍童 一起逃荒那天开始 他们两个 就相依为命了 她早就以为 爹娘不要她了 现在说和她断绝关系 她心里 虽不舒服 也没太在意 反正她有六六 她不怕 霍美气的跺脚 转身回去了 这天下午 村里响起了敲锣声 有人一边走一边喊 有时一刻 召开全村全足一回 在帐篷里 听见的霍童眼角 带了些笑 李正的办事能力 她还是挺佩服的 这是行动派 说干就干 童童 好些了吗 墨北来到帐篷门口问她 她越是来了 她就怕她还肚子疼 恨不得让她一直喝着红糖水 好多了 她声音听起来 有几分的慵懒 听得她眉心一跳 心也跟着漏掉了一半 她的声音里 无意识地染上几分的娇媚 听起来像在撒娇 那再喝一碗红糖 她又熬了一碗 红糖水端过来了 不要 霍童真不想喝了 过于甜腻 墨北哄她 道 乖 趁热喝了 少年的声音过于温柔 霍童看着她这张脸 被蛊惑了 她被扶了起来 就乖乖地喝了 腰上还有些泛酸 等喝过红糖 墨北退了出去 霍童躺了下来 迷迷呼呼 睡了一小会儿 有时 全村的人都要去开议会 家里做工的 也都停了手里的活 睡醒后的霍童 也带着家里的几个孩子去了 末年留下看家 毕竟一院子的东西呢 可不敢不留人 王氏也跑去看他们要说什么 议会的地方 就在东西之间的一片宅地上 由于全村的人都来了 一眼望去 有上千口人 这是脱家带口的能来听的 男女老少全都来了 李正清了清嗓子 中气十足 声音洪亮 父老乡亲们 我今天召大家来这里 是有一个好消息 要告诉大家 我们村的霍童霍娘子 现在要带领大家 一起走一条致富的路 村里不知道 霍童的还是大有人在的 有人私下询问 谁是霍童 他说的话 还是霍童之前 和他讲的那一车咕噜话 到了摘棉花的时间了 让大家把棉花留下来 一定不要卖给外来采购的商人 李正最后道 为了表示诚意 霍娘子已投入二百两银子 用来买一些所需用的材料 现在这些银子 都在我这里记着 村民哗然 二百两啊 那得是多少的银子 李正 也并不是任何人都有机会 直接参与手工技术的学习 愿意参与 这条致富之路的族人 我会从你们的女卷中 选择一个可靠的女人 送到霍娘子家里 和霍娘子签订保密协议 村民疑惑 道 为什么是富人学习 李正 这项技术 传女不传男 女人负责学习技术 男人负责跟着出去销售 互相合作才能共赢吗 听起来好像也有道理 等他讲完话 有人表示愿意入货 也有人表示疑惑 霍娘子是谁 她不过是一个流民 他们怎么能把自己的棉花 交在一个流民手里 万一卖不出去怎么办 有聪明人道 怕什么 人家霍娘子 都赶出二百两的银子 咱们最多出点棉花 这样钱怕虎或怕狼的 这辈子都别想发财了 还是有人不敢苟通 再等等看吧 有人表示 要观望观望 不及一时 赵老太全家正在人群中 他听完后 趁机悄悄对周围的村民 煽动道 大家千万别信 霍童我还不了解他吗 他就是个扫把星 跟着他一准倒霉 有人好奇 忙问他是怎么一回事 赵老太就把霍童 一出声就客死全家的事说了 反正就是灾心 谁靠近他 谁倒霉 他正说得起敬 霍童走了过来 大声喝道 赵奶奶 您这样说 自己的亲孙女合适吗 他这一声大喝 一下子就把周边人的目光 都吸引过来了 墨北 霍阳 王氏一众儿女 也全都来了 全都气愤地看着他 霍童一脸悲愤 道 奶奶 您整天在外面 败坏我的名声 您就不怕您儿子和儿媳妇 在天有灵之道了 会伤心吗 太让他失望了 为什么他奶会这样子 他们怎么就摊上 这样的奶了 旁边看热闹 都支着耳朵 仔细地听 霍阳在一旁气愤地大声道 哎 三叔活着的时候 是非常疼爱霍童的 交书挣的钱 也全交给了你 你不能看三叔不在了 就剩霍童一个人了 就不把他当成自己人 整天在外面诽谤他 这小子也是个一嘴皮子溜达 霍童一脸委屈 赵老太气地刚要分辨 霍童不给他机会 道 你老说我们是一家人 可你说出来的话 有当我是一家人吗 字字问到村民的心里去了 对啊 这样整天说自己孙女花花的奶 是一家人吗 霍童掷地有声地 给出一家人的答案 真是一家人 就该团结一致 团结才能共赢 家和才能万兴市 你瞧瞧人家清泉村 许多人 还不是一个爹生 娘养的呢 只是因为大家是同族人 还知道 凡事合作 团结致富呢 这高帽子 戴得许多人惭愧 他们也不团结得好啊 他们整天窝里斗 村里 没有一天不发生打架的事情 还全是为了 芝麻绿豆大典的事 王氏这时 也过来帮枪 他不能让这死老太 搅了他儿媳妇的好事 赵老太 当初霍童 独自上山给你们全家找吃的 昏倒在了路上 刚好我儿遇上 就把人就回来了 你倒好 一家人 开始一唱一喝 王氏又添油加醋地 把当初的事 抖了出来 你眼见霍童 和我们的日子 越过越好了 就得了红眼病 一天不早点时就难受 我们落户在这儿 你也跟了过来 到处说霍童坏话 你的心肠 怎么就这么的坏呢 你就不怕遭报应吗 总之赵老太 就是忘恩负义 为老不尊 向来并非能言善变的王氏 也不客气地大声 和他理论起来 身边的人纷纷地指责 就是 你这样子 真是太缺德了 怎么说 也是你的亲孙女 你不盼着她个好 还整天说她坏话 扯她后腿 赵老太自从搬过来后 不是第一次 在外面说霍童坏话了 他去河边 走路上 遇人就说 当然 有幸的 有不幸的 谁家没点阿杂事 今天 摆在明面上 还是头一回 墨北这时 来懒过霍童道 娘子 咱们不和他多说了 他们爱咋说咋说 人在座 天在看 日久见人心 咱们回家吧 少年懒着自家 委屈巴巴的小媳妇走了 村民一眼望去 当真是狼才女貌 再看赵老太 真的不像一个好人 吕玉娘这时出来道 乡亲们 我说几句心里话 自打霍娘子 搬到咱们村 我们二娃 就厚着脸皮 整天往人家里跑 又是吃又是喝的 人家一点没嫌弃 上次去镇上 还给了我们二娃 买两身衣裳 一分的银子都没收 这是许多人都可以作证的 有人看见这事 当场愿意作证了 吕玉娘又道 我相公的腿摔断了 一直躺在床上不见好 霍娘子听说了之后 就去了我家 给我相公免费制腿 一文的银子没有收 竟有这样的好人 吕玉娘没道理 为霍娘子做假证的 她又道 霍娘子事后 又给我们家 送了许多好吃的 这样的霍娘子 是坏人 是骗大家坑大家的 你们信吗 反正我是不相信的 我家里虽然没有钱 但我愿意把家里 所有的棉花都投入进去 我相信霍娘子的人品 更相信她的眼光 她说能致富 就一定能 我愿意跟着她干 她相公被霍同治了腿 这事还没有传扬开 听她这么一说 有人忙打探起来 霍娘子还会医术吗 吕玉娘说 她不知道 反正霍娘子 去把她相公的腿治好了 许多在霍同家 做工的人出来帮枪 李高就跑出来道 大家听我说 我在霍同家做工 我认为我还是有点发言权的 最有发言权的人一说话 大家都忙让她说 想听听她眼里的 霍娘子是什么呀 瞧着这周围 全是帮霍同的 赵老太一家子 早就灰溜溜地逃了 木匠李高道 我认为 霍娘子全家都是非常好的人 每个在他们家干活的人 哪天不是白喝几碗绿豆汤 还有大西瓜的供应账 你们吃过西瓜吗 见过西瓜吗 他们是没吃过 你小子这是再拉仇恨 让人眼馋 西瓜都是富贵人家 才能消遣的玩意 他们不知道 霍同一个流明 怎么会买得起 富贵人家消遣的东西 可他们知道 霍同就是有 而且很大方 从不与人在银子上计较 霍娘子是个心胸广大之人 她待每一个人都很和善 和村里的一些长蛇妇是不一样的 说谁长蛇妇呢 你夸霍同就夸霍同 别伤及无辜 我相信 路遥之马力 日久见人心 不管大家愿不愿意跟着霍同走 这条致富路 反正我是走定了 我出资五十两 她家是做木匠的 省吃俭用 挤带下来 家里也存下了一些银子的 等她说完 在她家干活的人 也都纷纷表示 霍娘子是个非常好的人 就是和村里其他人不一样 反正 他们相信霍娘子 愿意跟着她干 有人表示 要出资二十两 有的十两 或多或少 大家都出资了 在他们的带动下 本来还有些犹豫的人 一下子就动心了 第一次创业 有人害怕 不愿意出手里的棉花 也是正常的 可以理解 但更多的人 在看到李正也出了不少银子时 也是动心的 人家可以二百两一百两的往里面投 他们投点棉花咋了 彼时 霍同全家已回了家 想起赵老太在外面说的话 全家还是很气愤 就没见过这么坏心肠的人 自家亲孙女 不帮着说好话 还要扯后腿 道出坏人名声 正在这时 家外面传来了喊话声 霍娘子 霍娘子 是一帮村霸在外面叫喊 霍同走出来道 干什么 看着不像皮痒的样子 带着大哥李旺道 霍娘子 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了 以前多有得罪 还请霍娘子大人 磨记小人过 李旺弯下腰 道歉 其他人也都附和 一起道歉 李雄道 霍娘子 从今天以后 你就是我们的老大 你让我们往西 我们绝不往东 你让我们打狗 我们绝不打击 霍同眯了眯眼 道 你们又想玩什么阴谋诡计 李旺盲道 霍娘子 我们绝没有任何阴谋诡计 你带领我们全族的人 发家致富 你就是我们族里的大恩人 我们若是再和你作对 就真是不识好歹了 霍同诧异 觉悟这么高 行了 你们都先回去吧 究竟是真是假 我慢慢考察 李旺一挥手 道 都听霍娘子的话 回去了 一众人很快从他这里跑开了 有小弟问 大哥 咱们就这样服了 大哥李旺 你懂个屁 前院那边 赵老太家的人 过来探头探脑 完全没想到 一帮村霸 也被他给收服了 居然过来和他道歉 赵老太气得心疼 反正 他是不可能出资的 院中 墨北这边先一步 把热水提到屋里来了 来喊霍同洗澡 霍同想了想 啊 小北 你们全都去河里洗澡吧 那几个混子小刚才 过来说了 以后不会找打了 墨北答应一声 如霍同所言 他们今天在过去 那几个 混小子虽然也在 还就真的没过来找事了 等喜过早 各回个家 霍同也已歇下 一日 上午的时间 墨北拿着霍同做的弓箭 还有自己做的机关陷阱 带了墨南和墨西 出去了一趟 他去山里设下几处陷阱 准备猎些野味吃 一大早上 家里忙碌起来 李汪又带着他那帮混子过来了 李汪问他 霍娘子 有没有什么地方 需要我们帮忙的 真想帮我干活 当然 这还能有假 好 你们若干的好 这个考验就通过了 我就真信 你们对我是真心诚意 没耍阴谋诡计 他站起来 带领一帮混子出去了 来到他买的那十亩地址了址 道 看见了吗 这十亩田都是我的 还没开垦 你们若是把这片土给我开垦了 我就信你们 另外再奖励你们 每人一两的银子 算作酬劳 还能得一两的银子 一众人顿时瞪大了眼睛 道 霍娘子 当真有银子吗 信不信任不重要 银子才是重点 真没想到 这些流明镜这么有钱 难免不让人流口水 霍童点头 当然 我霍童说话 向来一言九鼎 从不骗人 李旺 兄弟们 现在就回家拿工具 干活 霍童眼珠子转了转 他倒也没想到 会是这样子 难道这就是有钱 能使鬼推磨 这些人去得快来得也快 他们很快就从家里来了 各种能牢猪猪的工具 干了起来 从山脚下开垦出十亩地 并不容易 但看在这一两银子的面子上 大家干得很卖力 霍童冲他们喊道 好好干 我回头 让人给你们送些绿豆汤 他转身回了家 和王氏说了一下 王氏这边 就继续烧绿豆汤 只是把他男人 喊过来烧火了 他还要洗许多孩子们的衣裳 忙得事也多 霍童帐篷里 拿着笔和纸写写画画 看家里 还缺少什么 到时候让人给一并打出来 过了一会儿 他把霍阳喊过来 道 你把这两个西瓜 送给正在后院干活的几个村霸 霍阳高高兴兴地去了 现在连村霸都被他收服了 以后走在村里 再不怕他们找事了 近午时 村霸们收了工 跑过来和霍童报告了一声 霍娘子 我们下午再来 霍童答应一声 带他们走后 嘱咐霍阳 让他下午继续把绿豆汤送过去 天热 多喝些绿豆汤结束 墨北这时也背着竹篓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 手里拎了只洁白的野兔子 和大红色的野鸡 霍童看见的时候 两眼一亮 迎上去道 真好看 野鸡也好看 体型小 羽毛非常华丽 两颊飞红 七尾羽非常的长 这是一只雄性野鸡 野兔的体型也是较小的 这还是一只未成年野兔 长了一双比家兔要小的很多的耳朵 耳朵长长的 极为可爱 野鸡没经过驯化 还是非常凶的 霍童没去碰它 先把兔子抱了过来 他抱着兔子 在怀里伸手扶了又扶 道 下午里高叔来的时候 告诉他一声 让他给我再打个兔子笼子 鸡窝也要再打一个 我们把他们圈养起来 本来想吃的墨北正了正 不动声色的道 好 从现在起 你们就是我们家的成员了 霍童顺着兔毛走了 野鸡非常不高兴地叫了一声 墨北把兔子和野鸡都拴了起来 两个家伙被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后 表现完全不相同 兔子表现得非常乖巧 霍童切了些黄瓜胡萝卜喂他 他吃得津津有味 野鸡表现得非常傲慢 绝食抗议 理都不理 墨恩哥跑过来看了看 大惊小怪 嫂子 你这也太浪费了吧 人都不够吃 你居然把吃的喂给他们 霍童冷哼一声 道 你不够吃吗 少你一口饭了 墨恩哥被噎住 霍童道 小北 霍阳 我下午要去理房家一趟 你们在家 一定要帮我把他们看好了 家里人来人往的 他怕万一有不长眼的 给他偷了带回家吃怎么办 霍阳道 六六 这是包在我身上 霍童斗着兔子玩了一会儿 暂时不理那只高傲的野鸡 等吃饭的时候 王氏道 六六 你要把他们养起来啊 霍童提高声音道 嗯 等养大了 再把野鸡杀了吃 我瞧着 这只野鸡的肉不错 好吃 这是故意说给野鸡听的 万物皆有灵 他果然听懂了似的 冲霍童这边 生气地叫了一声 坏人 咬死你 霍阳道 沈 我家六六 就是吓唬这只鸡的 不是真想杀 您可别真的给宰了 六六是要养起来的 这小子竟如此懂他 霍童望他笑笑 给他加快猪肉片 王氏了然 当然不会故意 去杀他享养的鸡 他们家现在 又不缺吃的 等霍童这边吃过饭 他坐到帐篷里 画个兔笼子和鸡窝 莫文哥被他娘 叫着一块收拾碗筷 他怨声很大 为什么他会这么命苦 这样的活该嫂子 来做的呀 那香 带霍童把兔笼子 和鸡窝画好后 交给了莫北 道 等李叔来了 你就交给他 让他罩着上面的 给我先把这两个做出来 别的活可以放后缓一缓 他可以莫递住 不能委屈了两个小家伙 莫北答应一声 他高高兴兴地 背着药箱药走 莫北不放心地问他 彤彤 你肚子还疼吗 不疼了 没事 他这是第一次来越试 周期比较短 量也不多 今天已经差不多要干净了 莫北送他出去 看着他精神抖擞地离去 礼房家的人 正翘首已盼着了 远远瞧见他 吕玉娘带着两个儿子 迎了上去 带来到他们屋内 霍童道 我手术的时候不要进来打扰 大概需要半个多时辰 你们去把院子里的门关好了 几个听话得很 霍童进来和李牧打声招呼道 紧张吗 他模样上有些腼腆 摇头 霍童道 我现在给你打上麻醉 你到时候感觉不到任何疼痛 但等麻醉过后 你会感觉到疼 你要受不住 就吃止疼药 我到时候会把药给你留下 他一边交代了几句 一边抽出针 等上完麻醉 他取出手术刀 切开他的脚骨 重新给他证位 整个手术下来 用了半个时辰 他最后放下药道 暗示服药 霍娘子 谢谢你 霍童说不客气 转身出去 几个人早在门外等着了 听见响声忙迎了过来 霍童又嘱咐了 他们几句后就离开了 母子三人接激动地跑进屋里叫 爹 你的腿很快就可以走路了 李玉娘面上也有些激动 就是没像孩子们那般喊出来 他看了看躺在床上的男人 轻声问 疼吗 不疼 我去给你饱个汤 家里就一只下蛋的鸡 他转身要去逮鸡 李房心疼的道 娘 把鸡杀了后 就没鸡蛋吃了 鸡蛋重要还是 你爹重要 当然 我爹重要了 但这和他想吃鸡蛋并不矛盾吧 李玉娘 在他心疼的目光下 把鸡杀了 霍童这边回去的时候 家里的小公 已过来开始干活了 就连村霸 也都准时来了 霍童特意走过去看了看 村霸看见他过来 挥着手 和他打招呼 姐 他又几时成他们姐了 他一个豆口年华的小姑娘 可事实是 他太容易让人忽略他的年纪了 他这举手投足之间 都是当家人的气派啊 现在全村里谁不知道 他们家就是 他在当家做主 霍童也就嘱咐几句 让他们记得 多喝绿豆汤 解手 等他从这边回去的时候 木匠李高远远地看见他 吆喝一声 霍娘子回来了 霍童答应了一声 墨北至时也端了碗热汤给他喝 霍童 我没事了 这么热的天 你让我喝这么热的汤 香话吗 礼貌吗 墨北 女孩子少喝凉的 对身体好 尤其是你 不能贪凉 你懂得倒还挺多 他虽然有些嫌弃汤太热 可少年的关心 让他欣然接受 他还是挺受用的 在少年的注视下 他把热汤一口一口地给喝了后 去了一趟帐篷 取出一些野生水果 本打算让霍阳送过去的 抬眼就看理房过来了 高高兴兴地换他 姐 我来了 你来得正好 把这些带回家 给你爹市 补一补 本来想给一些别的 乔吕玉娘那样子 怕他心里有负担 他特意嘱咐理房道 这都是从山上采的 不值钱 是以前在水源那边 采的一些山橘子 木竹子 地烧瓜 还有毛栗子 还有一些山药之类的 他一直收在空间里 没吃完 如今拿出来送人 倒是不错的选择 理房想收 又不好意思再收 不 我娘已经把家里那 唯一的下蛋计给杀了 我在收你的吃的 我娘又该骂我了 告诉他 从山上采的 不值钱 他不会生气的 理房收了下来 高高兴兴地抱回家了 莫文哥看见了 气呼呼地过来道 你这个人 什么都好 就是这个臭毛病不好 你这么大手大脚的 很快就把咱们家的东西 都送光了 霍童道 好人有好报 这是说他不是好人 没好报 莫文哥气得跺脚 霍童不理他 跑去看他的兔子 兔子和野鸡 都被拴在墙边 这回功夫 两个小家伙 都老老实实地趴着了 霍童去顺兔毛 温柔地和他说话 道 小兔子乖乖 一会就把你 漂亮的房子做好了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们家的人了 不对 是他们家的兔子了 被冷落的野鸡 哼了一声 他才不稀罕 做他们家的鸡呢 他要回山里 做野鸡 霍童也不理他 顺了一会兔毛后 就走了 他去木匠那边看了看 李高道 霍娘子 你要的笼子 做出来了 你看看可还满意 他手术的这回功夫 他们父子三人 就分工把他给做上了 这迅速快地让霍童意外 忙上前看了看 甚是满意 边上都给打磨光滑了 他高高兴兴地 拎着笼子就要走 李高道 霍娘子 徒只能归我吗 归你 全部归你 墨北快步走来 结果他鸡笼子 一块拎到了墙那边 霍童 把兔子放在了笼子里 墨北 把鸡放在了另一个笼子里 野鸡被关了起来 发出不满的抗议声 红亮又略带沙哑 叫得再大声也没用 他抗议无效 野鸡难训 但霍童是极有耐性和办法的 先冷落着他 宠爱小兔子 慢慢激发他里面的极度 墨北在鸡笼子里 给放一些嫩草 反正给他了 爱吃不吃 霍童这边也给兔子 又放了几片黄瓜 放了水 小兔子乖乖 可喜欢吃了 霍童道 你这么的乖 以后我就叫你小乖吧 小北 你说小乖这个名字 好不好听 好听 但是 他怎么觉得这么奇怪呢 小北 小乖 霍童满意了 就决定了小兔的名字 又对另一野鸡道 这野鸡太高傲了 一点不听话不合群 那就叫你小黑吧 小北 你觉得小黑这个名字 适合他吗 墨北 适合 墨北忽然觉得 他叫自己小北的时候 仿若也在叫宠物 野鸡不喜欢小黑这个名字 凭什么兔子的名字 是小乖这么好听 他的事 小黑这么难听 他长得黑吗 他甩动自己 漂亮的羽毛想飞 可他被关在笼子里 飞不出去 只能拍着翅膀叫 然后被拍掉了一根羽毛 霍童捡起来看了看 道 这羽毛挺好看的 拔下来做剑子 踢在河时不过了 野鸡气呼呼地冲他叫 敢拔他毛 老子和你拼命了 霍童不理他 踢着兔笼子丸 在院子里到处走一走 看一看 屋顶已经拆下来了 墙也加高了 这就是人多力量大 明天就可以上凉了 做工的人 瞧见霍童过来 都高兴地唤他一生 霍娘子好 他要带大家致富的事情 全村里 已是无人不知了 虽然有几个别极度眼红的 多数人还是很高兴的 很佩服他 尊重他 一个小女孩长家 说明他是有能力的 一个小女孩 能带领全村去致富 说明他不仅有能力 还心胸广阔 用现代话说 人家就是格局大 眼光放得远 到了傍晚 李正又带了几个族人过来了 从早到晚 算是花了一天的时间 他把要入火的人都统计出来了 除了赵老太家 其他人家 也有不愿意入火的 当然 入火的更多 就是银子出的有多有少 有一两的 也有五百文的 当然 他们的棉花 是一定会留下来给他们的 霍童看了看 统计出来的名单 他发现有点看不懂 写的全是繁体字啊 好吧 他只能假装自己看懂了 道 棉花什么时候采摘 就这几天的事情了 许多棉花已成熟 也到了采摘的时间了 霍童道 筹到的银子数目要明细 让每个人都清楚 每笔银子的出入 让每个人都做到心中有数 抽个时间 拿着这些银子 把需用的材料都买回来 李正听着他的交代 全部记在了脑子里了 霍童 棉花采好后 各家都暗秤 称好各家的重量 记录下来 之后要让他们 把棉花弄干净了 里面的杂质清理干净 到时候 我再来教他们 下一步该怎么做 等他这边交代完 李正就又带着人回去了 家里做工的 看天已黑 也就收工了 村爸们也过来和他打招呼道 姐 我们也收工回家了 明天再来 霍童白手道 好 明天见 在这做工的人 诧异得不得了 李高笑道 霍娘子你是真行啊 竟把这帮小混子给收了 霍童道 是人家给我面子 等院里的人都走光 霍童坐下来 逗弄他的小兔子 木匠这边活出得快 到了今天 吃饭的桌椅打出来了 家里的几个少年 也都坐了过来 他在长长的桌子上 坐在新打出来的椅子上 别提有多爽了 末年这回正帮王室烧过 现在烧火成了他的事了 他这个婆娘不叫别人 就叫他 莫文哥正在帮着收衣裳 瞧他们全都坐着 气呼呼地跑来道 别都坐着完了 快去打水 把缸里的水满上 霍阳 叫什么叫 水澡就满上了 闲来无事 他和莫南 莫西提了好多烫水了 只把一个大水缸 装得满满的 那你们过来 把你们的衣裳收了 霍阳 一会洗澡的时候 我自己收 你的衣裳你放着 莫文哥气得拿着衣裳 往他身上打 臭小子 吃着他家的 喝着他家的 还敢不把他放在眼里 处处和他作对 顶嘴 霍阳气呼呼地骂他 你这个疯女人 打我干什么 霍童一边逗着他的兔子 一边道 你就当打是亲 骂是爱 不打不骂不相爱 莫文哥顿时生气地大叫 谁和他打是亲 骂是爱了 我是真想打死他 请他爱他 做梦去吧 霍阳也抖了一下 道 你以后离我远点 别坏了我的名声 莫文哥气斗了 跑开了 清泉村的上空 传来烟火声 霍童这边也过去炒菜 饭菜的香味 老远就飘了出去 悄悄趴在门口 看到霍美吸了一下鼻子 好香 好馋 她也好想进去玩 可他们不喜欢她 你在这干嘛 耳边传来低语声 霍美回头一看 是大伯家的唐妹霍如 她眼珠子一转 道 如如姐 一块进去看看吧 进去就进去 霍如拽着她 就往里面走 两位不速之客地 忽然闯入 引起院里人的注意 莫西道 你们又来干什么 我们家不欢迎你们 快走 霍如朝她眨了眨眼 害羞又委屈地道 莫西 你别这么凶吗 霍美忙道 就是 大家都是一个村里出来的 你们干嘛 这么拒人千里之外 霍如转动着水灵的眼珠子道 阿北哥哥 我奶的事情 你们不要 牵怒我们好吗 我们也不想这样子的 可你们也知道 我们家的事 连霍童都做不了主 何况是我们呢 霍童正在炒菜 她早看见这两人过来了 距离不远 自然也听见他们的话了 因着赵老太的缘故 她对整个霍家人都没好感 除了霍阳外 这桌子 可真好看 霍如说着说着 就跑过来坐下来了 霍美立刻坐她旁边了 伸手摸了摸 也羡慕得道 可真光滑 好极度 好想要这样的桌子 他们家没有 也没打算找人打新桌子 莫北冷漠脸 道 我们要吃饭了 你们回去吧 霍如望着她道 阿北哥 莫北打断她的话 道 照着辈分 你是霍童的堂姐 你该叫我妹夫 正炒菜的霍童 轻笑出声 妹夫这个词 她听着 挺是新鲜 霍如脸色 变得像猪肝 有点难堪 道 我还是叫你的名字吧 妹夫 她可真叫不住口 她站起来 转身就走了 霍美一个人 不敢待在这儿 忙跟着出去了 出去的时候 霍如和她嘀咕道 你说 这都是一个爹娘生养的 怎么区别那么大 什么意思 美美 你没看出来吗 阿北长得和莫南 莫西 莫文哥都不一样 她的样子 不像她爹 也不像她娘 她长得可真好看 好看的她看一眼 就一不开眼睛了 她忽然有些想 当初被嫁给莫北的 怎么不是她 她也想要这样 好看的男子当相公 光是看着这张脸 她觉得不吃饭 都不会饿了 霍美到底才十一岁 对男女之情 还没开窍 也不太会欣赏男人的美 霍美现在 就想吃他们家的菜 闻着就香 院中的门 已被拴上了 霍通又把果酒 倒了出来 美人一晚 庆祝一下他们 终于有吃饭的桌椅了 莫北握着她 欲拿果酒的手腕道 要不我给你把果酒加热吧 你放心吧 我没事 喝点没事的 她赶紧用另一只手去拿 一口给干了 太爽了 要是能来个烧烤更好了 这么一想 她脑子里 灵光一动 来精神了 将来在院子里烤肉吃 一定很惬意 等到用过饭的 和往常一样 墨北还是把温水送进了屋里 让她用热水洗澡 大热天的 让她用温水洗 一点都不爽 不过 少年的举止过于暖心 她欣然接受了 家里的男人 全都去河边洗澡了 没有了村霸的骚扰 他们可以无忧无虑地 痛快洗一场 霍通这边沐浴过后 就到帐篷里 躺着去了 翻了个身 她忽然叹了口气 她想起李正的字时 她忧伤啊 她要重新学习认字 写字 她是个大夫 要是连字都不会写 将来怎么给人开药方子 她也渐渐习惯了 这乡间的生活 没有电视 没有夜宵 没有夜生活 躺在帐篷里 她睡着了 一日 天亮 霍通吃过早饭 就先去了李房家一趟 墨北也出去了 既然霍通喜欢兔子 她想再给他 猎一只兔子回来养 凑一对 兔子也有半 不孤单 霍通去看了李房的情况 麻醉过后 她一开始疼了 就照着霍通的吩咐 吃了止疼片 出来的时候 吕玉娘感激地和她道 霍娘子 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我们实在无以为报 霍通道 大家能再次相遇 都是缘分 别想太多 姐 我送你 李房跟着一块跑了出来 霍通摸着她的头道 李房 你爹腿脚不变 这段时间 你也要在家里多待着 照顾你爹 那好吧 我听解的 李房不出去了 决定在家里看着他爹 他娘还要下地摘棉花 不可能一直在家里守着人 带送走了霍通 吕玉娘把大儿子叫上道 李罗 你跟我去田里摘棉花 让李房在家看着你爹就成 躺在床上的李木道 我也不需要他一个小孩子看 把他也带到田里 帮你一块去摘棉花 多一双手 就多一份力量 不行 就让李房留在家里 万一有个需要 有个人在身边照顾着 他也放心一些 吕玉娘坚持 带着大儿子走了 李房独自留下来 看着他爹大眼瞪小眼 八九岁的孩子 鸡狗都闲 如今让他坐着 守着一个 躺在床上的病人 是需要毅力的 彼时 霍童回去的时候 瞧见霍如正和村霸李旺在说话 霍如虽是村里的女孩子 模样上也是生得俏丽的 至少比许多村里的小姑娘都好看 村霸李旺 很快就被他的眉眼给勾引了 李旺也是十七岁的少年 做梦也想娶个媳妇 就是没有好人家的姑娘 愿意嫁给他 霍如主动和他说话 惹得他春心大动 不过 霍如眼珠子一转 霍童他老欺负我 你要是能帮我出口恶气 我就和你玩 正说着话 他就瞧见霍童路过了 吓得他赶紧往李旺身后去躲 霍童哼了一声 别躲了 看见了 霍如气得跺脚 委屈得差点哭了 霍童一定会把 我们在这说话的事情 到处宣扬的 他一定会到处坏了我的名声 村霸头疼 他打不过霍童啊 霍童是谁啊 那是全村的大姐大 村里没有人敢 明目张胆地去招惹了 没看李青被打一顿后 也没得着李正的支持吗 霍如哭泣气地跑了 去追霍童去了 上午的时间 霍童家院子里的人都在忙着 莫文歌只会跟着他娘 一起出来了 两人盆里 都抱了不少的衣裳 霍阳 莫南 莫西也开始拿了桶 他们要轮着去挑水 把水缸装满 他们的父亲末年 就在院子烧个火 给他们煮些绿豆汤 闲时他也会帮忙递个砖 随着霍如跑过来 莫文歌喊一声 你又来干什么 没带霍如回话 王氏就拽了女儿走了 赵老太家的人 没一个省油灯 霍童坐在了新打出来的桌前 拿着笔在上面绘画 他还需要个大大的浴桶 有了浴桶的话 天冷的时候 让家人抛个走 会更方便 出于卫生方面的考虑 他要让木匠多给打几个浴桶 霍如走了过来 在他面前坐下 霍童眼皮都没抬一下 他咬了咬唇 委屈的道 霍童 刚才我正在路上走 李旺兰找了我的路 非不让我走 我不敢不听 霍童语气淡漠 你没必要告诉我 你不会把这事情告诉别人吧 村霸的名声太差了 要是让人看见他和村霸在一起说话 别人会怎么想他 他要保全名声 霍童喝了一声 我没你这么多嘴又多事 霍如面上尴尬 道 你发誓 你绝不到处说我坏话 你有病就去看病 发你妹的誓啊 明明是他去搭讪 以为他看不出来吗 当然 这不管他的事 他才懒得过问 霍如可怜巴巴地说 我知道你恨奶奶 奶奶对你不好 你连带着也恨上我了 可这不管我的事情啊 我也只是个女孩子 咱们奶奶向来疼男不疼女 我在家里活着也很艰难呢 霍童替他觉得累 喜真多 他猛然抬头 看见墨北背着竹篓 提着弓箭回来了 他又猎回了一只兔子 霍童面上一喜 道 小北回来了 他不想再听霍如说了 霍如一震 他忙扭身一看 是墨北回来了 都是村里长大的孩子 那些村霸真 是连墨北的一根头发都比不上 霍如忍着心色 忙站起来 兔子真可爱 他伸手想要去摸兔子 墨北躲了一下 不给他摸 霍如尴尬 气得不行 勉强忍住 霍童去把兔子抱过来了 温柔地摸了摸 霍如觉得刺眼极了 又一次后悔 为什么当初许 给墨家的不是他 霍童把心癌的兔子 和另一只兔子 放在一起道 小乖 给你带回来一个伙伴 喜欢吗 从今以后 你的小伙伴 就叫二乖吧 另一个龙里的野鸡 无精打采地趴在笼子里 在绝食抗议无效后 他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 吃完了给他的青草 墨北也给野鸡添了把草叶 野鸡瞧了瞧 并不和他说话的男主人 很快打起精神 吃草 另一个笼子里的兔子 因为彼此有了伴 很快就打成一片 给了胡萝卜 争先恐后地抢着吃 被无视的霍如在 也待不下去了 咬着牙转身走了 刚走出去 就遇着李旺过来了 他就在门口等着他呢 霍如眼睛一红 拔腿跑了 李旺急忙去追 儒儒 儒儒 你别跟着我 你再跟着我 全村的女人都要骂我了 谁敢骂你 你告诉我 我收拾她 霍彤 你敢吗 李旺正了正 他真不敢啊 关键是打不过呀 且说 霍彤在斗过兔子后 切了半块西瓜后 放在桌前 给墨北吃 这都是 他从空间里拿出来的西瓜 品种好 又甜又杀 墨北坐着吃了会西瓜 霍彤看着他 目光温柔 小北 你会写字吗 会 那你教我写字吧 我都不会写字 墨北意外过后答应 好 霍彤把自己的小本本 和笔拿了出来 等他吃完 霍彤道 你写我的名字 墨北把名字写给他看 繁体字是比较复杂的 看来他真的要更努力地 去适应这些字了 想哭 霍彤看着自己的名字 墨北不但会写字 这字还相当地漂亮 霍彤模仿着 是写自己的名字 墨北坐到他旁边来看他写 霍彤又说了一些草药的名字 让他写 看不懂的 他索性筑上拼音 霍阳 墨南 墨西这边挑完水 跑过来看他们写字 霍阳惊讶地道 六六 这是谁写的字 小北写的 小北的字这么好看 霍阳大为意外 墨南兄弟也吃惊 哥 你什么时候学会写字了 他们怎么不知道 在霍家村的时候 父亲没送他们读过书的 墨北 自学的 霍彤道 我有一个想法 等安定下来 咱们就去找个私塾 你们都去读书 墨南 读书多费钱啊 霍彤 读好了书 费的钱都会赚回来的 能识文断字的人 再不计也可以当个掌柜的吧 不认识字的人 只能干又虫又累的活 挣的银子 还不够糊口的 霍阳道 可我不是读书的料 我读不好 他以前也跟着霍彤的爹读过书 根本没心思读书 都不如他大哥读得好 霍彤道 读不好 也得给我把启蒙的书 给读完了 等你学会十字算账的时候 万一以后咱们家发达了 还能指望 你们给我当个掌柜的不是 不然 我只能把希望 寄予外人了 霍阳 好吧 为了我家六六 我拼了 这边说了会闲话 由于水还没打完 三个人 又跑去挑了一汤水 霍彤这边继续写字 墨北在一旁交他 不远处 墨年 把烧好的绿豆汤端到一旁冷着 给家里干活的人喝 后院那块地 还有一帮村爸在帮忙 他又提了一桶 送到后院去 再回来时 他瞧见墨北 正拿着笔 在写着什么 便不动声色地 走了过来看了看 墨北看他过来了 立刻把笔 给了霍彤 让他自己先练练 墨年道 墨北 你会写字 他明明不曾送他去读过书的 墨北如实地道 以前在镇上 认识一个夫子 教过我 墨年意味不明的道 藏得够深 这么大的事情 他竟然不知道 墨北看着他 墨年道没再多说什么 转身走了 待到午时 霍彤已跟着墨北 认识了不少繁体字 都是要明 他先同样认起吧 洗过衣裳的墨文哥 也跟着他娘一块回来了 两人 把衣裳往衣架上打 霍彤让人打造的 靓衣架子 都是很现代化的那一套 既不占地方 又美观 若是天宫不作美 两人一台 就搬屋里了 好不容易晒完衣裳 墨文哥跑过往 霍彤他们面前一坐 拿起桌上 切好的西瓜 一边吃一边道 霍彤 你能嫁到我们家 一定是你八辈子 修来的福气 你自己出去看一看 在外面 洗衣裳的全是小媳妇 天天去洗衣裳 一直是墨文哥 心里的痛 他才十岁啊 在霍家村的时候 他娘从不叫他洗衣裳 饭也不用做 现在好了 他娘天天喊他洗衣裳 他一双手啊 都洗出裂缝来了 他们家完全和别人家 反过来了 气人不 霍彤不知可否 事实是 他洗澡的时候 在空间里 直接把衣裳洗了 就外面这一层衣裳 三五分钟的事情 他没想 劳烦别人为他洗衣裳 霍阳也是一个 从小就自己衣裳 自己洗的孩子 他又不是王氏的孩子 不可能让王氏 帮他洗衣裳的 更不会 辛苦或同帮他洗衣裳 他洗澡的时候 也会自己顺手 把换下来的衣裳 给洗掉 墨文哥和他娘洗的衣裳 全是他们自家人的 他一边吃瓜 一边抱怨了一会儿 王氏那边 把衣裳晾好后 又去把米桃上 喊着末年 给他烧饭 他还要洗菜 切菜 全家能不能过上好日子 往后都指望着货同呢 王氏现在能不用他 就不用他 洗衣裳的时候 也有一些好事的小媳妇 故意问他道 哟 怎么是王嫂子出来 洗衣裳了 当你家儿媳妇 可真享受啊 衣裳都不用洗 王氏就笑着道 我家儿媳妇 忙着干大事呢 这不是分身伐术吗 一句话 就给赌回去了 全村的人都知道 他家儿媳妇了不起 要带着全村去致富 不过 要说王氏心里一点怨言没有 是不可能的 霍童现在啥也没干 他的好大儿子 乖乖地陪在一旁 低着头 不知道又写什么 王氏 把讨好的米 倒进锅里的时候 和自家男人嘀咕一句 你有没有发现 咱们家和别人家反过来的 末年点头 确实反过来了 没谁家儿媳妇 能在外面 挣钱养全村的 末年一句话 又把王氏心里的委屈 赌回去了 他莫名有些生气 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我这辈子 是不是都得跟儿媳妇干的活了 末年道 那让儿媳妇 别在外面干了 等休息好房子 让他以后就围着锅台干 你去外面替他干 这可不行 家里这么多张嘴里 吃饭穿衣 样样都是钱 人家发的这些粮食 又不能 让他们家吃一辈子 王氏很快反应过来了 自家男人这事 在逗他呢 气得他很瞪眼 他怎么可能有本事 去干活同干的活 他这辈子 也只能围着锅台转了 末年道 行了 别瞎琢磨了 别人家指不定 怎么羡慕嫉妒着咱们家呢 你要是听信了村里的 那些小媳妇的挑拔 你就真是太傻了 王氏心里 就是觉得有些不平衡 可他还能说什么 他任命地把菜洗好 切好 等活同过来炒菜 他并不想 把家里弄得鸡犬不宁了 看活同 每天准时过来炒菜的架势 王氏心里好受了些 至少媳妇 再忙都会过来炒菜的呀 而且 炒出来的菜 特别好吃 就是他炒菜的时候 末北会在一旁看着他 默默地把他炒菜要放什么调料 都记下来 王氏敢都赶不走 都说男人远刨除 他倒好 天天往锅台上转 围着霍童转 他去哪 他在哪 恨不得全天挂在霍童腰上 霍童偶尔望他一笑 两人在锅台上没来眼去的 王氏都不好意思看 等霍童炒好一盘菜 末北就端过去 摆放在桌子上 两人搭配得天衣无缝 一脸的恩恩爱爱 等炒过菜 一家人继续坐下来吃饭 霍童时不时把霍童炒的菜夸了得天花乱坠 反正他就是没吃过比霍童做得更好的菜了 末北坐在霍童边上 会时不时地给他夹一些菜 体贴入微 再看自家男人 王氏嫁给他这么多年 没有被他亲手夹过一次菜 心瑟瑟竟开始羡慕 媳妇的爱情了 且说 随着摘棉花的季节来临 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也都下了田 摘起了棉花 照着霍童之前的说法 每家摘了多少斤棉花都称好重量 记录在册所有的账目都是透明化的 统一有理政管理 他根本不参与管理和账目的事情 没人会怀疑他别有用心 在这段时间 也会有一些从县城来的人 收购他们的棉花 因为统一了口径 今年的棉花就无一家人出售了 就算还有些犹豫着要不要跟着霍童的人 也想再观望观望再说 后来 有一家前来收购的人打探下才得知 这村里来了的刘明 竟大言不惭地要带全村去致富 所以让他们把棉花都留下 不再往外出售 这人先去找李正谈话 李正婉转地拒绝了 表示这是他做不了主 让他去找霍娘子 人家是县城里来的人 他不愿意答应 也不敢得罪啊 只能往外推了 最后 这人就找到霍童家来了 傍晚上的 一辆华丽的马车停在了院外 格外地引人注目 清泉村不轻易有马车出入 能来的都是非富即贵之人 霍童在吗 随着一道身影从马车里走了出来 那人直接走进了院中 开口询问 霍童正趴在桌子上写字 墨北守着他 教他 霍童几个人 就在桌前坐着吃着瓜果 听见换声 几个都看了过去 就见一位模样 端正的青年男子走了进来 身边跟六位仆人 霍童看他一眼 道 找我坐肾 竟然是一个这么小的女孩子 青年有些意外 道 找你谈些事情 霍童不认识他 本着礼貌 也请他 坐吧 霍童几个人 忙起身让开了位置 青年在霍童对面 坐了下来 听说 是你出的注意 让全村的人 不要把棉花卖出去 霍童 有话直说 解铃还虚细铃人 我要收购这里的棉花 请你让他们改变注意 霍童冷笑 道 这不可能 一旁站着的仆人道 你知道 我们家公子是谁吗 他当然不知道 不管他是谁 这已决定的计划 是不会改变的 这是玉兜县 齐家大院的齐大公子 齐家的产业变 而整个玉兜 一旁的仆人 一脸骄傲 说的那是一个趾高气昂 霍童心里冷喝了一声 他的第一桶金 并不想拱手让人 他不为所动 委婉地道 抱歉 恕我不能帮你这个忙 要是齐公子 想靠着棉花 赚些银子 我倒是愿意 与你合作 你考虑一下入伙 我们倒是可以的 齐大公子眼神暗沉 语气冷了三分 道 霍娘子 我劝你莫要敬酒不吃 吃罚酒 一个小小的刘明 也不知道 是谁给他的胆 敢与齐大公子作对 霍童诧异 他是诚心诚意地 愿意齐公子入伙的 毕竟他背后有产业链 销路会更广 他很快就明白过来 人家是根本看不上 他们这些村民 就正色道 齐大公子 做人要讲道理 买卖讲究的是 你请我愿 你这样强人所难 是不对的 齐大公子态度强势地道 霍娘子 这些棉花 我是要定了 我给你两天的时间考虑 两天后 你给我把这些村民 都说服了 否则 我会让你继续变流民 霍童见他威胁之意深重 也沉声道 齐大公子 我劝你不要胡作非为 免得虔诚敬毁 他虽不想惹事 但也不怕事 这话听得齐大公子冷笑一声 一个流民 敢和他说这样的话 他声音发很道 两天后 我会再来的 到时候 若没有我想要的 你就等着继续流浪吧 丢下狠话 他站了起来 胆了一下 并不脏的衣裳 转身走了 好像他这里有多脏似的 也确实不干净 随着这人一走 霍阳忙过来道 这个齐大公子 怎么回事 六六 他不是要为难我们吧 显而易见 他就是想为难他们 墨北也忙过来询问 彤彤 没事吧 霍彤 没事 一个贱商罢了 不是他看不起商人 是看不起这个商人的行为 气得他不能不口吐芬芳 霍阳同仇敌愕 就是 贱人 太贱了 墨文歌也跑过来骂 真的太贱了 他以为他是谁啊 这边正骂着人 李正匆匆跑过来了 霍娘子 霍娘子 刚骑大公子来找你了 他看见齐大公子的马车 从他这儿离开了 就忙过来了 霍童 刚走 坐下说话 李正坐了下来 急道 怎么办 我可听说 这齐大公子不好惹吗 霍童 如何个不好惹法 你和我说说 他的来头 李正 把自己知道的说了 这齐家在狱都是一方首富 家里做的生意也杂 这位齐公子叫齐山 是家里的长子 自然是接管了家里 所有生意 像这等一方首富 往往也会与官府勾结在一起 正所谓官商勾结吗 所以 齐家背后靠的大树 是玉兜的县令 正因为有县令撑腰 齐家在玉兜越做越大 混得风生水起 听完这位齐公子的来头后 霍童道 李正 你只管你稳住民心 让村里的人 不要为了眼前的银头小利 受人蛊惑了 齐公子这里 我来应付 他不找你便罢 若找了你 你把一切都往我身上推便是 他当然是这样子做的 肯定会往他身上推 让人家来找他 不过 被霍童这样说出来 李正还挺不好意思的 一个小姑娘家这般有担当 她身为男人自愧不如 显得她挺不男人的 直到 霍娘子 有你这话 我就放心了 霍童 只管放心吧 小女孩子说话声音不高 就是有力量 不知不觉 霍娘子也成了她的主心骨了 她不知道霍童能有什么本事 可她就是相信霍童有能耐 再看她当真 如此从容不迫 她相信霍童一定有办法 把这齐公子给应付过去 李正放心的 从这边离开的时候 霍童又给了她一个大西瓜 李正推辞了一下后 就半推半就地带回去了 她这大方镜 是真让人喜欢啊 要是每个人都像她这样就好了 李正心里又乐开了 随着李正离开 天黑时 院里 其他做工的人 也都离开了 王氏这时 也过来询问霍童 六六 发生什么事了 她正在院子里忙别的 没留意到他们 这边出了什么问题 莫文歌 县城里来了个公子 要收购村里的棉花 嫂子不同意 墨西道 她好像还威胁咱们来着 霍童 小事一桩 他们赶来 在咱们这惹是生非 我就敢让她有来无回 霍阳 六六 我信你 霍童陈寅道 小人难防 这两天 我们还是要好好防备一下的 我觉得 我们需要轮流值个夜 从今天晚上开始 墨年道 我来值夜吧 最近太闲了 也不用她去打猎虎口了 睡的觉 也太多了 现在晚上 都睡不着了 说好了这是 霍童前去把饼烙出来给大家吃 墨北跟在一旁学了学 成功烙出一个不错的饼 王氏看了看 默默叹口气 第一次烙饼 还挺像个样子的 他儿子这么有做饭天赋 这回打算学了做饭后 后半辈子 是打算天天给媳妇做饭吗 正这么想着 霍童笑着说 小北 等你学会做饭了 我就可以光荣退休了 嗯 他没听懂后面两个字 霍童 我就可以光荣卸任了 这回他听懂了 道 再过些天 你就可以退休了 以后炒菜的是归我管 看他在锅台上转悠 都热出汗了 他会不忍 他想让他多休息 没事做着写写字 看看书也好 王氏听得满头汗 在锅台烧火给热的 他这辈子 是退休不了了 后来 今天的饼 全是墨北一个人落出来的 霍童就站在一旁看着 见他也被热出汗了 他拿了诗巾 给他试了一下额头 和鼻尖上的汗 这亲密的镜 王氏看得脸红 墨北望他的眼神里都是笑 就挺受用的 要是他肯为他试汗 他天天做饭 也没有关系 当然 就算不试汗 他也愿意为他炒菜做饭 等到吃饼的时候 霍童一阵猛夸 小北 你做的饼 可真好吃 比我做的好吃多了 以后再做饼 他可以上任了 墨北望他笑笑 好吃就多吃点 霍阳也夸 道 确实好吃 比溜溜做的好吃多了 以后让墨北做吧 终于可以让他家溜溜些着了 墨北表示 很乐意做这件事情 说说笑笑中 吃饭结束后 洗漱一番 到了晚上 个人回帐篷睡觉 末年值夜 一夜无恙 一日 前来霍童家 做工的人回家后 就听家里的婆娘 说了县城有人来 收购棉花的事情 他们纷纷过来 找霍童打探道 霍娘子 昨天来的是 县城里的齐公子吧 你们怎么说的 霍童还是那句话 只要大家不被眼前的 银头小利蛊惑了 我这里 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可听说 这齐公子坏着呢 不会对咱们村 干些什么坏事吧 霍童 放心吧 这件事情 我会处理好 一定没问题 霍童好一番安慰 稳住了明星 都是一帮老百姓 他们只想安稳过日子 赚钱 可不敢与富贵人家过不去 清早起来 河边又挤满了 大姑娘小媳妇 前来洗衣裳 这几天要摘棉花 他们就起了个早 把头天的衣裳洗一洗 赵老太家的大儿媳妇 李秀也在 他和赵老太住一起 每天早上 要负责洗全家的衣裳 他洗了衣裳衣裳后 站起来大声说话 企图引起别人的注意力 听说你们 都要跟着霍童去治妇 你们对他又不了解 怎么敢把家底 都交给他们 有小媳妇笑道 你别酸了 李秀笑道 我有什么好酸的 霍童他一出生 就渴死了全家 这样的人 我酸他什么 别怪我没提醒你们 你们若真听了他的话 非但治不了妇 还会被他拖累 真和他爹娘一样的下场 你们后悔都来不及了 你不是霍娘子的大娘吗 都是一家人 你这样说霍娘子 恐怕也不是个好人吧 山洞没成功 李秀起了 我虽把他当成自家人 但他把我们当外人 他家那个门 我们进都进不去 这样六斤不认的人 你们觉得 他会是个好人 那还不是你们 先把人五两银子卖了的吗 这些小媳妇 竟不是好煽动的 还有聪明的 李秀起道 谁告诉你们是卖的 是霍童自己说的吗 真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给他找了个猎户家当婆家 他不知感恩 还怪罪佳人 若不是 把他嫁给猎户家 他早没命了 笑死人了 说来说去 还不是你们有吃的只顾自己 不给人家吃 但凡给人家一口粮 也不至于饿死啊 李秀起得不 和他们说了 那香 霍童和往常一样 闲时他把墨北教他的 毒一毒血一血 墨北一早 又去了山里去打猎 墨文哥 忽然过来喊他道 嫂子 你没事 去把衣裳洗一洗 在这血化半天了 一看就是个闲人 霍童不理他 墨文哥拍拍他的桌子 喂 我喊你呢 听见没 霍童 你也老大不小了 自己衣裳 自己动手洗 不要老想着 指望别人帮你洗衣裳 他摇摇头 叹口气 一个连自己衣裳 都怕洗的人 还能指望你 干什么大事 墨文哥记得小脸发红 嫂子 你要搞清楚 现在说我每天都在帮你洗衣裳 这活本来是该你干的 他实在不想干了 霍童懒得和他废话 站起来道 我出去看看 后面的田 开垢多少了 他静止离去 墨文哥气得瞪大了眼睛 不敢置信 霍童不想和在逃荒的路上那样 让他们觉得自己 不论干什么 都是理所当然的 有些活就得自己干 比如洗衣裳这件事情 他们必须自己动手 除非他们都没有手了 他可以代劳 身后的王室看着他 无话可说 他指使不动而媳妇 这事也是真的 霍童去自家田里的时候 看看四下无人 闪进了空间 在里面把西瓜切好后 放在案板上端了出来 村爸们一看他过来了 立刻招呼道 大姐 你来了 霍童招呼道 都过来吃西瓜 一伙人一听有瓜吃后 立刻撒腿跑了过来 李旺道 姐 这瓜可真好吃 你这么破费 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霍童 你们给我干活 我给你们酬劳 都是应该的 姐 这西瓜 一个得不少银子吧 他怎么会知道 这西瓜多少银子 只好不说 道 银子都是俗物 大家吃得开心 干得痛快才是正道 姐 你说话真倒笑 你们叫我姐 不会不好意思吗 我才十三 李兄 我们叫你姐不是觉得你年纪比我们大 是觉得你的能力比我们强 做我们的老大 是当之无愧的 霍童 我可不当村爸 我是梁明 你们要真认我当老大 就得听我的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 村爸们笑 只觉得 他说话就是有意思 李旺道 姐 我听你的 以后你指啊 我们打啊 以后在村里 看见小姑娘不许调戏 看见小孩子 不许欺负 做得到吗 大家汗颜 李旺 还是斩钉截铁的道 姐 没问题 我做得到 其他人也说做得到 霍童汉首道 你们若真让我当姐 若是让我知道 你们又在村里 横行霸道欺压良民 我可是会收拾你们的 会打得你们 像李庆一样 这样还敢任我当姐 大家证了证 这是在承认李庆 就是他打的了 李旺一咬牙 敢 霍童满意 道 从现在起 我再交给你们一个任务 这一道考验通过 你们以后就 正式是我的小弟了 等我房子休息好 我就请你们到我家吃饭 庆祝一下 姐 你只管说 霍童把自己的任务分配出去 一帮小弟拍胸脯 保证完成任务 交代完事 等小弟们吃完瓜 霍童也就又走了 回去的路上 预着在河里 洗衣上的几个小媳妇 喊着他道 霍娘子 你那个大娘 可不得了了 洗衣上的时候 一直在说你坏话 霍童道 她就是这样的人 随她说去吧 小媳妇们问 你都不想知道 她说你什么呀 无非就是那一车咕噜话 由她去吧 霍娘子 你可真想得开 霍娘子 那个齐公子 是怎么一回事 听说 她都找上你了 这事传得还真快 一会就传得 全村的人都知道 齐公子找她 就棉花的事情谈过话 霍童再一次道 只要大家 不被眼前的迎头小利蛊惑 将来赚的钱 一定比卖这点棉花的钱 高到你们无法想象 如果有人动心了 她也不勉强 村里一百多户人家呢 当然会有人有后顾之忧 害怕投入进去赚不到钱 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愿意跟她的脚步走 和小媳妇们说过话 霍童转身回了家 莫文哥 已跟她娘出去 洗衣上了 她继续坐下来写字 写累了 就去喂喂兔子 逗逗野鸡 这只鸡乖了不少 也不对着她叫了 霍童给她放一些菜叶 她因为吃饱了 头一扭 不吃 霍童道 小黑啊 要不要我把你放出来溜达溜达 你才黑 你全家都黑 小黑不喜欢这个名字 霍童把她从笼子里 提了出来 避免她会飞 霍童在她脚上 拴了绳子 绳子的一端戏 在桌子腿上 野鸡得了自由 扑腾着翅膀就要走 结果走了一半 就走不动了 回头一看 才知道自己 被拴在猪腿上了 她看着霍童 冲她叫 小人 小人 霍童又坐了下来 继续写自己的字 近中午的时候 墨北回来了 她背着一头羊回来了 她在山上设了多处陷阱 过去的时候 这只傻羊被夹住了腿 正眠眠地叫着 所以 她背回的是一条 有生命的羊 霍童瞧着这傻羊 就喜欢 跑过去顺着她的毛 道 多可爱的羊 养起来吧 正坐在她面前 吃瓜的莫文歌道 不许养 养他们 还要天天给他们割草吃 王氏也笑着道 一会杀了 晚上可以吃羊肉 他们也好一段时间 没吃肉了 墨南也喊她道 嫂子 吃羊肉吧 这都在抗议 不许她养起来 好吧 霍童无话可说 墨北道 想吃肉以后 有的是机会 这头羊 就给童童养着 虽然她也想吃 但童童要养 那必须得养 她可以不吃肉 莫文歌叫 哥 你怎么这样子啊 有了媳妇 就不管我们死活了 眼看又要吵起来 莫年过来道 不就是个羊肉吗 下午我就去山里 猎肉给你们吃 她打了半辈子的猎 想猎个肉 不是什么难事 墨西 猎不到 我们就杀了这头羊 羊在一旁瑟瑟发抖 霍童摸摸她道 行了 暂时保住你的小命了 她找了个绳子 把羊拴了起来 墨北看她 喜欢得不得了 看羊的眼神都是笑 心里就觉得 不吃肉也值了 她喜欢就好 霍童这边逗了一会 受惊了的羊后 就去洗了手 想着大家都嚷着没肉吃 她意念一动 索性从空间里 取了一大块现成的 水晶猪肉出来 包了外面的包装 去案板上切了 装在了碗里 王氏看见了 诧异 六六 这是什么 肉 在荆州的时候买的 王氏就不再多问什么了 也不知道 她这个媳妇 到底藏了多少好吃的 天热 这里又没有冰箱 买了肉都存放不住 加上最近家里是多 她就没想起来 要买肉的事情 霍童这边又洗了手 把菜炒出来 全家坐下来吃菜 也没人问她是什么肉 从来买的 大家只管吃 这一点挺好 霍童放心了 一大碗的水晶肉 瞬间给他们干完了 墨西一游未尽 好吃 嫂子 还有吗 有 明天拿给你们吃 莫文歌哼道 嫂子你也真有意思 有这么多好吃的 你不早拿出来 也不怕放松了 霍童不说话了 站起来道 我出去割点草 她要割草喂羊 王氏任命的收碗 去洗 还是我来洗吧 霍童很快又回身了 她意识到 自己是要洗一下碗的了 再不洗碗 王氏也得有意见了 她迅速把碗给收了 墨北跟着她一块来了 要帮她倒水 王氏看了那边的儿子一眼 叹口气 媳妇果然是香的 她洗再多的碗儿子 也不会跟着她帮忙 她不仅帮忙 还让霍童不要洗了 她下手去洗 霍童看了看自己的手 又看了看墨北 道 这多不好意思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洗碗这事不适合你 霍童心里乐开了花 不动声色的道 那什么事才适合我 卧笔 霍童被逗笑了 那以后每天吃过饭 你帮我把碗洗了 不要让神洗了 好 霍童想了想 道 你换洗的衣裳 以后给我吧 我给你洗了 也不要让墨神洗了 墨北道 还是我自己洗了吧 霍童望她笑 道 小北你真好 女孩的声音 又甜又温柔 她顿时觉得 就是为她洗一辈子衣裳 一辈子晚 她也是心甘情愿的 洗衣裳的男人 在河边是看不到的 即使是庄稼汉子 也都是让家里的婆娘洗的 就如这个时代的女人 当了婆婆后 都是让媳妇干活 自己歇着了 霍童想了想 多少也能理解 王氏和墨文歌的想法了 可她不是这个时代下的产物 她的思想 没有办法 被这个时代禁锢 墨北把锅上 收拾干净后 就陪着她一块 去后山割草了 王氏望天长叹一声 吐出一口闷气 割草的事情 当然不劳她动手 墨北一个人 就把青草全割了 装了满满一株篓后 她背着株篓 带她一块回去了 两人一路说说笑笑 霍童走在她身边 跳起来去碰她的脑袋 道 小北 你又长高了 我不信 咱们比一比 两人站在路边比个子 霍童往她跟前一站 羊脸也只能看到她的下巴 墨北低头 望着她 呼吸微紧 这一刻 她乖得跟个小孩子似的 认真的从自己的头顶 处在她胸前比划了一下 最后比划到她的肩膀处 霍童有点郁闷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长高 这个时代的男女 通常都不是很高 墨北这样的是逆天 她这样的也真不矮了 只是墨北太高了 你可以了 墨北伸手 拽着她扎得高高的头发 往前走 放手 放手 还和她调皮上了 霍童忙 伸手保护自己的头发 好不容易扎好的头发 给弄乱了 就太烦了 她不是一个 很会扎头的人 通常就是高马尾 乡下的姑娘 在头发上 也没有多少的讲究 能扎出许多花样的 都是城里的姑娘 还有一些 专门就靠这个手艺吃饭的婢女 行在乡间的小路上 头顶一片蓝天 焦羊也似火 到了晚间 夕阳落下时 烟火在清泉村的上空盘旋 合见的蛙声四起 霍童家的院子里 时尔传来羊叫声 时尔传来鸡叫声 只有两只兔子最乖了 默默无声 兔子没有声带 只能咕咕咕 扑扑扑 到了夜间 万籁俱寂 霍童让个人休息 不要守夜了 因为她也安排了人职业 她收的一帮小弟 到了夜间 就守在她家墙外职业 给了霍童两天时间的齐公子 在这天傍晚 天黑之时来了 这一次 她身边带了更多的家仆 有二十来人 那时 院里干活的人 都已各回个家 霍童正拿着草喂羊 齐公子静止走进来 道 霍娘子 看来我得要你办的事情 你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霍童起身 看了她一眼道 还请齐公子 不要强人所难 青年的话语里 透着强势 道 本公子偏要强人所难呢 齐公子 您何必如此呢 这里又并非只有 清泉村一家的棉花 其他村的棉花 已被别人定下了 而且 清泉村是这一方 最大的一个村 种的棉花 也是最多的 霍童道 我无能为力 齐公子似笑非笑 眼里藏着凶狠 道 既然霍娘子不想好好过 我也没有办法了 等出了事 你再后悔 已经没有机会了 严静 他打了个手势 对身边的家仆道 把这里都给我砸了 身边的家仆手里 执着棍棒 一声令下后冲 上去就要 在院子里一阵摔杂 家里的家具 好不容易才打好 岂能容他们破坏 在场能打的人 全冲上去了 墨北手执着霍童 给他做的弓箭 站在不远处 射出去 他剑法精准 一射一个准 王氏和墨文歌 以及霍阳都躲得远远的 免得伤及无辜 一时之间 院里惨叫声不断 齐公子带来的人 不是被射在了膝盖上 就是射在手臂上 无疑不负伤 霍童和墨烈户这边 更是徒手私人 一时之间 非但没破坏 到人家的一草一木 自己家的人 还都全部负伤 齐公子气地发抖 霍娘子 你是存心与我作对了 霍童 齐公子 你不要敬酒不吃 吃罚酒 这本是对方给他的话 现在他送回去了 齐公子气地甩手就走 他的人哪敢再打 立刻哭爹喊娘地跟着去了 不过 是一个县城里的商户之子 竟也想只手遮天 带人一走 赵老太带着大房 二房的人跑过来了 出什么事了 他们就住在前院 霍童家 闹这般大的动静 他们自然是听得见的 一过来 就看见院子里打坐一团 他们当然不敢过来 就巴不得霍童家的人 被打死才好 眼见这些人 竟没讨到便宜 好失望 只能假惺惺地过来询问 霍童感了一下身上的灰 没打赵老太的话 只对家人道 做饭吧 他转身 又把肉拿了出来 既然大家不问他肉的来源 他可以再给他们吃一次 默仁搭理赵老太家的人 莫男和墨西几个 都坐在桌前坐了下来 仿若什么事情 他们拿起来吃一些 赵老太瞅见了 眼馋得不行 伸手就拿了一块刀 这是什么 他没吃过西瓜 甚至没见过 西瓜在这个时代并不普及 乡下人一辈子吃不上 莫文哥忙把 装西瓜的碗抱走了 气哼哼 厚脸皮 忘恩负义 赵老太气得不轻 在这家人面前 讨不到便宜 他转身就走 家里的人 也立刻跟着去了 眼看霍童家的房子 就要起来了 全家的都眼红极度 他大儿媳妇礼秀道 娘 你看霍童家那边 什么都有了 咱们家的 至少也打一套 吃饭的桌子吧 他们至今天 连个床都没有 铺的是草席 天热 还可以睡一睡 赵老太哼声道 急什么 李秀道 娘 就算是为了木 我们家也得有一套 桌椅和床 不然 木儿若是考上了童生 让人知道 咱们家这么穷 多没面子 霍木是几个孩子中 读书最好的 赵老太一直指望着 他将来考个秀才 或者举人 甚至更好 为了大孙子 霍童这边的饭桌上 在晚上的时候 又多了道 他们没有见过的肉 这是一份牛肉片 只有莫文 搁转着眼珠子道 嫂子 你把肉藏哪了 他之前有偷偷 去他包袱里找过 帐篷里翻过 没找着 霍童不搭理他 墨北给霍童加了肉片 多吃些肉 好长身高 他再不吃 马上就没有了 霍童看他一眼 觉得他 是不是在嫌弃 自己长大 牛肉片 很快见了底 余下的土豆 黄瓜最后 也都被一扫了尽 半大小子 吃死老子 吃过饭 墨北和霍童 一起收拾碗筷 霍阳也立刻帮着收拾 他也不想让他家 溜溜洗碗 三个人 把锅碗收拾干净 王氏这边 带着女儿去洗澡 家里水缸里有了水 他们也就不必 跑外面的水沟了 家里的男人 和往常一样 去河里洗澡 霍童则回了自己的帐篷 进了空间 他在空间的水里 洗了个舒服的澡 躺在里面不想出来了 这里的温度适中 不会冷也不会热 七月的天 正是最热的时候 外面连个风扇也没有 这日子可不太好过 自幼在这边 长大的孩子们 已习惯了这里的天气 他出来乍到 还无法试掩 半睡半醒之间 他忽然惊醒 急忙出了空间 齐公子一再放下狠话 他担心 这人会做出过激的行为 不能不防 虽然也安排了人 来为他执业 这些个小子 万一犯困难 走出帐篷之外 月色悬空 夜已深了 霍童来到院外看了看 果然 在他家院外 职业的两个村坝 正在墙根坐着 不停地打蚊子打瞌睡 一瞧见他过来 立刻惊神了 姐 你怎么还没睡 睡醒了 出来活动活动 他在自家院外转了一圈 两个小弟跟着他 姐 你是怀疑谁要害你 你直接告诉我们名字 我们去把他打一顿不就行了 保证打得他爹娘 都认不出来 霍童哼笑道 别问 只管盯着 一切都是他的猜测 他只是往最坏的地方准备 这人不做出过激行为就算了 否则 他让他后悔终生 他正和两个小弟小声说着话 忽听有脚步声往这边跑了过来 且不是一个人的脚步 去躲起来 霍童对两人吩咐一声 他也悄悄返回 果然 就见两个黑衣人跑得飞快 冲着他家来了 两个人四下看了一眼后 其中一个人迅速跃上墙头 翻身跳进他家的院子了 另一个人在墙外放哨 行动快的 仿若这人不曾出现过 两个小弟惊呆了 还真有人要害姐啊 霍童不声不响地一拳打昏墙外的人后 跟着翻进墙内 他要看看 这人到底要怎么样 就见这人拿出火折子 点了手里火把后 往他们家打好的家具上扔了过去 说迟时 那石块 被扔出去的火把 迅速被人夺了回来 只见霍童手持着火把悬伸而来 一脚踹进这人心窝 黑衣人冷不防 被踹得飞了出去 摔在地上 忍着疼痛 他迅速爬起来就要跑 霍童急不追上 一把拽过他的手臂 一个拳头就打了上去 不等他有还手的机会 他腹上又挨了一脚 疼得他一个弯腰后 霍童上前抓住他 一脚踢在他的膝盖上 迫使他跪了下去 只听他凶狠地道 齐公子让你放火烧我家 黑衣人疼痛难忍 哼出声来 霍童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说 否则 我立刻拧断你的脖子 黑衣人顿时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从女孩的眼神里 不难看出杀气 他艰难地吐出一句话 对 你何必非与公子作对 他一个流民 拿什么与齐公子作对 霍童使劲 往他心口又打了一拳 疼得他仰面倒地 霍童一脚踩上去 道 既然你要做齐公子的走狗 去干伤天害理的事 就该想到 你早晚会有惊天 啊 他惨叫一声 有骨头碎裂的声音 霍童道 回去转告齐公子 既然他丧心病狂 那我就助他不得好死 这是放他一条活路了 此人不敢留久 勉强从地上爬起来 跌跌撞撞地往外走 王氏问 发生什么事了 家里的人 终于被这里的惨叫声惊醒了 全都醒了 霍童 来了个贼 没事了 都睡吧 我出去一下 可是 他们听得 好像不是来贼啊 明明听他说到齐公子啊 霍童转身走出去了 墨北急忙 跟着他一块去了 墙外还有个人 被他打昏了没处理呢 他走了出去 梁小弟还盯着这个人 霍童上去一脚踩在 这人肋骨上 直接把人踩醒了 吓得梁小弟急忙无耳朵 这样低姐好可怕 感觉这一脚踩在了 自己肋骨上了似的 这人当时就惨叫一声 是被痛醒了 跟着出来的墨北脚步一柱 地上的人睁开眼 入眼的是一个女孩冷酷的眼神 就听他道 我记住你了 下次再让我看见你 就不是断几根肋骨能了结的 滚 他松了脚 地上的男子哪敢不滚 慌忙起身 他已意识到事情失败 不敢留久 慌不择路地逃了 梁小弟 吓得一愣一愣地 愣愣地看着他道 姐 还要守着吗 以后都不用守着了 他们应该不敢再来了 走吧 确实不敢再来 换做他 也不敢再来找岔的 还好老大英明 加入了姐 两人走了 霍童转身 看见墨北 就站在一旁看着 他若无其事地道 来了个贼 我把他打跑了 睡觉去吧 墨北 嗡了一声 没多说什么 两人一块走了 回到帐篷 霍童当然睡不着 他在琢磨明天 要怎么去杀了齐山 他要让齐山 死得神不知鬼不觉 总之不能牵连到他们 不能让人以为 他的死和他们有关系 他们要在这生活 不想惹是生非 想了一会儿 有了 他安心地睡着了 一日 天亮 家里的一切 和往常一样 墨北和他爹早上的时候 会去一趟山里 霍童喜欢养一些小动物 他就把各处的陷阱 也改造一下 好给他抓回 仙活的小动物让他玩 墨烈户 借了墨北的剑 去找野兔 看着家里的野鸡 兔子 羊不能吃 他也是真馋了 赵老太 也厚着脸皮 来到霍童家这边 找木匠李高 和他谈的 吃饭桌椅的事情 和他讨价还假了 好一会儿后才离开 李高就纳闷了 不是霍童的奶吗 怎么差别这么大 霍童仿若什么也没看见 他也出去了一趟 家里人只当 他去后面 看看那十亩地 谁也没多想 霍童 是直接出了村 急不如风 去了玉兜县 想当年 他是可以负重 三十公里的人 这个身体 虽不如他当年的身体 那样灵敏 但这一路逃荒的时候 也是走了不少的路程 腿上功夫 还是可以的 二十来里的路程 他花了半个小时 就跑过去了 路上的时候 他进空间化了一个妆 模样很普通 就是扔在人群里 不会让人记住的大众脸 早上的玉兜县城 是开放的 城门口无人查看 霍童路边买了个包子 打听了一下 齐山公子家的方向 就过去了 到齐家门口 观望了一眼后 他找个隐蔽的地方 守在了外面 他特意起了个早 想必这回齐山公子 还在府上 他若要再出来办事 必然会出来的 果然 等了半个时辰后 齐山公子就出来了 霍童快步跟了上去 齐公子现在是一肚子的气 派去办事的人 没有一个中用的 这是越想越生气 和身边的家仆道 一个留名 还这么的难搞 家仆一旁道 公子 他们现在一定提高警惕了 不如再过几天 等他们放松警惕 再找人放一把火 把他们的家给烧了 等他们一块全烧死里面了 就再没人挡公子的路了 另一个家仆道 公子 您别为这点小事气坏了身子 不如您去洛燕姑娘那里坐一坐 开心开心 洛燕姑娘 是这里的一方鸣机 齐公子就去了楼里找姑娘了 霍童继续守在外面 齐公子在里面待了一个 十深后出来了 喝了不少的酒 有些上头了 他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 两家仆跟在后面要扶他 他一挥手 不用扶 本公子没罪 不过 他想小姐了 一时半会又找不到地方 他索性就去一个胡同里 对身边的小四道 都别跟了 站这儿等着 他找了个胡同 对着墙角就要撒尿 齐公子 别来无恙啊 女子的声音传了过来 吓得他尿憋了回去 你谁啊 再看 是个非常普通的女子 他万分嫌弃 霍童手里的注射器拿了出来 冷不防地 就给了他一针 齐山吓一跳 你干什么 他语气淡漠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偏来 今天你命丧在此 也怪不得旁人 让你安乐死 是我对你最大的仁慈了 严禁于此 他转身走了 既然齐山不给他容身之处 想要一把火放了他的家 他就不能给他活路 否则 后患无穷 在霍童那个时代 安乐死都是注射给被判了死罪的犯人 也有一些人受不了病痛的折磨 会选择安乐死 齐山看着他的背影 觉得眼熟 还没想起来在哪见过他 他就消失不见了 他觉得脑子有些昏 站立不住 忙喊 来人 来人 他的家仆听见喊声忙跑了过来 公子 公子怎么了 他瞪着眼睛 他想说有人要杀他 可他说不出来了 眼皮很重 他只想睡觉 家扑下的不轻 忙扶着人就往回走 回去的时候 霍童买了一些生肉 多买的肉回去的时候 放在了空间里 之后 他又去了一趟铁铺 拿个图纸出来 让人照着图纸的样子 给他打 铁在这个时代 还是很贵的 这套东西 打出来要收他十两的银子 但为了家里人 主要是为了墨北 他是舍得花的 这个东西 就是烧烤架子 霍童又去成衣 铺给墨北买了两身衣裳 县城的衣裳 当然比镇上的衣裳 更漂亮 样子更好看 等他买好东西 又在县城 到处逛了一圈后 回到家中 已是午时 彤彤 你去哪儿了 墨北快步迎上来 他回来的时候 找了一圈 都没看见他 我去镇上买了些吃的 家里这会 也没有了旁人 他把买来的猪肉 从包袱里拿出来 事实是他到家门口的时候 才从空间里取出来 晚上可以做个糖醋排骨 和汤给他们喝 还有一只鲜活的小鸡 晚上也可以杀了 给他们吃 墨烈户走过来瞧了瞧 道 以后这些肉 不必花钱再买 想吃肉 我去山上打 他今天就打了一只兔子 在他没回来之前 宰了 免得他看见又说要养起来 王氏这边 一把饭菜都烧好了 已端上桌 就等他回来了 霍童去洗了手 一家人也就坐了下来 吃过了霍童做的菜 再吃王氏的 虽然都是一样的调料 感觉就是差了点东西 墨烈直言 道 娘 你是不是少放了什么调料了 王氏瞪他一眼 有得吃就不错了 居然开始挑三拣四了 敢嫌弃他做得不好 其他人立刻实相地不挑剔了 等吃过饭 霍童为了他家溜溜 去收拾碗筷 墨北就游着他了 他当了个甩手掌柜 霍童去喂他的鸡呀 羊呀兔子 为了让他们有草吃 墨北上山的时候 就会特意多割些草回来 家里的宠物越来越多了 野鸡也不高傲了 给啥吃啥 他也不试图飞走了 乖乖地在院子里转了几圈 任由自己的腿 被拴在椅子上 家里在休憩 院里堆满了做好的家具 还有许多的青砖 将来都是要做 把围墙再休息一圈的 花了半个月的时间 他家的房子休息好 里外刷了白 家具也都搬进了屋里 院子一下子就空下来了 村民在这段时间 也把棉花都采了回家后 照着霍童之前的吩咐 把棉花里的杂草 读出得干干净净后 李正来找霍童 商量着选个日子 教大家做手工 所需要的生石灰 这些东西里正已买回来 现在就等着他交了 霍童定了的日子后 去了李正家 李正家的院子 也是极大的 容纳一百个人没问题 因为所做的手艺 是需要保密的 思虑过后的李正 就从自己的族人中 挑选了五十个性格过的女人 前来霍童家里学习 徐田这样的除外 霍童答应了 让她学习 也就算在族人之内了 当天上午 所有的女人都坐了一圈 人人面前摆了两个桶 戴上了油皮手套 霍童和上次一样 把买来的生石灰 加入水中 再加入石碱 两者合二为一 调出来的就是强酸 大家跟着她的样子来做 调了差不多的比例 把棉花放在里面浸泡 果然 在实验过后 变成月事代的棉花不滴水 人多力量大 一会功夫 一条条月事代就被她们做出来了 每家做出多少月事 代最后都是要上交的 有理正统一保管 最后统一代到县城 或周城出售 就算出不起资金的人 因为家里出了棉花 如果卖得好 依旧可以得到 超过他们卖棉花的分成 花了一天的时间 趁着天热 棉花容易干燥 一帮女人手里没有停过 没有棉花了 李正这边就派人去取 看着一条条月事代很快成行 她心里别提有多惬意了 王氏这回也跟着妇人 一起再学做月事代 她家没有棉花 霍同出了二百两的银子 在所有人中 她出资的最多 也是要拿大头的 等到天黑 实在看不见了 妇人们掀了手里的针线 各回个家 做好的月事 带被李正这边的人打包回家 到了第二天 妇人们继续来李 正家一起做月事代 霍同也过来看着 帮着一起做 顺便和李正商量后面的销路 首先 她要去活动一下 和各处的牙役 把关系打好了 免得被人砸得摊子 她家里那边也没有闲着 由墨烈户盯着 把最后的围墙重修一下 这边月事代还没结束 他们家的房子 就全部修起好了 赵老太家的人 过来他们家转一圈 极度的心疼 因为家里的女人 去李正家了 做饭的事情 就落在墨烈户身上了 她只能喊着家里的小子 过来帮忙 墨北过来炒菜 几个男人把饭菜勉强做好 一回生二回熟 墨北跟着摸索了两回后 味道很快就跟上来了 吃饭的时候墨烈说 哥 我发现你做的菜 比咱娘还好吃 霍阳 我看咱们可以开个饭馆了 干墨北炒菜 墨人接他这话差 王氏忽然问 六六 做了这么多 到时候要怎么卖出去啊 霍同卖了个关子 山人自有妙计 赞不透露 身为一个现代人 要是连这个点销路的点子 都想不出来 他白活了 接下来的几天一切顺利 齐山公子的死 并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大夫都没救过来 只当他是突发隐疾 从他小姐的地方到回家 前后也就二刻钟的时间 突然就死了 在这期间 霍同的烧烤架子 也被做了出来 店家亲自给送上货上门了 就是有个想法 想要他烧烤架子的图纸 霍同自然是爽快地答应了 家里人一瞧 他又弄了这么个玩意回来 一摸还是铁的 王氏震惊地道 这是什么 得值不少钱吧 霍同以后吃烤肉用得着 至于多少钱 就不告诉他了 免得他又心疼了 这几天太忙了 他也没时间弄烧口 暂时先割肘了 富人们这边坐月事带 霍同和李整 以及族人 说了销路的方针和办法 男人们立刻照着他的方式行动起来 各种牌子横幅坐起来 七天后 清泉村的人 立刻缤纷五路出发了 有去玉都县的 有去荆州的 也有去荆州其他县的 因为关系早已打点好 大家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叫卖 霍同这天也带着家里的少年 跟着他去了一趟玉都县城 被选中做手工的富人 继续留下在李正家那边 忙着出产月事带 由于村里牛车有限 他们去的玉都县不算太远 就选择了不行 大家一路上都在说话 鸡鸡喳喳 时间也快 小半个时辰的脚程就到了 霍同选择销售的第一对象 是城里花楼的姑娘 这里最是人来人往的地方 女的卖艺 男人的满艺 他让村里的小孩子 凉凉地拉着宣传横幅 去最繁华的街市宣传 把消息传扬开 霍阳 墨西 墨南 都跟着跑出去宣传 其他兵分出去的也是如此 能派上用场的小孩子 都派上了 富人留下百个摊 留在原地叫卖 毕竟这是月时代 考虑着女子害羞 若有男人靠近不敢来买 墨北都被打发到路边待着了 主卖的依旧是富人 小孩子负责宣传 男人负责运送货源 横幅上 各种贴牌上写的内容 大致都是 关于女人的好消息 月时来了有烦恼 月时代帮你解决一切烦恼 左侧右侧平躺翻身 永远不会露的月时代 女人最贴心的好朋友 假一发陪使 速度来买 手快有 手慢没 一个月时代宣扬的满天飞 让人又害羞又好奇 很快就围了一群人 在拿出一月时代岛上水实验过后 没人不幸的 城里的小姐不差这点银子 有钱的直接甩手一百两二百两 甚至更多的都有 大家带来的月时代很快就被抢光了 来得晚的 没抢到的妇人姑娘追问着几时再来卖 大家都统一好了口径 说回家还要现做 第二下午再来卖一次 一上午的时间 带来的二千个月时代全卖光了 这就说明 他们一天就入账了二千两 大家都很高兴 霍童也不急着离开 带着家人下馆子 等吃过饭回家后 霍童觉得自己该买一头驴 他倒是想买马 但在这里的马并不好买 这古代的马也是有限量的 即使有钱 买得起马 都没马卖给你 马就和现代的车一样 一般家族是买不起马的 这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霍童选择了一头棕色的驴子 价格也就和现代的电动车 价格差不多 花了他三十辆的银子 有了驴后 家里的板车就有了用武力 霍童也没骑过驴 倒是骑过马 路上的时候他试了试 这头驴还脾气还挺大 毫不给面子 闹着别扭不肯走 墨北过来牵了驴 吓唬道 这驴不听话 拉回去宰了吃吧 驴立刻乖乖地上路了 所以 霍童就骑着小毛驴 得得得地回去了 等回到清泉村 远远的 田里有人看见他 骑着驴回来了 又是羡慕 又是嫉妒的 村里还是有不少人 因为害怕棉花打了水漂 不肯加入的 这些大多都是外来户 回去后霍童就先去了李正那边 把卖来的银子上交 进的账 都由李正这边统一保管 最后由他统一分成 他来的时候 也有别家的人前来交账 带出去的月事贷 全都兴奋到要疯 大家兴奋过后 动力十足 巴不得天黑在天明 好再卖一回 看着这白花花的银子 李正也是扼开了花 笑得眼睛只剩一条缝 趁着人都在 霍童道 既然我们的月事贷这样受欢迎 接下来 我们要提高一下价格 李正有些担忧 道 再高 还有人买吗 一两银子 已经很高了 霍童道 物以稀为贵 现在月事贷还不曾普及 你卖得再高 也有富贵人家愿意买 但我们价钱是有针对性的 县城这边就提高一两的银子 卖二两 周城就卖到二两五 周城相对富贵多了 趁着能赚 咱们先大赚一笔 一旦全民普及了月事贷 就再难卖到这个价格了 当然 只要大家保密工作做得好 不把咱们的手艺卖出去 你们就可以在近几年内 继续赚下去 这里毕竟是古代 消息封闭 他们的月事贷数量也有限 目前也只能销往附近的周城 若想再往别的周城销售 那就得是以后的事情了 想要全国普及 一时半会是不可能的 在霍童的一番讲解下 大家都同意她的看法 并且坚决保证 一定会保守好这套手艺 绝不外传 更不会被别人的迎头小利给诱惑了 等和大家商议完明天的事情后 霍童也就回去了 这边的妇人本来只是白天做工 现在看卖得好 天黑也不肯走 只想多做一些 好多卖一些 霍童为了庆祝他们 第一天销售成功 也是为了试试她的烧烤架子 挽了袖子去做切肉 墨北几个人去捣过烧烤架子 墨烈户这一天等好久了 她早就想试试这个烧烤架子了 这些天 她闲着没事就去狩猎 陷阱里也掉了好几只鲜活的兔子 她毫不客气地 把兔子给宰了两只 吓得霍童的两只兔子 缩在笼子里瑟瑟发抖 傍晚的清泉村 垂烟四起 人在前院 就能闻到霍童家 传来烤肉的味道 身为烈户的好处 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 就算没有银子 只要给她一片山 她也能给你整出肉 霍美悄悄地趴在了门口 好想进来吃 可是 他们都不理她 她一个人也不敢进来 霍童又把自己的果酒也拿了出来 每人倒上一碗 当真是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的时光 赵老太那边缠得流口水 她过来看了一眼 呵斥霍美 别看了 你这没良心的堂姐和清歌 不会在乎你的死活的 霍美垂头丧气地走了 还不都是奶搞出来的 她当初要是对霍童好一点 没准现在坐在里面吃肉的 就是她了 赵老太故意扯着嗓子在外面叫 连亲奶都不认的丫头 你会有报应的 看着霍童家的房子 她是真嫉妒啊 休息过后 这就跟兴起的房子一样 墙内墙外都被刷了白 在村里也是少有的好房子了 霍童家关着大门 又有一人高的院墙挡着 她也看不见里面的情况 只能在外面骂了 里面的人全当听不见 由她去了 大家开怀喝酒 庆祝明天继续大麦 一日 由于离家比较近 霍童这边的人 就没那么快出发了 他们说好了下午才卖的 上午的时候 她带着原班人马 去领月世代 领了多少祭账多少 村里也有一些散户不肯参与的 现在听说他们第一天就卖得极好 全都眼红得不得了 早上在河边洗衣上 大家聚集在一起 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 全都后悔 这肠子都清了 有人看见赵老太的两个媳妇过来了 趁机就把怒气发泄到他们身上了 一群妇人指着赵老太的两媳妇骂 李秀 张梅 你说我们哪里得罪你了 你竟是要如此害我们 你怎么这么恶毒呢 若不是你当初一直说霍娘子坏话 我们也不至于不跟着他们干 现在好了 人家半天就把月世代卖光了 李秀吓了一跳 没想到他们冲自己来了 立刻辩解 我什么也没说 你们不要血口喷人 你还不承认 上次就是 你在这洗衣上的时候 说了或娘子坏话 我们都听见了 张梅吓得悄悄地跑了 不管她的事 都是她婆婆说的 她身为儿媳妇不能不听啊 一群人妇人冲李秀骂开了 你们这么坏心肠 就不怕遭报应吗 就你这样子的 还指望你儿子将来烤秀才 你儿子真烤上了秀才 摊上了 你这么一个娘 也是他倒了八辈子煤 到时候 指不定要被多少同窗笑话呢 莫文歌一早和他娘过来洗衣上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王氏不动声色地走了过来 一群妇人看见他后 立刻笑脸相迎 王嫂子 你来洗衣裳了 到这边洗 这边好 有人忙着给他让地 待他可热情了 往常可不这样子 因为他们是落户在此的流民 被人暗讽 被人嫉妒 被人挖苦 人家都是儿媳妇洗衣裳 这都是常识 忽然待他这么热情 王氏还怪不适应的 有妇人立刻笑眯眯地问他 王嫂子 我们现在 加入你们还来得及吗 王氏正色道 别开这样的玩笑了 我一个妇道人家 不懂这些个 人家月事袋都开始卖了 你们才来谈 加入是不是晚了 当然 他根本不懂这里面的门道 做不了主 只能不说 没人讽刺他 什么也不懂 毕竟他儿媳妇也是妇道人家 人家怎么样样都懂 这时他做不了主 有人提议道 不如我们 去找霍娘子商议吧 看看 还有没有机会入伙 他们家里的棉花 都还没有出售 就是想观望一阵子的 一群妇人 立刻跑去找霍童了 霍童这边 带着漠北一众人 他们刚从李正家里 领了今天要出售的月事袋 一群妇人过来后就忙喊着 霍娘子 霍娘子 我们现在入伙 还来得及吗 霍童微笑 道 来得及 但肯定没有第一批入伙的 分成高了 只能高价出售了 你们去问问李正价格吧 总会比你们卖给外面的人 价格要高的 只能出售 不能分成 妇人们很失望 后悔的想 咬死赵老太一家人 最终 为了一些高价 他们也只能 捏着手里的棉花 去问李正了 霍童统一好了口径 一旦销售得好 就不可能再要让入伙了 只能出售手里的棉花 他们高价接手 也算是让他们赚些虎口钱 不是他们不愿意带这些人 是给了他们机会 天下哪有那么多的好事 全让他们占了 怕有风险 他们不肯入伙 见有好处了 又想入伙 下午的时候 霍童这边继续带着大家 亲自去卖货 孩子们也继续拉着横条宣传 月事袋即将售完 手快有 手慢无 所以 即使是二两一条的月事袋 依旧被人抢光了 本来还在观望的村民 在这一天 全跑到李正家了 霍童家都买了头驴回来了 这肯定是赚大发了 就算没能入伙 但听说李正愿意高价收购 比外面给的银子 要高出二成后 他们还是愿意卖了 整个清泉村 都洋溢着欢快的气氛 看起来一片和睦 晚上回家 去李正家上 交了每天所卖的银子后 霍童家依旧开酒庆祝 他又下厨炒了几个肉 按照先前的规矩 每天早上他带着人 去李正家领月事 带去售卖 即使是二两一条的月事袋 依旧每天让人抢光了 供不应求 棉花也越来越少了 有一些别村的人手里 还有棉花的 听说了他们村的事情后 也背着自家的棉花 想要高价卖入 卖了十天后 家里的月事袋不多了 周边能收购的 也都收购了 李正这边把所有的银子 都统计过后 召集大家来分钱 分得最少的人家 也至少拿到了 一百两的银子 霍童拿了的大头 分了一千二百两 李正当初也投了 一百两的银子在里面 加上他家里 也投入不少的棉花 所以他也拿了的大头 分了一千一百两银子 其他人家 也有分得三百两的 四百两的 总之 这次卖月事 但让清泉村的人 大赚了一笔 大家怀揣着银子 全都乐不可知 决定也要把房子盖起来 盖个青砖瓦房 李正这时道 霍童 我们今年把所有的地 都种上棉花可好 霍童忙道 一旦全种上棉花 你们吃什么喝什么 一样要花钱去买 一旦粮食短缺 还会造成物价上涨 有钱都买不到粮食 这天气又不稳定 今年这边旱 明年那边旱 粮食还是要存的 古人种田的收成本来就少 再不存点粮 一旦闹起了饥荒 后果不堪设想 霍童建议他们 该种什么种什么 棉花要种 粮食也要存 有位中年男人道 霍娘子说得极是 我们出去卖的时候 遇见一些人 他们说许多流民都返了 还有说有的地方发生瘟疫了 许多人被关在里面出不来 霍童一证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了 昨天遇着的 若是那边有瘟疫 以后再卖 就不要往那边去了 剩下的一些货 在我们荆州一带的县城 足够我们卖了 毕竟物资有限 待商议过后 各回各家 墨烈户和王氏 一把肉切出来了 把烧烤架子也抬过来了 就等着他回来吃烧烤 霍童这边带着墨北 霍阳 墨南 墨西 一块回来了 几个人都背了个大包袱 回来后把包袱往桌子上一放 打开 里面全是白花花的银子 霍童道 这里除去我二百两的本钱 还有一千两的银子 这五百两 就由神你来保管着 令五百两我保管着 这是把挣来的钱 与王氏平分了 毕竟王氏当初是一直跟着村里的妇人 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做手工 现在拿到这些分成 是他应得的 王氏一激动 手里的肉都掉了 他过来瞧了瞧 五百两啊 他这辈子都没见过 霍童又拿出碎银给霍阳 墨北 墨南兄妹道 这些碎银你们收着 是你们的零花钱 墨文歌欢天喜地地接了 王氏忽然有些怯了 这么多的银子 搁我身上也不保险啊 万一让人偷了呢 霍童 还是你保管吧 娘 我保管 我保管 墨文歌扑上去 就要把属于他娘的五百两银子 搂在怀里 墨烈胡道 让你嫂子保管 安全 我不 墨文歌搂着银子 不放啃手 墨南把他给拽过来 墨西把银子往霍童怀里送 嫂子 你保管着 不知不觉中 他们都认定了 霍童才是他们家的主心骨 既然他们是真心的 霍童也就不客气了 抱在怀里 就进自己的屋 随手扔进空间里了 等他出来时 霍童又到 明天我去镇上买些肉和菜 到晚上 我把李旺他们请过来吃一顿 这是他当初答应他们的 等他家的房子好了 就请他们吃饭 王氏能说什么 连道 好好 他挽了袖子洗了手 去烧烤 墨文歌趴在桌子上 哭丧着脸哼紧 那么多的银子 他还没看一眼呢 就全让嫂子拿走了 他不服气 趁着人不注意 他悄悄溜走了 来到霍童的房间 去找银子 那么多的银子 他多拿一个放在身上 也不会被发现的吧 结果 床底下 柜子里 衣柜里 床上 所有的地方 任他找了个遍 他也没找到霍童藏银子的地方 墨文歌急得跑了出来大叫 霍童 你把银子藏哪了 为什么银子不在你屋里 他明明看见 他进屋里了 霍童不理他 继续烤自己的肉 墨北也站在他旁边 跟着他一块烤肉 霍阳 墨南兄弟 就在桌子上一边等吃 一边喝着他 又给岛上的裹酒 墨文歌急得转圈 嫂子 你倒是说话呀 你把银子放哪了 霍童这才道 要是能让你轻易找到 这贼来了 还不得全给偷了 墨文歌气呼呼 谁贼啊 谁贼 我没有要偷的意思 我就是想看看 元宝长啥样 王氏笑道 瞧你这出席镜 吹烟又起 清泉村的夜晚 几乎是家家户户都在吃肉 只出自了棉花的驴玉娘家 也拿到了一百多两银子的分成 徐天家也一样拿到了 一百多两银子的分成 有了这笔银子 就可以把房子好好盖起来了 村里大部分的人家盖的 还是草房子 只有瓦房子在村里 才是富有的象征 等烤肉成熟 霍通这边也坐了下来 一边吃一边口 慢慢长夜 乡村的生活 也有了乐趣 等到歇下时 霍通闭眼响了一会后 就睡着了 忙了多天 他确实眼泪得够呛 现在闲下来了 他后面的那片土地 也该种点粮食了 一日 吃过早饭 霍通这边套上驴车 带上家里的人 去镇上买肉买菜 本来想叫王氏也一块去的 家里的火也多 他要洗孩子们的衣裳 要把刚休息好的院子 霍通带着家人这一路过去 羡慕了多少人 许多赚了钱的人家 也考虑着该买头驴了 今天去镇上的人不少 这一路过去 全是清泉镇的人 李正家的婆娘和儿媳妇 也带着孩子一块出来了 大家一路上说说笑笑 好不热闹 李正家里本来就有驴 所以也赶了驴车出来 没有驴车的 很快就被甩到后面了 一到镇上霍通就先奔了菜市 各种菜各种肉 能买的霍通都买 往驴车上放就是了 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 他也会悄悄放空间里一些 最后又带了他们去成衣铺 买了衣裳 路上的时候 遇着了不少村里的人 李玉娘带着礼房 也出来买吃的了 徐田带着他女儿 也去了成衣铺 有了银子自然 是要给家人添些新衣裳的 回去的时候 全是满载而归 霍通也是没想到 一到家里 就有位陌生人在等他了 在他家外院 停着一辆马车 王氏快步迎过来道 六六 这位公子在这等你一会儿了 说是有事和你谈 青年公子 看见霍通近来 来人道 霍娘子 久仰大名 在下齐熙 霍通诧异地看他一眼 怎么又是兴奇的 有事 听闻 月世代这几个字 实在是难以启齿 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做到大街小巷去宣扬的 月世代的秘方 在你手里 说出这几个字 他面上到底是有几分的不自然 我想以高价来买回你的秘方 不知道霍娘子 可否有意出售 前有齐公子前来买棉花 买不成 就想烧了他的家 后有齐熙买秘方 要是再买不成 他微微一笑 道 你见过李正吗 见过了 李正说秘方在你手里 秘方虽然在我手里 但这事 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得了主的 我需要和族人商量过后 这是有松口之意了 齐熙道 我可以等 三天后 我回复你 对方眼角寒了些笑 好 我等你好消息 他转身告辞 风度翩翩 带他一走 王氏盲进来道 我怎么听说 他要买我们的秘方 霍通恩了一声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也是正常的 一帮村民发明出了月事代 有些门路的商人 看见了商机 就想从村民手里 买下秘方 买卖不成 仁义不在的例子太多了 一帮没有任何背景的村民 实在不足以 和有着后台背景的商人对抗 官商勾结 他们背后的人 往往就是官府 即使闹出了人命 官府也是不了了之的 老百姓投诉无门 这事 王氏也插不上话 他也不知道该卖不该卖 因为这件事情 上次就闹出一个奇山来 差点没烧了他们的家 正在这时 李正跑过来了 他是瞧着 这位奇公子离开后 就赶紧来了 一进门就忙喊 霍娘子 霍通走出来 让他到屋里来坐 李正叹口气道 咱们这是被奇家盯上了 霍通询问 这位奇公子 是原先那位奇公子的家人 原先那位是狄初 这位是个树子 听说狄子在十天前 突发影机死了 家里没有了狄子 树子想要出头 就得拿出一点本事出来 如果能够得村民们卖月时代的秘方 会是最好的证明 霍通了然于心 道 对这事 李正你怎么看 我听你的 李正完全看没看 霍通道 秘方是不可能永远握在我们手中的 这只是一时的 时间一久 或许不用等到明年 人家就会想出来秘方的法子 如今 我们既然占了先机 我倒是有个折中的法子 既可以让族人再大赚一笔 又不会失去秘方 李正大写 还有这等好事 秘方可以卖给对方 但他们需要支付一大笔的银子才能得到 我心里的定位价是三万两 给的银子 平分给当初入伙的族人 此外 秘方使用权 人归本村的族人 大家依旧可以在周城 各县 做这笔买卖 李正犹豫到 人家会愿意吗 天下哪有这等好事 拿了人家的银子 自家还能继续使用秘方 我来和他谈一谈 看看对方怎么说 愿意不愿意 也得谈了才知道 他能做的 就是为村民争取最大的利益 让他们日后有个谋生的路 而不是抱着这点银子 坐吃山空 李正起来 郑重地道 霍娘子 你真是我们村里的大福星 我代表全族谢谢你了 带送李正离去 还没看见人 就听见李方的声音传来了 姐 姐 李方跟他娘一块来了 他手里提着一块猪肉 李玉娘一进来 就对霍童道 霍娘子 真是太感谢你了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还请你务必收下 说着 他把自己手里 一定二十两的银子 要塞到霍童手里 霍童挣了挣 忙塞回去道 猪肉我收下 这银子 你务必要拿回去 李玉娘不依 道 霍娘子 你给我们家李牧制腿 吃药 这都是银子 你不能不收 霍童道 你这点银子 还是先留着 往后需要用银子的地方夺着呢 霍童拽着他往外送 道 李娘子 你快回去吧 你家相公还等着你呢 想也知道 他是刚从镇上回来 饭都没做 就跑来给他送肉来了 李玉娘红了眼眶 也不明白 怎么会有这样好的人 给他银子都不要 李房也就跟他娘一起走了 走的时候 霍童喊他道 李房 晚上过来吃饭 我们家请客 他主动邀请了 李房立刻答应道 好 待把这母子俩也送走 霍童抬眼看见霍美 趴在他家墙角看着他 现在全村都知道 他们赚了好多的银子 连毛驴都买回来了 赵老太全家 又眼红又嫉妒 又没有办法 霍美眼巴巴地看着 好想进他们家 可他又不敢 霍童只当没看见 转身走了 等吃过午饭 霍童这边又帮着 把买回来的菜和肉 洗了切了 墨北蹲在他面前 一起帮忙 晚上要请人吃饭 少不了要忙碌一会儿 好在 他有仙剑之名 后来又让木匠 多打了一套桌椅 要不然 请客都没地方做 等到了晚上 村霍李旺李兄 带着一帮兄弟来了 倒也没多带 总共来了七八人 凑个一桌 就是看见墨文哥的时候 有几个村霍 一直往他身上瓢啊瓢 小姑娘长得比村里的 没胆在霍童身上瓢 何况他嫁人了 王氏这边给他们上菜 听他们一口一个姐的喊 只觉得好笑 他家儿媳妇 明明才十三岁 他们个个都比霍童大 最小的也有十五六岁了 礼房也来了 他没和村霸们坐在一起 而是坐在了霍童家这边了 两桌人一直吃喝到月上之头 霍童这边的烛光点起 村霸们退场了 走的时候 把桌子上没喝完的果酒 全顺走了 碗里没吃完的 带顺带拿的 他们也是想不通的 一帮流民 乃来这么多的好东西 出去的时候 有个小弟巧声道 大哥 房间都找过了 找不到啊 李旺气地骂了一声 他娘的 这么多的银子 他们能藏哪 难不成还挖地三尺给埋了 霍童家分了那么多的银子 谁看着不眼红 不想要 光明正大的他们不敢抢 霍童是村里的核心人物 全村都指望着他发财呢 那就偷了 村霸们本想借着去他家吃饭的机会 偷一些的 结果 竟是没找到 待到人散 洗漱一番 霍童眼泪坏了 回屋就躺在他 舒适的大床上了 这床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硬 上面只铺了一层草席 各房的人也都早早歇下了 都累了 一日 依旧是明朗的一天 就是这三幅的天气 热得狗都要吐舌头 早起用过饭 霍阳几个人去井里打水 要把缸里的水聚满 他和漠北去了后山 随便来到他们的石亩田看了看 田已开垦 只待播种 只是 他们现在错过了播种的季节 就只能等到九月份之后 才能撒床小麦了 霍童没想到的是 在他们家的地旁 有五母帝 画给了赵老太 他过来一看 就见赵老太男人霍根 和他们的两个儿子 正在田里开荒呢 远远看一眼霍童 两个人立刻厚着脸皮喊他 霍童 去山上呢 霍童假装听不见 静止走了 老大霍竖道 桥见没有 人家现在都不理咱们 老二霍竖道 没良心的死丫头 他们的父亲霍根 终于说句人话 闭嘴吧 这也怪不得人家霍童 是你们丢了良心在先 老大不服气地道 这能怪我们吗 是娘要这样子的 他们都是听了娘的话 霍老头叹口气 道 报应啊 老大还是不服气 要我说 要是报应 也是报应了霍童 报应他一路逃荒 到现在还在这村里讨生活 就算带领村里的人 赚了点钱又怎么了 那点钱 能比得上人家侯府的富贵 彼时 霍童和漠北进山割了些草 都是漠北在割 少年不许他动手 让他等着 霍童闲来无事 就坐在竹篓边 嘴里叼一根狗尾巴草 看他割草 思绪飘远 彤彤 割完草的漠北过来叫他 伸手去拽他嘴里的狗尾巴草 霍童回过神来 漠北伸手拉他起来 去看看陷阱里有没有掉进猎物 霍童跟着他一块往前走 到了他设的陷阱处一看 里面还真有猎物 是只被卡住的右路正在挣扎 但他没有翅膀 飞不上来 霍童顿时瞪大眼睛道 好可爱的小鹿 小北 把他弄上来 墨北立刻跳了下去 把受惊的右路给递了上来 霍童伸手接住 抱在怀里轻浮道 乖鹿 我会疼你的 你跟着我过吧 至此 他又多了一个宠物 野鸡在院子里不满地转来转去 女主人实在太讨厌了 还喜心厌旧 确切地说 他是羽鹿均沾 霍童拿了一把狗尾巴草喂右鹿 他在坑里饿了一天了 也是饿极了 李氏他的软弱 不甘心地走到霍童身边 往他身上跳 往他肩膀上站 小羊也来求宠爱 在他身边打圈 转着咩咩叫 霍童也为他吃了一把草 两只小兔子 被关在笼子里出不来 出来乍到的新鲜感过去后 他们时常在里面打架 互不相让 下午的时间 霍童还是继续抽时间 让墨北教他写字 墨北现在从百家信教他写起 霍童单手撑着脑袋 看着他的字道 小北 等开了学 你也去县城读书吧 回头我找李正打听一下 看看县城里哪个私塾书院好 好 霍童望他笑 顺了一下他的头 真乖 墨北看向他 你也很乖 霍童倾笑不语 照着他写的字 学习繁体字的写法 他也并非所有的繁体都不认识 有些繁体字 还是能顺下来的 就是写起来不会 姐 姐 外面传来呼喊声 几个村爸来找他了 墨北站起来出去了 村爸们已在外面敲门 午后 家人都在午休 门就拴上了 随着墨北把门打开 李旺叫 姐夫 其他人也叫姐夫 这声姐夫叫得墨北心情舒爽极了 也就和颜悦色道 有事 姐让干的活都干完了 我们下一步干什么 霍童灵机一动 割了笔就走了出来 道 我还正有事要找你们 现在交给你们两个任务 姐你说 就是一百个任务 也保证完成 第一个任务 去找人来给我家钻个压水井 第二个任务 去给我打听一下县城里的私塾 哪个交得最好 李旺 姐 小诗一桩 保证完全任务 她一挥手 把村爸带走了 真探娘的 有钱啊 全村也就两口井 东西投个一个 还是全村的人一起凑出来的 他们家单独要打一口井 不惹人眼红才怪 王氏这时走了出来 道 霍童 你要给家里钻井了 这得不少钱吧 不是刚挣了钱吗 挣钱就是花的 莫神你别太心疼了 她能不心疼吗 她又忙问 我刚好像听你说 要去打探私塾 让小北他们都去读书认认字 将来即使不可口 十些字总是好的 王氏 这又得一笔不少的银子吧 我听说 那些书啊纸啊墨的可贵了 还有树修 算下来都是一笔不小的银子啊 照她这大手大脚的镜 刚挣一千来两的银子 会很快让她花光的 王氏忍了忍 忍不住苦口婆心地说 六六 墨北那衣柜鞋柜里 已经放了十多套 不重样的衣裳和鞋子了 她一个大男人 你给她买这么多衣裳干什么 多浪费啊 其他人衣裳的衣裳也不少 都有三四身 墨北看她一眼 这是亲娘吗 霍童你眼笑 莫神 你看小北 穿上多好看啊 王氏 你这是要把墨北 打扮成一朵花啊 你就不怕被人摘了呀 墨北又看了她娘眼 想说 您能不要说了吗 霍童望着墨北一笑 自信满满 别人摘不走的 小北只喜欢我 说得这么直接 王氏老脸一红 墨北心里挺受用的 道 童童说得没错 走 写字去 墨北把她拽进屋 她的心 只装得吓她了 她的眼里 也只有她而已 不是这样子写的 笔顺不对 这样子 屋内 墨北长臂 绕过女孩子的肩膀 握着她的手 一笔一画地教她 霍童纳闷 她又不是小学生 需要握着手 一笔一画地教吗 她歪过脑袋去看墨北 她一脸认真 认真点 别乱看 好吧 是她想多了 小北并非别有用心 她就是单纯地 想教她写好字 两颗脑袋 渐渐靠拢在一起 霍童忽然问 小北 你有什么梦想吗 如果有 她一定帮她完成 我的梦想就是你 和她永远在一起 霍童望她一眼 少年眼里情思千种 烧得她面上发烫 小声道 你不嫌热吗 离我远一点 天本来就热 她身上跟个火盆似的 靠着她的时候 她觉得更热了 那我给你切个瓜 墨北起身去切果 现在房子休息好了 她直接把西瓜 拿出来好几个放在外面 想吃的时候就切一个 人多 一会也就分完了 家里的人也不知道 她哪来那么多的西瓜 平日也没见她买 反正 就当是她买的了 只是她们没看见罢了 不然 总不能是天上掉下来的 所以 她真的太能花钱了 日渐落 一天的时间又过去了 齐西公子 踩着时间准时来了 霍童请她在屋里坐下 齐公子 我与族人已商量过了 齐公子的提议 我们可以答应 就是不知道我们的条件 齐公子能不能答应 你说说看 第一 你给三万两 第二 这秘方虽然卖给了你 但也依旧归我村的人所有 他们依旧有权利继续出售 这二个条件 不能答应你 未免狮子大开口了 霍童一笑 道 齐公子 实不相瞒 就这十来天 我们村赚了一万多两的银子 而且 我们村里的人出售的地方 都是在周城之内 并没有出了本周城 一旦公子拿到这个秘方 你出售的范围 可以直达帝都和各周城 到时候 你赚的就可能是三十万两了 公子已拿走了秘方 何不再给村里人留一条生计 让他们安心在本周城银上 这并不会 抢了公子多少的生意 对方似乎在考虑他的话 过了一会儿 他道 我可以也四万两 买断你的秘方 还是不同意 让本村的人继续出售了 齐公子 这个秘方不可能永远成为秘方的 假以时日 我相信会有能人 可以破解出其中的配置方式 您现在只能趁着 还无人知道的时候 去赚取最大的利益 霍童就是想告诉他 一旦别人破解出配置的方式 竞争自然就会加大 所以 他不可能阻止得了 既然如此 何不给村民留下一条生计 齐公子 您不妨也好好考虑一下我的话 我等您的答复 齐熙看着他 问 你真的才十三岁吗 嗯 齐熙 一点都不像 霍童笑而不语 他话语忽然一转 听说之前我大哥 来找你谈过说过棉花的事情 你也没有答应 你是如何打发他的 霍童正色道 我让他不要强人所难 所以 这话也同样送给 这位齐公子 霍娘子 你很特别 坐在一旁的墨北微眉 扫了他一眼 他家娘子与外男谈事情 他自然要坐在一旁陪着 我会考虑的 齐公子站了起来 告辞 这事之后 霍童带着墨北去找李正 把话转达过去了 让他也和族人通个信 李正的媳妇段翠刚好在 听见这话走出来道 这些性奇的 就是不讲道理 人家的东西 凭什么非要卖给他们 竟欺负人 李正叹口气 道 官商勾结 我们斗不过人家的 如果霍娘子能谈下来最好 大家都知道是这样子 所以才没有办法 才气愤 李正话锋一转 霍娘子 这西瓜子 怎么个重罚 什么时候种合适 霍童想了想 这里的条件设施不如现代 当然是种下瓜最为合适 五六月份种 八月收 这也是量最大的一级西瓜 一年当中 大部分的西瓜 也都是在这个时候上市 霍童和他讲了一下 栽种西瓜的事情后 李正笑道 霍娘子 你真是无所不知 有你在咱村里 咱们村何仇不付 断翠道 霍娘子 中午在家里吃饭吧 咱们好好聊一聊 吃饭就不了 家里是多呢 嫂子得了空 就去我家里坐坐 咱们再聊 断翠连连答应 好好 这边画了几句家长 霍童也就带着墨北一块走了 一路走过去 村里有许多人家 已开始修弃房屋了 有车拉着青砖进了村 是又有村里的人 开始盖新房了 回家的时候 村霸李旺带着一帮孩子跑来了 来和他报告说 已联系到钻井的人 今天就来了 霍童拿出从山里摘的山橘子 木竹子 地烧瓜招等一番 也不能让人白忙糊不适 大家在院子里吃着说着 果然 过了一会儿 就有人来喊他了 霍童把人请到院中 让他们打个压水的井 村里许多人 听说他家要打井后 就跑过来看了 大人小孩了都有 一时之间 围满了许多看热闹的 村霸李旺 悄悄和自家人递了个眼色 趁着院子里的多 他们分头行动 打算再找找看 他自己也溜进了霍童的房间 在地上床底下摸索起来 地上也没有挖过的痕迹 也看不出有什么机关 找了好一圈 什么也没找到 那么多的银子 能放什么地方 不料霍童刚好过来 逮他个正着 沉着脸道 你进我屋干什么 李旺一下 本能的道 姐姐 我没干什么 我就是好奇 想看看 你家是怎么修的 真的 我发誓我什么也没拿 关键屋里 也没有可以让他顺的东西 连个首饰都看不见 霍童目光冷冷地盯在他身上 忽然也听王氏那边尖叫一声 他正准备去造房做些饭呢 不曾想碰上了 从造房里出来村霸李兄 李兄忙道 神 吓着你了没有 我口渴 喝口水 喝口水 王氏拍拍胸脯 忙说 没事 又是白忙一场 一两的银子都没找到 霍童狐疑地看了一眼 李旺赶紧溜了 搞什么鬼 进造房他可以理解 但一声不响 进他一个女子的屋 就显得很没素质 霍童推门进屋看了看 床上只有一张草席 倒看不出有什么不对 再打开衣柜 他的衣裳都挂在衣架上呢 他特意让木匠做了许多木架 为的就是方便挂衣上 也没看出有什么不妥 不管李旺进他屋是出于什么单纯的原因 都让他不喜欢 他不是三岁 十六七岁了 由于打井的人是县城里来的 中午的时候就在霍童家吃了顿饭 家里有了井 吃水就省事多了 既然手里有了银子 他是样样都要照好的办 花了两天的时间 又花了一百两银子 打好了一口井 井边周围又用石头磨瓶修起好了 当真是方便又好看 他挺满意的 家里人是压了一下 过于方便 再也不用提着筒去打水了 连带着洗澡都会方便很多 听说了这事的徐田 傍晚过来他们家串门 羡慕极了 道 等下次赚了银子 我也给家里打一口井 就不用他们母女俩 大老远挑水了 霍童体谅 她是一个寡妇不容易 不由道 你可以来我们家打水 徐田惊喜 真的吗 他家到霍童家进了许多 来这边当然省力了 真的 母女俩人 一天也吃不多少水 平日里洗洗衣 都是在河边了 徐田不由道 霍娘子 你可真好 天下就没你这样的好人 她也曾逃荒出来的 知道人情有多么的淡漠 闲聊了几句 徐田也就出来了 等用过晚饭 家里的男人继续去河边洗澡 女人直接打了井水 就可以在屋里洗一下了 墨北却嘱咐她道 彤彤 你不要贪量 洗澡都要用温水 我把水给你放好了 霍童 你好烦 墨北伸手摸摸她的头 彤彤最乖了 受不了 霍童只好继续温水洗澡 由于时间还早 洗澡后 她就在空间里待着了 还是这里舒服 要是能做个风扇就好了 她脑子里天马行空地乱响一通 正想地入神 外面传来喊门声 彤彤 是墨北洗澡回来了 霍童从空间里出来 开门 沐浴后的少年 头发不扎不竖 一缕墨发 遮盖了小半个脸 满了神秘感 霍童看着她往后退 微微发愣 小北越长越像她了 墨北 时间还早 你还要写字吗 霍童下意识地点头 要 墨北来到她书桌前坐下来 继续给她书写百家信 她写完 她就会照着写 没事多读几遍 她写的时候 少年就坐旁边看着她 她身上有种魔力 不由自主地就吸引着她 让她怎么都看不够 女孩的模样 也是一天一个样 也印了那句 女大十八遍 越编越好看 彤彤 刚洗澡的时候听他们讲 村东头昨天刚死了男人 今天女人也死了 还都是一家人 这才刚挣了一笔银子 还没好好地想一天的福 人就没有了 除了叹息 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霍童一边写字 一边与她话了回家长 她这几天一直忙的事情多 忙了外面的事情 就忙手里的事情 既不去河里洗澡 也不去那边洗衣裳 便没墨北消息灵通 一日 天亮 王氏带着墨文哥 从河边洗过衣裳回来后 一边晾衣裳一边道 村里怎么一回事 刚在河边听他们说 一早上 村里又死了一个小孩子 还全都是那一家人 今天早上 连村医都死了 霍童正在院子里 为她的宠物吃草 听闻这话 不由地挣了一下 道 知道得什么病死的吗 也没听说 有什么大病 霍童站了起来道 我去看看 墨北霍阳 都跟着她一块去了 过去的时候 路上遇着了李正 霍童忙把人叫住道 李正 听说村里又死人了 李正叹口气 死的是李景家的人 起先死的男人 这还没来得及下葬呢 小孩子和女人 也一起死了 今天早上 给他们看病的村医也死了 身为李正 他要过去看一看 霍童听得眉头突突地跳 他忽然想起分前的那天 有个男人 说路上一些人 说起那边发生瘟疫的事情 他忽然有一些不好的预感 当即对墨北霍阳道 你们不要去了 回去等我 为什么啊 霍阳诧异 怎么走一半就赶人呢 让你回去就回去 我没回家之前 都不许再出来 他说得严肃 霍阳被吓了一跳 墨北问他 出什么事了吗 面对墨北他语气温和下来 啊 我去看过才知道 听话 墨北指了步 看着他跟着李正一块去了 霍阳委屈 真不去了呀 再去彤彤就要生气了 墨北转身回去等着了 他当然不会惹他生气 那乡 霍童跟着李正先来到了李景家 三间草房子 看起来摇摇欲坠 似乎来阵风就能吹倒 在他们家的院外 站了不少的人 正在议论纷纷 太可怕了 李景家是被妖怪缠上了吗 村民议论纷纷 一看李正和霍童来了 纷纷上前打呼 道 李正 霍娘子 你们千万别进去看了 霍童驻步 怎么回事 其中一夫人道 他们身上好多黑斑 不知道是不是被鬼弄死的 另一个夫人道 李正 一定是以前死在村里的冤鬼回来了 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霍童家的宅子 那里面死过人的 李正呵斥 胡说八道 他拔腿就要进去看个究竟 霍童忽然喊住道 李正 慢着 我先进去看看 他的话 让人有幸福的力量 李正就不进去了 霍童举步进了院中 顺手从空间里 取出了口罩戴上 如他所想 就是黑死病 里面的男主人 正是那天听说过 有瘟疫的人 他定然是在路上遇着了疫症患者 然后把病带了回来 传染给了家人 想也知道 起初的时候 他是当成普通的小病吃了些药 像这样的家 也看不起大夫 生了病撑不住了 才会去村医家看病 此病来得凶猛 撑了三天就死了 被他感染的家人 也随后因疫病而死 村医一直为他看病 也是最先感染的那个人 所以 也没有逃过一死 黑死病的传染源 来自老鼠和鼠疫患者 通过跳蚤 呼吸道接触感染 黑死病异常凶猛 一到三天就可以死亡 因为皮肤广泛出血 郁斑 坏死 死后尸体成紫黑色 俗称黑死病 在古代这种落后 又没有任何防范措施的地方 一旦感染上这种病 只有等死 一旦传播开 就是人间炼狱 随着他走出来 李正盲问 霍娘子 怎么回事 霍童看了一眼周围的村民 道 我只能告诉你们 此病来势凶猛 会互相传染 一旦感染一到三天就会死亡 皮肤会出血 死后身体上会有紫黑色 所以又叫黑死病 从现在起 大家各回个家 不要与任何人接触 避免互相传播 村民大为震惊 一想到自己刚来看过 许多人都吓哭了 再不敢久留 片刻之间 在场的人全跑了 李正面色发白 快要哭了 道 霍娘子 这病很严重吗 见四下已无旁人 霍童如是道 李正 这是瘟疫 很严重 这是暂时不可以让村民知道 瘟疫 竟然是瘟疫 李正不敢置信 那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 霍童 现在让族人通知全族 全都在家隔离 不许出门 不许闲逛 也不许再放其他村的人进来 严防死守 否则 这个村子的人 很快都会如李景一家 死于此病 李正下的面色惨白 本能地点头 好 霍童交代他要做的事情 至于已死的人 立刻把尸体掩埋处理 不可停放在家中 另外 要准备一个大点的院子 一旦有人出现咳嗽发热 让他们主动上报 他们需要被单独隔离在院中 霍娘子 你有办法的对不对 霍童 我去配药 需要二三天的时间 这也是最快的时间了 他只能这样说 让他不至于绝望 李正仿若又看到了希望 好 我这就去 李正转身就走 脚步微晃 霍童把口罩从空间里拿出来 放在一个黑色包袱里 又叫住他 李正 这里是口罩和手套 戴上这个 余下的发给族中做事的人 处理尸体的时候 一定要带好了 避免接触 情况紧急 他也顾不得许多了 他递过来一个包袱 李正并没多问什么 他心乱如麻 什么也不想问 霍童又道 这件事情 绝对不能往上报官府 否则 大家只会死得更快 就算上报 官府也解决不了 以着他对荆州官府的了解 豫王若不在那边的话 官府一看 这村里的人都得了瘟疫 只会把他们全封在此 或者烧了 当初在荆州门前 刘明明明没病 还会被他们以有病为由 企图杀害呢 他不能信任这些官府 李正点点头 抱着他给的包袱 匆匆回去了 霍童这边 也心事重重地回了家 把村里出现瘟疫的事情 告诉了大家 他把口罩放在桌子上 道 现在起 每个人都戴上这个 在瘟疫结束之前 谁也不要再出这个院子 想了想 他走过去 把大门上了门栓 全家顿时紧张起来了 赶紧取了口罩戴 但是不会戴啊 都是第一次戴这玩意 也不知道怎么戴合适 霍童交了一下后 也就会了 等他们戴好了口罩 霍童道 谁来也不要开门 我进屋里了 没事也不要找我 彤彤 墨北快步走了过来 有些担心得道 你怎么了 他看起来 情况也不太对劲的样子 我看看 有没有办法配药 好好照顾自己 所以 他现在要进自己的空间 去配药了 墨北下意识地点头 看着他进了屋 关上门 霍童来到空间 在实验室坐下 在末后的时代了 比黑死病更凶猛的病毒 他都经历过 黑死病在他那个时代 已消失了太多年了 他空间里 没有在预备这样的特效药 所以 他需要时间 把药配出来 清泉村内 在不久之后 就想起来了敲锣声 有人一边走一边喊 村里出现不干净的东西了 也有人因此死亡 大家迅速各回各家待着 不要串门 不要与人说话 有发热咳嗽的速度 报备到李正这里 否则 后果自负 他们这边一路传下去 让村民提高危险意识 不要乱逛了 就是不敢告诉村民 他们得了瘟疫 得不到救治 反而死得更快 这一天 整个村里都沸腾了 也寂静了 一天下来 大家搞清楚了一件事情 李景玉这不干净的东西了 想到村里 确实有不干净的房子 许多人吓得不轻 有发热咳嗽的 也吓得立刻报备到李正那边 李正带着口罩出来 照着霍同的吩咐 立刻派人 把他们安置在统一的院子里了 一夜过去后 又有边哭边喊的 到李正家门口去报备 说自己家又死人了 瘟疫来得凶猛 这一天中 发热咳嗽的 都有二十多人 等把人安置好后 李正来到霍同家门口叫人 墨北走过来隔着门道 李正 我家娘子在里面配药 现在没空见你 李正知道他董医 李房爹的腿 就是他给接上的 他有些绝望地问 要配得出来吗 活了半辈子了 他虽是第一次遇见瘟疫 却并非没有听过 他知道 一旦感染 只有死路一条 他根本不敢报希望的 墨北沉默了一会儿 道 他配得出来 他相信他可以的 李正仿若从这话里得了力量 转身走了 一边走 一边哭开了 这才日子才刚开始 怎么就又这样子了 大家好不容易赚了一笔钱 都在准备盖房子呢 老天爷啊 为什么啊 他眼泪忍不住往下掉 他不明白啊 人活着 为什么这样的苦 什么时候失了头啊 转瞬之间 整个清泉村 被一阵灰暗笼罩 仿若天爷知道 这里的日子不好过 村民无人赶再出来 那时 赵老太偷偷摸摸地在墙角趴着 桥剑里正哭着走了 心里无比痛快 他气哼哼地回了自家院子道 他们这时遭到报应了 赵老太痛快地在家里骂一场 赚钱的事情 只想着自己族人 不管我们外星人 现在天要亡他们了 都这个时候了 其他人不敢说狠话了 就怕咒诅别人 这并落到自己身上砸整 可事实上 并非别人不带他 是他一枚棉花 二枚投入银子 他自己放弃了这么好的机会 大儿媳妇慌忙问 那怎么办 我们在这等死吗 二媳妇 娘 我们逃吧 逃什么逃 逃出去 不还得再买房买田 哪来的银子 天杀的魏子静 给他的银子太少了 经不起一家老小的吃喝啊 清泉村外 有人坐着马车前来 马车在路口被拦住了 把守村口的男人脸上 戴了一个口罩 大声道 我们村今天有事 暂时不给通过 有什么事过几天再来吧 马车坐着的是七夕公子 他从马车里走了出来道 这位兄弟 村里发生什么事了吗 他尽量不慌 没 没发生什么事 七夕公子打亮他一眼 啊 我是玉都县城齐家的公子 今天前来 找霍娘子 是商议秘方的事情 只要事情谈成了 你们都可以分到一笔可观的银子 虽然很让人心动 但守在这的村民还是道 齐公子 不让你进去 也是为你好 我们村里进了不干净的东西了 沾染上这东西就得死 现在 霍娘子正在清理不干净的东西 也没空见你 你还是过两天再来吧 七夕公子惊讶到 村里有不干净的东西 村民不答话了 齐夕公子问 是不是人死后 皮肤上都是黑色的东西 村民震惊 你怎么知道 你见过这种东西 齐夕公子了然于心 道 听过 告辞 转身 他上了马车 他是一个生意人 接触的人多 消息就比常人灵通 在荆州之外 一个城里 已感染了这样的瘟疫 所有感染的 都被关了起来 难免有几个别不听话的 逃了出来 如今 这样的情况 竟然发生在了玉都县 齐公子回了县城后 直接去了衙门 建了县令 把此事上报了 为了整个县的安全 他也必须这么做 不然 时间一久 只不定要生出 什么样的混乱来 所以 在不久之后 清泉村被县衙来的官兵 团团包围了 县令带着人进来视察 吓得堵在村口的人 腿上一软 县令上前质问 你们村 是不是出现瘟疫了 知道这事的 只是极少数的一些族人 他能这般认真地把守在村口 自然也是知道的 并且知道这是事情的严重性 听此发问 吓得结结巴巴 不知该如何打话 县令立声道 建民 如初招来 敢有半句虚假 本官要你的狗命 身为一介建民 哪敢在县令面前弄虚作假 他吓得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哆嗦着道 官老爷 确实 确实有瘟疫 但李正 已下令所有人都在家里 不许外出了 霍娘子也在想办法配药 所以 所以 并没有传开 县令哼了一声 瞧他人是正常的 知道他并没感染 直到 带路 他急忙爬了起来 跑在前面开路 一群牙医在前头开路 浩浩荡荡地入了村 李正在村里远远看见来了人 急忙迎上来 一见是官老爷来了 吓得他腿上一软 急忙跪了 官爷 县令沉声道 感染的人都在哪 再再在前面院子里 李正抹了把汗 又带着县令 去了官押留民之处 县令去了那所院子 让自己的人过去视察后 牙医过来抱柄 说里面确实关了许多人 正在那时 里面传来尖叫声 有女子大声喊哭 死人了 死人了 有人受不了这样的恐惧 害怕地大声哭了起来 县令也本能地往后一退 忽然 那边的门被屋里的人 使劲地撞击 有男性村民 从里面撞开了门 把腿就往外跑 里面死人了 实在太可怕了 随着他跑出来 后面的人也都往外跑 县令见状大惊失色 这里所有的人 都给好好看住了 一个不许他们跑出来 若有人敢逃 格杀勿论 他身边的牙医接到命令 急忙冲了上去 拔刀就捅了过去 跑在最前头的村民 被捅了一刀子 身子扑倒 后面跑出来的 还没来及地弄明白 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又被前来的牙医一阵砍杀 正在那时 女人那边的门也被撞开了 有女人从里面逃出来了 他们只顾拼命地往外逃命 完全不知出来之后 等待他们的 依旧是死 一时之间 满院的惨叫声响了起来 本就染病的村民 在血泊之中 有些个人清醒过来 拔腿就往屋里跑 再不敢出来了 李正看着这一幕 心里上再也承受不住 捂着脸失声痛哭起来 苍天啊 为什么啊 县林立声道 村里其他人好好排查 一旦发现有人感染 都拉过来 有人敢逃 下场如他们 他是一线之令 一旦让瘟疫传开 传到上头的话 头顶的乌纱帽 怕是要戴不住了 他带来的牙医 把任务分配下去 有把守在各个关卡的 有去各屋排查的 牙医前去挨家挨户的排查 只要听见有人咳嗽 有人发热 就立刻把人全都拉出去了 这个村民的人数过多 一百多户人 有上千个村民 他们没有办法 一下子全部集中 在一个院子里管理 只能如此排查 被他们这么一闹 整个村的人都知道真相了 这村里的人不是 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他们村是出现瘟疫了 霍通家也一样被排查 打开门的时候 一家人整整齐齐 站在院子里 全家都戴着口罩 牙医问 就你们几个人吗 还有没有别人 墨烈户身为一家之主 答话 没有 若有人发热咳嗽 立刻上报 否则 论罪处死 牙医过来一通询问 呵斥 吓唬 墨文革嗓子眼里忽然有些痒 他下意识地咳嗽一声 正要离开的牙医忽然回身 大声道 把这些人全部带走 一人咳嗽 全家就会感染 所以 要带肯定是带一家人 牙医立刻过来驱赶 快走 没有人动 墨烈户问 去哪儿 当然是去隔离 速度 这些人拔了刀子 就要吓唬人 墨烈户 我们家没有人生病 别废话 给我走 再不走老子 就杀了你们 一帮牙医大声嚷嚷着 试图用刀驱赶 慢着 有位女子快步走了出来 是霍童出来了 人在空间里 就听见外面的嚷嚷声了 他道 我们家没有人感染 一旦把他们和那些 感染的人关在一起 没病也变成有病了 牙医发现了不得了的事情了 立刻质问 不是说没人了吗 他又是谁 我叫霍童 正在给这些的瘟疫配药 关大哥 还请你们去别家排查 你配药 几个牙医打量他 他一样捂得岩石 看不清楚他模样 正在那时 齐熙公子走了进来 道 这里没问题 你们去别家排查 两位官差看他一眼 听了他的话 退了出去 霍童瞅他一眼 是你带人来的 这件事情这么快 就让官差知道了 在看到齐熙的时候 他难免这样想 齐熙 是我 霍童对他无话可说 我去配药了 大家把门关好了 齐公子 你也请回吧 齐熙道 霍娘子 我等你出来 霍童转身进去了 墨北道 齐公子请 他前去走到门口 把人请了出去后 关上门 门外 一家又一家的人 被驱赶到了隔离区 院子里的死人 吓得大家不敢在里面待着 全都坐在了外面 院子里 男人女人的哭声没有停过 大人小孩子结慌 有牙医过来排查 所有的村民都被赶回家中 不得外出 这一天 墨北在货童门口转了好几圈 他想喊人 又怕打扰到他 他从进去后就没出来了 不吃不喝的 他怕饿坏了他 墨北来到窗林子前 发现他窗林子没合 就轻轻推了一下 朝里面看了看 没看见人 一间屋就这么的大 不在屋里 墨北站了一会儿 想了一会儿 思绪飘远 彤彤从水源醒来后 就处处透着古怪 现在更古怪了 直接凭空不见了 墨北转身又回去了 王室走出来道 溜溜这不吃不喝的 也不是办法呀 我去做些吃的 给他送过去吧 墨北 他屋里有吃的 不用打扰他 好吧 王室也就作罢了 这一夜 霍童没有出来 一夜过去 只听见村里 传来哭叫声 撕心裂肺 感染的人数 和死亡的人数都在增加 隔离处的人 已惶恐不安 开门 开门 放我们出去 隔离的院子 传来哭喊声 隔离院的人数增多 死的也多 无意不怕 里面不时传来哭叫声 隔离的屋里一夜过去 又死了好几个人 大家目睹这一切 心灵上都大受震撼 可没人敢跑了 跑了会死得更快 墨家人这边 所有的人 也都闷闷地坐在家里 不知道几时才能结束 整个清泉村的上空 被阴暗笼罩 外面又传来李正的声音 霍娘子 他声音嘶哑 他又哭了 看着族人被杀 看着族人感染 他无能为力啊 墨北走了过去 李正 稍安勿躁 他做不到这四个字啊 阿北 他们杀了我们的族人 又死了很多人 他们根本不拿 我们的命当命 不把我们当人啊 李正声音嘶哑 他难受啊 墨北 再坚持一下 霍童一定会把药配出来的 李正没再说什么 抽气着回去了 墨北转身离去 来到霍童窗前又看了看 依旧不见他身影 他靠在墙边 望着天 焦阳似火 他思绪又飘远 猜测着他到底 是从何而来 他猜不透 门支的一声开了 霍童从里面走了出来 墨北猛然回身 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小北 特效药 我有了 我出去一趟 他丢下话 匆匆去了 他火速跑去了李正家 李正忙 把他带到隔离院 隔离院牙医看守 李正来到门前大声道 关大哥 霍娘子有药 可以治他们了 快让他进去吧 关义也听说了这事 也把人放了进去 短短两天的时间 里面隔离的男人 已达110人 女人也有130人 其中 大人小孩子 都有 男男女女都在里面 鬼哭狼嚎 有的已病重 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霍童道 我来给大家送药 大家都安静 不要害怕 这一切都将过去 他语气轻柔 却又似有着巨大的力量 在场的人 本能地安静下来 所有的眼睛 都注射在他身上 他把药箱打开 挨个注射 有人问他 我会死吗 不会 大家都会活着的 有人咳嗽 难受的垂胸 道 我不想死 霍童道 大家不会死了 他一个人埋头忙碌着 身上穿了防护服 手上戴了手套 但听他说话 许多人还是认得出是他 有人哭着问 你是霍娘子吗 我是 县令听说这事后 匆匆赶了过来 他来到院前看看 依旧没敢走进院中 感染的人太多 谁敢往里靠啊 李正和他说 县令您看 这就是我们村的霍娘子 是他把药配出来了 这一下子 大家再也不怕瘟疫了 县令你眼看了看 道 很好 很好 好好看着这些人 确保他们身上的病没有了 才能放他们出来 李正忙硬 县令就又回自家衙门了 等霍童做完这一切 再回去时 夜已深了 走进院子 就见门口站着一个人 小北 你怎么站在这儿 他在等他 他声音里有些疲惫 这都什么时辰了 还不去睡觉 少年一言不发 上去抱他 你不也一样吗 霍童轻声道 没事了 都过去了 我困了 想睡觉 少年放开他 嗯 你去睡吧 霍童进了屋 关了门 他确实困急了 眼睛一闭 进了空间 躺了下来 这一觉 他也没敢睡久 天亮后就急忙起来 又跑了出去 县令一早就来了 他现在非常关心 此事的进展 一旦霍娘子 把瘟疫控制住 只要他往上一抱 就是大功一见啊 他这个县令 就可以再升官了 型号 昨天服过一次药后 所有人的症状 在今天已得到缓解 大家仿若又看见了希望 有人对他说 霍娘子 你是我们全村的希望 有人哭着说 霍娘子 你人真好 他仿若黑暗中的一束光 照亮了前面的方向 等他再回家时 已是午后了 墨北迎着他过来道 童童把饭吃了再睡 特意为他留了一些饭 也不知道他需不需要吃 霍童这才觉得自己 确实饿极了 他在空间里 饿了也就是吃块面包 墨北为他留下了黄瓜炒鸡蛋 还有一份兔肉 和一个西红沸蛋汤 霍童吃饭的时候 家里的人都过来了 全都坐在桌前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霍童看了看左右的人 被他们这么盯着 他忽然吃不下去 既然都在 我现在也给你们 也注射一针 预防感染 他把药箱拿来 从里面取了针 哪个先来 大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所有人同时指向一个人 墨北先来 身为霍童的相公 他理所当然地 先挨了第一针 这就是一种疫苗 明明不疼 到了墨文哥这儿 还没开始 他已扑在他娘怀里 大声哭开了 只要他哭得最大声 就不会疼 霍童也捂着眼睛 大声啊 只要他喊得够大声 他也不会疼 他被全屋的人鄙视 等注射完 霍童把一碗饭吃完了 霍娘子 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墨北前去开门 是县令来了 大家一看是县衙来人了 也就都从屋里站了起来 让了位置县令坐 县令说 霍娘子 这病的佩方是什么 这是要佩方去领宫来着 明不合官斗 霍童也不屑于领这个功劳 索性就送他 这个人情了 道 您等一会儿 他转身出去了 回了一趟自己屋后 把佩方拿了出来 得了他的佩方后 县令笑道 本村能有霍娘子 不仅是这些村民的福气 也是本官的福气 本官听说 你本事大着呢 还能带领全村去致富 女中豪杰啊 霍童 都是做些小玩意 不值一提 县令笑道 谦虚了 谦虚了 他站起来道 本官今天就先回去了 这里的村民 还要有劳霍娘子 为本官分忧着点 霍童送他一步 县令慢走 县令忽然看见 他院子里的右路道 这只小鹿不错吗 霍童 县令您若是喜欢 下次进山打猎 我再打一只送给您 这帮村民 有点没眼力架啊 就送这只不行吗 人家说下次送 县令也不好抢要 倒是一旁有眼力架的差一道 霍娘子 这小鹿多少钱啊 我买了 霍童 这是家养的 不卖 官差从身上摸出一个碎银 就往他怀里一扔 霍娘子 我买了 回头你再上山打一个吧 他直接把右路抱走了 漠北上前就要拦人 霍童一把拽了回来 一帮人从他家里离开了 霍阳气的眼睛一红 太可恨了 霍童也心疼 他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 以后还要在这村里生活 何必和县令过不去 他虽不舍 也不能为了只小鹿 给家里招惹是非 漠南气得跑过去把门关上 全家都气呼呼 但敢怒不敢言 王师道 这个县老爷可真有意思 拿走了咱们的配方 一个蟹子都没有 还要另外拿走咱们的鹿 霍童说 好了 都别生气了 我再睡一会儿 他转身离去 进了屋 漠北快步跟过来道 彤彤 我这就上山 给你再打只小鹿 别打了 他不想再养了 猛然 他走过来 投入他的怀中 他天天精心喂养的小宠物 他怎么可能真的舍得送人 漠北挣了挣后 猛然搂住他在怀中 下巴在他的发顶 轻轻蹭了蹭 型号 这事之后 村里其他人 也都被霍童注射特效药 一病来得凶猛 也控制得及时 就算这般 还是死了一百多人 包括被杀的三十多人 虽然 已被注射了特效药 大家还安静地休养在家 照着霍童之前的主妇 再自觉隔离三天 隔离的日子虽然难熬 好在不会死了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如果再没有人出现感染 全村的人就安全了 到了第三天 隔离解除 真的自由了 大家反而不愿意出来了 想起瘟疫带来的后果 大家心有余悸 这一天上午 齐齐公子又来了 马车停在了霍童家门外 走下马车 就见院里传来鸡羊的叫声 霍娘子 他唤了一声 门被墨北打开 墨北看他一眼 转身走了 霍童正在和他的宠物玩耍 爱争宠的鸡围着他转悠 想往他怀里扑 小羊也往他身上蹭 霍童看了一眼来人 走来道 齐公子 请坐 他请人坐在院中的桌椅上 清早的阳光依旧撩人 这个季节 坐哪里都一样温暖 齐齐坐了下来 道 霍娘子 村里的情况好转了吗 都过去了 结束了 齐公子了然 就是一路过来 不见路上有村民 他道 你的提议我考虑过了 我可以答应你 霍童 既然齐公子同意 那就签一份书面协议吧 好 霍童起身 稍等 他进了屋去取纸和笔 道 小北 你来写 他来说 墨北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照着他的说法 提笔写了 写完 给齐齐看 齐公子看了看 没有意义 道 可以 他拿了自己的印章盖上 又按了个手印 一试两份 霍童这边也按了手印道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下次再来的时候 记得带岁钱 方便我分给村民 齐公子把票据收了起来 起身告辞 道 好 带他出去 霍童也和家人道 我去看看村民 虽然危险解除 隔离在大院的人还没有离开 有的人因为症状比较严重 就没有轻症恢复得快 整个清泉村 再没有往日的欢乐了 河边再没有人洗衣裳 又去给隔离院的人注射了药后 留下的二十多男女 可怜巴巴地问他 霍娘子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他安抚道 等痊愈 你们就可以回家了 在他的安抚下 隔离院的人 老老实实地待着 没人敢嚷着出去 因为知道一旦出去 会感染给别人 再次走出来的时候 霍童轻轻吐一口气 回去的路上 他拐去了李正家里 一病得到缓解 李正正会正坐在院中 望着天空发呆 一听说霍童来了 他立刻站了起来 迎过去 霍娘子 霍童道 我来告诉你一声 齐公子今天来了 他已答应我们的要求 过几天 他会把银子送过来 李正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太好了 天不亡我了 曾经 他以为 天要亡了这个村 如今 他又看见了更多的希望 人家不但给他们银子 还愿意让他们 继续使用秘方 霍娘子 你真是我们村的大恩人 李正抹了一把 要掉下来的眼泪 他从来不知道 这个世上 真的有不求回报的好人 霍娘子 坐着说话 李正的妻子断粹 忙把凳子搬了出来 霍童 我就不做了 家里还有事 这就回去了 李正忙把人往外送 好好 你回去好好歇着 这些天辛苦你了 霍童转身离去 回去的时候 家里的人 已把上午的饭做出来了 一家人坐下来的时候 莫难道 嫂子 你没有吃出这菜的味道 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霍童诧异 再品了品 嗯 挺好吃的 王室的厨艺有长进了 默契笑道 今天的菜 是我哥做的 自从王室跟着村里的妇人 做乐视带起 末北就学着炒菜了 短短的时间 他厨艺飞飞速长进 同样的调料 它就是比王室 炒出来的菜好吃 霍童玩耳望着身边的末北道 小北 你这菜堪称大势级别了 末北 你喜欢吃就好 喜欢 所以 他多吃了半碗饭 王室默默地想 吃了他这么久的菜 而媳妇也没夸过他一句 这是不是在变相地说 他的菜不好吃 他做的真的有这么差吗 王室不开心 但他不说 信号 又过了三天 隔离院的人也都回家了 只是 想到死了那么多人 清泉村的人还是很害怕 不敢出门了 李正只好让人敲着锣 再次从东走到西 一路上大声喊着说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怪病已从我村里解除 村里已排除一切危险 大家该吃吃 该喝喝 该下地干活了 请大家相信 有货娘子在我族中 我族人绝对是安全的 在族人一路的劝说下 有人渐渐从家里 走了出来说话了 可是 那些死掉的人 再也回不来了 伤感过后 大家很快发现一个新的问题 在家里隔离了多日 田里的水稻 直接干死了 河里的谁以前能洗澡 现在怎么越来越少了 都快看见河底了 吃水井的谁也是如此 打了一会水后 谁已伸得绳子 都够不到水了 前去带着女儿 洗衣裳回来的王室 回来后也不游道 这河里的水都快干了 我看再过两天 衣裳都洗不了 你们说 这边不会 也要闹旱灾了吧 莫文哥后怕地嚷嚷着 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啊 去哪里 哪里有旱灾 他赶紧跑去 押自己家的井水 往里面倒了两大碗水 押出水了 还好还好 门押出水来 霍童眸子动了动 跑出去看情况 他这几天 一直忙着医治村民 根本没注意到这些情况 果然 跑到河边一看 谁少了一大半 河边的赵老太 正在大声地说话 我早说过了 霍童是个灾心 你们不相信 他走到哪里 就磕到哪里 你们不信的话 等着瞧吧 全村的人都要死在他手里 徐田这回刚好在洗衣上 回对道 赵老太 你脑子有病 就去看看 我不许你这样说霍娘子的坏话 若不是霍娘子救我们村 我们村的人才要全死绝了 其他妇人也附和 就是 你这个人 就是极度眼红 赵老太见大家不肯听他的 带着两个儿媳妇 气呼呼地走了 一边道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他刚走到岸边来 就见霍童站在那里看着他 那眼神冷漠似兵 赵老太心里一抖 不过 他很快就挺了挺胸脯 道 霍童 你要是有点良心 就放过这些村民吧 霍童忽然疑惑地道 我不是你的亲孙女对吧 哪有这般对自己亲孙女的 就算不喜欢 也用不着到处诋毁吧 不喜欢 大不了老死不想往来啊 赵老太面上一惊 很快镇定下来道 你 你当然是我亲孙女 不然 你以为自己是 世家大小就不成 哼 他多少有点心虚 忙气愤愤地走了 星号 这天 一大早上 齐公子带着一箱箱的银子来了 对于清泉村的族人来说 能再次分到钱 是上天对他们 劫后余生的赏赐 照着霍童的要求 一箱箱的银子 搬到了李正家这边 李正把所有参与月事 带分成的人 都召集到他家里来了 再次分银子的是 村民还不知情 李正就把事情说了 老规矩 入伙的时候投入得多 分成的时候就拿得多 霍童这边 又分了二千多的银子 就是分得少的 也得了近二百两的银子 有银子分 以后还能继续做这份手工 对他们来说 简直像做梦一样 美好的不真实 当初没有参与入伙的人 再一次后悔的肠子都清了 想起曾经听了赵老太 蛊惑的人去找他 围堵着他就打 一时之间 只听一阵鬼哭狼嚎 赵老太家也不是好欺负的 毕竟他有两个媳妇 和两个儿子 还有个老头子 他们当然不会站着挨打 奋力反抗之余 双方都没讨到多少便宜 还是李正听说了 这边的混乱后 跑过来大声呵斥 才把人给拉开了 在这里闹市的 都是一些外族人 虽然在这个村里住了多年 总是与兴礼的 没办法融入到一起 他们干的事情 他们没有捞到好处 只能把一枪的怒火 撒到赵老太身上 大家冲李正嚷嚷着道 李正 我们要把这个恶毒老太太 赶出村里 李正 是她一直在说霍娘子坏话 我们是听信了她的鬼话 当初才没参与合伙的 李正 我们冤枉啊 李正 我不打死她 我难受 赵老太气地放声大哭 万没想到 偷鸡不成反十八米 霍童这时走了过来 道 主委 请听我说一句 大家虽然没有拿到这次的分成 但我个人 愿意拿出银子 每户分十两 明天 大家到我家里来领取银子 刚才还吵闹得富人忙道 这 这怎么好意思啊 十两银子 不是一个小数目 得苦一年才有的工钱 也有人又惊又喜 霍娘子 你说的是真的吗 霍童 我只希望 从今以后 大家能团结一心 既然是一个村里的人 就不分你足我足 大家就是一个整体 一个大家庭 有钱一起赚 有事一起扛 李正正正地看着她 这姑娘是有钱真敢给 有事也真敢扛 她为什么要这么好 让她这个李正情何以堪啊 李正忍着嗓子眼的色意道 我也从我分成里拿一部分 每户五两银子 她这次的分成得的银子 也不比货童少多少 没有参与的村民 也就五十来户 由于瘟疫死了不少人 现在也有四十户 每户给五两银子 她给得起 有人立刻跪了下来 谢谢李正 谢谢霍娘子 我给你们磕头了 大家立刻往地上跪着磕头 李正忙摆手 别这样 别这样 快起来 有个妇人大声道 从今以后 咱们再不听信外人的挑拨 好好跟着李正和霍娘子 一定有钱赚 赵老太一家气得垂胸 早已趁机悄悄跑了 霍童为什么对外人都这么大方 却对他们一家这么抠门 此时 霍童也转身回去了 家里的少年 高高兴兴地 把银子又抬了回去 她跟在后面 眼角染上一些笑意 霍娘子 并没有走的 齐公子 过来喊住她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秘方了吗 可以 齐公子请 两人并肩而行 齐公子道 霍娘子很懂得收买人心啊 霍童不置可否 霍阳墨北这边一行人 抱着银子回家了 再次把钱放在桌子上 莫恩哥扑上去 抓了一个元宝在手里 给我一个吧 霍童 每个人都可以拿一个 元宝最大的数目十两 其余的多数是碎银 是齐公子照着霍童的要求 特意换成了碎银 莫南莫西霍阳也不客气了 不过 几个人没向莫恩哥拿个大的 他们挑了块碎银 霍童也抓了一把银子 放墨北手里道 拿着 我没地方放 还是放你身上吧 这也是事实 他们连个荷包都没有 王氏道 回头我给你们每个缝一个荷包 看着这白花花的银子 他也笑得开怀 霍童这事前去 把没用完的生石灰和石碱都拿了过来 给齐公子当众表演一个 什么叫月室带不落水 王氏也笑呵呵地去做饭了 提醒霍童道 六六记得把钱都藏好了 而媳妇这么能赚钱 他这个当婆婆的做饭就做饭吧 若是让儿媳妇天天围着锅台赚 他就赚不了钱了 霍童这边答应一声 继续他的表演 由于棉花要晒上一会儿 齐公子中午就留下吃饭了 在这期间 霍童拿着棉布 缝了一个荷包 莫恩哥也给自己整起了荷包 他要把自己的钱装进去 等霍童把荷包缝好后 装了一把碎银 递给莫北道 小北 上面连个刺绣也没有 莫北接了过来 霍阳 六六 我的呢 他也没荷包 钱没地方藏 霍童就给他也缝了一个 就是一块布剪成长方的形状 左右缝柱 上头留一个口 用线一串 简约风格 虽然普通极了 但拿到荷包的人很高兴 关键荷包里装了沉甸甸的银子 齐公子坐在院中背着强光看他一眼 伸手去扶跑过来的野鸡 野鸡高傲的一甩头 齐公子站起来 在院子里走了一走 他院子里有个铁架子 他仔细看了看 忽然就看明白了 近日 县城也流行这个 许多富贵人家都打造回家 他们家里 也刚打造了一个这样的铁架子 说是可以做烤烧 转了一圈后 他来到霍童面前道 霍娘子 那个烤烧架子 也是你想出来的 嗯 霍童头也不抬地应了一声 齐公子看着他 越看越惊奇 墨北忽然挡在他面前道 齐公子要是无聊 可以出去转一转 齐公子看他一眼 我不无聊 他转身又坐了下来 墨北盯了他一眼后 转身去锅上炒菜 就做饭的这一会儿功夫 霍童三两下缝了好几个荷包 人手一份 他亲自把荷包给装满了碎银 送到每个人的手里 连墨烈护夫妇都各有一份 霍童看了看放在桌子上的银子 一箱箱地抱回屋里 霍阳要过来帮他抬 没人的时候 他全收进空间里了 等到这边饭菜做好 端上桌子 齐公子看着一桌丰盛的菜色 微微惊了惊 没想到 他们竟能做出这么丰盛的菜油 叉烧猪肉 凤尾鱼翅 栗子鸡等等 关键是 味道鲜美独特 墨北道 齐公子 家里没什么好招待的 随便吃点吧 齐公子吃了一会儿 道 这用的是什么调料 墨北 没什么调料 齐公子就不问了 等吃过饭 棉花也晒干了 霍童取了棉花 完成最后一道工序给他看 齐公子瞧他一脸坦然 心里也渐渐放开了一些 人家一个小女子都可以坦坦荡荡 她是男子 过于拘束 反倒显得她小家子气 等学会如何制作月事代后 齐熙公子也没在久留 站起来道 霍娘子 我就先告辞了 齐公子慢走 霍童玉送他一步 墨北过来越过他 把人送走了 齐熙出去的时候 就瞧见门口有位姑娘 正趴在那里 是霍如带着霍美来了 知道他们家又来了漂亮的公子 春心懵动的霍如 忍不住过来瞧一瞧 温润如玉 听说这许多的银子 就是他带来的 齐公子 霍如大着胆子搭话 齐熙公子扫他一眼 有诗 霍如含情默默地道 齐公子 您真是个大善人 居然给了村民那么多的银子 好想要 如果他嫁给齐公子 他的银子 不就可以给他花了吗 齐公子不知可否 上了马车走了 大善人 和他有什么关系 他当然看出来了 这农家女有意勾引 看着马车离去 霍如挥手道 齐公子 下次再来啊 站在门口的墨北 把门给关上了 霍如气地拍了一下门 屋里传来墨文哥的嘲讽 瞧他那恶心样 逮着个男人就勾引 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 人家公子能瞧得上他一个贱名 说这话的时候 他不由地想起了另一位公子 魏子苏的哥哥 不知道比这些人好看多少 可是 他也是贱名 型号 这事之后 村里被分钱的喜悦所代替 渐渐忘记 死亡所带来的悲伤 第二天 村里的人跑到霍同家来 霍同答应 要拿出自己的分成 给他们分一些的 照着之前的说法 他每户分了十两银子 大家拿着分来的银子 欢天喜地地说 谢谢 王室心塞 让他长家 他都把银子送别人家了 这么能败家的儿媳妇 全村还能找到第二个吗 因为李正 也答应给他们分五两的 所以 从这边分了十两银子后 他们又跑去了李正家 李正也痛快了 每户 给了五两的银子 带分完银子后 他媳妇断翠笑道 李正今天可是破费了 心疼吗 自家男人什么人 他当然是清楚的 没有坏心 也愿意为村民办事 可抠门爱财 也是真的 李正哼道 有什么好心疼的 货娘子总有办法赚钱的 他心里现在就认定了货娘子了 只要跟着他干 一定能有钱 他家的大儿子 这时从田里回来了 道 爹 水到死了 今年的收成没了 河里的水都干了 以后没水喝怎么办 没了粮食 他们有钱买 可没了水 他们有钱也买不到水啊 李正面上一震 他很快就站了起来 我去看看 这几天一直忙瘟疫的事情 烦的人都没心思 去想别的事情 一致都没留意到 河里的水都快没有了 他跑出去看了一圈 越看越绝望后 跑到了霍童家 一进门口 他就喊上了 货娘子 货娘子 他们家正在做午饭 货童这回正在院里 为他的小动物 听见喊声站了起来 货娘子 你看这天 是不是要汗啊 要是闹了汗灾 可怎么办 再多的银子 也解决不了水源问题啊 这个问题 货童自然是有想过 直到 从现在起 开始把水存起来 节约用水 不要浪费 李正答应一声 竟然回去派族人 打着罗一路传下去 让大家节约用水 多多存水 结果 他家都没抢到水 先前就算 因瘟疫死了一百多人 现在村里 还是有八百多人口 这么多的人去储备水 河里的水 瞬间被村民给清空了 一些人又在河边打了起来 莫文哥赶紧又试了 是自家水井里的水 又倒了凉碗水 压了几下子 压出水来 货童倒不担心用水的问题 他空间里有的是灵泉水 到时候 只管往井里倒就是了 水 他有 粮 他也有 现在就连房子也有了 也不用风餐露宿了 饥荒瘟疫 没再怕的 就在全村都忙着存水的时候 霍童加水缸里的水每天都是满满的 洗衣洗澡一切正常 他开垦的田里 还没有水到 也不怕汗 就是可怜了村民 村里那点水 经不起用 很快就被用光了 为了吃水 村里每天都在发生打架事件 什么团结友爱 在生命面前不存在 在村民们四处找水的日子里 霍童也没有闲着 这天早上 他和家人商量 小北 我们去一趟县城吧 带你去看看私说 我也去 我也去 墨北还没说好 其他几个孩子都争先恐后地表态了 霍童最后全部带上了 套上他的小毛驴 坐在板车上 出发了 墨年夫妇留在家里看门 霍童一行人赶着小毛驴上路 虽是三福的天 大家浑然不觉地热 坐在驴车上都很兴奋 实不相瞒 大家都是第一次坐驴车 感觉老高极了 入了玉都县城 霍童带着大家先去买菜买肉 顺便再买些粮食 不料 县城里的粮食已经涨价了 一袋五十斤的米就要到了十两银子了 这简直是抢了 霍童考虑着家里没有粮 先花了二百两买米和面 又去买了大量的肉 就是趁着墨北他们不注意的时候 顺到了空间里 天太热 肉老放在外面就要臭了 等把需要的菜都买了 霍童又带大家去买衣裳 衣裳是必不可少的 有了钱 谁不想穿得漂漂亮亮的 每个人又买了两身衣裳 就是他悄悄地多给墨北多加了两身 等把东西都买齐了 这才准备要带着他们去私塾看看 霍娘子 霍娘子 就在大家准备赶着毛驴离开时 就见齐西公子迎面过来 齐公子 霍童也就站住了 客气地拱了拱手 齐西左右看了看 放低了声音和他道 霍娘子 我收到一个消息 刘寇就要攻向玉都了 此地不宜久留 你还是赶紧离开村里 避避风头吧 霍童一笑 道 多谢齐公子的提醒他 齐西望他正了正 他这表情是分明不信他的话了 齐西叹了口气 道 霍娘子 我并非想赶你出村 这是真的 流寇的人数多达上万 绝不是一个小小的玉都可以抵挡的 瞧着霍童的表情 他只好道 行 我不说了 你爱信不信 告辞 他禁止离去 霍阳轻横道 别以为我不知道他打的是什么主意 他就是 巴不得我们全都离开这儿 秘方就属于他一个人的了 大家都这么认为 霍童当然也这样想 走吧 他赶着小毛驴 带着他们去私塾 据说教书的是一位举人 四十来岁的年纪了 霍童的意思 是让家里的小孩子 全都来读书 认认字 来到门前 敲了半天的门 都没人应 去邻居那边又敲了门后 有个中年男人走出来 瞧了他们一眼 见都是一帮小孩子 没好气地问 干什么 霍童忙道 大叔 请问一下 这边的私塾怎么没人了 今天刚离开 说是搬家了 话音落 门又关上了 霍童诧异 这好好的私塾搬什么家 不教学了吗 这让村爸特意打听过了 就这家私塾最好了 说是教书的 还是一位举人老爷呢 墨北换他 彤彤 来日方长 要不先回家 也只能如此了 回去的时候 墨北赶着小毛驴 他坐在了旁边 霍阳也跃跃欲试 给我也试试吧 但他差点没把毛驴赶进沟里 一路赶回去的时候 正是午时 王室这边 一把饭菜做了出来 这些天 他也悄悄苦练炒菜的本事 赢得了儿女们的称赞 今天的菜好好吃 娘 你厨艺大有进步 王室得意 谦虚地道 喜欢吃就好 待吃过饭 下午闲来无事 墨北说 要去山上一趟 主要是为他的小动物割些草 顺便再看看 陷阱里有没有小动物 霍童忙喊住他 小北 我也去 两人一块出去的时候 路上遇着一些 出来找水的村民 喊着他道 霍娘子 现在没有水了 去哪里 才能找到水源啊 霍童 再等一等看 说不定就下雨了 这霍娘子 就是淡定啊 别人家都到处找水 他们家怎么一点动静 也没有 不过 很快有人意识到 我听说霍娘子家里 打了个水井 不知道霍娘子家里 有没有水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说去就去 几个人结伴去 跑去了霍童家敲门 那乡 霍童漠北一块 先割了一株楼的草 和之前一样 他坐在阴凉处 漠北把草割好 放在株楼里道 彤彤 我们去看看 陷阱里有没有 列到好东西 他的陷阱 是在何处 霍童已知道了 文言跳了起来 跟着他一块跑了过去 还没走近 就听坑里面 传来咩咩的叫声 一只幼小的梅花鹿 可怜巴巴地望着天空 就是爬不上来 霍童一正 想起自己的那只小鹿 心里瑟瑟的 墨北一跳了下来去 把梅花鹿抱了起来 递给他 霍童忙接了过来 扶着弱小无助的梅花鹿道 你怎么跑到这儿了 那一定是上天 把你派给我的 以后你就是我的了 我养着你吧 梅花鹿群居性不强 往往都是独自生活 墨北爬上来 看着他眼角染上笑 果然 再给他一个小鹿 就可以替代那个小鹿 他 总有一天 也会完全替代他 心里的那个他吧 回去吧 霍童抱着小鹿 就往回走 墨北背上竹篓道 抱得动吗 要不我帮你抱一会儿 这只小鹿还年幼着呢 体重约有四十斤 再来个四十斤 他也抱得动 霍童没给他抱 笑着道 你我都抱得动 何况是只小鹿 墨北道 我不信 霍童心不在焉 不知道自己上句话什么了 不信什么 不信你能抱得动我 霍童笑而不语 抱着小鹿跑了 不曾想 迎面就遇着一条蛇 往他面前扑来了 霍童没有注意 墨北急不上前 手里的镰刀挥出 一条蛇当场就一段为二 墨北把蛇捡了起来 做蛇羹吃吗 霍童玩儿 烤蛇肉 好 他把蛇收了起来 等两人回到家中 就见他们院子里挤满了人 赵老太也带着两个 媳妇来他们家了 都是为了水的事情 村民知道 他们家有个水井 就这里还出些水 全都来压水了 不少人直接拿了两个桶 一个井里的水 哪够他们这么多的人压啊 压着压着 不出水了 有人开始有意见了 指责别人拿的桶太多 吵着吵着 打了起来 一时之间场面混乱 你打我 我打你 在地上摔打起来 末年夫妇家里的一帮小孩子 都躲得远远的 就怕伤及无辜 真是拿他们一点办法 也没有 霍童走过来看了看 有人注意到他回来了 盲大喊一声 霍娘子回来了 都别打了 打红眼的人听见 听见也停不了手 霍童把小鹿放下来 拉开人群走了过来 他们家这么大的院子 挤了好几百人 他走都走不过去 霍童大声道 你们要是再吵闹 以后就不要来 我家打水了 这话管用 场面安静下来 打架的人赶紧住手了 就见好几个人 被打得鼻青脸肿的 反正谁也没捞到便宜 霍童道 即日起 每家每户只能有一个人来打水 且只能打一个桶 村里数百口人 他及时往井里倒林泉水 压着压着 谁也没有了 底下的井水也供应不上来 水就这么深 能装得水有限 村民同意 道 霍娘子说得对 有的人就是贪得无厌 只顾自己不管别人 自私自利 霍童 前来打水 都自觉地排好队 中间坐到相隔一个人的距离 不许拥挤 不许插队 否则 就不许再来我家打水 村民同意 就是 有的人就是不要脸 非要插队 霍童 今天家里实在没水的 去找打了两桶水的人要一些 就说我说的 那人若不给水 明天不许他再来我家打水 他话说完 村民同意 因为井里 已压不出水了 大家也就散去了 带人都走了 莫文哥跑过来压水 怎么也压不出来了 他急得快要哭了 嫂子 咱们家都没水了 你怎么还让他们明天来咱们家打水啊 霍童 过一夜 水就涨上来了 不急 莫文哥气呼呼 你不急我急 明天我就把门关上 我不许他们来 我们家打水 这些人就和赵老太家的人一样 全都是忘恩负义的 帮他们落不到好处 还惹一身的骚 霍童转身去喂小鹿草 王氏这边去做饭的时候 墨北走过来道 今天吃烧烤 他把蛇拿出来 往盆里一扔 找来捡刀 利索地把蛇给捡了 莫文哥还在独自嚷嚷 没人接他的话 实在太过躁了 霍童是觉得 要长期住在这儿 他又不缺水 村民真的没水的话 他能帮点 还是会帮的 莫文哥不知这些事情 不愿意也正常 其他人不说话 是因为他们听霍童的 他爱咋滴就咋滴 他没错 他是家里的长家人 在莫文哥的锅躁声中 烧烤架子也被抬过来了 用火折子点了里面的煤球后 切好的肉片或鸡腿 猪肉 蛇肉 都被逐个放上来烤 霍童这边照样把果酒拿出来 只要有个屋 慌不慌和他完全没关系 和往常一样 大家该吃吃 该呵呵 就是家里的水缸的水 奇了怪了 晚上的时候 明明都用了不少水 到了第二天早上 水缸的水一准 还是满的 连井里的水 也是满满的 都不用家里的人 压水 往缸里送了 这种事情 小孩子不会留意 留意的是王氏 早上吃饭的时候 他悄悄地说 你们有没有发现 一件奇怪的事 家里的水缸 不等他说完 墨北虚了一声道 别说 有些事情不能说 说出来就没有了 王氏立刻咽下去要说的话 大家看了看他 墨文哥 神神秘秘的 什么事 怎么不说了 王氏 吃你的 民间也有传说 母子关着门在家里倒游 游怎么也倒不完 当母亲的说了一句 这游怎么倒不完啊 这一说就坏事了 游止了 王氏想起这个传说了 立刻不敢说了 难不成他们家也有神仙庇佑 王氏又想起桃荒的路上 霍童老是捡到米面的事情 这才真意识到 不是他们家有神仙庇佑 是霍童有神仙庇佑 自从他来到他们家后 在缺少水源的情况下 他们家也没断过水 心里这么一想后 王氏心里踏实了 村民要来打水就打吧 他们家有神仙庇佑的话 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毕竟 神仙都是心怀慈悲的 想通了之后 王氏再看见 这些人来排着队 到他们家打水后 心里就舒坦了 帮一个别人 就当为家里的孩子 积攒福气啊 就是莫文哥不高兴 坐在自己屋里的他 气鼓鼓的 村民从早吃过饭 就来他家院子里排队了 果然没有人吵闹了 都很有理了 打过水后出去的村民 在路上不由地议论了几句 大家说说看 东西两头的井里 都打不上来水了 这霍娘子家的井里 怎么还能一直压出水来 难不成霍娘子家 这块是风水宝地 哪来的风水宝地 你们忘记了吗 这里是死过人的 难不成死在这儿的人 在保佑他们家 大家议论纷纷 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路过的李玉娘 听见这话后接口道 让我说 是因为霍娘子是个大善人 得了神仙的庇佑 家里的水源才没有断了 竟让人无以反驳 李正这时也提了水 来到霍童家排队了 村民看见 李正 你到我前面来 李正 不不 不插队 那时 写了一会儿字的霍童起身 站在窗林前看着外面 墨北走到他身边 来跟着一块看 看着看着就听少年道 童童 你为什么这么好 好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才能配得上他 霍童望他一眼 婉儿 你也很好 好的他只想多宠他一些 在他的身上 丝毫找不到这个时代 封建男人的臭德性 两人相视 他笑得灿烂 他眼里却压着千万情巢 上空的太阳 宛如一个大火球 炙烤着大地 又过了七天后 不要说本村的人找不到水 就连其他村的村民 也在到处找水喝 甚至都找到他们村来了 霍童井里放的水 压了一个上午后 就给压干了 到了下午 再有人过来 就压不出水了 就在霍童以为 天汉也没有关系 他有灵泉水可以支撑的时候 这天中午 李正匆匆跑来大声喊 霍娘子 霍娘子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霍童忙赢了出去 李正 出什么大事了 李正跑得气喘吁吁 道 霍娘子 我刚刚听说 上万的流寇 就要打进了玉都县城了 他们所到之处是烧杀抢夺 县城里许多大户人家得了消息后 已第一时间逃走了 咱们怎么办 这些流寇是杀人不眨眼的 万一打到咱们村 咱们是不是就没活路了 霍童差点要口出芬芳 官府呢 县令呢 抵挡不住吗 李正快要哭了 霍娘子 一个县城里的兵力 不过是几百人 哪里抵挡得住上万的流寇 就荆州的兵力 我听人家说 实际上也就小几千人 这些流寇 一旦大规模地反起来 一般的小县城 完全无法抵挡 霍娘子 你拿个主意 咱们怎么办 现在霍娘子就是她的主心骨 她已乱了方寸 完全不知道是该跑 还是继续守在这儿 她不敢躲啊 万一等来了流寇 他们没有活路 霍童揉揉眉头 她这家才刚建设好 还以为以后 可以过逍遥的日子了 现在说让她逃命 这不是要她命吗 她一个人还好说 这一大家子的人 若真像李正所言的这样 有上万个流寇 真来了的话 靠一人之力 还真抵挡不住 李正 你这消息可靠吗 她心里其实已经知道 可靠 之前齐公子告诉她的时候 她还怀疑人家的别有用心 想吓唬她 赶她离开 没想到 这竟然是真的 李正道 千真万确 我去县城里看过了 许多有消息 有门路的都跑了 留下的都是一些 什么都不知道的小老百姓 霍童一咬牙 收拾收拾 上路 她也堵不起 李正 我这就通知族人 让他们收拾收拾 大家一起上路 霍娘子 以后要去哪 我们都跟着你 说完话 她跑了 霍童内心凌乱 她真没想到 李正这个时候了 还这么的上道 要带上族人一块跑 可她没想过 要带整个村的人跑啊 这不是几个人 是几百口人 这一路上吃喝 水源 要怎么解决 这难道就是 同族人和外姓人之间 隔着的那一道墙的 不同之处 同族人之间 逃荒的时候 全都喊上 外姓人的她 只想自己逃 莫文歌那边 已带了哭腔要哭了 我们又要逃荒了吗 我不想走 我不想走啊 霍童 收拾收拾吧 她转身去了回自己屋 把所有的东西 都扔空间了 家里的米面 也被她往空间里顺了不少 墨北这边准备板车 要把米面收拾上去 去造房的时候 她忽然发现 米面不见了 只有半袋子在外面 她当时就被吓了一跳后 很快想起了霍童 她忙去找人 推了霍童房门进去一看 她屋里已空了 连床都没有了 霍童全扔空间里了 免得到时候再买了 她看着霍童 霍童也看着她 凉凉相望一会儿 墨北什么也不问了 转身就走了 霍童松口气 真乖 不然 她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墨北把厨房能收拾的 全收拾进去了 不能拿的也没拿 桃荒路上不需要太多 累赘 水是必须品 她先备了凉桶水 霍童也从屋里出来了 看了看院子里的东西 趁着人不注意 把她的小宠物 全扔空间了 大家都忙着收拾自己的衣物了 一时半会 也没有人发现院里少了什么 她又把刚打的烧烤架子 也收空间里了 反正能收拾的 她一样没有落下 不能带走的 也只有房子了 一会儿功夫的时间 家里的人收拾妥当了 外面已传来了敲锣的声音 有人一边走一边喊 流寇就要打入县城了 大家快收拾东西逃走 一切从简 该扔的不要拿 不要什么都往身上带 这一边一吆喝 村里好一阵的兵荒马乱 和霍童住的相近一些的徐田 急忙跑过来道 霍娘子 霍娘子 李正说有 她刚想问 这是是不是真的 就见人家院子里 你收拾的差不多了 东西都扔板车上了 徐田明白了 吓得脸上一白 道 霍娘子 你别急着走 你带带我 我这就回去收拾 她转身飞奔回家 喊上女儿一通收拾 村民们这段时间 赚了不少的钱 大家手里头有了钱 有不少人都准备盖房子的 砖都买了不少 还有许多人家 板车和驴都买回来了 现在一听说要逃路 没有人舍得 全都一边收拾 一边哭开了 是霍美和她娘过来了 两人探头朝里面看了看 见她们都各自忙着收拾东西 外面没几个人 母女俩立刻跑了过来 冲水井去了 一阵狂压 接了两桶水跑了 没走的时候 都由着她们接水了 这都要走了 自然也不会真的不让她们接水 过了一会儿 徐田的女儿 也提了桶奔过来 又接了一大桶水跑了 霍彤想了想 走到水井边 趁着没人注意她 又把林泉水倒了进去 果然 之后就有家人 派了人三三两两的 再来接一回水后 霍彤这边也打包好了 一家人赶着驴拉着板车 往外走了 家里还在接水的村民 瞧见他们要走 立时大喊 霍娘子 别走 别走啊 等一等我们家 提车筒飞一般地跑了回去 一边跑一边喊 霍娘子走了 霍娘子走了 这一嗓子喊下来 各家的人都慌忙跑了出来 片时 就见路上走满了村民的身影 许多家里有板车的 带上板车 有驴的 直接套上毛驴 只是 看着自家的房屋 大家还是一边走一边哭 莫文哥也又哇哇地哭了起来 他的床啊 他都没睡热乎呢 就又要逃荒 以后 他又只能睡地上了 风餐露宿的日子 什么时候是个头 谁想这样子啊 一路上 大人哭小孩子也哭 鸡飞斗跳 有人 把自家养的几只鸡带上了 没拴好 一不小心还给飞了 急得家人忙要去追 李正气得大喊 不要追了 不要追了 你们都带这么多没用的玩意干什么呀 累赘啊 都快跟上 不要吊队 上了路 就没有人会等你们了呀 大家急急忙忙的 一路跟着大部队走 霍通家赶着驴车行在最前头 后面有驴车的紧跟骑后 没驴车的脚上就慢了一些 在后面哭着喊 等一等我们 等一等我们 一眼望去 黑压压的一片人头 等走到村东头的路口时 霍通回身看了看 默默叹口气 李正忙道 霍娘子 咱们的驴车走得比较快 他们没有驴车的 就赶不上咱们 这可怎么办 他怎么知道怎么办 让他们慢慢跟上吧 也只能如此了 霍通拔腿就走 由于板车上装的东西太多了 现在所有的人都是不行 尽管这样子 老弱病残 跟不上他们的脚步 就在大部队村民 刚要出路口的时候 忽然就见一群 二三百人的流寇冲了过来 一边冲一边大声喊着 手里有挥舞刀的 有挥舞棍子的 这些流寇中的人 大部分人一开始也是流民 因为得不到官府的救助 反而被驱赶 屠杀 最后也就加入了流寇 为了资源 干起了抢到的生活 这里处在天高皇帝远的位置 管理也混乱 各县城小镇 根本就没有几百个兵力 面对凶残的流寇 不堪一击 等上面派兵来镇压的时候 流寇早就抢完资源跑了 霍通一眼望去 冲村民喊 快跑啊 后头的村民大声喊叫着 一路狂奔 但有的人身上 背着过重的包袱 速度有限 很快就被冲上来的流寇追上来了 有人大喊着 劫住他们 别让他们跑了 这帮村民明显非常有钱 就没见过哪个村的人 有他们这般多驴车板车的 很快 落在后面的村民 被流寇追了上来 只听一阵惨叫响起 有人被杀了 有人的物资被夺了 草 霍通大声道 小北 你带着 也他们先走 他转身奔了回去 恕他没有办法 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村民 落入流寇手中 墨北这边从板车里抽刀车 板车下压面了几把刀 是当初在水源处捡的那些土匪的 爹 你们先走一步 他提了刀就追了过去 我们先走 霍阳快哭了 溜溜怎么办 墨烈户 以他的本事 他没事的 快走 他这边脱家带口的 不能跟着回头 李正看了看后面的族人 也只能狠着心肠 让大家赶紧走 村民第一次见这等阵仗 早就吓得乱了阵脚 只能一边哭一边逃 逃不掉的 就被追上来的流寇 一刀给砍了 身后嘶喊声不断 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 坐在倒在地上的尸体中 抱着自己的母亲 哇哇的张口大哭 霍童眼睛一热 他再也顾及不了太多 空间里的冲锋枪 被他握在手中 他一边冲过去 一边瞄向流寇 砰砰砰 一个个流寇莫名倒下的时候 也是大吃一惊 当看是一个女孩过来 有人提着刀 冲他砍了过来 砰的一声响 那人被击中额头 流寇不知道 他手里是个什么玩意 只当是一个厉害的武器 十几个人 骑冲他来的时候 又是一排人倒了下来 莫被这时也提了刀冲过来 上去一通厮杀 他身手灵敏 身高也有优势 一刀子过去 就抹了对方的脖子 片刻间 流寇竟被两个人 逼得连连后退 村霸们平日里 在村里横行霸道 这回也吓得屁滚尿流 不要命地跑 其他村民的情况都一样 那么多的村民 没有一个敢停下帮忙的 全都不要命地跑 尽管如此 这些流寇 还是被霍童和墨北的 阵势吓住了 两个人而已啊 瞬间射杀他们这么多的人 尤其是那女孩子 手里的武器极为凶猛 眼见大事不妙 流寇不敢再站 有人大喊一声撤 能撤得流寇瞬间跑没了 撤不动地 被霍童手里的冲锋枪 一阵扫射 一眼望去 就见路上一片尸体 有流寇的 也有村民的 惊魂未定的李正 这时忽然就跑了回来 忍着眼泪道 霍娘子 你没事吧 霍童看他一眼 直到 先逃命吧 有些话他现在不想说 也是念在他们 第一次面对流寇 害怕也正常 像他们这样只顾自己的 不要说遇着流寇 就是在路上遇着一般抢劫的 他们也得完蛋 李正立刻传话下去 大家快走 快点 后面的人再不敢耽搁 立刻跟上大部队 非一般地逃命去了 身后死了家人的 也只能一路哭哭啼啼着跟着逃 霍童瞧了一眼狂奔的村民 再看坐在地上大哭的孩子 五六岁的男孩子 受得可怜 一边哭一边喊娘 他母亲的腹上 被捅了一刀 以气绝身亡 霍童弯腰对男孩子道 男孩子仿若没听见 只管哭 他到底是没舍得扔下这个孩子 把他抱了起来 大家一路狂奔了大半天 等停下来的时候 天色早就一片黑暗了 因为没有落脚之下 霍童就选择停在了一片野外 让大家原地休息 吃些东西 跑到现在 全都是又累又饿 也实在跑不动了 有干粮的 赶紧拿出干粮吃一口 有水的 也赶紧跟上一口水 霍童家平日里 都是吃现成饭菜 这回拿有半点存粮 霍童拿了一些空间储藏的饭团 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份 在大家吃饭的功夫 他走到刘明中道 既然你们要跟着我 从现在起 我们就要立下规矩 你们得听我的安排 否则 大家就各走各路 李正盲道 霍娘子 你说 你说什么 我们都听你的 霍童 第一 年轻力壮的 帮着老弱病残 多拿一些东西 能拉一把的 就拉着他们一起走 不要掉队了 第二 一家挨着一家走 不要插队 不要乱跑 第三 路上遇着了抢东西的 不要慌 不要乱 不要跑 年轻力壮的 准备好你们的镰刀 能用的家伙 只管用上 在这路上 砍死他们不需要偿命 若是再让我发现 遇着点事 只顾自己逃命的家伙 立刻逐出队伍 最后 这话说得大家都很惭愧 在他一个小女子 对抗流寇的时候 他们许多人 吓得只顾逃命了 你们只有团结 一致对抗外敌 才有活命的机会 否则 就会像今天这样子 今天死了多少人 死了谁家的人 李正你统计出来 霍童话说完了 转身回去了 李正忙去统计 今天死亡的人数 死了三十多个人 都是老兵若残得多 家里没有板车和驴 身上背了一大堆的东西 落在了最后面 很快就被流寇追上来了 回去后的霍童 往自家板车上这边走 墨北正带着霍阳几个人 把帐篷原地支搭好 好让他有个舒服的地方睡觉 不然 这荒郊野外 他免不了要喂 一夜的蚊子 被他抱回来的那个男孩子 一脸茫然地坐在板车旁 不哭也不闹了 但也不肯吃东西 之前给他的饭团 还握在他手里 姐 姐 李旺带着他的一帮村爸过来了 李旺道 姐 你教教我们吧 我们学会了功夫 就可以帮着你 一起打土匪了 刚才逃命的时候 他们这些村 爸跑得是最快的了 李房这时 也跑了过来道 姐 我也想学功夫 你也教教我爸 幸亏他家有个板车 他娘领了银子后 也特意买了头驴 刚好方便拉着他腿 还没痊愈的爹 若不然 他们家今天也得完蛋 想想都下出一身冷汗 霍童 回头教你们 你们来任意时 知道这是谁家的孩子吗 李房认识 姐 我知道他 他叫任臣 他爹是个瘸子 他娘身体也不好 住在村上好多年了 与村里 其他人家 都不怎么来往的 家里还有个哥哥和奶奶 就在之前 被流口全杀了 是他娘把他死命地 护在了身下 挡住了他 霍童了然于心 蹲在了人臣面前道 任臣 你的家人 用生命保护了你 就是希望 你好好活下去 你若不能代替他们 好好活着 他们的命 就白白死了 坐在地上的小孩子 抬着红肿的眼看着他 哽咽道 可是 我以后再也没有爹娘 没有亲人了 霍童咬咬牙 四下了决心 道 我做你的亲人 我做你姐 李房 我以后也做你哥 一群村霸 我以后也做你哥 我们罩着你 任臣抹了一把眼泪 又哭了 他只是没想到 在这个时候 他们还愿意做他的亲人 霍童摸摸他的脑袋 把水带给他 喝点水 他是真渴了 这才喝了几口水 墨北那边的帐篷 很快支搭好了 过来喊他 彤彤 你去那边休息吧 霍童指了一下 瘦瘦的小孩子 他叫任臣 你照顾他吧 墨北 好 霍童前去帐篷里休息 墨北这边 铺了个草席在地上 让任臣和 自己做一块 他们也就为家里的女子 搭了帐篷 其他人席地而坐了 过了一会儿 霍童走出来 递给墨北一样东西道 喷在身上防蚊钉药 言罢 他又转身回去睡觉了 躺在帐篷里 因为很累 他倒下 就睡了过去 帐篷之外 墨北和任臣说话 你几岁了 七岁 这里人说的 都是虚岁 也就六岁 墨北多瞅了他几眼 村里的孩子 都是又黑又瘦的 比不得城里的孩子 金贵 魏子苏 也是这样的年纪 养得白白嫩嫩的 墨北席地躺卧下来 看着天空发呆 过了一会儿 对还坐着的任臣道 吃过了 就躺下来睡觉 任臣也就乖乖地 躺了过来 一个小人 蜷缩着身子 占据小小的一脚 帐篷里的王氏 这回轻叹口气 他今晚与女儿 合用了一个帐篷 因为睡不多少的时间 天就亮了 就没再费 那进大帐篷了 墨文哥也叹口气 道 娘 你再不管管我嫂子 他后面 还指不定 把什么带回家养呢 他当是养羊呢 给吃口草就行了 王氏倒是想管 可他管不着啊 说到羊这是 霍童的羊啊鹿啊兔子啊 这回也都在他空间的草地里握着了 一眼望去 一片绿色的草地 别提有多惬意了 空间之外 泥土里散发出来的都是热气 周围不时有打蚊子的声音 啪的一声响 呼在了脸上 村民们也是又累又困了 躺在草席上 害怕暂时抛在了脑子后面 倒地都睡了过去 夜半之间 有人悄悄起身 趁着寺下的人都睡着了 赵老太的两个儿子 悄悄挪到霍童家的板车旁 想偷一些水 他们没有板车 更没有驴 存下的一桶水 在逃跑的时候全洒了 知道霍童家板车里装着水 这不就把主意打过来了 霍童人在帐篷里睡觉 也是没有想到 赵老太家这个时候 打起了他家的主意 霍树和霍树兄弟俩 轻易就找到了他们板车上的桶 两大桶的水 两人也没敢多提 霍树拿起一桶就走 一个转身 就发现墨北站了起来 吓得他脚上一晃 身子一晃 手里的桶给扔出去了 一桶水洒了一半 吓得他忙给扶起来了 墨北上前就抓住了他的衣精 偷东西 偷到我家来了 霍树被抓个正着 吓得腿上一软 差点跪了 没有 没有 这是个误会 误会 我们就是在渴了 想找点水喝 绝没有要偷的意思 霍树也忙过来道 墨北 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 我们的水在路上全洒了 再没水喝 我们不被流口杀死 这时霍如和霍美 匆匆跑了过来 两人扑通跪下 霍如道 妹夫 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 他们连别人家的小孩子 都能收留 给他们一口水喝 怎么就不行了 说到底 还是因为恨他们的奶奶 霍同忽然走了出来 滚 再有一次 就把你们从队伍里赶出去 霍树一惊 忙道 侄女 下不为例 他忙拎着半桶水跑了 其他人也忙跟着跑了 尼玛 他没说给他水 一家人跑得比兔子还快 霍同懒得与他们纠缠 对墨北道 小北 你去睡觉吧 我来守夜 有些村民良知未开 难保不会有其他人家 学他们来偷 墨北不肯 我不困 你去睡吧 霍同拽着他就走 小北你要听话 你去帐篷里睡觉 我在这守着 被拽走的墨北 指得听话地躺进去 霍同来到板车前检查了一下 把另一桶的水 给注满了水后 方才睡到任臣这边 小孩子可怜兮兮地 缩成了个虾米 一夜无恙 一日 天亮 王氏早起熬了一锅粥 又煮了几个鸡蛋 有人哭着来霍同这边了 霍娘子 我们家没水了 给口水喝吧 霍同只能接了他们的碗 从自家桶里 给咬一碗水 前来借水的人并不多 就几户 其他人家还是有备用水的 霍同或水袋 大家随便吃点 红薯冲击后 就继续赶路了 照着霍同之前的规矩 一家一家地排着队行走 不许乱跑乱撞乱插队 李正年轻力壮的族人 出来维持着队形 老弱病残地帮扶着一些 路上的时候 又遇着了不少其他村的流民 一番互相打探下 有人说 燕州富贵 听说那边有雨 许多人就是跟着大部队走 也不知道该往哪里逃 李正来问霍同 霍娘子 咱们下一步去哪 霍同哪知道去哪 他一个跨了几千年时代的人 根本不知道 哪里才是地灵人节之地 也不知道 哪个州的官府是好官 会愿意接受这么多的流民 霍同最后还是一咬牙决定 听说燕州有雨 先去燕州吧 其实 上次逃荒出来的时候 许多人都是奔向燕州的 他们因为要送魏子苏姐弟 就去了荆州 没想到多多转转一圈 还是要到燕州 既然有了目标 大家就冲着一个方向去了 走过小路 奔上了官马大道 这官马大道是通向 全国各处的主要官道 每个重要路口都有指示牌 标明路线 每六十或八十里 都有一个驿站 主要服务官府 民众是没有办法在里面吃饭住宿的 随着村民进入官道 路上遇见的人 越来越多 打探之下才得知 玉都县城的许多村庄 都被流寇洗劫了 县令根本管不住 这边四处乱窜的流寇 周城那边的人 只管享受吃喝 只要没危害到周城的利益 周牧根本不会出兵 即使上报 也是一压再压 不会管周围老百姓的死活 天高皇帝远 没人管没人问的百姓 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这一天 村民沿着官道行 由于清泉村的人 有自己的队形 别的村民是插不进去 只能一旁跟着他们 前面就是驿站 驿站处还设有关卡 有不少流民在那边打探 过路费每人一两的银子 许多流民没有银子 就离了官道 转去走小道 小道更不安全 很容易遇见流寇打劫 霍童这边也打探回来后 果断地带着家人过了关卡 一人一两的银子 他们村里的人 暂时全都出得起 就算当时没跟他们入伙分城 后来把棉花卖给他们后 也是高价卖的 再后来 霍童和李正都又各自 拿了自己的分城 分给了其他没有拿到银子的村民 清泉村的村民 在第一个关卡处全都过去了 虽然很肉疼 很不舍得 但看其他人都过去了 只能跟着大部队一起过了 其他村的村民 也有几个别跟着过来的 过了关卡后 因为天已黑 所有的人都在官道路两旁歇息了 官道路边上种了一排排的树木 大家全都靠着树坐下来 拿了自己储存不多的水喝了一些 王室这边 让自家男人先烧了一锅饭 他去炒几个简单的小菜 土豆丝 黄瓜炒蛋 西红柿汤 再炒个猪肉丝 王室把菜都取出来后 货桶走过来 把板车上的菜和肉都收空间里了 明天需要的时候 他会找机会悄悄拿出来 不然 这么多的菜和肉放在外面 天又这么的热 不得全坏 王室没发现 菜和肉上的异样 就是这谁挺奇怪的 怎么一天了 这桶里的水还是满的 但他不敢说也不敢问 他一说一问 这些东西就消失了 只是 这么大的秘密 压在他心里 挺不适滋味的 这么大的惊喜 忍住不说的需要多大的毅力啊 其他人家因为缺水 不敢大量食用水 只能烤一红薯土豆鸡蛋吃 到了晚上 又有人来霍童家借水了 霍童站在板车前 给前来借水的 咬上一大碗 赵老太家也派出霍如和霍梅两个孙女 前来借水了 赵老太家把霍童得罪得太狠了 怕大友前来借水他不给 霍童当没看见 就给他们每人咬了一碗水 等大家吃过饭 李正来找霍童说话 霍娘子 这要是每一个关卡都收费 等到了燕州 得收咱们多少钱子 他家还能扛得住 就怕许多村民扛不到燕州 银子就没了 霍童能有什么办法 走一步看一步吧 李正有个注意 霍娘子 你看这样行不行 到时候 咱们也可以绕小路 到时候再说 不到万不得已 霍童不想绕小路 小路上的人更多 更不安全 这么多的村民 一旦遇着了流寇 死伤难免 霍童也是没想到 一个李正 竟这般能为村民着想 霍童道 李正 现在咱们 把任务分配一下吧 避免大家睡着的时候 有人动了不正之心 去偷别人家的东西 霍童和李正商量着 让村里的人轮流职业 这个注意好 李正当即就去召集 自己的族人 挑了几个身强力壮的 轮流职业 三个上半叶 三个下半叶 尽管这样子 还是有些惦记上了 霍童家的板车了 主要是他家太眨眼了 一看就是这帮流民的主心骨 别人还都跑去他家里借水 说明他家里有水啊 趁着夜深人静 职业的人都坐下来打短的时候 有人猫着腰 悄悄往霍童家这边走 没等着人偷到板车上的水 就被警醒的墨北 摁住一顿打 被打的人鬼哭狼嚎 很快被职业的村民赶过来 抬到路上 又是一顿胖揍后 给扔得圆圆的 此时 夜里安静了 大家一叫到天明 天还没亮 醒来的王室 就忙着把粥烧上 又烧了一锅饭 到时候做成饭团 方便路上吃 看着依旧是满桶的水时 王室心里很踏实 也不怕霍童 把水借给别人家了 随着各家的人都起来时 霍童家这边 已先一步吃过走饭 彼时 驿站里 也有富贵人家的马车出来了 能在驿站里歇息的 都是围观之人 随着一辆辆马车走来 前后还有许多的护卫 骑着高头大马开路 一路的流明睁大眼睛 看着人家的马 从他们眼前经过 霍童 停 停 马车停了下来 就见 有位小公子快步下了马车 直奔霍童来了 这正是金安侯府的五公子 魏子凤 霍童 你怎么在这儿 能再次相遇 魏子凤又惊讶又激动 看见霍童 他没来由的 就觉得高兴 霍童也意外 听说有成千上万的流寇 进了玉都县城 我们逃出来了 魏子凤了然道 好像是有此事 他爹说 荆州不太平了 要赶紧离开这儿 他是不愿意离开的 可架不住 他爹绑架他 他突发奇想 霍童 要不你 跟我一块回帝都吧 想想李正那可怜巴巴的小眼神 小人物在大是大非面前 散发出来的正义感 他要是撒手不管 李正会哭红了眼 这边正说着话 坐在马车里的金安侯夫妇 和魏子苏都跑了过来 魏子凤人也在马车里 他透过马车瞧了一眼后 立刻缩回去了 他好像看见赵老太了 他一点不想看见他 金安侯夫妇 向着霍童这边走了过来 侯夫人诧异地叫他霍娘子 一看真的是他 都挺意外 魏子苏很高兴 师父 师父 你怎么也在这儿 霍童道 你们等我一下 他转身来到板车前 也不知道他在里面找什么 反正他很快就抱了一个大包袱过来了 子凤 这里面全是你吃的药 你要每天按时吃药 不要停 他上次一给他留下了好多药 这次的更多 足够他吃个几年都没问题了 看不见魏子凤也就罢了 一看见他 他心里就被什么东西勾起来了 让他忍不住牵挂他 担忧他 魏子凤接了他的包袱 不舍得看着他道 霍童 你跟我一起走不好吗 刚好可以给我看病 霍童玩耳一笑 道 你们先走吧 有缘我们自会再相见 魏子苏也很不舍 师父 我什么时候还能看见你啊 霍童摸摸他的头 小家伙依旧是那么好看 白白嫩嫩 细皮嫩肉的 侯夫人也忍不住关心一句 霍娘子 你们这是要去哪 燕州吧 侯夫人道 不论是燕州还是荆州 都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平民在这里 讨不到好生活 你们既然出来了 倒不如去帝都 天子脚下 总是比这些地方 要强太多 一旦出现什么天灾 就在天子眼皮子底下 他不会不管的 何况 他觉得霍童若去了帝都 以着他的医术 不会讨不到生活的 霍童在荆州的难民 迎波赴取子 做了好几个 高难度的缝合的手术 已传得沸沸扬扬 连他后面都听说了 看着眼前的女孩子 风尘仆仆 也遮盖不住他天生丽质 他忽然就很舍不得 这样的女孩子 就该被父母 好好地养着 可他却过早地 出来讨生活 颠沛流离 就在他们说话的功夫 赵老太 已悄悄溜到 魏子靖这边的马车前了 推开宣窗道 魏小姐 我们又见面了 魏子靖一个哆嗦 厌恶地看着他 赵老太道 这一路上 关卡都要不少银子呢 魏小姐 您再施舍一些呗 魏子靖只想快点 打发走他 忙从身上摸出一些银子给他 压低声 快走 赵老太冷着脸 您这是打发要饭的呢 魏子靖咬牙 从一旁的包袱里 又摸出一袋银子给了他 滚 赵老太磨牙 掀量着手里的银袋子 慢悠悠地走了 早知道当年就把他掐死了 送他到大户人家享福了 他却不知道 报答自己家里的人 过了一会儿 靖安侯带着家人回来了 除了他 其他人上马车前 都忍不住回头多看了一眼 恋恋不舍 看见他们也会心生不舍 尤其是魏子凤 会让他心里生出许多难过来 待他们离开 漠北过来轻轻拽着他的手腕 彤彤 瞧他对魏子凤那样的关照 他心色 李正这边也过来问 霍娘子 你认识他们啊 霍童轻描淡写 给他们看过病 李正气愤 这些富贵人家真是没良心 怎么不带你一块走呢 他可以跟他们一起走吗 现在说 还来得及吗 霍童 李正 我这就和他们说一说 让他们带我们家一起走 李正吉芒岚在他面前 霍娘子 你千万不要丢下我们啊 让他们也带上我们吧 贤徒报也就算了 还要外带着这么多不相干的人 霍童探口气 让李正通知下去 继续赶路 现在知道 每个关卡都会收一些过路费 霍童一行人 在赶了一天的路后 天黑之前下了关道 走了小路 却没想到 刚入小路 就遇着了一伙拦路收费的 七八个瘦小惊悍的男人 往路口一拦 挥舞着手里的刀刀 过路费 每人五百文 比关道上收费少了一半 霍童瞧了瞧 大不留心地走过去 上去就把人给踹飞了 也不知道哪来的小毛贼 几个人拦个路 就敢打劫 都没等墨北帮忙动手 霍童一通胖揍 把人扔路边的沟里了 村民虚惊一场后 急忙跟着过去了 李正这时一路教训村民 几个小毛贼 你们怕什么 咱们这么多的人 一人一个拳头 也把他们打死了 被李正这么一说 村民们觉得很有道理 李正哼了一声 遇着个人就怕得要死 村民跟着霍童 又赶了一阵的路 在天黑的时候 停了在了一个村庄之外 附近的村里还是有人的 有人悄悄过来巡视一圈 一看这么多的人 都吓了一跳 当知道是一群外地 逃荒的刘明后 就放心了一些 只是村里的李正 也安排人出来放哨 防止这些恶极了的刘明 闯入村里抢吃的 刘明都很老实 许多人都是头一次逃荒 哪敢去村里抢别人的 别人不抢他们的 就不错了 这一夜无恙 一日大家收拾收拾 准备上路 邻近的村民 远远看见他们的队伍走了 也松口气 他们人数过多 普通村民也不敢打劫他们 可是 看他们许多人家 都有旅游车 是真的眼馋 这些流民一看就比较富有 小路到底不如关道好走 又有这么多的人 进城明显就慢了许多 离荆州这块土地越远 越感觉到空气中的潮湿 大家赶了五天的路程后 在这天迎来一阵狂风 吹得人站立不住 狂风过后 就是一阵暴雨 大家就觉得 燕州果然是个好地方 有雨有水 就不怕渴死了 这几天 许多人家都是借了 霍通家的水财 没被渴死 就连李正家的水都用光网 如今来了一场雨 大家都很高兴 三幅的天 大家也不怕雨 淋在身上 还觉得舒畅极了 霍通这边 赶紧带着家人往前跑 他带着墨北前面开路 要看看有没有避雨的地方 瞧着雨 一时半会停不下来的样子 在不远处山道上 还真瞧有一房屋 就是一家不小的酒馆 霍通四处查看了一番 进了一个屋里去换衣裳 墨北跑回去喊人 大家一听说 前面有避雨的地方 也都拼了命地往这边跑了 片刻之间 一个小酒馆人挤人 他们的人实在太多了 板车都进不来 只有用油纸挡着 避免粮食被淋湿了 小酒馆里有锅有柴 许多人想趁机去做饭 因为大家都先想做 为这事又吵了起来 最后又动手打了一场 霍通出来的时候 就见人已打到外面来了 是几个妇人在拉扯 李正气的大声喊叫 人太多了 有说这个的 有说那个的 打架的人直接打得停不下来 霍通抬脚站在了一个桌子上 你们再吵就给我出去 主要是霍通身高不够 只能站在高处 免得挡了他 他声音不高 却有力量 足以让在场的许多人听见 吵声立刻停止了 打架的人也不打了 几个妇人互扯头发 头发凌乱 霍通看着他们冷笑一声 见了流寇下处屁股尿流 打自己村里的人 你们倒是挺能耐 被他这么一说 大家都很羞愧 霍通道 要做饭 一个个的都排队 谁再挤再抢 就离开队伍 刚打过架的村妇忙逃好的道 霍娘子 我们错了 你先坐 你们家先坐吧 霍通 好 村民散去 忍着饥饿 等着他们家先把饭做了 若不下雨 他们还能在外面烤个红薯 这雨一下 连个生火的地都没有了 霍通这边来到造房 王氏忙把米带了过来 抢着用锅的人太多了 霍通道 先烧一锅粥吧 别的就不做了 王氏这边烧火 霍通逃米 放水 王氏震惊 六六 你这水烧得多了吧 他们这几个人 吃不了啊 不多 一大锅粥烧了出来后 霍通这边每人盛了一大碗 还余下大半碗粥后 他走出去喊人 李芳 徐田 把你们家的碗都拿来 分给他们一些粥 就不用他们排除等着做饭了 两家人很快反应过来 忙拿了自家的碗去盛粥 直到把粥分完 李政家先去烧粥 他有样学样 也烧了一大锅粥 自己家的分完后 再分给其他人一些 这让本来心里 还有些怨言的人 瞬间什么怨气都没有了 李政和霍娘子 都是真心待他们好的 不过 等大家都吃过粥 冷静下来后 有人悄悄私语 霍娘子家 到底存了多少水啊 好几天了 这么多人向他们家借水 他们家还总是有水 霍娘子家 不会得了个什么聚宝盆了吧 不然 这哪有用不尽的水啊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这事赵老太也早就发现了 现在听村民悄悄议论后 他眼睛一亮 霍童一定是得着宝贝了 不然 这哪有吃不完的水 在清泉村的时候 他就发现不对劲了 村东西两口井都没水了 他们家的水每天排队去打 那水就压不完似的 一直出水 当然 赵老太不敢再派儿子 轻易去动霍童家的东西了 李政每天晚上都派人轮流职业 就是防止有手脚不干净的村民 偷别人的东西 下过一夜的雨 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民间小道上的路也分外的不好走 道路拧拧 板车拉起来特别费力 霍童这边和李政提议 再等一等 雨停下来再走 李政同意就通知了下去 大家继续在酒馆里休息 本以为再下半天的雨 也该停了吧 结果这雨没完没了 这期间 也有三五个汉子路过此处 本想进来歇个脚的 不曾想里面竟挤满了人 一看就是逃荒的 几个人和村民说话道 你们这是要去燕州吗 我劝你们别去了 那边已经连下了好几天的雨了 现在都下发水了 而且 就算你们过去 那边也不会接受流民的 村民一听这话 就躁动起来了 汗得汗死 淹得淹死 这要人怎么办 这些人言行举止还是有理的 明显不是四处打劫的流寇 李政盲过去打探情况 兄弟 给说说燕州那边的情况吧 那边的情况 就是刚说的样子 许多去燕州的流民 都被驱赶了 被杀的还不少 有些流民愤怒之下 就做出了过激的行为 与流寇混在一起了 燕州外的几个小城 都被洗劫过 死伤不少 燕州的官员 只顾自己享乐 哪管百姓死活 本来想投靠燕州的村民 顿时绝望起来 有人喊道 霍娘子 咱们怎么办 他淡定得道 车到山前必有路 急什么 几个人抬眼一看 没想到这说话的霍娘子 竟是个小孩子 一个孩子 竟是这群村民的主心骨 几个人也就是路过此地 歇一下脚壁一下雨的 眼见这里人又太多 他们很快就告辞了 等他们人一走 霍通道 我去前面探探路 你们都在这待着 若遇着歹人 只管打 你们若只管自己逃命 死得更快 扔下话 他拔腿跑了出去 墨北和霍阳急忙跟了上去 留下的村民面面相去 顿时有些慌了 霍娘子不会丢下我们跑了吧 墨南对这帮村民无语 不客气地道 说什么屁话呢 我们家人都还在呢 想想也是 村民不怕了 霍通这边带着墨北和霍阳 冲进雨中探了二十里的路 越往前走越心惊 前面的路已被雨水堵住 分不清哪里是路 哪里是沟了 其中有一条特大的河流 水已满到往村庄里灌水了 雨若就此停了便罢 若再下一夜这样的暴雨 附近的村庄都要淹没了 等查探过后 霍通一行三人又反了回去 酒馆的人望眼欲穿地等着他们 好不容易看见他回来 李正急忙迎上去 霍娘子 外面现在是什么情况 霍通道 如果明天雨还一直这样下的话 大家要转移地方了 这么大的雨量 一旦这里也下发水了 很容易造成房屋倒塌 他提前给村民提了个醒 道 到时候就要向山坡上 高处的地方转移 避开洪水 这里的房子 多数都是草房子 不结实 爬屋顶不限时 一旦塌下来 太危险了 被他这么一说 大家都很紧张 霍通再道 需要逃命的时候 一切累赘都不要带 想一想命要紧 还是东西要紧 严静 他转身去了屋内 进了空间 换掉身上的衣裳 墨北和霍阳也忙进 另一个屋换衣裳 许多人就在 在酒馆的大堂内 里面有几个房间 给了老弱病残 听着外面哗啦啦的雨 村民再一次陷入绝望 霍娘子把后果提前说了 说明这事就很严重啊 大家围坐在一起盼啊盼 没人有心情说笑 都盼着 这雨赶快停吧 盼了一夜 于是停了 水却满进了酒馆里面 水的深度 已到了大人的膝盖了 霍通早上过来 查看了一眼后道 不能再往前走了 现在绕到去山上 板车都不要拿了 能不要的都不要多拿 这边嘱咐过后 那边就有人哭了起来 李房的爹李木的腿 做过手术后 坐着板车 还能跟着赶路 现在板车不能用了 他腿上行动不便 主个拐杖的他 根本无法跟上大家 很多人被落在了后面 李正一边背着 大半袋的米一边喊 快点都快点 年幼的孩子 直接要被淹没在水里了 墨北直接把任成 放在了竹楼里背着了 小孩子长期营养跟不上 瘦得可怜 三十来斤的重量 他们家的板车上的东西 不知道什么时候 被霍童收了 大家只能拿一些小的物件 自己的衣裳帐筒这一类的 还有一些土豆 冬瓜 极少量的米面 直到这个时候 大家才发现 板车上少了许多东西 邪门的是 没有一个人问 墨文哥这类的 是压根没注意 墨南悄悄地问他娘 咱家的米 怎么就这一点了 嘘 别说话 王氏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知道 他家儿媳妇犹如神柱 这些米面不会跑的 霍童一路上在前面带路 墨北紧跟其后 一众人踏着到膝盖的 谁往前走 走了一段路后 拐了一个弯 就见前面村庄里 也有人跑出来了 谁也沿到了村里了 再不跑 房子 只怕都要塌下来了 一众人跑向一个方向 就是山上 山上是躲洪水最好的地方 只要他们爬得高 洪水就追不上他们 正在这时 就听后面的村民 大声尖叫起来 洪水来了 洪水来了 那在最后面的村民 明显地感觉到 水在身后追 越来越急 越来越多 霍童又惊又急 大声道 快跑 一群村霸没命的逃 什么帮助老弱病残 这个时候 谁还顾得上别人 姐 姐 贝拉在后面的礼房 快哭了 嘶哑着嗓子尖叫 她爹根本跑不动啊 霍童脚步一顿 墨北一把韧尘 塞在她怀里道 你先带着孩子走 我去看看 她飞奔回去 一把背起礼房的爹 带着她一边跑一边喊 大家快跑 有一些老弱的 跑不动的 惊恐的村民 还是急忙帮着 一起拖着往回跑 霍童心里一色 抱着任臣飞奔而去 冲向不远处的山头 身后的村民 同样不要命地往前奔跑 人的脚步 怎么能越过洪水的道来 跑得慢的一些村民 还是被湍流的脊水冲倒了 尖叫声 很快淹没在了水里 各处奔来的村民 甚至来不及往山坡这边奔来 就被洪水截住了去路 莫文歌尖叫着 被他爹背了起来狂奔 他娘也被莫男一起拽着往前跑 霍童大声喊 把东西都扔了 快扔了 人比食物重要 就连理政都不得不扔掉一个大箱子 里面装的全是银子啊 足足有一千两的银子 被扔在了洪水中 凭着最后一口的力气 一众人冲向了山坡 霍童站在山坡上往下看 不远处 看见一波波从别处跑出来的村民 因为来不及逃亡 被积水冲走了 几个村坝跑得比兔子还快 慌不择路的 一路撞倒了好几个人 他们冲上来了 把别人冲下去了 人趴在地上就站不起来了 后面冲过来的人 不知道前面有人 一下子就被绊倒了 瞬间 人被河水淹没 霍童又急又气 冲过去就去把漠北迎了过来 把他背上的礼目 一块放了下来 他恨不得把人再踹下去 又怕他们冲撞了 后面跑过来的人 到时候 造成踩踏事故就麻烦了 霍童冲过去接人 有些人也真是有粮不要命 都这个时候了 还扛着粮食 不舍得丢 王氏和莫文歌 也很快冲了过来 大家上来后霍童 让他们再往山上走 不要全停在这山坡处 后面上不来的人 他也没有办法了 一眼望去 山下已是一片汪洋 能造成这般大面积洪水的 想必是有些地方暴雨过大 把河霸被冲开了 汗得汗死 淹得淹死 就让人很绝望 清泉村的人少了很多 许多小孩子和老年人不见了 留下来的 都是身体力壮的 赵老太这一家 也是非常的命大了 全都跑了过来 没有一个被落下的 主要是他们一路逃荒 脚上的功夫练了来了 也知道逃命的时候 什么不该拿 青庄上阵 面临凶险的时候 容易脱险一些 一群人跟着霍童往山上走 李正喘着气问 霍娘子 咱们现在怎么办 先在山上避一避吧 或者洪水退了 可以下山 一众人来不及悲伤 害怕过于悲伤 一眼望去 就这么一回功夫 山下的村庄都淹没了 大家跟着霍童 在山上走了一段路 也没敢往深处走 就趴在往深的地方去 遇见猛虎野兽 就得完蛋了 最后找了个地方 停了下来 原地休息的时候 大家还心有余悸 大家搞到现在 又累又饿 一早起来水都没喝上一口 现在想吃饭 都找不到干柴烧火 好在霍童空间里 有备用的饭团 他取来给家人发了下去 旁人家也只能跟着 吃吃红薯土豆了 有人时不时跑出去看一看 山下的水非但没退 还越涨越高 到了傍晚 有许多人连红薯都吃完了 只能啃咬生红薯 大家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 等待希望 霍童这时起身离开 墨北忙跟上他 霍童轻声和他说 你别跟来 我去方便一下 好吧 墨北只好原地待着 等他 霍童往深处走一些的时候 忽然听见前面传来说话的声音 如如妹子 刚才若不是哥哥拉你一把 你就让大水给冲走了 不远处的林中 就见李旺正把霍如堵在一棵树下 霍如勉强笑笑道 谢谢你阿旺哥 我们快回去吧 万一这里有老虎出没 咱们就危险了 李旺摸着他的脸道 老虎都在深山里 哪会在这出没 如如妹子 你这条命都是哥哥的 以后 你就是我的人了 回头我就让 我爹向你乃提亲吧 霍如乃会真的想嫁给他 他就是个只敢窝里横的耸祸 号称村霸 可土匪来了他 跑得比谁都快 让他去收拾霍童也不敢 还天天跟着人家叫解 霍如极力想摆脱他 委婉地道 阿旺哥 咱们现在逃荒呢 命都快没了 提亲这是不急啊 等咱们安定下来 再谈提了亲 以后我就可以 名正言顺地保护你了 这边正说着话 有两个村霸过来了 一个是李雄 一个是李庆 远远就看见 李旺在这抱着个女人 要亲热 两人一乐 快步跑来了 大哥 你什么时候 为我们找了个嫂子 霍如窘得 想躲都无处躲藏 李旺掐着他的腰不放 把他递在树上到 村里的时候就好上了 霍如不想承认 你别胡说 几人正说的起境 完全不知道有危险 你靠近他们 霍童人藏在暗处 歪着脑袋想了想 外面一发水 藏在深山的怪兽 都被引出来了 嗷呜嗷呜的声音 从不远处传播而来 林中的鸟兽听见了 都要避让 村里的人没见过老虎 也不知道他的叫声 是什么样子的 不知道危险临近 李旺还在堵着霍如 没完没了 等他们发现危险的时候 已经晚了 就见一只花皮老虎 迈着威武的步伐走了过来 被抵在树上的霍如仙看见了 吓得他尖叫一声 一把就推开了李旺 拔腿就跑 李旺没有防备 身子往后一退 等到惊觉危险时 那只老虎一扑了上来 一口咬住了他的脖子 他惨叫一声 吓得其他两人转身就要跑 却被人一脚给踹回去了 霍童走了出来 把李熊和李青 又给扔到老虎面前了 老虎以为这两个人要攻击他 松了李旺 立刻扑过来 撕咬这两个人 出门在外 你可以胆小怕事 可以遇着危险就跑 这都是人的本能 你甚至可以不团结 窝里横 这都不会让他起杀心 他们今天逃命的时候 把很多人都推倒了 不少人因为他们丧命在洪水之中 这样的人 留在队伍里 就是个祸根 他留他们不得了 片刻 三个人都被老虎撕咬死了 那乡 霍童已拼命命地奔了回去 一边跑一边喊 怪兽来了 怪兽来了 他不认识老虎 但也知道 山里有猛虎野兽 村民大为震惊 李正立刻站起来问 在哪儿 霍童吓得面色都白了 指着里面道 在里面 那边 正在这时 村民们听见一声 极大声的嗷呜 这分明就是怪兽 发出来的声音啊 村民们一下子慌了 我们怎么办 墨北望着那个方向 忽然拔腿跑了过去 霍童还在那边呢 阿北 王氏急得大叫 李正也大声道 霍娘子呢 霍娘子呢 王氏急得大叫 霍童在里面 李正面上一沉 咬牙道 乡亲们 拿起家伙 跟我冲过去 有人害怕 不敢去 大声道 李正 那是怪兽 会吃了我们的 一旦霍娘子被吃了 离我们被吃的时间 还会远吗 想活命的都跟我去 在李正的发动下 胆子大的壮年 忙跟着去了 他们刚刚逃命的时候 许多的工具都扔了 这回能拿的 作战工具都没有 还好有一些人 有单粮的扁担 霍童这回正与猛虎交战 这只大老虎 连咬死三人后 吼叫着 就向他扑了过来 霍童早有准备 销声枪在手 一个子弹 绷在了老虎的腰上 他嗷呜一声 庞大的身体 瞬间扑在了地上 不敢置信 小小的人类 竟然能一招击毙他 墨北过来的时候 看见的正是 这只老虎趴在了地上 童童 他急忙奔了过来 你没事吧 没事 他死了 墨北看了看地上 趴着的怪兽 心有余悸之余 又觉得在情理之中 他的童童 就是这么的出人意料 李正那边 已带着一帮立状的村民 一边叫他 一边寻了过来 霍童喊了一声 在这儿 村民跑了过来 有人一眼看见 地上的李望三个人 大为震惊 霍童道 老虎已经死了 但是他们几个人 被老虎咬死了 这只老虎 抬出去宰了吧 记得把这的皮留下来 我要这只皮 好大一只老虎 一帮村民拿棍子碰了碰 确定他真的死了后 上前河里抬了起来 至少有四五百斤的重量 大家吆喝着 一路抬回去 李望他们的尸体 也随后被抬了出来 他们的家人 很多也在洪水中淹没 只有强壮的父亲 奔了过来 抱着儿子的尸体 大哭起来 一场洪水 夺去太多人的生命 本来他们村 有一千来人 瘟疫的时候死了一些 逃荒的时候 被流寇杀死一些 现在又被洪水淹没一些 到现在 也就剩下五百来人了 霍童过来 让他们尽快把尸体掩埋了 免得引来山里的怪兽 村民这边 赶紧把老虎给包了 正在大家忙碌的时候 霍童不知道 从哪里搞出许多干柴 扔在了地上 王室看见了 眼珠子转了转 忍不住来到霍童身边 巧声和他说 六六啊 你好歹也藏一下 这样明目张胆的 会让人怀疑的 都说才不外露 万一人家起了 歹心怎么办 他山里乃来的干柴 瞧这些柴名显示批好的 他瞧着特别像 他家造房的柴 他不知道 霍童用了什么法子 把柴弄了过来 也不知道他藏哪了 他现在就知道 霍童真不一般 别说他犹如神柱 他就是神都有可能了 霍童看他一眼 呕了一声 村民都围着村民 看杀老虎了 就连墨北都过去围观了一下 根本没人注意到他 凭空放了一堆柴 李正跑过来喊他道 霍娘子 这老虎已杀了 要怎么弄 给大家分了 这么多的村民 每家也分不多少的肉 李正有些过意不去 霍娘子 这老虎是你打的 要是给他们全分了 到你手里就没有了 给我们家留一块就够了 这些柴 大家一起分着用 李正一看地上的柴 大为惊喜 都忘记问哪来的柴了 立刻跑去冲村民喊道 霍娘子说了 这肉每家都有份 这里有些柴 大家一起烤着吃 趁着有雨有水 村民七手八脚地 把老虎给分了洗了 烤了 霍童这边把味道 撒在虎肉上 等味道入味后 墨北在一旁 为他烤虎肉 不知不觉 天已暗了 周围火光渐渐熄灭 只听见传来呼噜声 吃饱喝足 有些人睡着了 霍童这边 把防水的油布 分给了家里人 上面再铺一层草席 也就可以休息了 王氏看着又多出来的油布 已经不惊奇了 山里的夜色透着凉意 墨北要给他支个帐篷休息 霍童唤他道 小北不用支帐篷了 今天我就睡在外面 为什么 他帐篷有带着呢 霍童看了看左右入睡的村民 巧声道 万一再有猛兽出没 我好知道 既然能跑出来一个老虎 他怕还会有 墨北也就不知帐篷了 陪他一起躺在草席上 这一天 大家也是又惊又下又累的 小小的认沉 也蜷缩着睡着了 过了一会儿 墨北翻了个身 面向平躺着的霍童 他眼睛已闭 长长的睫毛乖巧的和尚 呼吸均匀 黑暗中 少年静静地看着他 上一次这样躺在他身边 也是在逃荒的路上 如今再一次这样躺在他身边 让他内心充满了舒适感 他忽然轻轻翻了个身面 向了他 少年呼吸一紧 两人的距离近的 只有一拳之隔了 他单枕着一只手臂 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一点困意也没有了 过了一会儿 他忽然觉得眼睛上一黑 霍童伸出一只手 捂住了他的眼睛 睡觉 墨北一正 握住他覆盖在脸上的手 握在自己掌心之中 闭了闭眼 不知何时 霍童只觉得冷意来袭 他不由睁了眼睛 黑暗中 就见一双绿色的眼睛 盯着他们的方向 随之 从他的喉咙里发出一声 敖呜 这熟悉的敖呜声 一下子惊醒了睡梦中的人 许多村民坐了起来四下而望 就看见了那一双绿色的眼睛 有人吓得尖叫一声 怪兽来了 霍童对墨北道 你看这认臣 他站起来 又对村民道 大家不要慌 老虎在这里闻到了熟悉的味道 是他的同类被杀了 他很愤怒地冲这些村民怒吼 仿若再说 你们死定了 他要咬死这些可恶的人类 他迈着脚尖的麦子走了过来 每走一步都发出熬乌的声音 只听得村民恐慌不已 老虎还没扑上来 有不少人以吓哭了 霍童快步迎着老虎走了过去 黑暗中 他也摸出自己的枪 迎着人类的小女孩 老虎显然在他身上 嗅到了强烈的同类之气 他嘶吼一声 就扑了上来 霍童急步而避 对着他的虎妖就开了一枪 妖是老虎的致命要害 只要击中 必死 果然 庞大的老虎被击中命门的时候 心不甘情不愿地倒在了地上 霍童道 他死了 大家先睡觉 明天再吃他 村民放心下来 黑暗中 村民们也看不见什么 霍童把老虎收进了空间后 回来坐下了 他看了看目不转睛 盯着他的墨北道 睡觉 他重新躺了下来 墨北也就跟着一块睡下了 霍童闭了闭眼 反而没了困意 这两只老虎该不会是一家的吧 他要口吐芬芳了 此地不宜久留了 一日 天微亮 忽然有人大叫 老虎不见了 昨天晚上 霍娘子明明打死了一只大老虎 被他这么一叫 村民全都醒了过来 霍童那时跑去山坡处看水了 水还没有下去的痕迹 带他走回来 对村民道 此地不宜久留 恐怕还会引来别的猛兽 大家收拾收拾 快点离开这 他这么一说 许多人忙爬了起来 李正忙过来道 霍娘子 现在可以下山了吗 外面水没退 下不了山 我们进山 与其在这里 等着别的猛兽再寻过来 不如赶紧离开这 有人嚷嚷着 山里有猛兽 要是遇见猛兽怎么办 霍童不说什么 过去抱咪咪呼呼 刚醒来的任臣 墨北忙道 我来抱他 霍童由他去了 一边往前走一边道 大家速度跟上 村民们不敢怠慢 急忙拿着自家的东西 一路跟了上去 一早起来 许多人饭都没吃上一口 匆匆忙忙地 跟着他一路跑 一路过去的时候 霍童瞧见一些野果子 对身后的村民道 大家可以摘一些 这里的野果子吃 就是一些山菊子类的野果 李正立刻传下话 让大家赶紧摘些野果子冲击 得了令 路边上的野果子 瞬间如蝗虫爬过 被抢光了 一众人跟着他紧赶 慢赶了大半天后 有人喊 走不动了 歇会脚吧 李正也累得够呛 跑过来喊霍童 霍娘子 要不歇一会儿吧 四下看了一眼 让大家就地休息 但要注意毒蛇出没 不可掉以轻心 他说完话 李正就把他的话再传下去 让大家注意周围 免得毒虫出没咬到了人 等把人安置在这后 霍童道 我去前面探探路 墨北把任臣 交给了他家人这边照顾 他快步跟着霍童一块去了 外面的洪水 并没有进入到山中来 之前下过一场 特大暴雨填满了许多山沟 霍童拿出指南针前去探了 几里路后 反了回来 墨北一路跟着他 看着他手里古怪的玩意 看了一会儿后 就知道他这是啥了 两人探了一回路后 反了回去 霍童喊着他们起来 继续赶路 在他的带领下 只花了一天的时间 这座山就被他们翻过去了 但翻过这座山后 前面又迎来了一座山 眼看天已黑 许多人也是真的走不动了 霍童让他们继续原地休息 这一路上大家饿了 就是吃了些野果冲鸡 到了这回可以休息下来了 霍童又扔了一堆柴过来 可以做些吃的 有人以为 他是去捡了柴 也忙跑出去捡了些柴 结果都是潮湿的 根本生不了火 王氏这边也生了火 烧了一锅饭 霍童就给做了些简单的饭团 饭团里面加鸡蛋 黄瓜 村民中有人悄悄议论 你们说霍娘子这是 从哪捡的干柴 我怎么捡不到干柴 霍娘子服孕好 你没那服孕 一帮普通的村民 也想不那么多 在村民们悄悄的议论声中 霍童家这边吃起了饭团 管饱 等吃过饭 柴火熄灭 四周一边黑暗 山谷中十二 发出一声怪叫声 吓得村民一身冷汗 悄悄地问 会不会有怪兽出没 霍童这边也是真累了 躺在漠北 为他铺好的草席上 本该是三浮的天气 到了这会儿 因为一场暴雨 空气都凉爽起来 忽然 一声嚎叫声入耳 正要入睡的人 一下子都坐了起来 有人颤抖着问 什么声音 霍童已站了起来 沉声道 狼的声音 大家不要慌 想活命的 就准备好手里的工具 拼死一战 否则 死的就是你们 狼的要害在腰上 大家若齐心协力 就有活命的机会 黑暗中 他已清楚地看见 无数的绿光朝向这边望了过来 霍童对漠北道 小北 你找个地方躲起来 他从容不迫 和向绿光那边走去 漠北把任臣抱起 交给家人 李正这时急忙道 大家快准备起来 和他们拼了 那乡 随着霍童走向绿光 那群狼也忽然嚎叫一声 扑了过来 又快又狠 霍童手中的枪砰的 一声击爆了他的脑袋 若只是一两只狼 他尚且有余力去应付 但这明显是一群狼 有的扑向霍童 有的扑向那边的村民 此时 漠北也提了刀过来 随着狼往他身上扑来时 他一刀砍了过去 砍在了狼腰上 狼的要害在腰上 一旦击中 就会没命 村民那边已乱作一团 有尖叫的 有哭喊的 随着狼群增多 霍童已无法近距离 一次击中扑来的狼 他刷地拔出血量的军刀 迎了上去 狼快 他的速度更快 转瞬之间 身边已死了好几只狼 人多力量大 村民们拿出一切 能用得上的工具 去击狼的腰 就算害怕 也要拼死反抗 不然 死的就是他们了 过了一会儿 村民这边 也死了好几只狼 这些狼一见 逃不到便宜 嚎叫一声 瞬间就撤退了 一场人狼大战下来 受伤的人不守 造成死亡的没有 霍童收起军刀 询问莫辈 小辈 你有受伤吗 我没事 霍童放下心来 快步跑去检查受伤的人 给他们挨个处理伤口 许多人被咬在了手臂上 疼得直抽气 所幸孩子们 被保护得很好 没有小孩子受伤 就在霍童挨个 处理村民伤口的时候 呼听李庆的爹报怨道 如果我们一直待在原地不动 就不会遇见这么多的狼了 我们为什么要走山路 再待几天 说不定山下的水就退了 或是霍娘子这不是在害大家吗 李正怒道 你们说什么混账话 你们若不想走山路 就回去等着吧 看水什么时候退了 就什么时候再走 说话的两个男人再不吭声了 他们的家人 在这次洪水中都死了 后来连儿子也被老虎吃了 心里莫名就有一股怨恨 觉得都是霍童带的路 才会害他们有此结局的 赵老太这时道 李正也不要太生气 他们说的也不无道路 这山里猛兽出没 要是一直在这山里绕 后面指不定 在遇着什么猛兽呢 咱们这一村人的命 都要搭在这里了 有人被赵老太的话 说得动摇了 也附和道 李正 咱们不能再走山路了 想办法下山吧 霍童正在给受伤的村民 处理伤口 一时之间 也没留意到这边的动静 倒是王氏听得真切 气道 有些人就是未不熟的白眼狼 这一路上 若不是我们家儿媳妇保护你们 你们在出村的时候 就被刘寇杀死了 现在遇着了一点危险 就开始抱怨霍童了 你们的良心呢 我们感激霍童对大家的照顾 但也不能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啊 霍阳过来道 你们可以另寻出路 大可不必一直跟着他们家 有人问道 李正 你说说吧 咱们以后要怎么走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 李正也没了主意 道 等霍娘子那边好了 回头和他商量一下 要怎么走他决断不了 李旺的爹忽然道 咱们族人的事情 为什么要处处听一个女人的 李正气道 你不想听 你不听 少在这山峰点火 墨北走过来道 分道扬镳吧 李正忙道 墨北啊 你别气 别和他们一般见识 他们都是 一帮纸长头发 没有脑子粗人 墨北冷哼一声 去了霍童那边 霍阳也跑了过去 问他要些药 帮着一块处理受伤的村民 这边的争吵 一起持续到霍童那边结束后 他走过来坐下 李正忙过来道 霍娘子 村民都害怕走山路 你看看 咱们后面怎么走 霍童有些疲惫 语气清淡 等天明翻过这个山看看 李正把他的话传达下去 王氏过来道 霍童 我觉得 咱们还是不要带他们了吧 你带了他们一路 他们没有一句感激 现在遇着点事情 还全怪上你了 你这是吃力不讨好 他说的声音不小 左右是有人听见的 霍童 行吧 明天出了山 各走各路 吕玉娘这边忙过来道 霍娘子 不管别人怎么想 我们家一定是跟着你的 你千万不要丢下我们啊 若非墨北在洪水中背了礼目 他这回都死了 现在 不论霍童去哪里 他们都会跟着 徐天也忙喊道 霍娘子 我们母女也是一定会跟着你的 我们绝不听信小人的挑拨 霍娘子 我们也跟着你 我们不听小人的挑拨 挑拨大有人者 认定了要跟着他的 也是大有人在的 霍童闭了闭眼 都先休息吧 天亮还要赶路 村民不再议论什么 全都听话地闭了眼 只是好多人因为之前的狼群 吓得睡不好觉 迷迷糊糊之间 天已亮了 待到天亮 大家随便吃了些干粮野果 就上路了 走山路最大的好处就是 这里有吃不完的野果 他们走一路摘一路 吃一路 既然他们要出山 霍童就带着他们出了山 一眼望去 山下的水果然退不少 就是许多的村庄被水冲倒了 有更多的难民 从各个山里面逃了出来 队伍里传来妇人的喊声 霍娘子 霍娘子 我们家李国发烧了 霍童走过去看了看 李国是位中年男人 昨天被狼咬了一口在手臂上 伤口已经处理好了 他惊吓过度后 这回就发起了热 霍童把药片给了妇人 让他给自家男人把药服下 其他人还好 没出现发热的情况 等处理完这边的事情 大家往山下走 道路泥泞 并不好走 路上又遇着各处逃难出来的村民 他们看见清泉村的人身上都背着竹篓 想当然地认为 里面都有好吃的 胆小的不敢上前抢 胆大的三五成群的 瞄准了走在最后的队伍 扑上去就抢 被安排走在队伍最后的是几个男人 这样安排 也是为了让他们保护前面的妇人 从逃荒出来 村民也是一搏三折 九死一生的 忽然遭遇别的村民抢劫 气得几个人大骂一声 就反扑过去 队伍后面的其他人一看 也都冲了过来 抓着这些外村的人 就是一顿胖揍 娘的 狼群都打过了 还怕你们几个别村民不成 路上又遇着一些恶红眼的村民 他们是不长眼地冲过来就想抢 最后被清泉村的人一顿胖揍后 很多人就老实了 又赶了一天的路程后 越往前走 前面的路越好走 并没有被洪水冲过的痕迹 霍童 李正这边也和路人搭话 询问几句别人的去向 得知都是前往燕州的 他们都是因为发水逃难出来的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水 把村民的房屋冲塌了 为了躲避洪灾 很多村民在山里待了三天了 每天就靠野果冲击 翻了一个又一个山后 终于出来了 全都涌向燕州了 看这一路的村民都涌向一个方向 霍童心里并不乐观 光是他们村的人就五百多人了 一个燕州 能愿意接受这么多的难民 赶了五天的路程后 在接近燕州二里之外的路上 霍童和李正道 前面就是燕州 大家都不要往前走了 全都停在这儿 我去探探前面的情况 李正把霍童的话大声地传达下去 让村民原地休息 不要再往前走了 有的村民第一次逃荒 以为只要来了州府 就一定会接受 不满得道 霍娘子 有什么好探的 你这么探来探去 耽误的都是大家的时间 大家赶紧过去吧 霍童 你们愿意听我的 就留下 不听 就过去 不勉强 李正继续传达霍童的话 霍童让家人都在这待着 他带着墨北一块过去了 村民中还是有人不愿意听的 立刻跟着霍童一起去了 前面就是周城了 霍童能够叹 他们凭什么不能 向村霸李旺 李雄 李庆他们的跌起了逆反的心理 非要跟过去 跟过去的 还有一些别的村民 有些男人也起了逆反心理 凭什么全村的人 由他一个女子带领 李正也太没用了 处处都要问他的意见 连赶割路都要听他们 三十多个男人 跟着霍童一块去前面探路 并且很快跑到他前面去了 赤裸裸的挑衅 霍童只能没看见 墨北眼镜暗沉 此时 周城门口已聚集了许多的百姓 百姓在城门口等着官府周记 过了一会儿 城门大开了 有官兵冲了出来 大开杀戒 这里的情况和当初的荆州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霍童远远看见不对劲 指不到 这里怕是进不去了 我们走吧 两人也有逃荒的经历 知道官府不会接受这么多的难民 只会找个理由杀了 身后传来哭喊声 片刻之间 城门口已是死尸一片 霍童没再回头 当初回头 拼死一战 是因为那时 城门外有身边的少年 现在 少年就在他的身边 他到底是没有了 为流明拼死一战的决心了 他只能盼望 豫王这样的人 能再次从天而降 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 非要跟着一块 跑向城门一探情况的村民 再没有回来了 李正这边迎着霍童跑过来问 城门口怎么样了 霍童 都被杀了 现在 立即让村民原路返回 绕道行 李正面上一白 看了看远处 刚才有村民非要跑过去的 看样子 是回不来了 他急忙传令下去 官府杀人了 大家赶紧原路返回 逃命去了 一群村民 吓得背起竹篓 拿起包袱 又哭爹喊娘地跑开了 走官道收购路费 绕小路也会时不时 蹦出一伙土匪拦路 抢劫收购路费 爬山虽不用收费 但山里野兽出没会要人命 没有一条路是好走的 一群逃荒的村民 在跑了一段路停下来后 李正道 霍娘子 咱们现在去哪里 身为一个男人 在经历这么多的凶险后 他刚强了不少 虽然也怕 但有霍娘子与他同行 他就有胆往前行 霍童也不知道该去哪 带着这么多的村民 去哪人家都不会接收的 霍童想了想 道 你告诉村民 从现在起 想散伙的 可以另谋出路了 这么多难民聚在一起 没有官府会接收我们的 李正心惶惶 只能照着他的话传达下去 等他把话大声传达后 许多村民哭喊道 霍娘子 你不能丢下我们啊 你这个时候丢下我们 不是比我们去死吗 霍娘子 你说吧 你去哪我们去了 就算走山路 我们也认了 木匠李高这时候大声道 从现在起 再有人质疑霍娘子的决断 就把他逐出我们的队伍 许多村民大声附和 徐天说 尤其是赵老太 你再敢煽风点火 就把你赶出去 对 再有下一次 一定把他赶出去 赵老太吓得不敢吱声了 霍童沉默了一会儿 他太清楚 官府的不作为了 看着这一帮面黄鸡兽 又绝望的村民 他忽然有些迷茫 心里有些难受 他能带他们去哪里 他不是神 他没有通天的本事 给他们一片队 让他们安定下来 什么样的官府 才会愿意接收 他们这么多难民 帝都 他想到帝都 那里是天之脚下 玉王和魏公子都在那边 到了那边 如果官府还不接收他们的话 他就先入城去找魏公子 看得出来 这两位与别的官员不一样 他们是顾惜百姓的 思量之间 霍童心里已有了主意 就去帝都 帝都是天子脚下 官府再怎么不作为 也不敢像在燕州和荆州这般 公然屠杀落难的百姓 司机此处 霍童对李正道 告诉村民 咱们去帝都 这是有了去处 虽然听起来很遥远 总比没有方向要来得好 李正把他的话传下去 村民立刻附和道 好 我们去帝都 我们听霍娘子的 霍娘子在哪 我们也在哪 霍童让人收拾收拾 继续赶路 这边刚有了决断 就听身后传来马蹄声 霍童回头一看 远远的 看着像是官兵策马过来了 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霍童大声道 官兵来了 快跑 去前面的山上 李正也大声喊了起来 官兵来杀人了 快跑 去山上 大家又是没命的一阵逃 腿脚不方便的李牧 直接被一个强壮的村民背了起来 又是一阵的哭爹喊娘声 身后的官兵 一阵追赶后停了下来 为首的道 他们跑远了 不用追了 另一个哼道 算他们跑得快 一群贱民 还想造反不成 刘明恨官府 燕州的官府也恨刘明 一些刘明动不动就造反 不是加入刘寇当了土匪 就是加入了什么起义军 前段时间 他们燕州下的一个小城 就被刘寇给搅了个天翻地覆 他们入了城后 一阵烧杀抢夺 让整个平城的老百姓 失去了家园也就罢了 至此 一群村民又拼了命地 跑进了前面的山里躲避了 见后面没了追兵 这才停了下来 李正过来问 霍娘子 我们现在怎么办 霍童 燕州是过不去了 先爬过这座山吧 左右都要没命了 爬山就爬山 村民们一鼓作气 趁着天亮 跟着他一边走一边摘路上的野果吃 所幸 这一路没在遇着猛虎野兽 就是在到了一个半山腰时 忽然就听一声轰响声传了过来 大家一眼望去 就见前面的山头上 有烟雾上腾 好像山被炸开了似的 李正道 霍娘子 那边山头有情况 我们还能过去吗 村民慌张 该不是有土匪在那边吧 霍童 你们全都到山脚下等着 我去查看一下 就交代这一句话 他拔腿 就飞跑出去 墨北紧跟着他一块去了 村民中顿时乱了 有人嚷 霍娘子怎么就跑了 万一来了 野兽怎么办 李正 都别嚷嚷了 快走 那乡 霍童和墨北转瞬之间 爬上了另一个山头 顺着烟雾和轰炸的声音 跑过去 就听见那边 一阵阵的厮杀声响起 霍童两人迅速找了过去 远远一看 竟是一群官兵 在这里杀人 其中有一个青年人 霍童在难民营是看过的 那是魏军林身边的亲信护卫 藏在他左右 霍童看了一眼这边的情况 很快做出判断 魏军林在这儿 并且遇着危险了 司机至此 霍童交代一声 小北 你在这儿等着 我去去就来 严霸 他迅速跑了过去 之后趴在一个石头后面 摸出他的冲锋枪 扫机过去 随着砰砰砰的声音响起 许多官兵倒了下来 就挺突然的 莫名其妙 过了一会儿 那边终于有人发现 是怎么一回事了 有官兵冲着霍童这边跑了过来 但人还没到 就被击毙了 墨北在他身后看着 默默地走了过来 看了看他 又有人冲霍童这边来了 墨北从身上取下弓箭 这是霍童送他的 竹子做的 结实着呢 他一直戴在身上 没舍得丢 这边忽然多了两个帮手 让占了上风的官兵 瞬间落入下风 正在霍童和墨北 全心射击这些官兵时 身后悄悄走来了一个中年男人 他看着躲在此处的人 挥了手中的剑 就向霍童掀刺过来 霍童猛然回身 射向来人 那人被射中后身体瞬间弹出去 人摔在地上陷入昏迷 等霍童再回头看这边的战况 场面依旧相当激烈 魏军林轻信负伤的不少 不过 他们多了两个帮手后 瞬间反败为胜 一阵扫射下来 发现情况不对的官兵 想迅速撤离现场后 都被拦截了 片刻之时 现场的官兵全都死了 谁在那边 终于 有人向他这边喊了一声 任谁都看得出来 是有人在暗中帮助 霍童招呼墨北一声 去看看 两人从石头后面跳了出来 跑了过去 那位青年正摇摇晃晃地往下倒 一番激烈的厮杀后 他手臂上也负了伤 当看清来人的模样时 对方惊讶 霍大夫 霍童上前询问 怎么一回事 你家公子呢 我家公子和豫王 遭了吕嘟嘟的暗算 被压在框下了 说到这个 他急忙去喊 公子 豫王 其他人也急忙到处找人 在这儿 有声音从下面传了出来 霍童这边顺着声音找了过去 最后发现 豫王和魏军林 被一块大石头压住了 霍童瞧了瞧周围的石头 喊人先把最外围的石头移开 一伙人凭着一双肉手 把堵在两人上头的一块 超大石头给搬开了 万幸两人都没有受伤 豫王看见他的时候也惊讶 道 霍娘子 你怎么在这儿 霍童长话短说 道 我们村里遭遇流寇喜劫 就和村里人一起逃出来了 请问二位 你们怎么回事 一个是豫王 一个是侯府之子 怎么瞧起来也挺惨的 豫王眸色沉了沉 这里是座玉矿 燕州的周牧 太守 都督 狼狈为奸 是这一方的土皇帝 豫王到此查看灾难后 先关押了太后 半周牧个监管不利之罪 吕都督为表忠心 趁机供出玉矿之事 他带着人亲自查看 跟着入了矿 结果吕都督逝 为了引他们到此 在玉矿里 他趁机跑了后 炸了玉矿 跟着下矿的许多人都埋在了下面 守在外面的人 又被吕都督下令残杀 若非霍童及时赶到 玉矿他们的人 也就全军覆没在此了 玉矿左右看了看满地的尸体 他的人少了许多 留下在这儿的左右 不过也就三四十人了 玉矿英俊的面容沉了沉 吕都督呢 逃了吗 一位属下回他道 禀玉矿 属下一直没看见过他 霍童想到之前偷袭他的人 道 那边有个人 不知道是不是 他隐隐记得 那人衣裳不俗 和这些官兵的衣裳 也是不太一样的 玉矿跟他过去查看 还真是吕都督 玉王伸手一探 还有气息 他奉谋暗沉 道 把他押回去 转身 玉王对霍童道 霍娘子 你带了多少村民出来 现在还有五百多人吧 玉王汉手 不要停留在这边了 没人会接受你们 身为玉王 说出这样的话 他内心也很无奈 各州官府不作为 只顾自己享受 不管百姓死活 他查办到此 这些官员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 甚至胆敢设计杀他 霍童有些心色 问他 那我们去哪 去帝都吧 在那边等我回去 玉王从身上取下一块信物给他 道 这是我的令牌 我若没在你之前赶回去 你就拿着这个去府衙找人 他们自会给你们办好落户 玉王果然上道 霍童接过他给的令牌 道 玉王保重 玉王看他一眼 女孩子小小的年纪 带领那么多流民出来 却有着从容不迫的气势 不过 他忽然惊讶地发现 风尘仆仆 也无法遮挡霍娘子角色的面容 霍童看了看左右 还有受伤的人 就给他们留下了两瓶药 道 魏公子 也保重 告辞 他带着墨北 转身离去 且说村民们已来到他说的山腰下 左右等了半天 等不到他人回来后 大家不安了 吕玉娘忍不住道 李正 或娘子这么久了还没有回来 该不会 是那边出什么事了吧 要不要派些人过去看看 他这么一说 其他人也担忧起来了 木匠李高道 李正 我们过去看看吧 李正同意 道 妇人和小孩子 全都在这等着 我带几个人过去看看 他挑选一些身强力壮的 前去找霍童 墨猎户和霍阳也去了 他们一走 这边的人又害怕了 忍不住嚷嚷起来 强壮的都走了 留下他们一帮富人小孩 万一狼来了怎么办 李目道 你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了 都安静一会儿 霍娘子一定没事的 马上就回来了 大家安静不下来啊 狼是没引来 倒是引来了一条大蛇 那蛇身堪比一个 男人的胳膊那么粗了 身子更是长得看不到尾 有个富人先看见了 顿时吓得尖叫起来 蛇 蛇 这是一条蟒蛇 其他富人也吓得拔腿就跑 一时之间 大人小孩子全跑 李目身为一个男人 一边退一边大声道 大家不要慌 不要乱 他的腿被动过刀后 本是行动不便 好在霍童每天有药滋养着 倒也让他恢复起来了 这回丢了拐杖 也可以行动自如些了 但是 让他对付一条蛇 也是不能的 墨男和墨西 这时抽了压在竹楼里的刀道 大家不要逃 不然 只有死路一条 只有同心协力共同抗蛇 才有活着的机会 话虽如此 手无寸铁的富人 小孩子哪敢往上冲 猛然 那条大蛇冲着前面墨男扑了过来 让你抗蛇 两人手中的刀也发狠地砍出 然而 根本就没能触碰到蛇身 墨男的腹 一下子被他给卷了起来 勒得他差点没了呼吸 墨西大喊一声 举着刀扑过去就看 蛇受到他的袭击后 把墨男重重地甩了出去后 他又凶又狠地 向墨西疯狂地攻击过来 墨西也被蛇卷了起来 手中的刀都脱落了 他脖子被蛇卷住 瞬间就让他翻白眼 王氏和墨文歌 吓得大喊大叫大哭 都说维母则刚 本是急怕地 王氏冲了过去 没等他靠近 蛇尾就扫了过来 把他给拍出去了 李牧这时也大喝一声 拿着自己的拐杖就冲了过去 毫无意外地 他也被蛇尾给拍出去了 啊 忽然 只听一个幼童大喝一声 举着一块石头 小小的人儿跑得又快又稳 大蛇张口就向他吞咬过来 说迟时 那石块就见一道身影掠过 霍童凌空而上 一下子骑在了蛇身上 一把军功刀就刺在了蛇的七寸处 瞬间 大蛇沉重的身体软了下来 被他缠住的墨西也摔了下来 大蛇抽动了几下后 没了气息 直翻白眼的墨西缓过气 站了起来 霍娘子 霍娘子回来了 大家叫了起来 急忙跑了过来 霍童过来摸了摸认诚的脑袋道 任臣摇头 姐姐不在这里 我要保护大家 我不怕他 这话一出 让在场的许多人顿时羞愧起来 霍童 大家尽快把蛇切了 跟我到前面去休息一夜 有人忙道 霍娘子 我听说蛇很记仇的 咱们把蛇吃了 它会不会寻我们寻仇 没有的是 大家速度把蛇分了 李正放心了 忙招呼族人赶紧杀蛇 一条大蟒蛇 每家分一点都不够分的 蛇被切成了一块块的后 霍童带着他们 上了先前去过的那一个山头 前面就是一片玉矿 玉王带着人回燕州处理事情 他们暂时在此休息 是没有危险的 可是 当看见这遍野的尸体时 大家惊呆了 吓住了 霍童道 玉王之前在这里被人暗杀过 他现在也安全撤离了 大家先把这些尸体 都抬到那边埋了 尸体多达六七百人 但村民的人数也多 一会儿功夫 就把人全都抬走了 霍童在他们身上盖了个布 这些的死人中 许多是在玉矿干活的矿工 吕都督为了杀害玉王 当然不会顾惜他们的生命 也有许多士兵 有玉王的部下 也有燕州这边的士兵 被押在矿山下的也不少 等收拾完这边 霍童带他们进了一个洞 这些洞 是之前在玉矿干活的工人所住的地方 里面有许多的粮食材书 随着大家进入 这足以能容纳他们数百人的山洞时 有人大声喊了起来 啊 这里有粮食 大家都奔了过去 伸手就要抢粮 霍童大声道 都让开 他一声令下 本想抢粮的人瞬间住了手 看了看他 霍童道 这里所有的粮食都属于集体的 个人不得私吞 大家吃多少 拿多少 不得浪费 这样也挺好 站在他旁边的人 听见他的话 同意 李正也搓了搓手 高兴啊 他大声把霍童的话传下去 主要是人太多了 这里又没有喇叭 为防止有人听不到 每当他下一道命令 做一个决断时 李正就要把他的话 再大声地传达一遍 保证大家都能听得见 大家立刻道 我们听霍娘子的 霍童让李正给他们分粮 免得有人起了贪心 想要多拿 李正让人把队排后 一家过来 一个人领取 再没有插队 也没人拥挤 每家人都分到了米面 大家高高兴兴地取了柴 搭了锅 这里也有矿工留下来的锅 许多人直接用上了 刚刚被分来的蛇很快 被他们烤了吃 有的人家做起了蛇羹 今天晚上 可以说是村民吃得 最为尽兴的一次了 有米有面有蛇肉 霍童趁着无人注意的时候 又从空间里 放在了米堆里 许多人家所剩的鱼粮并不多 主要是发水的时候 都给扔谁里了 后面在山上的时候 大多都是靠吃野果子冲击 如今有了这些米粮 倒是可以让大家吃上一段时间了 霍童家这边 也做起了一大锅的饭 炒了几个菜 加上一个蛇肉 全都放开了吃 所有的人都卸在了洞里 一夜无恙 一日 天亮 李正这边 喊大家起来分粮 每人扛一些 哪一样 也就全部带走了 毕竟他们人多嘛 李正分粮的时候 看了看周围的米面 总觉得又多了 可他没证据 这里所有的米面加在一起 也得有个五六百斤了 李正分派几个强壮的来扛 每人扛个几十斤 也就全带走了 这里的过碗瓢盆 就由妇人们拿了一些 山洞里的东西 被大家全部带走了 村民一边吃着 昨天剩余的干粮 一边高高兴兴地 扛着粮食 排着队走了 这些粮食 又给他们带来了 许多的欢乐和希望 休息一夜后 顿时觉得 有用不完的力气了 用了三天时间 又跟着霍童 连爬了四个山头 爬不动的老弱妇人 就由年轻力壮地 帮忙拉着点 村民路上 又摘了许多的野果子 考虑着爬山 实在太费劲了 小孩子爬不动 大人抱着也吃力 还会耽误行程 等出了烟州的地界后 霍童让村民 在山脚下等着 他在前头打探一下 看看前面的关卡 处的收费情况 他一说要走 村民就害怕 全都喊着说 霍娘子 咱们不打探了 就这样走吧 就算遇着猛虎野兽 只要有霍娘子在 他们也不害怕了 他们害怕的是 他不在啊 霍童道 我去去救回 你们全都在这 不要再去找我 嘱咐过后 霍童带了漠北 去前面探路 出了烟州的地界 这里已到了江州 关卡处来往的行人并不多 霍童跑过去问了一下情况 可以进江州 但一个人头 要无两的银子 霍童道 是不是贵了点 关义打量他们两个一眼 模样上都挺出众的 生了一张 让人看着就喜欢的脸 再瞧他们风尘仆仆的 像是逃难出来的 一位关义道 小娘子 无两的过路费不贵了 越往前去 越贵 等你到了帝都 没有二十两的银子 你都进不去 所以 桃皇的百姓 想进周城 甚至是帝都 难如登天 霍童转身要走 关义还喊着他道 小娘子 你就算绕道也是没用的 拦路打劫的更多 路上危险重重 不如走官道来得平安一些 要不我通融通融 给三两银子让你过去 虽是农家小娘子 模样出众 太容易 让歹徒气歹心了 关义不知道是生了一丝联系 还是想赚他这几两的银子 霍童摇摇头 说不了 也就清泉村的人 最近赚了一笔银子 但也经不起十几个周城 各个关卡高昂的收费啊 这里三两 下一个周城再收四两 五两 层层往上加价 谁受得了 两人匆匆而返 这一来一回 就又耽误了半个多时辰 他们一回去 许多村民就迎上来喊他 霍娘子 霍娘子 外面 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霍童把关义那边的话 转达了一下 李正道 霍娘子 咱们不走关道 也不绕小路 就走山路 路虽难走了点 慢慢走 还是能走过去的 但这里面 还有野果汁可以吃 这一路上 大家都饿不住了 之前在山洞捡了些粮食 经不起他们这五百多人口的吃喝 为了填饱肚子 他们宁愿走山路 霍童 山里有野兽出没 你们不怕了 村民 不怕 只有霍娘子在 我们就不怕 霍娘子 我们人多力量大 野兽来了 我们都听你的指挥 他们这几天 也遇着过野兽 比如野猪出没 被霍童轻松地给解决了 走山路 有果子有肉吃 还省下一笔关卡费 多好的事 跟着他翻了几个头山后 这胆子越来越大了 他们仗着霍童撑腰喊着不怕 可一旦遇群兽 他可顾不到所有人 霍童最终听取了村民的意见 大家继续上路 全都憋足了近往前奔 等到了天黑 霍童让大家原地休息 拾柴点火 让大家尽量多拾些柴 在自然界中 野兽怕火 它们更喜欢利用黑夜的掩护 进行捕捉 村民们生火 虽然也会招来一些小兽 在附近出没 寻常小动物 并不敢暴露自己 在村民的视线中 小动物的本性 还是怕人的 随着天亮起 霍童前来喊人 我在那边发现一个山洞 洞里有些粮食 你们来几个人抬一下 又有粮食 李正立刻招呼一些 立状的村民 跟着霍童就去了 事实是 霍童起了走 转了一圈后 确实发现一个山洞 但洞里没粮食 他把自己空间的米面 拿了出来 还有一些保质漆长的土豆 也倒了一些在地上 村民们只顾着惊喜了 不会思考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李正乐呵呵地道 霍娘子 你真是浮云棒身上啊 前几天刚在矿里 发现数百斤的米面 今天又发现了一大堆的米面 他们选择走山路 是对了 真选择走下面的路 这不等到帝都 他们都要饿死了 村民们立刻把米面抬了出去 这些都是充公的 不分你的我的 饿了就从这里取米面来做饭吃 霍童让大家先做一顿早饭 把饭吃了再赶路 明明是桃荒 村民现在高兴地像过年一样 各家取了米面 有做饼的 有做饭 为了节约时间 也是几家人凑在一起 合伙做饭 等吃过饭 米面依旧由年轻力壮的一路背着 霍童行在前面带路 林中时而有猴子在林中穿梭 嘖嘖地叫了几声就又跑开了 地上偶尔也会有小蛇爬行 小蛇看见人反而一溜烟地跑了 再慢一步就又要被人吃了 霍童忽然放慢了脚步 身后的村上也立刻慢了下来 他对身后的村民道 你们先走一步 我随后就跟上 李正想他是忽然想要小姐 立刻挥手道 大家先走 霍娘子随后跟上 大家聪明的没有问原因 停在这种地方 肯定是要小姐了 墨北本想留下 也被霍童赶走了 其他人全都跟着李正往前走了 带大部队走过去 霍童转身去了 路边上 大片的灵芝 若是可以 他都想直接把树连根刨了 栽到空间里 拔不了他的根 霍童只好取了军刀 一块块给切割下来了 灵芝的品种有二百多种 色彩缤纷 其赤芝被公认是所有品种的上品 这片灵芝恰恰正是赤芝 他空间也不缺少这些宝贝 但谁会嫌宝贝多呢 霍童蹲在地上如蝗虫过境 大小灵芝被他摘了个干干净净后 人也热出汗了 彤彤 墨北的声音忽然传了过来 他到底是没跟着大部队走 等了他一会儿 不见他过来 他只好过来找人了 没想到他正蹲那里 不知道在跑什么 一脸的认真 欢喜 霍童一正 看了看被他摘了个干净的灵芝树 道 你转过身去 我这就来 墨北乖乖转过身 他手里还抱了最后一大块灵芝 趁着他转身的时候 收入了空间 这才起身 搓了一下自己的手道 走吧 墨北狐一地看他一眼 又看看旁边的树 这树好像和之前不太一样了 霍童若无其事地快步往前走 喊着他道 小北 快点 别愣着了 这大片的灵芝 他实在不好 和村民分享 大家每天都在爬山 让村民摘了 也保管不好 不如丢他空间来得妥当 他高高兴兴地跑开 墨北也快步追了上来 也不知道 他忽然高兴个什么劲 好像捡了宝一样 不远处 村民们这时全停了下来 等看见他的身影时 村民大喊 霍娘子回来了 霍娘子回来了 大家由后 向前的传下话去 李正就让村民继续赶路 没办法 有他才有安全感 他不在 大家不敢走远了 跟着霍娘子翻山越岭的这段时间 虽然说惊险无数 也练就了大家一身的胆量 关键是 这一路上 没有饿着过大家的肚子 霍娘子是个福运傍身之人 他总能在山洞里发现里面 经历了四十多天的时间 眼看着帝都越来越近 大家兴奋之余又害怕 害怕帝都若是不接收他们怎么办 难不成他们这辈子 就窝在山里生活了 这天早上 大家在山里吃了最后一顿早饭 有人煮了鸡蛋 有人烙了饼 有人熬了粥 等吃饱喝足 大家出了山后 又绕着峡谷行了一圈 不远处 传来马蹄声 有一辆马车 很快从峡谷的另一端飞班来 马车前后有几匹骏马相随 就在这时 峡谷之上 忽然就滚下无数的石头 霍童望上一看 大事不妙 他大声喊道 大家注意上方 有土匪埋伏 快跑 转瞬之间 路上被大块的石头给堵住了 迎面来的马车 都被迫停了下来 李政这时 也一边跑一边大声喊 快逃 土匪来了 在他们的心里 只有土匪和官府两类人会杀人 这里不会出现官府 那就是土匪了 村民们一边大叫着 一边躲避着 从上面落下来的石头 一路狂奔 全都又惊又怕 天子脚下 也不安全啊 村民们这一路的翻山越岭后 虽然练就了一身的好本领 腿上功夫快着呢 可也架不住这突然的袭击 从上头扔石头 有一些人 因为来不及躲避 被石头当场给砸死了 抬头望上看 就见峡谷之上 已有成群的黑衣人 顺着绳子 往峡谷之下来了 这些人手持刀剑 一落下来 就向马车那边冲了过去 这里忽然涌出这么多的村民 也是这些人没有想到的 村民的出现 挨着了这些土匪的路 有人来不及跑 被当场捅死了 眼看着村民 被这些人毫不客气地给杀了 气得霍童顿时杀鸡四起 他一边躲避上面投下来的石头 一边站在道招呼村民跑 还要去挽救 几乎要被石头砸住的人 墨北这时 也把任臣放在了竹楼里背着 一块帮着村民躲避 从上头砸下来的石头 有人被绊倒 他要立刻冲过去 把人扶起来 避免踩踏事件发生 片时 这些土匪从峡谷之上下来后 全都直奔马车那边了 马车周围的二十几个护卫 立刻拔剑相对 只见马车之中 走出一位气势逼人的男人 那人妖配长剑 一身的轻衣宽袖蚌 蚌袍金黄色 片金圆 绣九蚌 是轻衣猴世代相传的标志 妖术红腰带 越发显他气质冰冷 邪魅 霍童明白过来 人家是冲着这个轻衣人来的 他们这些人是无辜被伤 挺好 这些人惹着他了 这一路走来 在一次次的磨合之中 霍童对这些村民 也融入了真实的感情 村民们信任他 仰仗着他 就求跟着他出山后 有个好归宿 这里许多村民 都是一帮胆小怕事的 只想求个安稳日子的人 这一路 因为苦难 他们也正在蜕变 变得更刚强 更勇敢 却没想到 有些人刚出山 就死于非命了 霍童瞬间取了身上的军刀 大喝一声 急不迎上 墨北这边也没有闲着 他手里的弓箭已搭上了 一箭三发 任臣紧紧地拽住他的衣裳 睁大眼睛看着 他恨不得冲上去 杀死这些土匪 他爹娘就是死于 这些强盗人的手里 正在逃命的李正之士 回头一看 只见身后黑压压的一片 全是黑衣人 手里全有刀剑 他忽然大喝一声 别跑了 跟我上 去帮货娘子 村里一些身强力壮的 听见喊声立刻止步 之后 取了自家的挑东西的扁单 就冲了过来 都是手无寸铁的百姓 墨烈户大喝一声 都不要去 这些人明显就不是 普通的土匪 他们过去全是宋命 李正吉道 再不去 货娘子就要吃亏了 墨烈户大声道 都不许去 我去 他抽了竹篓里的刀 就冲了过去 墨男和墨西 也立刻抽了刀冲了过去 瞬间 父子三人大喝着冲了过来 轻衣人那边 有些惊讶地看了一眼 许是没想到 这一帮看起来 就是难民的人 竟也有深藏不露的高手 他身边的境卫 全都迎这儿上 敌方人数有两三百多人 武功明显也都不弱 他这边的人 就要以一敌十 甚至更多 轻衣人站在马车上看了看 猛然 他凌空而起 身上的佩剑拔出 剑气凌人 连杀两人后 他身形忽然一晃 就觉得眼前一黑 他头疼的毛病 在这个时候又犯了 就这么一个恍神的功夫 数剑由四面八方 向他刺了过来 说迟时 那石块 有个身影掠过 瞬间击杀树人 是霍童过来了 秦一人脚步微晃 闭了闭眼 伏鹅 道 姑娘 把他们全杀了 本侯 中赏 就算他不中赏 霍童也要杀了这些人 趁着一片混乱 他手中小型枪拿出 连击树人 转瞬之间 黑衣人已是死伤一片 对方一看情势不妙 立刻有人大喊一声 撤 逮着命令的人 黑衣人不再恋战 非奔着往外撤 抓着原来的绳子 就往上攀 漠北这边又连射树键 攀了一半的人 直接从半空中掉了下来 当场死亡 等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村民都跑了过来 这才发现 自己村的人又有伤亡 有人跑过去 抱着自己家的人 大声哭了起来 霍童看着这一切 心里并不好受 秦一人这时走来和他说话 姑娘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霍童 我们从荆州逃难来的 这边有人吗 有 豫王给了他令牌 秦一人摸出一块令牌给了他 道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拿着这块令牌 去秦一侯府 他今天帮了他 他欠他一份人情 霍童接了过来 看了看 秦一人转身 忽然想起什么 他又回了身 看了一眼道 叫什么名字 霍童抱上了自己的名字 秦一人没再说什么 转身上了马车 他身边的近身侍卫 忙去把堵在路上的石头都挪开 给马车开一条道 秦一人的马车 很快离去 霍童抬步向前走 一边道 大家过来帮忙 把我们的人抬走 使他们入土为安 在这世道 太多的难民死了后 是没有办法入土为安的 可这些人跟了他一路 他们都是 存着希望来的 他要给他们最后的体面 至少 可以被埋葬 而不是被人随便扔到乱葬岗 被野狗吞吃 村民们立刻前来帮忙 把被砸死的人抬了出来 多数都是妇人和小孩子 一共死了29个人 村民抬着尸体 一边走一边跟着哭 大家一起翻山越岭这么多天 每天在一起互相磨合着 慢慢地学会放下了自己的小自私 渐渐地也真诚起来 对别人也多了一份善良 体贴 现在 看着自己的人惨死 除了赵老太这家人 谁会不难过 就算是外星人 也渐渐融入了这些村民 霍童带着村民 把尸体抬到之前的山坡上 找了一块地 挖了坑 把人都放了进去 一座坟地平地起 许多妇人小孩子 就哭得很大声 等大家哭了一会儿 霍童道 走吧 安慰人的话 他不知道该怎么说 也说不出来了 这一路走来都不容易 既然活了下来 就要更好地活着 大家抹了眼泪 继续跟着他下山 前去帝都城门 由于人数多达五百来人 他们这一路过去的时候 引来了不少注目 城门前人来人往 有富贵人赶着马车出入 也有普通人进城 做点小本生意 远远的 城门的官差 瞧着一群人过来了 立刻有四个人快步过来 大声询问道 什么人 霍童拿着录影道 我们都是从荆州逃荒来的 奉了豫王的命来到这里 还请大人行个方便 给我们找个落户的地方 他这么说着 把豫王给他的令牌递了过去 那人接过来仔细看了看 上面有个御字 果然是豫王的信物 官差又瞧了瞧他身后的人 一群逃荒来的 也没瞧着他们 饿得面黄鸡兽 个个还挺精神的 几个官差到一旁 低声说了几句话 等说过话 其中一个官差过来道 你们都退到二里之外等着 一群难民 站在这里影响示容 落户这事 我们要先去上报过 霍童道 那就劳烦大人了 他想了想 又从身上拿出些银子 往几个人手里塞 每人给了一个五钉的银子 几个官差大为意外 没想到他们这些逃荒的身上 还藏了这么多的银子 几个人当然也不客气 收下了后 态度也好了许多 其中一个官差道 姑娘你们退到那边去 容我去禀报一声 为了不妨碍这古代的交通示容 霍童带着村民 退到了二里之外等着了 数百村民就地休息 都伸长了脖子 盼着能给他们一个落脚地 小孩子高兴地在路边玩耍 时不时向前跑几步 看看有没有人来接收他们 城门行人来来往往 有好事地前来询问一句 他们是什么人 知道是逃荒来的后 就遭来了一点轻视 赶紧走了 生怕这些逃荒的 向他们伸手讨要 李房高兴地跑过来问 姐 咱们今天就能住在帝多了吗 霍童 差不多吧 李房兴奋地叫了一声 拉着任臣的手转圈圈 一路的艰辛 并没有磨灭孩子们的快乐 他们依旧有着简单的单纯和快乐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 众人望眼欲穿 李正过来问 霍娘子 这都过去一个时辰了 他们会接收我们吗 霍童 会的 他想着人家一急急往上报 也是需要时间的 结果 大家这一等 就等到了天要黑 城门内外 在无人出入 霍童跑去城门口 在打探情况 守在城门的官兵冷漠脸 道 已经报上去了 等着吧 彼时 城门之外 传来马蹄声 一众人侧着快马而来 在村民面前停了下来 为首的公子乐了马 大声道 这些都是什么人 全都堵在这儿干什么 他面上戴了个银色面罩 旁人也看不清他的模样 其中有人回话道 丙殿下 这些人是从荆州逃荒来的 身上都带了瘧疾 那还留着他们干什么 瘧疾传入帝都 你们有几颗脑袋够砍 全都给我赶到百兽山 这人一声令下 左右的人立刻持了刀剑过来赶人 大声吆喝着 快走 速度 跑得慢的 被插牙上去 就揣趴在了地上 盼了一天的村民措手不及 大为震惊 霍童忍怒 挺身而出 手持令牌大声道 我们没有瘧疾 我们是奉了豫王的命来帝都的 你们这样子 就不怕豫王回来后 追究你们的责任吗 他正说着这话 那马背上的人 策马来到他这边大声道 大胆刁鸣 你一个留名哪来的豫王令牌 定然是你捡来的 花霸 他长臂一身 就要把他的手里中的令牌 给夺回来 霍童闪身避开 马背之人有些意外 许是没想到他一个女子 竟是有些伸手的 霍童大声传令下去 道 大家别慌 我们走 既然人家赶人了 再次反抗 对他们来说 百哈无一例 大晚上的 这里不见一个行人 这些人就是存心拖着时间 只等到天黑 前来把他们赶出去 或者想趁机杀害也不一定 快走 柴牙大声催着 有的挥了鞭子 就往人身上抽 村民们哭哭啼啼地 被赶着离开 因为怕挨鞭子 再没人敢怠慢 他们所有的希望都在帝都 如今瞬间破灭 这一路憋足了劲 拼了所有的力气 翻山越岭来 就是以为 这里会给他们一个容身之处 一众官兵一路驱赶 只把他们赶上了百兽山 这是他们来时翻过的最后一个山 地势险要 崎岖难行 也是众多大小山之中 野兽最多的一个山 以百兽山为名 因为天黑 官兵们已举起了火把 一边驱赶 一边大声呵斥着 一直逼着村民往里走 外围有人大声命令道 在这里看着他们 不许他们出来 这是要把他们 堵死在山里面 拆崖也就全都驻不在此 有人小声议论道 此山长猛兽出没 他们会很快 被里面的野兽吃了的吧 有人轻声嘘了一声 别说话 这种事情 大家心知肚明就好 看破不说破 此时 被赶进山里的村民 无助地站在林中 妇人小孩子哭 男人也忍不住哭 李正问 霍娘子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霍童 现在豫王不在帝都 但他一定会回来的 等他回来 一定会对我们一个交代 大家不要怕 既然来之 则安知我们翻了这么多的高山 还在乎在这山里 再生活一段时间吗 有村民道 可是 我们的粮已经快没有了 霍童 天无绝人之路 没有粮了 这深山里 有的是野果 我们可以熬过去的 有妇人哽咽 道 我还是有点怕 这深山里野兽太多了 霍娘子你 再有通天的本事 也照顾不了我们所有的人 比如 峡谷忽然一堆石头落下来 好多人又被砸死了 突发状况太多了 莫南这时忽然大声道 怕什么怕 只要大家团结一心 共同抗敌 我们就可以战胜一切困难 野兽来了 刚好可以 做大家的食物 大家只要耐心等待 我们一定会出山的 这一路走来 少年成长了不少 身为男儿 他身上不知不觉 多了一份责任 担当 莫西也大声道 野兽还没有出现呢 你们又在长野兽之气 灭自己威风了 莫列湖这时也道 没错 我们在山里的日子 就当是打猎了 村民们到底是从他们的话语里 得到一些激励 李正也打起精神道 大家先找个地方休息吧 一众村民也是累极了 就地歇息下来 不远处 有火光若隐若现 那是官兵在看守他们 折腾到现在 霍童也累了 墨北这边把席子扑好 他整着双臂躺了下来 任臣也乖乖地 躺在他和墨北中间 巧声道 姐 你别急 等渔王回来 我们就可以出山了 黑暗中 霍童看他一眼 恩了一声道 不急 过了一会儿 周边安静下来 惊吓之下 累了一天的村民都睡着了 霍童轻轻坐起 站起来走了 满怀的希望被破灭 他的内心 岂会真的波澜不惊 行在黑夜中 他也有刹那的迷茫 帝都 也并不美好 童童 少年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是墨北跟了过来 霍童止步 墨北走到他面前 伸手就把他给抱住 轻声道 一切都会过去的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知道 他定然也是不快活的 他只是想安慰他 他的话 也果然 让他内心分外受用 他也会一直在他身边 毫无怨言 霍童靠在他 结实的胸膛不想动了 有谁知道他 也会身心疲惫 他不过是个人 他不是神 墨北说 车到山前必有路 他轻轻嗡了一声 两人一起坐了下来 山里的月光 格外的冷清 又遥远 存着车到山前 必有路的信念 困意来袭 他靠在少年的肩膀 睡了过去 不知多久 霍童忽然被惊醒 他只觉得身上凉意更浓 回头一看 墨北也靠在一棵树上睡着了 哦 多么熟悉的声音 霍童睡意顿时全无 墨北也猛然惊醒 就见一双绿色的眼睛 在黑暗中窥视着他们这边 累积的村民都在睡梦中 完全不知道 凶险正在靠近他们 霍童猛然起身道 小北 我去把他们引到官兵那边 你别跟过来 他快跑了几步后 抓起两块石头 就砸向了野兽 两兽被激怒 直奔他来 霍童撒腿就跑 两兽凶猛地一路追了过来 转眼之间 两兽被引了出去 霍童奔向守在外面的官兵那里 许多官兵已打起了盹 根本不知危险已靠近 随着霍童奔来 他大喝一声 猛兽来了 都快起来 随着他话音落 只见他纵身跃起 翻身就爬上了一棵大树 瞬间把自己隐藏在了黑暗中 一路追着他跑的两兽 冲着上头嗷嗷地大叫一声 被惊醒的官兵 立刻爬了起来 刷地拔出刀 大声道 猛兽来了 有人举刀防备 有人吓得拔腿就跑 两兽立时冲着手持刀剑的官兵扑了过去 一时之间 只听见惨叫声不断响起 身为军人 他们倒成权贵的走狗 咬向在苦难中的流民 既然如此 留他们何用 黑暗之中 霍童目光冰冷地看着下面的双兽撕咬官兵 片刻之间 来不及逃跑的官兵 在惊慌失措中 被咬断了脖子后 霍童准备好的冲锋枪瞄准下方 砰砰两枪 两头兽甚至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沉重的身体倒了下来 他纵身从树上跃了下去 把两兽收入空间里 打算明天天亮后 让村民先宰一个池 百兽山的名字不是空穴来风 许多猎户都不敢进此山狩猎 就是因为里面常有猛兽出入 有一些胆大的兽 甚至会跑下山去伤人 百兽山也因此而闻名 霍童收了两兽后转身回去 墨北正站在不远处看着他 他亲眼看见 两只老虎被他轻轻触摸一下后 就消失不见了 霍童仿若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好像一切都是他眼花 只听他道 时候不早了 睡觉去吧 墨北一声不吭地跟着他去了 也仿若什么也没看见一样 一日 天亮 醒来的村民 有人第一时间发现了躺在一旁的老虎 还有许多的粮食 惊喜地大叫起来 大家快看 这里有米面 还有一只被打死的老虎 这一嗓子 惊醒了许多的人 有人忙爬起来看 木匠李高大声道 霍娘子 是你弄来的对不对 霍童走过来道 对 你们先把老虎宰了 我下山一趟 看看外面的情况 没有人问他米面哪来的 只当他又是在某个山洞里捡的 李正芒道 霍娘子 你可要注意安全 在他心里 这里的官府也和土匪一样坏 霍童答应一声 忽然又道 跟我来几个人 把这些官兵的尸体处理了 他们昨天晚上被老虎咬死了 众人一惊 李正芒喊了几个人 过去跟他去埋尸体 一路走出去 果然在山口处躺了满地的尸体 一看就是被老虎咬死的 李正和村民们心有余悸 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他们竟然不知道 李正忽然有些后怕 霍娘子 你一定要快去快回啊 霍童答应一声 转身走了 墨北快步跟上他 下山的时候 霍童和他道 昨天那位侯爷 不是给了我一块他的令牌吗 我们去找他 试试看他能不能帮得上我们的忙 身为侯爷 出门能被那么多人追杀 想必不是一般人 普通人招惹不到这么多的仇家 想着 这还有一个人可以帮忙 他心情又好了许多 吃一个饭团吧 霍童拿了个饭团递过去 他自己也吃了一个 两人快步出了山 直奔了城门处 二课中的路程 今天只用了一半的时间 城门之外 人来人往 依旧热闹 霍童瞧着并没有人检查路影的 又要跟着一起进去 哪料人家早就记住他了 被守在城门的官兵当场拦了下来 呵斥道 站住 退出去 霍童拿出令牌 道 我有轻衣侯的令牌 我要去见青衣侯 对方要拿他手里的令牌看 霍童没给 却听对方冷笑一声 道 你这小娘子 有意思得很 昨天拿了豫王的令牌 今天又拿了青衣侯的令牌 你当小爷 我是这么好糊弄的吗 你一个逃荒的 哪来的他们的令牌 一定是你捡的 或者偷的 来人啊 快把这两个人贼抓住 此人一声大喊 左右的官兵立刻上前就要抓人 草 这是存心不让他进城门的吗 霍童拽住墨北拔腿就跑 后面的人一阵猛追 因为追不上 也放弃了 那人对左右的官兵道 都认清楚这两个人 不要放他们入城 这是殿下亲自赶往百兽山的人 他们自然是要遵守的 又被赶回去的霍童气呼呼 啊 我算是看明白了 这些人就是存心 故意不让我们进城的 可当初明明是御王答应 让我们进城来等他的 现在人到了城门 却被拒之门外 墨北道 想必是御王在帝都得罪了人 人家针对的是御王 针对御王 村民就成了他们博弈的牺牲品 霍童气道 既然如此 那就去峡谷上方等御王回来 御王若回京 必经过先前那个峡谷 他们只要守在那 就会第一时间发现 御王回来的踪迹 打定好了注意 霍童不那么气了 回去的路上 瞧见有村民挑着担子进城做生意 他把人家的豆腐 青菜全卖了 两人直接挑着人家的担子回去了 彼时 村民也一把大老虎给杀了 各家平分了 老虎虽大 那和他们人多啊 根本不够吃 霍童和墨北 挑着豆腐和青菜回来后 村民忙营了上去 一看是又白又嫩的豆腐 全都馋得流口水 李正忙道 霍娘子 这是买来的吧 瞧着都是新鲜的 不可能再是捡的了 霍童嗡了声 道 都分了吃吧 李正忙道 霍娘子 这是 你花了银子的 我们可不能再白拿白吃了 你说个价 我们买 他们不差这个豆腐钱 吕玉娘也忙道 对对 霍娘子你这一路照顾我们太多了 这是你花钱买来的 我们若是一文银子不给 我们就真成了没良心的人了 他这么一说后 许多人就不好意思不给钱了 霍童也就道 一块豆腐就收你们一文的银子 一文银子 村民们没有意义 他这边取了刀 整齐划开 一小块块的方豆腐 分给各家的村民 莫文哥急忙过来帮他收钱 一文文的钱 装满了他的钱袋子 一路逃荒到如今 也就五百来个村民了 总共不足一百户人家 余下两块豆腐 霍童留给自己家吃了 各样的青菜又卖了一些 等村民全部分光后 他收了二百五十文的银子 望着这么多的银子 他两眼放光 莫北把他的钱袋子取走了 塞在了霍童手里 莫文哥撅嘴 哼了一声 霍童从里面取出十文 给了他 道 这十文银子 是你帮我收钱的报酬 他虽不缺这点银子 但他是不能灌莫文哥 这不劳而获的毛病 其余的银子 他塞在了莫北手里 道 拿着 这是小北的零花钱 莫文哥睁大眼睛看了看 这新片到天上了 他忙到现在 才十文 不过 他很快想到 这些菜是莫北挑回来了 也就不气了 各家忙着做饭 霍童就到处看一看 莫北快步跟上他 既然要在这住下来 他想看一看 这山里有没有洞 供村民休息 山洞相对来说是安全的 山洞他是没找着 倒是让他找着了一处房屋 房子是木材搭建的 远远一看 就是一处世外桃源 霍童面上一洗 快步跑了去 啊 小北 那有房子 两人快步跑了过去 美妙的音符 忽然流淌在上空 竟然有人再次抚清 或虚或石或飘渺 或如幽间低拳 轻裂空灵 幽幽扬扬 像他这种并不懂音乐的人 也听得出其中的美妙 带两人走进院子 就见一夕银袍少年 坐在院中 那模样 顿时惊艳了人世间 那人当真如 昆仑山洁白的雪莲花 那一双修长的手指 浮在琴弦上 如行云流水 他眉眼低垂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人随阴动 融为一体 一抹阳光透过窗口 洒在他身上 他整个人仿若在发光 霍童没想到 这里竟然还住了人 他和墨北 站在院外看了看 没上前打扰 直到他一曲停下 霍童这才出声道 公子 少年抬头看他一眼 面上并无看见 生人闯入的意外 只是一脸的冷漠 他抬手转动了一下 自己坐着的轮椅 霍童这才发现 他竟然是个不良于行之人 霍童眼见他就要进屋 快步跑过去喊 公子请留步 公子 我们可否再次接触几天 对方头也不回地拒绝 道 不可以 霍童看着进屋的人 跟着往院子里去 不料 还没跨过院门 就踩到门前射的暗器了 瞬间 有树枝剑朝他射了过来 若非他躲得快 都要被射成刺猬了 墨北一把拽过他道 彤彤 此处古怪 我们另寻他处吧 确实处处古怪 门前都有暗器 这周边还不知道埋了多少暗器呢 也难怪他敢把房子 搭在深山野林 是吃定了没有野兽 能越过他的陷阱 两人离去 行在漫山遍野的草木中 误傲 忽然 一声吼叫向天长笑 就见一只大小老虎 踏着沉重的步伐走了过来 每走一步都仿若 要把地给踩得动 这是一只虎妈 在他的身边 跟着七只同样大的老虎 在前来的人类身上 他们明显地 嗅到了同类的味道 百兽山 果然名不虚传 这里面是真有兽 霍童墨北面上都是一尘 两个人本能地往后退了退 霍童忙道 别慌 墨北 彤彤 你也别怕 他们这一路 虽遇到过不少猛兽 也没有一下子遇见这么多啊 虎妈已凶狠地扑了上来 霍童大喊一声 跑 他拔腿就跑 墨北也本能地跟着跑 哪知霍童不过是虚张声势 他喊一声后 剑步如飞 窜上了一棵树 就往上爬 身为猫科动物的老虎 当然也会爬树 虎妈飞扑上来就跟着爬上了树 张口就向他腿上去 眼看着他一口就要 咬掉人类的一条腿 哪知诡诈的人类 回手就是一枪 击爆了他的脑袋 与此同时 刚跑开树部的墨北 在发现霍童并没有真跑过来后 他就地一个翻滚 本欲扑向他的老虎 一下子扑了个空 等他庞大的身体 又敏捷地回头时 迎面就是一刀 鲜血当场就见了三尺 老虎扑在地上 抽了几下子就不动了 墨北飞奔回来 他在霍家村时 本就是靠打猎生活的 在深山野林中 也并非没有遇着过猛兽 这脚上的本领 也早就练就出来了 一双脚跟飞毛腿似的 其他几个老虎 剑撞也都大发唬怒 一起扑了上来 有扑向霍童的 有扑向墨北的 霍童眼见两只老虎 合伙攻击跑回来的墨北 他凌空而起 抓起一根树枝飞跃上去 手中的小型手枪 也扣动了扳机 喷喷两枪 攻击墨北的两虎 又扑倒在了地上 余下的四虎看着他 嗷呜着凶狠地大叫一声 后虎区一跃 就要去咬他的脚 说迟时 那石块 霍童身子翻飞 又向上跃起 抓住了更高的树枝 几只老虎 立时向树上爬了过来 墨北又要跑过来帮他 只听霍童那边 传来一声大喝 不要过来 藏起来 随着他话音落 霍童又开了一枪 才刚爬一半树的虎区 就落了下来 树下的四只虎 仇视着树上的人类 他们非要杀了他 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 以为爬得高就 杀不了他了 其他虎很快 把目标转向了墨北 其中两虎同时发力 扑向墨北 臭小子 拿命来吧 哪知这小子同样伸手灵敏 他剑步如飞 身子一跃 墨北也爬向了 霍童旁边的一棵树 随着两虎追向他时 虎区在枪声中全都扑倒 余下的两虎见识不妙 这才想起来 该逃命的是他们 只是为时已晚 片刻之间 霍童结束了 最后两虎的性命后 他纵身从树上跃了下来 墨北这边 也忙跟着跃下了树 与此同时 霍童一把躺在地上的虎都 收入了空间 道 走吧 墨北仿若什么也没看见 跟着他一块离去 他什么也不问 这就让霍童内心很欣慰 当两人一路过去的时候 又遇见了几只小猴子 他们一看见霍童 就立刻躲开了 远远地 就嗅到了他身上的杀气 这个人类的身上 沾满了兽的气息 不好惹 一群七匹狼 慢悠悠地在林中闲逛 忽然看见他的时候 也是一阵 步伐停了下来 丝毫没有敢向前攻击的架势 霍童当然也发现了他们 他不动声色地压住心惊 观察着他们的反应 只要他们不攻击过来 他就不会杀他们 墨北也很瞪他们一眼 无声地告诉他们 不要轻举妄动 他们可不是好惹的 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事件 不论是人类 还是动物 强者生存 弱者亡 万幸的是 一路走去 没有一个动物敢在攻击他 连森林之王都死在他的手中无数 其他动物看见他都绕行了 走过此处 两人来到一处清泉处 溪水流淌 草木茂盛 再往前走 霍童发现一片柱有百草之王的野山餐 这些野山餐 吸收天地之灵气 和山间土壤中丰富的营养物质 使用起来 功效是最为强大的 他空间虽然不缺少这些宝贝 霍童再一次蹲下来 面露喜色地 把野山餐连根刨了 谁会嫌宝贝多呢 是不是 墨北瞧了瞧 也拿了自己的刀帮他把人参都刨了出来后 全堆放在一处 等他来收 等霍童发现的时候 他一帮着 把这几处的野山餐全刨出来了 并且乖乖地走远一些 不去看他 那已不是秘密的秘密 反正在他这儿 已不是秘密了 霍童看了看被刨出来的人参 想了想 不想了 趁着墨北不在 他全收到了空间里后 又去溪水边洗了手 正在这时 忽然听墨北喊 童童 这边有个洞 听见幻生的霍童 忙跑过去看 一个洞口外 已长满了草 走进去一看 里面别有洞天 洞中的石壁上 刻了各种的武学怪招 上面写的繁体字霍童 能认识一些了 毕竟也跟着墨北 学了几天繁体字了 但不全 墨北自然是全都认识的 这是一套飞天剑法的秘诀 传男不传女 霍童跟着看了看 冷笑一声 道 这位前辈还重男轻女 他还不乐意学呢 他转身去看别处 地上有一具骷髅 令他差点一脚踩上去 惊得他退了几步 道 打扰了打扰了 这位前辈 我们要再次借宿几天 你不介意吧 他虽重男轻女 他还是愿意帮他一把 让他入土为安吧 墨北这边 则一脸投入地看着墙上的字 完全不知道霍童这边发生的事情 把一把骷髅给埋了 此时 墨北正伸手拔地上插着的一把剑 剑被拔出 周身透着寒气 这是一把玄铁剑 重有八十斤 这玄铁的成分是外太空的来物 就是陨石坠落地面的陨星残体 有铁 镍 硅酸岩一些矿物质组成 玄铁是稀罕之物 玄铁若铸成兵器 可削铁如泥 无坚不摧 彤彤 这里还有一把剑 正在埋骷髅的霍童头也不抬得到 剑和你有缘 你收着就是了 等他埋好骷髅 抬头一看 墨北已拿着剑 照着墙上的招式练了起来 霍童瞧他一眼 一双信念咪了咪后 走了出去 他在山洞外走了一圈后 走到一处悬崖峭壁 往下一看 他就想起 这是什么位置了 峡谷之下的那个位置 玉王若是回来 会经过这个峡谷 天无绝人之路 现在 山洞有了 峡谷的路口也找着了 他只要再次 侯玉王回来即可 彤彤 彤彤 在洞里回过神来的墨北 因为看不见他 已急忙跑出来了寻人了 霍童向他招手 道 小北 我在这儿 墨北快步跑向他 一把握住了他的手臂 彤彤 你怎么不喊我一声 虽然知道他 可以应付这山里的野兽 他若一个人跑出来 他还是会很担心 霍童玩耳一笑 道 看你学的痴迷 不想打扰你 墨北 走 把村民带过来 要不先把墙上的剑法毁了吧 霍童觉得 不该让太多的人看见 好东西 还是留给小北一个人用吧 墨北道 前辈留下的东西 有缘人都可学 能不能学得好 就再个人了 就像读书 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考状元的 许多人连秀才都考不中 霍童意外过后 也笑了起来 道 是我狭隘了 小北的格局是大的 在这一点上 他自认为是比不上的 两人愉快地回去的时候 村民们又在翘首一盼 六六 你们去哪了 霍童迎了上来 可知他急坏了 村民们都迎了上来 霍娘子长短地叫着 霍童打了个让他们暂停的手势 叫得他头都要昏了 王氏这才得以说话 道 六六 给你做的豆腐 还留着呢 他赶紧把自己做的小葱 拌豆腐拿了过来 还有热着的饭 虎肉因为用了霍童留下的调料 味道鲜美 王氏这边忙 把饭盛了出来 霍童对村民道 刚发现了一处山洞 大家收拾收拾 一会全都跟我过去 村民大喜 李正盲把话传下去 大家立刻收拾包袱 霍童和墨北这边 先把饭吃上 他们吃饭的功夫 村民们也一把自家的 锅碗瓢盆都打包好了 之后 全都围在他家这边 瞅着他吃 一个个眼神放光 霍娘子一次次 给他们带来奇迹 让村民又一次 盲目地自信起来 只要霍娘子在 绝望也能变希望 如今看他的眼神 个个都跟看见 堆金银财宝似的 当然 除了赵老太这家人 赵老太家这一路上 也老实了不守 主要是他们清楚地认识到 他们家也要靠着霍童 才能在山里活命 敢不老实 村民就饶不了他们 非敢他们离开不可 等霍童这边吃过饭 带领着村民 浩浩荡荡地去了 他依旧行在最前头带路 小小的女孩子 身体里仿若藏着巨大的力量 也不知道疲惫似的 李正也没想到 有朝一日 他会心甘情愿地 以一个女孩子为尊 想当初刚见霍童时 他是一直摇头的 怎么能让一个女孩子长家呢 村民们一路跟着霍童 走过一片丛林 震惊了一众山林小兽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满身都是野兽的味道 他这是杀了多少森林之王 才会有那么强烈的兽性气息 在他的身上笼罩着 他带着村民 若入无人止境之地 悠然自得 霍童带着村民 来到他发现的山洞处 村民进去看了看 大家还四处找食物 妄想还能从这里 找些旁人留下来的米粮 果然在一个角落里 堆积了许多粮食 有村民大声喊叫起来 这里有粮食 他发现了不得了的事情 激动得差点要哭了 村民们都跑了过去 霍童道 老规矩 所有的粮食都充公 大家吃多少拿多少 村民们附和道 听霍娘子的 吃多少拿多少 霍童又道 即日起 我们每天轮流在峡谷边看着点 若玉王的车队经过 就及时来报 因为不知道玉王几时回来 现在 只能用这样的方式 派人每天盯着点 不然 若错过玉王回来的时辰 一旦他入了境 想再见玉王 也不容易 霍童把情况说了一下 李正这边立刻挑选了人 两人一组 每天分两组人去 轮流值班 等把事情安排妥当 个人暂且休息一天 村民各自化好休息的地 藏在山洞里 就可以躺在地上 放心无惧地睡上一觉了 等到了天黑 霍童让村里的女人 先去水源那边洗个澡 等女人回来后 再有男人去洗 全都一身臭汗 全窝在这洞里 也是要熏死人了 九月的天气 山里的气温到了夜间 也带着了凉意 沐浴过后的霍童走到崖边 远远地 就见少年在练剑 霍童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 静静地看着他 月色如水 洒在少年的身上 玄铁剑冷若冰霜 一朝一世 竟有着气冠长红之事 那一瞬间 仿若月色也在他面前试了光滑 清风掠过他的发 他凌空翻飞 轻之灼然 霍童看着他 渐渐湿了神 浑游向外 不知何时 墨北快步来到他跟前 唤了他一生 霍童回过神来 墨北道 时间不早了 你去睡觉吧 他还想再练一会儿 又怕他一直在这儿会累 会困 霍童点点头 站了起来 他确实困了 昨天杀了两只虎后 都没睡好觉 等他回去后 村民全都进入了梦乡 时不时还有人打着呼噜声 唉 这些呼噜声 还好他听习惯了 霍童来到墨北 为他搭的小帐篷里躺了下来 在所有的村民中 也只有他家有小帐篷 躺在帐篷里 霍童慢慢合上眼 山洞之外 有位少年还在练剑 直到累极后 他回到山洞里后 挪了块石头 把洞口堵上 躺下后 本以为会是一夜好梦 结果梦里梦外 全是那套剑法 一日 天大亮 村民都陆续起来了 有准备早饭的 有到洞外活动一下筋骨的 霍童瞧了瞧 躺在地上睡得香甜的墨北 没喊他 这一路上 大家早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困急累急 就是老虎来了都不行 霍童喊上 被安排值班村民 去山崖边看了看 给他们指着下面道 看见没有 若有人从这里经过 就能看见 豫王若回来 一定是带着许多的车队人马的 就会特别地醒目 只要人在这里常看着 就一定会发现 几个村民探头望下看了看 保证一定在这盯好了 等安排完这边的事情 霍童也就回去了 墨北在村民杂草的声音 醒了过来 洗漱过后 王室这边也把早饭给做上了 一家人围着喝了些粥 吃了些饼后 墨北和霍童打声招呼后 就提着剑出去了 山洞的墙上虽然写了字 奈何许多村民压根不认识字 像李正这样的认识字 也不会去注意墙上的东西 即使注意了 也没有兴趣研究它 武学这东西 想要学要趁早 他一把老骨头了 也学不动了 闲来无事 霍童喊霍阳几个小子 跟他去砍了些竹子或树回来 木匠李高桥他 带着这么多的东西回来 问他要做何用 霍童说 做些木剑 练练手 李正一听这是好事 忙道 霍娘子 这是要让村民 跟着墨北一起练剑吗 他已经看见 墨北在不远处独自练剑 瞧起来有模有样的 霍童的本意 是想带着自家人 跟着墨北练剑的 听村长这么说 他只好点头 木匠李高大为高兴 这下他有活干了 立刻喊上他的两个儿子 过来帮忙 李正这时 把年轻力壮的男人 都叫到跟前 和他们说 从现在起 你们都跟着墨北一起练剑 一来强身剑体 二来敌人来了可以御敌 村里的男人都非常乐意 由木匠一家帮忙 木剑很快成型 霍阳先得了一把木剑 他高兴地道 六六 等我练好了绝世武功 我保护你 就不用他冲在前头卖命了 后来 就连礼防 任成这样的小孩子 都加入到练剑的队伍中了 本是独自练剑的墨北 就成了他们的教头 大家这才发现 他手里的剑不一般 霍阳问他 墨北 这哪来的剑 剪的 怎么什么好东西 都让他剪了去 他也想剪一把真剑 这木剑 杀不死人的好吧 这一天 村民依旧跟过了年事的 都很高兴 一来是年轻人有事干了 全都斗志昂扬起来 霍童这边 也跟富人们找了一些事干 他让富人们去挖竹笋 踩磨过 一筐筐不要钱的竹笋磨过 就被带了回来 村民有吃有喝 时不时还会被霍童 从空间里扔出一只老虎给他们 躲在山里的日子 因为少了野兽的攻击 渐渐地也变得有滋有味起来 看着村民和霍童家打成一片 赵老太家这边极度地抓狂 只能拍自己的孙子 也跟着村民一起练剑 打入内部 和村民们搭上关系 他也厚着脸皮 带着家里的女眷 来巴结霍童道 六六呀 这一路走来 多亏了你 我们才能活着走到这里 赵老太也放低了姿态 讨好的道 六六 以前的事 你就让他过去吧 霍童正坐在一块石头上 六六也忙道 六六 你看你奶奶都来求你了 难不成 你还非要奶奶给你跪下磕头 求你才成 二儿媳妇也忙道 是啊六六 你就别和你奶奶生气了 我还有事 霍童站起来走了 他才不相信 连亲孙女都能卖的人会忽然变好 赵老太一看就是个恶人 面相刻薄 木带贪婪 不知道又要算计什么 他若如果是忽然变好 定也是有所图谋 霍童把腿就走 气得赵老太干瞪眼 大二媳妇悄悄道 娘 还是算了吧 人家根本就不愿意理咱们 二媳妇也小声道 娘 由她去吧 反正咱们就跟着村里的人 只要咱们不再说她坏话 别人也不会吧 咱们怎么样 赵老太气道 你们懂个屁 这段时间他早就看明白了 他清楚地知道 霍童不是他原来的孙女了 他脱胎换骨 犹如神柱 桃荒的路上 虽是多灾多难 因为霍童也是浮运不断 他想把霍童紧紧地抓在手里 也好给自己家里带来好福气 奈何这丫头软硬不吃 赵老太只能甘生气 眼睁睁地看着别的村民 得着他的庇护 每天有吃有喝 不要太快活 这些村民 明明和他没有半点血缘关系 他们凭什么 靠着他家养大的孙女 有吃有喝 彼时 霍童已转身跑远了 靠山吃山这话是不错的 他打算再到处瞅一瞅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可以让村民们摘 山里果子多 有毒的也多 因为不能分辨哪些可吃 哪些不可吃 对于不能分辨的果子 村民们也不敢贸然下手摘 是要经过他的辨认的 霍童在山里转了一圈后 又绕到了那个小屋外 远远地就听见情声悠扬 情声虽好 他莫名就从里面 听出一种淡淡的伤感来 想也知道 一定是因为不良于行 才会闷闷不乐的 霍童跑到院外看了看 冲里面的人喊道 你的腿什么时候瘸的 要不帮你看一看吧 这人虽然透着古怪 敢隐藏在这深山之中的 定然也不是一般的普通人 他还是挺好奇的 情声戛然而止 那公子看了过来 有些意外他还在这里 你是谁 在这干嘛 有人忽然喝一声 霍童回头一看 就见一个仕童 背着个竹篓走了过来 霍童瞧了一眼 这位凶巴巴的仕童 道 路过 院内的公子忽然道 齐宁 带他进来 仕童听了主人的吩咐 盯了霍童一眼 这才道 跟我进来 他走到门口 叮咛霍童 跟着我的脚步走 否则 被案件弄死 可没有会救你 霍童跟着他的脚步走 发现他走的是一个八卦阵 这院子 还真不是普通人能进来的 坐在轮椅上的公子 清冷的目光落在霍童身上 身在这百兽山 至今还安然无恙的人 想必也不是普通人 公子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他一个逃荒者 名字也并非不可 对人言 索性就相告了 霍童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人家都问他两个问题了 本着礼尚往来的原则 霍童不答 先问 你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你说你是大夫 你拿什么来证明 你自己 霍童道 你的两条腿端的时间 有三个月了 骨头粉碎 看起来是好不了了 他画风一转 如果我给你 动个手术的话 你的腿 还是有机会站起来的 不过 我看你这样子 也是不会相信我的 我就不多管闲事了 画完 他转身走了 大摇大摆地 走出了他的八卦阵 身后的侍童正了正 没想到他只走一遍 就记住了 侍童盲问 公子 这是什么人 公子道 不知道 跟上去看看 侍童放下竹篓 立刻跟了上去 霍童回去的矫程 就快了许多 主要是天晚了 他要是回去晚了 一帮村民又要担心了 至于身后跟着他的人 他仿若不知道 警惕心还挺强的 可以理解 带他回去 墨北 霍阳 以及村里的一些人 已在洞外张望了 一瞧见他回来 就忙一个个的 把话传了下去 霍娘子回来了 霍娘子回来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是来巡回演出的 墨北这边也快不赢了上来 一把拽住他的手臂问 你去哪儿了 瞧把他担忧的 霍童心里柔软 道 我到处瞅一瞅 看看有没有野果子野草可以吃 既然没事了 李正也招呼大家 进去吧 全都进去吧 大晚上都不要乱跑 免得把野兽引过来了 一众人进去 李正这边招呼青年小伙子 过来把洞口给封上 他们就可以安心在洞里吃吃喝喝了 一路追着霍童过来的侍童 骑宁 趴在洞口听了听 透过石凤巷里面看了一会儿 最后回去复命了 这明显就是一帮逃难的村民嘛 待到吃饱喝足 该睡觉的就睡觉了 许多人跟着墨北练了一天的剑 也是累极 倒地就睡了 霍童这边也躺帐篷里睡了 倒是墨北又悄悄起来了 借着月光 他仿若不知疲惫 又练了两个时辰的剑后 这才回去歇息 等他躺下进入梦里 在梦里又是练了一夜的剑 直到天亮 一日 霍童早上的时候 又从空间里甩出一只老虎 让村民分了吃 村民们和往常一样 有杀老虎的 有去悬崖边坐着等着盼着的 有跟着墨北一起练剑的 有跟着霍童一起去挖竹笋摘野果子的 也有富人去溪水边留衣上的 这样的生活过了三天 那位仕童也来这边偷偷摸摸地看了三回了 这天 到了下午的时候 仕童骑宁过来找霍童了 霍童大会正躺在一块大石头上 晒着山里的太阳 吹着山里的风 一脸慵懒 坐在地上休息 齐宁走到他面前道 霍娘子 我家公子请你过去一趟 没空 没看我正忙着吗 现在是他们有求于他了 他得摆一下架子 可他明明没忙 正躺在石头上歇着 跟个猫似的 霍娘子 仕童站在石头下 看着他在喊 霍童忽然就从石头上站了起来 手里拿着一根木剑 他练剑 虽然说传男不传女 他比话两下子怎么了 他又不学 仕童看了看他 只好先回去了 带他一走 霍童就躺下来 继续晒太阳了 脑袋枕在手臂上 跟着那边有节奏的练剑声 哼上一首自己胡编乱造的小曲 过了一刻钟的功夫 守在悬崖边的两个村民 忽然就跑了过来 慌慌张张地喊 霍娘子 大事不妙了 霍童忙坐了起来 道 有话慢说 发生什么事了 峡谷下面有好几个人攀上来了 是不是官兵 从那里爬上来抓我们了 霍童眼睛一眯 当机立断 传下去 大家速度撤回洞里 两人立刻把话传下 转瞬之间 所有的村民都跑回了洞里藏着了 霍童把洞口拿石头和堵好 外面又拿一些草挡了一下 这里本来青草茂盛盛 现在因为村民来来回回走的次数多了 青草都被猜死了不少 待把洞口隐藏好后 他和墨北趴在洞口处 听着外面的动静 果然 过了一会儿 有许多的脚步声 朝这边走了过来 有人大声指挥着 把这些石头全都移那边 只见有黑衣人往这边走了过来 两两的到处都搬石头 身为他们的指挥官 来来回回地指挥着 躲在山洞里的村民 大气不敢出 霍童和墨北悄悄对视了一眼 他们都想起 之前峡谷惨案 就是有人在崖上扔石头 这伙人如今来到这崖上搬运石头 是想要害哪个 用脚趾头想也知道 一定是有了不得的人物 从此经过 这伙人怕百兽山的野兽 不敢贸然进山 才会大费周折地 从这里攀上来 这里的地势最低 攀爬的一处 霍童拽着墨北悄悄离开了洞口 往洞内走了走 巧声道 小北 我忽然有个大的猜测 你说这些人把埋伏设在此处 是不是为了等御王经过 墨北道 有可能 李正忙迎过来巧声问 霍娘子 外面现在是什么情况 霍童把知道的说了下 李正惊道 这些坏人 一定是要在此干坏事了 霍娘子 咱们要怎么阻止他们干坏事 想当初 他们村的人一出山 就在此死了不少 李正痛恨这些人 直觉全是坏蛋 须于 霍童道 等我先看一下 他们有多少人 在此之前 你们全都在这里待着 不可靠近洞口 免得引起这些人的觉察 他这么交代过后 又跑到洞口 去趴着了 透过石头间的缝隙 可以清楚地看见 外面人来人往 他们这是想要把周边的石头 全搬空吗 过了一会儿 墨南 墨北 也都要趴过来看 被墨北赶走了 主要是怕他们一不小心 把石头给推倒了 那些人为了事情不被败露 一定会杀人灭口的 那些人在外面搬着石头 霍童和墨北这边 就坐在洞口等着 他们一直搬到傍晚上 总算停下来了 天黑 村民们在洞里 连火都不敢生了 只能吃些干粮充饥 洞外的人 也有干粮可以吃 趁着夜黑 霍童这边悄悄把洞口打开 和他墨北 捏手捏脚地出去了 两人来到外面巡视一番 霍童一眼望去 就在山崖之处 黑压压的一片 人数多达七八百人 其中有位首领 正在大声说话 这次的任务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只要目标出现 不惜一切代价 取他性命 黑压压的人头一口同声 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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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童拽着墨北 又悄悄回去了 洞内一片黑暗 大家是连火都不敢点了 霍童回去 和李正转下话道 对方的人数在七八百人 甚至更多 让大家早点歇息吧 李正把话传下去 村民一听 外面进来了这么多的坏人 全都吓得大气不敢出了 他们村总共也就五百人左右了 都不够人家看 交代过话的霍童 也进了自己的帐篷躺着 过了一会儿 他悄悄喊 小北 帐篷外传来墨北轻轻的回应 我在 你过来 墨北起身 悄悄来到他帐篷里 带他进来 霍童把帐篷和岩石 巧声和他道 小北 明天这事 我们两个 两人悄悄一番密谋后 等天亮 一日 天微亮 霍童和墨北悄悄出了洞口 一众村民也是一夜都未睡踏实 这回全都睁着眼睛看着他们 霍童和墨北悄悄前出洞口 借着茂盛的草木为掩护 两人一步步往前挪 随着天亮 守在这儿搞突击的黑衣人 也都起来了 他们也依旧是干粮冲击 大部分的人潜伏在石头后面 留下十几个人站在崖上巡视 监视着前方下面的动静 站在这崖上 可以跳往到很远的地方 有人拿着千里眼向下看了看 过了一会儿 就听那人大声报道 头 来了 首领立刻道 准备 所有的人都潜伏在石头后面准备 只待有人经过 这里的石头就会被扔下去 霍童和墨北这边也准备好了 两人潜伏在草丛中都搭上了冲锋枪 霍童正悄悄地教导墨北如何使用 墨北点头 表示懂了 又过了一会儿 只听那边传来一声 杀 被堆在悬崖边上的石头给扔了下去 与此同时 身后也传来了突击声 悬崖边上的人连同石头一起滚了下去 震惊了站在悬崖边上突击的一众黑衣人 那首领立刻寻声找了过来 冲着发生的地方奔了过来 很快就被霍童给秃秃了 悬崖边上的人伤亡惨重 瞬间大乱 有人大声喊道 这边有人 你们跟我过来 抓住他们 有人冲了过来 只是还没有冲过来 就又被秃秃了一片 与此同时 悬崖之下也乱作了一团 数十个石头瞬间滚落下来 把道路堵住 一众人马被迫停了下来 马车里也有人走了出来 果然是玉王和魏军灵回来了 两人拔了剑就要迎战 就见悬崖上不但有石头滚下来 还有成群的黑衣人落下来 随着他们从上面落下 立刻摔了个粉身碎骨 众人震惊 意外 玉王和魏军灵迅速奔了过去 去检查死者的尸体 许多人的背后 是直接被打了一个洞 这个洞 他们并不陌生 在盐框的时候 吕都督的身上 就被打了这么一个洞 最后从里面取出了一个义务 至今 他们也不知道 那打在吕都督身体里的义务是什么 看见这洞的时候 玉王道 霍娘子在上面 魏军灵 上面有埋伏 玉王 被霍娘子发现了 由此 他也瞬间推断出 霍娘子并没有入城 可能就住在这上面 依旧有石头和尸体 不断地往下落 也有人抓着绳子 就往下攀 魏军灵取了自己的弓箭 射向他准备攀下来的人 玉王这边也下令道 备战 敌方的人数多达八百多 或者更多 霍同和墨北两个人 再怎么秃秃 也没有办法 瞬间把人全部干了 在敌方发现异常后 也立刻带着人 向他们这边包围过来了 霍同和墨北再藏不住 而且 冲锋枪里的子弹 也被打光了 来不及装弹 霍同和墨北起身 就冲了出去 墨北拔了自己的玄铁箭 霍同取了自己的军刀 随着两人冲出去的时候 墨烈户带着两个儿子 还有一些村民 大喊着冲了过来 大多数的村民们 手里没有杀人的工具 要么就是棍子 要么就是竹子做的剑 或木剑 霍同大惊 谁让你们出来送命的 回去 都回去 在他的叫喊声中 村民们反而义无反顾地冲了过来 大声喊道 霍娘子 我们不怕他们 这么多的坏人 他们若是 在躲着不帮忙 霍娘子 只怕也是难抵重敌 村民虽然英勇 奈何到底是一帮手无寸铁的村民 有人当场就被冲上来的黑衣人 捅了一刀 霍同大喝一声 杀气腾腾 手中军刀 瞬间沾满了鲜血 墨北手中的玄铁剑 也发出冰冷的寒气 所到之处 倒下一片黑衣人 墨烈户带着墨男 墨西两个儿子 拿着刀一样 凶狠地迎上敌人的刀 霍娘这会 也举了一把破刀 大喊大叫着冲了出来 村里身强力壮 能打的村民 都被李正喊了出来 没有兵器的村民 急忙捡了敌人的刀冲了过去 仕同齐宁过来的时候 瞧见的就是这一幕 满山的尸体 一帮手无寸铁的难民 对上一帮训练有素的杀手 姑且称之为杀手 许多村民 当然是讨不到便宜 仕同齐宁 眼神微微冷了几分 他家的公子 在知道霍娘子不愿意再来时 就派他再过来请人 他本事决定了 要三顾茅庐的 万没想 这里发生一场杀戮 仕同齐宁看了一会儿后 刷得抽出腰间的软剑 飞身掠过 在剑气中 软剑是属于高男型剑术 这软剑不同与别的兵器 不适合砍语刺 但可以割 挥动起来 可以像鞭子的速度那样快 让人防不胜防 瞬间 数位黑衣人咽喉 被割断 扑倒在地 软剑就是靠割断颈动脉杀人 一般的盔甲 都不护到脖子 何况这些人也没带盔甲 片刻之间 山崖上死尸一片 还余下的一帮黑衣人 一看情势不妙 把腿就往山崖下撤了 他们顺着下面的藤绳 就划了下去 霍童漠北这边 跑过去 挥了军刀一通砍 随着藤条被砍 刚划下一半的人 惨叫着坠落下去 山崖边终于安静下来 黑衣人全被杀了 齐宁驰着鲜血淋漓地 见过来道 霍娘子 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霍童还不能证实 下面的人就是豫王的人 直到 下面有人经过 这帮人再次商量着突击路人 刚好被我们听见 齐宁有些疑惑地看他一眼 这也太爱管闲事了吧 他当然也有猜测出来 经过的人恐怕不是普通人 霍童转身回来道 所有受伤的人都抬回去 李正盲让村民 帮着把受伤的人抬了回去 霍童带着村民回了山洞 他把药箱拿了出来 墨北 霍阳 墨南 都从他这边要了药 轻伤地由他们帮着上药 包扎一下 齐宁跟过来看了看 瞧了瞧他的小药箱 确认他真的是大夫 要怎么做 我来帮你 他还要把人请到公子面前 能帮的都会帮 霍童把药盒不给他 让他给轻伤者包扎 有几个伤重的 伤在了胳膊上 霍童给缝了针 又死了几个人 霍童这边迅速给把伤口处理好 让村民好好照顾着 若有人发热 就给吃他留下的药片 他要下去看看 下面的人是不是豫王 霍童出去的时候 墨北紧跟着他一块去了 齐宁也忙跟着他道 霍娘子这是要去哪 到下面看看 他抓起一根绳子试了试 这些人为了从这里迅速下去 再次绑了不少的绳子 霍童抓了一根滑了下去 上面的人怎么可能会 老老实实地等在此处 墨北和齐宁立刻跟着他一块下去了 三人各拽着一根绳子往下坠 此时 崖下也安静下来 一眼望去 横死遍野 有敌人的 也有豫王这边的人 尽管霍童这边 已在山崖上做了突击 奈何敌军人数庞大 也没有办法瞬间把人全突突了 其中有一大半的人数下了崖 和豫王的军队 展开了一场杀戮 豫王这次回来的时候 是押送了大量的财宝 在燕州一带 都督全部被抄家 三家的财富被他抄了回来 为了把这些财富安全押送回帝都 他又从各州 调派了一千人的军队前来护送 据说 豫王所带的军队 在镇灾的路上 遇着成千上万的流扣 交战之下 也曾死伤惨重 后来在玉矿那里 被吕都督射击 几乎要全军覆灭 如今要押送千万的财富回京 就得从别的州城调动人马来押送 随着霍童这边从崖上下坠时 豫王和卫军灵那边也发现了他们 卫军灵举了弓箭响射 看了看又收了回来道 豫王 是霍娘子下来了 豫王自然也看出来了 他快步迎了过去 三人安全坠落到地上面 霍童快步迎来喊 豫王 卫公子 豫王道 霍童 你又救了我们一次 霍童 你们平安就好 他还指望他把村民安顿下来呢 豫王瞧他风尘仆仆 脸上的血迹也未损他半分颜色 明明只是一个小女孩子 她的肩膀上 却要担负着一个村的责任 你们还没有落户吗 虽然知道肯定是这样子 豫王还是在确认一下 霍童点头 我虽拿了你的令牌 他们非说是我捡的 他把城门发生的事情说了一下 豫王听在耳中 面上染上一丝利器 很难不生气 道 霍童 你们先在此再住上一晚 明天一走 本王亲自来接你们 你带着村民 在百兽山下与我会合 好 到此 霍童远路返回 豫王抬头看着三个人 跟猴子似的 瞬间就爬到了顶端 他眸色沉了沉 转身 让下面的人重整军队 出发 回去的路上 豫王这次选择坐在了马背上 面色冷峻 离帝都不过二十里的路程 居然有人胆敢埋伏再次突击他 这是有多不想他回去 那乡 霍童回去后 也把豫王的消息带了回来 等到现在的村民 听说了豫王明天会来接他们的消息后 不少人哭了起来 他们盼到现在 就未等一个安定 现在 终于有了着落了 可刚刚又死了好几个人 大家也难过 齐宁站在洞内看了看 没再说什么 转身回去禀报了 搞到现在 大家都没好好吃上一顿饭 霍童吩咐村民 把饭做上后 又喊了一些人 跟他去处理满山的尸体 那时 豫王的人马 也进入了繁华的帝都 大开的城门 谁还敢再来 秋风袭袭 一眼望去 路旁的桂花开了 芳香扑面来 鲜红的红叶红火红火 一路都是优美的风景 繁华的帝都车水马龙 一座座青砖红瓦房平地儿起 街道两侧 是数不尽的珠宝丝绸 酒楼客栈 胭脂水粉等商铺 怎么一个琳琅满目了得 小摊贩上传来叫卖吆喝声 讨价还价声 贵气的公子老爷 风流倜傥地逛进花楼 一掷千金 人生顶废 豫王的人马 直达金碧辉煌的皇宫 前去面圣 人到中年的皇帝 快步迎了出来 看着宫殿被摆满了箱子 箱子打开 里面全都是金银珠宝 这趟燕州之行 他从三位大贪官府中 没收的财富 直接把皇帝的国库填满了 皇帝愤怒三位大贪官后 也是高兴地 忙把人往殿里请 一边道 辛苦玉帝了 朕总算把你判回来了 皇帝如同老父亲般 语重心长 道 这次回来之后 你哪也不要去了 给朕好好在府上待一段时间 把你的亲事给定下来 24岁的豫王 是被皇帝抚养长大的 皇帝带他如同儿子一般 豫王也不负这份恩宠 16岁的时候 就开始周游列国 见多识广 也看尽天下疾苦 从而立志 要为皇兄守稳了这天下 为了这天下 他常常一走半载 这婚事 就给耽误下来了 豫王道 皇兄 说些正事 皇帝 你的婚事就是正事 豫王 这次 我能平安回来 多亏了一位姑娘 多次出手相救 一听说这位姑娘多次救了她 皇帝来兴趣了 和我说说这位姑娘 豫王 说来话长 我就从荆州开始说起吧 皇帝让他说 一瞧魏军林还站着 摆了摆手 愣着干什么 坐呀 魏军林也就坐了下来 豫王从荆州说起 说到烟城盐眶 说到峡谷之下 皇帝一边听着 一边满意地点头 评价 其女子 该赏 回头赠就赏她黄金白两 豫王 皇兄 我的救命恩人 现在正被挡在城门之外 被赶进了百兽山 皇帝怒 大胆 谁干的 谁干的稍后再去计较 现在他把全村的难民 都带过来了 就指望皇恩浩荡 能给他们一个安身之处 说了半天 原来是为人家求帝的 皇帝也就道 既然是你的恩人 这是你看着办就是了 这边正说着话 就见皇后和一众皇子进来了 皇后端的是一派的雍容华贵 微微含了笑道 豫王你可是回来了 你不在的日子 皇上是天天念叨 豫王行礼 皇嫂 七皇叔 前来的皇子 都恭恭敬敬地行礼 豫王目光淡淡地 扫了一眼众皇子 点头向陛下又行了一礼 道 臣先告退 随着人都离开 皇帝目光也落在了众皇子身上 沉声道 其他人都退下 皇后和太子留下 其他人莫名其妙 还是忙告退了 被留下的太子 也一脸诧异 道 父皇 啪的一声响 皇帝手中的茶盏摔了出去 怒道 逆子 谁给你胆 竟敢向你七皇叔下手 太子吓得腿上一软 跪了下来 父皇 您在说什么呢 皇后也吓得赶紧跪了下来 哆嗦道 陛下息怒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刚才豫王 说到霍童救他之事 说到了峡谷之下 他遇着了埋伏 被数百人截杀 在这帝都之内 敢截杀豫王的 想他去死的 除了太子 还会有谁 豫王自幼在他西前长大 除了没有给豫王太子之位 能给的他都给了 豫王也不负他的恩宠 为了稳固他的江山 他把自己的亲事都耽误了 对于这位弟弟 皇帝是心疼的 可他没想到 竟会引来太子的嫉妒 皇帝稍微平复一下 内心的怒意 指了指太子 道 你以为你不承认 就可以脱罪吗 朕能想到 是你 豫王就想不到是你吗 身为储君 你满脑子这有嫉妒吗 你看看 你这些年都干了什么 轰轰烈烈的事 再看看豫王又做了什么 太子一脸震惊又受伤地看着他 双眸染红 道 所以 父皇连查都没查 就已认定 是我向七皇叔下的杀手吗 在父皇的心里 我就是这么一个冷血无情之人 因为极度 丝毫不顾念血肉之轻 既然如此 父皇何不费了我这个太子 直接立妻皇叔 为储君不更好 言罢 他站起来就跑了出去 直气的皇帝又摔了一下茶盏 不论哪一国 立储都是立敌不立术 立长不立贤 身为敌长子 从一出生就注定了他的身份 皇后吓得瑟瑟发抖 哭道 陛下息怒 陛下息怒 千错万错 都是臣妾的错 是我没有教导好太子 求陛下降罪于臣妾 臣妾甘愿受罚 皇帝闭了闭眼 气得头疼 帝都的上空 晚霞已满天 等满天星光 穿越茂盛的树木 普照百兽山时 山洞之内的村民 已歇了下来 山洞之外 霍童坐在一块石头上 看着前方的少年 墨北还在练剑 霍童看了他一会儿 换他 小北 少年收了剑 走了过来 霍童递给他水袋道 你不累吗 歇会儿 他仿若不知疲惫似的 除了睡觉 都在练剑 墨北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接过水袋喝了几口水 道 是有些累了 所以 他脑袋一歪 靠在他腿上了 霍童正了正 抬头望天 道 明天 我们就可以离开这儿了 墨北恩了一声 轻声回应他的话 想起以后的生活 霍童又觉得充满了力量 看着躺在他腿上的少年 霍童轻轻伸手 触碰了一下他的脸 即使是风餐露宿 也丝毫没有折损他的容颜 在他灵泉水的滋养下 他每天都在变得更好 被碰到脸的少年 乖巧地跟着奶狗似的 在他手上蹭了蹭 有他的地方 不管在哪里 都会让他觉得心安 他现在不知疲惫的练剑 只是想让自己 变得再强大一些 总有一天 他也可以保护他 他不要他一个人孤军奋战 一日 天亮 村民们用过早饭 收拾包袱 出发前 他们来到山崖处 那里有村民的尸体 他们是来告别的 他们就要离开了 有些村民 却被永远地留了下来 人群中 有人低声抽气着哭 被埋葬在此的 是他们的亲人 霍童带着村民 鞠躬行礼后 离开 在柏兽山的出口处 也被堆起个坟墓 那里 埋葬的也是 与他们一起翻山越岭的人 本以为出了山就是希望 没想到 他们丧命在峡谷下 村民们跟着霍童 再一次前来鞠躬行礼 告辞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 出了柏兽山 绕过峡谷 走向帝都 远远地 就见有人侧马来 果然 玉王带着差役亲自过来了 他翻身下马 霍童营上去 拱手 行礼 玉王 村民们也不会知道 该怎么行礼 全都拱手行 并不标准的礼 玉王瞧了一眼 他身后的人 道 这么多的人 没办法全部落户到一个村里 要给你们分开落户 李正忙道 玉王 我们要跟着霍娘子 霍娘子去哪 我们就去哪 其他村民也急忙表态 他们绝不和霍娘子分开 玉王微微一正 也是没想到 竟是这样子的情况 霍童前去他们村 也没有多久 竟感情深道 非要跟着他走 意外之后 玉王又觉得欣慰 这样的女子 确实有本事 让人死心塌地地 跟着他走 一旁的差异忙道 玉王 他们这人也太多了 没这么大的村子 给他们落户 是真的没有 是真的很让人为难 玉王想了想 如果你们非要全部在一起 只能给你们画一个新地 你们重新开荒 重建家园 这样会很辛苦 李正道 只要和霍娘子在一起 怎么样都可以 玉王看向霍童 等他表态 霍童点点头 道 可以 就照他们的意思 和这些村民 也算是同生死 共患难过了 霍童也愿意 和他们在一个村 继续生活 玉王对差异道 距离帝都不要过远 给他们在五十里之内 画一块地 近一点 方便村民将来入城 做点小本生意 养家糊口 差异灵机一动 道 玉王 百兽山方圆十里都没人住 这里可是靠山靠水的好地方 您看 把他们都安排到这儿如何 玉王冷言 把你安排到百兽山 你看如何 差异下的一斗 忙道 玉王 不要说方圆二十里内 没有合适他们的地 就是八十里内 也找不到一块合适他们的地 除非他们愿意分开 全部落户到别人的村 帝都是什么地方 是天子脚下 寸土寸金 早已住的人几人了 玉王想从帝都方圆五十里内 画块地给这些难民 他从哪找地 所有的地都被分完了 就算还有什么地 也是在他们王侯将相手里握着 百兽山这块地一直无人要 是因为山里野兽太多 有些大胆的野兽 会从山里跑出来伤人 正在为难间 霍童忽然道 玉王 我们就住在百兽山下 玉王还替他担忧 道 山上常有野兽出没 若将来闯入村庄 会很危险 霍童 不怕 从他拿了玉王的令牌 还能被驱赶开始 他就知道 玉王也不容易 依然有人与他作对 便也不想他为难了 李正一咬牙 附和 对 我们不怕 其他村民也一咬牙 不怕 现在能给他们个容身之处 他们就很知足了 这一路见着的兽多了 现在不过是住在山下 有什么好怕的 玉王想了想 点头 道 先去看看这块地 他行在前头 霍童一行人跟上他 玉王把他们带到百兽山下转了转 指着远处到 这方圆石里都无人居住 你们若要这块地 一切都要从头做起 要开荒 要建房 所以 即使这样子 你还愿意留在百兽山吗 霍童道 不错 他们村的人住在这儿 足够了 既然他们没有意义 玉王对差一道 把一切相关手续 都给他们办好了 差一应下 道 你们都跟我来 他要给这些人 把落户在此处 一家家地过来上报 登记 玉王瞧了一眼 都跑去登记的村民 打了个手势后 他身边的亲信 抬着个箱子上前 玉王道 这里面 是黄金一千两 白银五千两 都是陛下对你的赏赐 他刻意在村民 都去登记的时候 说这事 也是不想村民 眼红这些赏赐 霍童一正 当然明白 定是玉王在陛下面前 为他美颜了 忙道 谢陛下赏赐 谢玉王抬举 这些银子来得太及时了 简直是雪中送炭 要重建家园 得投资不少的银子进去 玉王道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你尽管开口 霍童道 等我想到 就告诉你 这边正说着话 就听那边有马车 得得得的过来了 玉王回头看了一眼 就见马车上挂的牌子 是静安侯府 这是静安侯府的马车来了 果然 待马车停下 就见魏军林 从马车里出来了 一块出来的 还有魏子凤 魏子苏 魏子苏下了马车 就直奔过来了 招着小手呼唤道 师父 师父你终于来了 魏子凤跟着快步过来 眸中难言喜悦 见玉王也在此 他忙先行了一礼 若非魏军林相告 他还不知道 霍同人在这儿 再次相见 霍同也一样高兴 伸手摸了摸紫苏的小脑袋 笑着对子凤道 子凤 等我家建好了 请你过来玩 现在家还没建好 朋友来找他 他连个招待的地都没有 魏子凤尚且不知道 这块地 画给了清泉村的人 问道 你这是要住哪儿 霍同笑道 就住这儿 百兽下这块地 现在归我们村了 魏子苏震惊 道 师父 这里什么也没有啊 何况 那后面是一座百兽山 这也太可怕了 霍同倾笑 道 很快就有了 我们村这么多的人 建设起来也快 说起这些事 他面上流光溢彩 好似美丽家园就在眼前 明明就是一个逃荒的难民 可在场的人 谁都不会轻视他 魏子凤盲道 霍同 银子的是请你 不用作难 我就把银子送过来 一定帮你把家建立起来 魏子苏挠头 道 师父 我也想帮你 但我没银子啊 他只是一个小孩子 出门在外 连个钱袋子都没带过 需要买什么 吃什么 自有人打点了 霍同笑着摸摸他的头 心里是感动的 知道 等需要了 我再向你们借吧 豫王对自己的亲卫吩咐道 冷丧 去把万管事的带过来 让他在这盯着点 听霍同拆遣 护卫应下 领兵去了 魏子苏忙又道 师父 要不你这段时间去我家住吧 等你家房子建好了 你再回来住 霍同笑道 我得在这盯着山上的兽 免得他们趁人睡着了跑下来 魏子苏只好作罢 又好奇地问他 这边说了一会儿话 豫王没在久留 和霍同告辞 魏子凤也就和霍同告辞 打算回头就把银子送过来给他 魏子苏挥着小手 依依不舍得道 师父 我一定会再来看你的 等回府 他一定得想办法 和爹娘遍些银子 帮助师父重建家园 霍同目送他们离开 霍阳和墨南几个小子 趁机把装有财富的银子都盖了起来 免得村民看见起疑心 村民还在官邑那边登记 做过登记的礼 正过来道 霍娘子 我们现在做什么 霍同 既然这片地画给了我们 现在我们来好好想一想 这块地要怎么利用起来 怎么建设才会更好看 李正 霍娘子 我们听你的 霍同 你们现在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忽然让他们亲自来设计这块地 村民们脑子里还真没头绪 霍同又道 这里是帝都 物价也高 要在这建设房屋 需要一笔不少的银子 我的想法是 现在各家能出多少银子 就出多少银子 先看看能筹到多少的银子 每家出多少的银子 都上报给李正 李正这里全都记个数 村民都同意 这就要拿银子给李正 李正道 先进城 把需要用的东西都买一下 等下午 再统计 霍同 这段时间 大家还要在外面继续封餐露宿一段时间 你们也都买些帐篷用用吧 天气会渐渐转凉 也不能老睡在外面 若是下雨了 会更麻烦 至于他们家 有现成的帐篷 霍同把要买的东西安排下去 各家就派了一个代表进城了 银子村民是有一些的 毕竟当初跟着霍同大赚过一笔 就是李正家的银子太多了 发水的时候拿不动了 不得已给扔了一箱 现在想起来 李正的心还是疼的 霍同这边 也派了墨烈户进城去买东西了 墨南和墨西想进城看看 就跟着一块去了 等把人派出去后 该做饭的妇人就直锅打火 趁着没人注意 霍同把豫王带来的两个大箱子 都扔自己空间里了 做完这事 他去检查了一下几个村民的伤势 大伤小伤 在他的药下都恢复得挺好 正在这时 墨文革大惊小怪的跑去喊他娘 娘 咱们家的箱子呢 箱子不见了 他还没见过黄金呢 刚想去看一看 就发现箱子不见了 王氏嘘了一声 道 别大惊小怪的乱嚷嚷了 丢不了 可箱子明明不见了啊 他怎么能不急呢 王氏和他说不清楚 就不和他多说 墨文革急得去找霍同 拉着他到一边巧声说 豫王刚送来的银子 全不见了 飞不了 霍同走开 继续去看村民 墨文革还要在上前说话 被走过来的墨北拉开了 这一个个的 怎么就不急呢 墨文革急得跺脚 那时 随着魏军林家的马车停下 兄弟三人进府 就听传来一声 中气十足的声音 哎哟 我们家的大学士终于回来了 是魏军林的奶奶 汤老夫人的声音 他率领全府的人 出来迎接了 就在今天早朝 魏军林被封了东阁大学士 他这是出门一趟回来后 从汉林院的六品修传 这时期的大学士 就相当于皇帝的顾问 秘书 决定权还在皇帝 在景国 最高官职是首府 赐府 协助首府 地位仅次于首府的大学士 内阁大学士为郑无品 现在的内阁也就七八人 被封了大学士的魏军林下朝后 都没来得及回府里说一声 就直接带着在府门口 左顾右盼的魏子凤 和魏子苏去找霍同了 是他昨天从宫里回来后 主动相告魏子凤 关于霍同的事情 还答应了他 今天可以带他去百兽山找他 本来对他爱答不理的魏子凤 这才愿意与他说句话 主动带着魏子苏府外等他 魏军林在众星捧月中进了厅堂 魏子凤则趁机跑回自己院语了 他把自己装银票的木匣子抱了出来 打开匣子 数了数自己手里的银票 最后点出一万两的银票 塞在了钱袋子里 打算吃过午饭后 就去一趟百兽山 把银票送过去 到了下午的时间 等村民都吃过饭 李正坐下来 让村民们上报自己家能出的银子数目 霍童过去和他讲了一下 让他把村里的木匠 泥瓦匠 石匠 也都统计出来 李正这边印下 有村民大声说 自己是石匠 有说自己木匠的 可以给大家打造桌椅 衣柜 床具 村民们各个情绪高昂 摩拳擦掌 恨不能现在就开工 彼时 冷桑带着豫王派来的万大管事 过来见过霍童 万大管事的四十来岁的年纪 能成豫王手下的管事之一 当然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面对霍童这样逃荒而来的农家女 她态度也依旧谦功 道 霍娘子 有什么事情 您尽管吩咐 霍童也就不和她客气了 村民再次安定的话 现当务之急最大的问题 不是房子 是水源 山上虽然有水 但跑到山里面取水 又远又危险 所以 她现在需要一个钻井师 来打两个井 她说什么 万大管事的 就逐个计下 有了水井之后 霍童道 我现在 需要一个子人 就是类似于现代的建筑设计师 以后建设房屋 她还需要青砖 石灰等等 这些都需要万大管事的 帮着曹歇兴 他们一帮外地人出来乍到 若没有熟人介绍 很容易被坑 等她说完 万大管事的一口硬承下来 这就回去帮她联络 这边刚送走了万大管事的 魏子凤又带着魏子苏过来了 魏子苏迈着小短腿 挥着小手喊 师父 师父 霍童快步迎了上去 摸了一把她白嫩的脸蛋 紫苏赶紧把自己的钱袋子给她道 师父 这是我孝敬您的 这可是她回府后 向爹娘骗来的零花钱 霍童内心动容 道 你先收着 等我需要了 再问你借 紫苏把钱袋子往她手里塞 道 这个不是借给你的 就是给你用的 不用你还的 霍童盛情难却 收了下来 魏子凤也把自己的匣子 递给霍童道 当初在荆州 你给我看病 我说过 等我病好了 再给你另一半的酬金 我这一路从荆州到帝都 也觉得神清气爽了 这些是我给你的酬金 所以 她这不是借给她 也不是施舍帮忙她 就是她应得的酬金 她理由都为她想好了 霍童心里甚是感动 霍童道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魏子凤道 既然要建新房 就往好的建 往大的建 也给我留一间房 没准我以后来这儿 玩着不想走了 就卸在这儿了 魏子苏盲道 师父 也给我一间房 我以后也要常来看你 霍童笑道 好 好 她心里也打定了主意 他们家一定要多建几间房 魏子凤没在久留 知道她这边要忙的是多 就带着紫苏先告辞了 霍童转身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 木匣子被她随手扔到空间里了 她拿个小本本 在上面写写画画了一会儿 这里要建设什么样的房子 她心里有了一个大概的蓝图 这样蓝图 需要和设计师商量 让她画出来 带领村民们来完成这个工程 代理政那边统计好 各家上交的银子后 霍童看了看 家户的村民 有出50两的 有出100两的 除了赵老太家 每家都出银子了 李政加出了500两的银子 霍童看完后 和村民们道 在清泉村 想盖个三间的青砖瓦房 也得带几十两 何况是在帝都这种物价高昂的地段 50两的银子 能盖出一间就不错了 这么一说 村民们也是点头称是 有的人喊 我再出50两 有人说 愿意再出60两 他们当初拿了两次的分成 两次的分成最少的村民 也得了300左右的银子 即使没拿到分成村民 当初也得了霍童和李政的一些额外分成 赵老太这边忽然问 霍童 你们家出了多少银子 他可一直在旁边观察着呢 他家还没出银子 霍童道 我们家人口比较多 将来也需要一个更大的院子 所以 我们目前家 可以拿出3000两的银子 若不够 还可以再网上贴补 3000两的银子 在京城内 都可以买一个县城的豪华大院了 他这3000两盖房子 绰绰有余 他这一说 村民哗然 村长这时一咬牙 道 霍娘子 我们家再加500两 其他村民见他们都出了大头 也纷纷要再加些银子 霍娘子都敢拿出3000两的银子 来建设房子 他们怕什么 这些银子 不仅要用来建造房层 还要铺路 霍童道 房子盖好之后 每家分几房间 分多大的院子 就根据各家出的银子来分配 多出的多的 少出的少的 不出银子的村民 一间房子也得不到 最后这话是说给赵老太听的 赵老太气的磨牙 他当初就从魏子敬手中 要了到了500两的银子 后来在清泉村花了一部分买房买田 现在手里余下的 也就200多两的银子了 为了日后能有个大的房子住 赵老太还是咬着牙出了200两的银子 反正他人已到了帝都 魏子敬就住在这儿 他也不怕日后会没钱 等找机会去静安侯府 再向他这个亲孙女要钱去 村民们又登记一番后 霍童道 现在咱们再分配一下任务 李高家带些人上山砍些树木 从明天开始就先打造桌椅 李高同意带了一些人上山去了 余下的人 霍童也把任务分配下去 让他们拿起买来的工具去开荒 不论男女老幼 只要能干活的都去了 他们人多力量大 大家也好一段时间没干活了 现在浑身都是用不完的紧 数百人下到荒地里 一会功夫 身后就如蝗虫过境 一片片野草被拔掉 一些野蛮生长的小树也被连根拔起 一片片土地被刨开 一堆堆碎石被运走 片甲不留 霍童到处视察了一圈 钻井可以解决村民的饮水问题 但这里依旧需要一处水源 解决将来农田灌溉的问题 山里是有水源 但要把水从山上引下来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霍童顺着山下的悬崖峭壁行了一会儿 就听前面有水流的声音 他顺着水流跑过去看了看 发现这股水是从悬崖之下溢出来的 霍童从空间找出找沟 借着他的力量攀了上去 果然 峭壁之内有一处瀑布 正在哗哗地流水清澈的泉水 水花似箭就给意到这外面来了 霍童查看一番后 心里有了主意 在顺着悬崖峭壁下来时 就见墨北站在下面看着他 霍童纵身跃下来 眼里染了笑 道 小北 我有个想法 墨北扶他走过碎石 道 什么想法 从这绝壁上把水引下来 用来灌溉农田 走 和村民说一说这事 两人快步跑了回去 霍童让大家暂时休息一下 跟他走 村民们跟在他的后头 一路去了他之前去过的地方 霍童指着上面溢下来的水道 靠着这里的有一处瀑布 我们只要把这里凿开 就可以把水引下来 村民都很高兴 忙问他要如何凿开 霍童道 请些专业的人过来凿开 李正忙道 这有得不少银子的吧 霍童点头 银子的事情 大家不要担心 能出多少就出多少 不够的 我来想办法补上 他手里头不差这点银子 但需要村民付出的 还是得要他们付出一些才好 避免弄到 最后变成了生米恩 斗米仇 李正道 霍娘子 需要多少的银子 你只管说 咱们就是砸锅卖铁 也得把这水渠修好了 出银子的时候 虽然会很心疼 但想着美好的生活 就在前面会更有干劲 霍童道 回头我请人过来估算一下 需要银子的时候 我会和大家说 在村民们的议论声中 大家又都回去了 木匠李高 也带着村民 把树都砍了回来 他们全家负责打造桌椅 家具 眼看着时间不早了 霍童也让村民收工 然后带着大家去打水 山里有的是水 村民们挑着木桶 跟着他浩浩荡荡地进了山 等各家的水挑了回来 吹烟上腾 各家也做起了晚饭 远远地 就见齐宁走了过来 看着在山下忙碌的村民 他摸了摸下巴 走到了霍童家这边 换他 霍娘子 什么时候有空 去看看我家公子 霍童这回躺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 语气慵懒 道 我现在忙得很 还真没空去看他 他当然知道他忙 所以 一直等他忙完了才过来 霍娘子 若真能把我家公子的腿一好了 我家公子定有中线 霍童眼睛微微一亮 道 谈钱虽然是俗了点 但你也看见了 我现在的确很需要钱 这样吧 我现在就跟你过去一趟 看看你家公子的腿 霍娘子请 他站起来就要走 王室这边喊 六六 就要吃饭了 霍童 你们先吃着 不用等我 他要去赚银子了 墨北快步跟上他 王室只好作罢 两人跟着齐宁一块入了山 只用了一刻钟的功夫 抄着小路 很快就到了木屋那边 入院的时候 霍童和墨北道 这里布置的是八卦镇 跟着我走 跟着他的脚步 安全地走到院中 没有触碰到任何暗器 那位公子 此时已坐在了屋内 透过窗子 他看见外面进来的人 齐宁快步走进来道 公子 霍娘子来了 公子目光淡默地看了霍童一眼 道 霍娘子 有劳你了 这是相信他了 霍童来到他面前 蹲下 伸手抬了抬他的腿 道 公子 你这一双腿 没个一千两 是一不好的 这意思是 他要收他一千两的费用了 这其实也是良心价了 他用的药都是西式珍宝 这个世界没有的 物以西为贵吗 公子倒是个痛快人 打了个手势 齐宁过去抱了个匣子过来 公子从匣子里面 取了几张银票道 这是五百两的定金 等我的腿痊愈了 再给你另一半 霍童痛快地收下了 啊 我回去准备一下 明天天黑之前 我会过来给你的腿 动个小手术 公子汗手 那我们就先到此了 齐宁 霍娘子请 霍童带着墨北转身离去 齐宁道 公子 咱们的八卦阵 都被他知道了 回头要把阵法再改一改 公子 无妨 他修长的手 轻轻搭在了手腿上 想着这双腿 明天就可以得着医治 他神情上情绪 到底是有了几分的波动 那乡 随着霍童和墨北离去 天空已渐渐灰暗 霍童从身上摸出一块 实定的银子道 小北 这些银子你放在身上 我身上放不那么多了 他上次已给他一袋银子了 再则 他时刻都与他在一处 拿着银子也是花不出去的 拿着 霍童塞在他手里 放不下也得放 男孩子身上不能没有零花钱 因为又靠着初诊赚了一笔银子 霍童也心情大好 回去的路上 满脑子都在琢磨 要开医馆的事情了 他神游向外 一脚踩在一块石头上 差点没把他摔飞出去 墨北伸手拦腰抱住了他 道 在想什么呢 注意脚下 这么大的人还能摔跤 霍童怪不好意思的 忙道 我在想开医馆的事情 想兴奋了 不然 他能走神吗 墨北在他面前蹲下来 道 我背你 你慢慢想 这样 他就不会因为 想事情走神摔脚了 霍童心里一动 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 少年背起他就走 他眼里染上笑意 什么事情也不想了 老老实实地趴在他背上道 小北 我重吗 不重 瘦得没几两肉好吗 前胸后背都一样 平的 霍童哪知 他在想什么心思 反正他心里有些美 把他一路背下山的时候 也没见他有丝毫喘气 霍童还是有点舍不得 用他 要想自己走的 墨北不愿意 非把他一路背回去了 结果 惹得村民全都过来看 说 瞧人家多恩爱啊 霍童炯 连忙从墨北背上滑了下来 王室这边也忙过来招呼 快过来吃饭吧 虽然说不让他们等 王室这边 还是让等了一会儿 霍童这边也就坐下来把晚饭吃了 等吃过饭 他本想去把晚洗了 王室忙到 你也累了一天了 快去歇会儿 这点小事我来做 王室是觉得 他现在干的是洗碗做饭的活 他儿媳妇是要带着全村搞建设 这是大事 马虎不得 霍童也就不和他争这个洗碗的活了 去自己帐篷里躺着 趁着无人 他又溜进了空间洗漱一番 他的宠物 这会儿正在空间里欢快地溜达 没有了笼子的束缚 小兔子和野鸡可自由了 他时不时扔在空间里的青草 被小鹿小羊吃了不少 等沐浴过后 霍童继续趴在空间里 拿着小本本写写画画 他要把房子 水渠的模型都构建出来 各家的房子要彼此相连在一起 一户一个院子 有了私密性 同时也大大的节约了土地 建房后余下的土地 一部分要留给村民 用来种植水稻 小麦 棉花等等 霍童脱腮想了一会儿 村民们不能只靠重点地生活 重地只能勉强糊口 他还要再另想一条生计 让村民靠此来发家致富 帐篷之外 各家各户的人已歇下 大家也是累了一天了 一会功夫 四周呼噜声起伏不断 等霍童坐空间出来的时候 走出帐篷看了看 本想到处巡视一圈的 就见不远处传来练剑声 月光下 少年身姿灼然 人与剑 剑与人 何为一体 霍童歪头看了看 满眼都是欣赏 小北真是又努力又上进 他忽然意识到 该给小北找个书院读书了 既然要落户到这儿 就得赶紧把书院找了 不能再耽误下去了 毕竟 小北也十七岁了 古人的计算方式 都是虚岁 霍童坐在石头上 脱腮看了他一会儿 直到他在看的时候 他练起剑来 更有劲了 一夜无恙 一日 村民们天一亮就全都起来了 因为有了目标和方向 全都干净十足 男人起来就去开荒 袍地 女人就先把饭做上 等到吃过早饭 大家继续干活 万大管事 这天也带了一个子人给他 这是一位青年 叫程元兴 模样相当英俊 衣着不俗 瞧起来更像大户人家的公子 霍童唤他一生成公子 把自己的想法和他谈了谈 把自己的图纸 也拿给他看了看 道 我们村现在有九十五户人家 共计四百九十人 小户人家 至少也人要有五六间房 一房做造房 一间做灌喜室 一间做堂屋 其他两个做睡房 陈公子惊讶地看他一眼 也是没想到 一帮逃荒的村民 竟能下这般大的血本来造房 陈公子给他估算了一下价格 照着村里的人数 这些房子建下来 怎么也得需要二万左右的银子 霍童和他谈了一会儿 请他构造这套房子 至于价钱问题 霍童问他 不知道陈公子的价钱是多少 请人设计 总是出设计费的 陈公子道 既然是御王关照过的 这次费用就免了 这个人情 他就寄在御王身上了 也不与他客气 直到 那就等房子建好了 我请公子到家里吃饭 陈公子也是个爽快人 笑着硬了 这边说好了 陈公子就先回去了 须于 钻井的人也带着家伙过来了 村里虽然人多 霍童打算在东西两头 各钻一个井 和钻井的人谈过 他们那边就寻了位置干了起来 等这边都安排好 霍童又和万大管事地谈了起来 带他去悬崖峭壁外指给他看 让他再找些有经验的人过来 他这边愿意每天每人出七十文银 不包饭 等把事情和万管事地交代清楚后 他这边也就告辞 去给他办事了 不远处 村民们也干得起劲 一些操汉唱起了山歌 一阵哒哒哒的马蹄声传来 就见魏子凤又带着魏子苏来了 人味道 就先听子苏欢快的声音传了过来 师父师父地喊着 霍童快步迎了过去 心情大好的 把他给抱了起来 转了个圈圈 魏子凤瞧了瞧他这边的情况 问他 做工的人都安排好了吗 霍童恩了一声 玉王这边派了个管事过来 办事还挺利索的 他想起小北要读书的事情 忙向魏子凤打探起来道 这帝都有哪家的书院比较好 魏子凤有些意外地看他 道 最好的太学当然是国子剑 霍童一正 啊 这个也太好了吧 我们恐怕进不去 魏子凤道 国子剑没你想得那么高大上 有钱就可以进去 你想送哪个去读书 小北 既然有钱就可以进去读书 他觉得以小北的水平 可以进国子剑去深造一下 魏子凤道 回头我和魏 魏军林说一声 让他去给你把这事办了 虽然他压根不想麻烦这个人 但为了霍童 他还是愿意去说一说的 霍童心里动容 道 可以吗 可以 他就是从国子剑出来的状元 清安侯的世子 现在又是大学士 这点小事他 还是办得成的 霍童 那我等你好消息 不过 去国子剑读书 得多少书修 一年书修五六百两的银子 外加笔墨纸验 这些用起来也费银子 这不就是现代的贵族学校吗 霍童点头 他得多挣银子 供小北读书了 霍童又打探了一些别的书院 霍阳虽不是读书的料 这书还是要读下去的 怎么也得把启蒙给读完 学点算术 这边说了一会儿话 魏子凤也没久留 就先告辞了 也是要回去找魏军林 让他去办这事 午饭的时候 霍童和家里人说道 我要送小北去国子剑读书了 王氏道 树修得不少银子吧 这里可是帝都啊 霍童 一年五六百两吧 他话锋一转 你们三个 到时候也去上个启蒙班 把字认一认 算术学一学 任臣还年幼 想要读书 还要再等一等 莫辈 彤彤 现在正是用银子的时候 我读书的事情不急 霍童 急 你都十七岁了 再不赶紧去读书 以后你就是你同窗中 年纪最大的了 其实 很多人读到二十三时 还在读呢 莫南 先让大哥去读书 等咱们以后挣了银子 我再读也不迟 莫西 我也是 我再过几年读也不迟 霍童 现在正是读书的好时光 等兽医驾结束 你们全都去读书 兽医驾要等九月底结束 再开学之日 就是十月了 莫文哥 那我能不能读书啊 霍童 这里没有女子学院 所以 他读不了书 莫文哥绝嘴 这对女子也太不公平了 我若是不认识字 我将来怎么当掌柜的 霍童有些意外地看他一眼 没想到他小小年纪 就有这等思想觉悟了 这时代对女子是不公平的 能读书的 也都是大户人家的小姐 他们会请教书的先生 到家里来教导女子 培养成知书打理的世家小姐 就这读书的是说了一话话 等用过饭 村民们继续去开荒 干活 莫家人也都加入队伍的行列中 大家忙的那是一个热火朝天 霍童这边要进山一趟 就叫上了莫北 陪他一块去 两人行在山间的小路上 莫北拽着他的手臂道 我背你吧 霍童笑他 你还被上瘾了 少年面上一红 是有点上瘾 背着他软软的郊躯 就特别舒服 霍童不给他背 快步跑开了 两人来到那座房屋之外 齐宁听见声音就迎了出来 霍童走进院中 来到那位公子面前 他只会正卧在榻上 一缕阳光穿过云彩 洒在他的面上 田径又美好 看着霍童进来 他目光淡淡地落在他身上 霍童对齐宁道 都在外面守着吧 齐宁正在说什么 莫北已伸手 把他拽出去了 并体贴地帮着关上了门 道 娘子行医 禁止观看 还禁止观看 对这么个怪人怪事 齐宁能说什么 只能在外面干等着了 霍童这边让公子躺了下来 把他的腿固定在榻上后 给他注射了一针麻醉药 公子躺着 也看不见他在那边忙碌什么 只听霍童和他道 我现在给你注射了麻醉 你不会感觉到任何疼痛 但麻醉过后 你会腾伤一两天 他把公子的裤管挽了起来 拿了手术刀 割开他的脚锣骨 碎在里面的骨头 他要取出来 之后震骨 缝合 打上石膏 由于他一双脚都受了伤 这个手术就漫长了一些 本该半个时辰内结束的 他这次用了一个多时辰 外面的齐宁等着胶着 想看一看 他里面在干什么 他还把帘子给放下来了 什么也看不见 好不容易等到他手术结束 霍童这边走了出来 把门打开 面色有几分的疲惫 道 手术结束 齐宁急忙跑了进去 墨北拿出手帕 给他试了一下 额上和鼻尖的细汗 霍童对里面的人道 这位公子 我先回去了 反正他就在山下 有什么事 侍童就会找他了 里面的人恩了一声 对自己的侍童道 请霍娘子喝杯茶再走 齐宁忙走出来道 霍娘子 请坐下歇一会儿 容我给您七杯茶 霍童也就和墨北一块坐下来了 齐宁气了两杯茶端过来 又摆上点心道 霍娘子 吃些点心 豌豆黄 驴打滚 茯苓饼 他端来好几样的点心 供他品尝 霍童也不客气 评了口茶 润过嗓子后 又拿茯苓饼吃了一口厚道 小北 好吃呢 你尝尝 他拿了饼递给墨北 示意他不必客气 墨北尝了一口 当真是甜香味美 入口即化 清爽适口 两人一边喝茶 一边吃了些点心 齐宁一旁伺候着 看他们的眼神 也带了几分的笑 想起里面那位 也该吃些什么了 他又端了茶水 进去伺候 霍童这边吃过点心 喝过茶 也歇歇好了 站起来要告辞 齐宁忙过来道 霍娘子 这些点心 你带回去给家人 也尝一尝 既然人家 这么热情地送来了 霍童也不推辞 那 那就多谢了 他拎着点心告辞 齐宁送了出来 等人走远 齐宁回身来到屋内道 公子 人都送走了 公子汉手 想了想 去把匣子拿过来 齐宁前去 把他藏银票的匣子 取了出来 公子从里面 取出几张银票道 霍娘子家里正在建房 想必会需要不少银子 你现在就去追上他 把这些银票送给他 只说是为我治病的酬金 齐宁数了一下银票 本来应该再给 五百两酬金就可以了 他这多给了二千两 他有些意外 诧异 道 公子 您这还没完全恢复呢 现在就给另一半酬金 还给了这么多 是不是给的太多了 又给的太早了 公子道 霍娘子现在正是需要 用银子的时候 锦上添花 不如雪中送炭 现在就送过去 齐宁若有所悟 拿着银票 快步跑了出去 那时 回去的路上 霍童又被墨北 背着走了一段路 动了这么个手术后 他确实也是有点累了 他在少年的背上 有点昏昏欲睡 正在这儿 身后传来喊声 霍娘子 霍娘子请留步 墨北止住 转身 齐宁快步追上来道 霍娘子 这些银票 是我们家公子给你的酬金 霍童不客气地接了过来 数了数 诧异 给多了 他抽出多余的 准备还回去的 齐宁忙道 不多不多 我家公子说了 这些全是给霍娘子的酬金 您拿着就是了 我就先回去了 把话传下 齐宁也就告辞 转身跑回去了 霍童也就把银票塞空间里了 懒懒地往少年背上一趴 闭眼睡觉 道 走吧 墨北背着他 继续下山 这事之后 一日 村里打好了一口压水的井 解决了跑山里挑水的问题 万管似的 也带了一些人过来 给霍童介绍道 霍娘子 这是刘工头 刘工头有一帮一起干活的手下 有75人 各个擅长攀爬悬崖峭壁 霍童带他们去看了一下 价钱就是之前说好的 每人每天70文银 不包饭 光是工钱 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刘工头看了看 欣然接受了这个项目 他带领着自己的人 当天就开了工 大家伙攀上悬崖 拿着钢签铁锤 在上面敲打起来 青砖 在这一天也都运了过来 成元星也带着自己画好的图 来让霍童过目 霍童看了表示很满意 现在村民正在开荒 等开出一片荒地 就可以立根基 下午的时候 魏子凤带着魏军林 魏子素又来了 主要是为了霍童所说上学之事 魏子凤转达过了 魏军林来了解一下情况 没有桌椅 几个人就在路边的石头上坐了下来 魏军林问霍童 墨北的书读到哪了 这个霍童怎么可能会知道 他忙让他们等一下 他跑去把正在荒地里的墨北叫了过来 魏军林道 是这样子的 国子凤分三级六堂 初级班三堂 中级班二堂 高级班一堂 最高级率性堂 修完最后一年学 就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了 国子凤就相当于大学 是皇家学院 如果墨北还没有接受过启蒙 是不能进入国子凤的 进去也跟不上课 他们都是乡下来的 魏军林不确定 他有读过多少书 若是没读过 只能安排进别的学院 接受启蒙教育 魏军林话说的含蓄 霍童听明白了 直接道 小北 魏公子的意思就是 你启蒙班读完了吗 墨北 再读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 是大学才接受的教育 也就是说 进了国子凤 才会学习到 魏军林意外过后道 行 这是我去安排 家里其他几个孩子 也要接受教育的 既然麻烦他一次 不妨就再多麻烦他一回 霍童问 魏公子 这帝都除了国子凤 还有哪些书院比较好 回头我想把家里的几个弟弟 送去启蒙 魏军林 天赐书院 好的书院 书修也贵 两人就着书院的事情说话 紫苏笑眯眯地道 师公 你以后就和我五哥 在一起读书了 魏子凤虽然病泱泱地 在荆州养病多年 并未耽误学业 启蒙也早读过了 自然是要进入国子减 一般来说 九岁以上 十四岁以下的送入小学 魏子苏七岁不到 因着身后的家事 今年就可以入幼童班 主要是他在家里 遭到了老夫人的强烈嫌弃 巴不得赶紧把他送出去读书 几个人就着入学的事情 说了一会儿话后 魏军林这边就带着人告辞了 坐在马车里的时候 魏子凤道 他们这边要是再多点人手 这块荒地就会很快开出来了 这话分明是暗示说 魏军林 你从府里调派些人 过来帮一下他们 魏军林听懂了 点头道 回头我就调派些人手 过来帮忙 魏子凤满意了 眼角这才染上一丝笑意 他也不知道魏军林为什么对他的态度变了 明显的嗜好 当然 他可不会因为他莫名其妙的嗜好 而原谅他们这些人 少年性眼微微捶了捶 魏子苏拽着他的胳膊和他说话 五哥 我也想和你去一个班 魏子凤笑道 谁让你这么晚才出生 想和他上一个班 是不可能了 随着马车搭搭而行 马车渐行渐远 入了帝都 村民这边在天黑之时 也都收了工 因为有了一个钻井 他们也就不用再去山上挑水了 所有需要水的村民 都自觉地排着队 一家拿一个桶前去取水 一桶水用来烧饭 若要用水洗澡 也得让别的村民 先把烧饭的水压了 一眼望去 一片和谐 再也没人因为抢水而打架了 和往常一样 需要米面的村民 也都排着队取面 李正给他们发面 这些面 都是从百兽山带下来的 不过 乔正米面一点不见少 李正很纳闷 等村民 都领过今天的米面后 李正转悠到霍童家这边 道 霍娘子 我有个事和你说 霍童 李正 你说 李正左右看了看 确信周围的村民 不会听见他的话 这才巧声道 咱们的这堆米面 已用了多天 怎么一直不见 嘘 他还没说完 墨北就走过来 嘘了一声 道 李正 不可说 说出来就没有了 吓得李正立刻捂了嘴 王氏也走过来巧声道 不可说 感情他们这一家早就发现了 李正忽然就明白了 郑重地点头 不说 不说 他捂住嘴 把这个秘密烂在肚子里 他现在是真知道了 霍娘子神人护体 跟着他吃喝不愁 正在这时 李高带着两个儿子过来了 他抱了桌子 儿子们抬了几把长椅 李高扬声道 霍娘子 打了一张桌子 和四把长椅 你们家先凑合着用吧 霍童 李高说 你们家先用吧 我们不急 李高把桌子放下来 道 霍娘子 就该你们家先用 你千万别推辞 李正也忙道 对对 别推辞 先用起来 他们如此热情 霍童也就不推辞了 还不等谢过他 他们就把桌椅放好 跑回去了 有了桌子 做好的菜就可以端上桌了 四把长椅 也刚好够他们一家八口用 饭桌上 霍童想起 从齐宁那里带来的点心还没吃 就一块摆上了 每人尝上两块 瞬间给吃光了 莫文哥激动地道 嫂子 好好吃 还有吗 没有了 他还想吃呢 忙道 嫂子 再买点 反正他有的是银子嘛 莫贝 彤彤去给人家看病 人家送的 好吧 莫文哥只能忍着禅 霍童道 魏家的大公子今天来说过了 小北可以进入皇家书院去读书 莫男和莫熙都忙道 恭喜大哥 霍童道 你们由于没接受过启蒙 到时候只能进别的书院接受完启蒙 只要你们肯努力 将来都可以去国子舰读书 莫男道 嫂嫂 我没那么远大的报复 读书什么的 他从小就没羡慕过 也没想过要读书 莫熙笑嘻嘻地道 嫂子 你把希望寄托在大哥身上就好了 让大哥争取考个秀菜 到时候你就是秀菜娘子了 霍童也笑道 我就不给小北这么大的压力了 莫北 最起码让你 做个禁食娘子 王氏哈哈笑 那我岂不成了禁食他娘了 饭桌上很欢乐 莫文哥也道 到时候 我就是禁食他妹妹了 霍童拍拍身边的少年 道 那就朝着你的梦想去努力吧 但也别给自己太多压力 霍阳底头扒饭 他在考虑 要不要好好读书 他以前也跟着霍童的爹读过书 启蒙都没读完的程度 那时候饭都吃不饱 实在是读不下去啊 看霍童对墨北还挺期待的 他也想成为霍童的期待 让他对自己也刮目相看